第二百三十集 听见韩旭的话 李逍遥愕然一愣 随即他目光一转地看向楚言 你朋友 我可不敢 在他们眼中 我只是一个下贱卑劣之人 配不上和他们做朋友 和我做朋友的人都只是下贱之人 李言淡淡道 然而这时 韩家人脸色都僵住了 特别是韩兴 净显金融 李氏家族的天骄 竟认识这个他眼中下贱的人 李逍遥也是一愣 那岂不是说 我也是一个下贱的人了 好像是 楚言点下头 韩旭也是皱眉 他不但顶得到 李少 你认识此子 此子心情肮脏 为人狂傲 又生于下贱之地 李少可要看清楚人才是 韩少客气了 他不配做你朋友 我又怎么配呢 李逍遥看向韩旭 随即目光冰冷 语气突然一变 冷酷起来 像你这般垃圾家族之人 竟也敢嘲讽他 他若愿意灭你一族 他也只是一句话的事 妈的 可恨的是 你骂他 骂他呗 老子 都跟着躺枪 什么 韩家人都瞪大眼 逍遥 好了 楚言淡淡一笑 倒是不太在意 李逍遥不爽地冷道 云中大鹏 自不会与蝼蚁计较 像你韩家这种垃圾家族 竟也敢自诩大族 简直可笑 然而在这时 天穷上又有人朝着这个方向来了 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一致的 皆为楚言而来 而来的人 个个都那般出众 比之韩家 不知高出几个等级去 是霸主势力 有女工 三十六名护士 难道那一女子是玄女 楚哥哥 敏儿到了 他穿着一身漂亮的衣裳 在三十六名女使者中 是那般高贵 可见到楚言 他灿烂一笑 没有丝毫的骄傲 反而像是一个等待宠溺的孩子 楚兄 江家人 江天问也来此了 看见楚言客气一笑 楚言 三大腰山的人来了 亲运看见楚言 惑为震惊 须弥风一事 他也听闻了 几年时间 那个他嘲讽为寒鸭之人 已站在了六玉星河最高的地方 四方神势力 西方神殿 叶寻与望风一同 看见楚言 望风开心地道 师兄 在这一刻 原本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却发生了地震一般 无数的霸主势力 天骄 全部降临此地 然而这一群人 对楚言 却都极为的尊重 至于韩家人 在这时都目瞪口呆了 尤其是韩兴 刚才那个 被他嘲讽为下贱的人 如今却与无数的霸主 天骄站在一起 那么究竟是谁下贱 所有人都惊住了 恶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天悲之争 虽说是对天下人开放 可其实却是各大霸主之间的名争暗斗 也是各大霸主天骄施展天赋的舞台 像李逍遥 叶寻 望峰 幽女宫玄女这种人 在众人眼中 以往都是云端之人 他们生来便尊贵 是受人仰望的 可今日却全部降临在此地 只因为一个少年 楚言看见众人 平静地笑了笑 都来了啊 你也是的 竟然离开了李家 来三大腰山别致了 你这混是魔王 难道三大腰山 还能不招待你吗 欣运在一旁称怪地道 他早便来了 天皇新玉 但一直听闻楚言 和李氏家族在一起 便没去找他 可今日才知 楚言早便离开了李氏家族 楚言苦笑道 我终究不是三大腰山的弟子 不想给妖军添麻烦 哼 连我三大腰山的掌伤 明州都被你给勾引走了 现在很好意思说这话 欣运翻了翻白眼 欣运姐 别胡说 楚言满头黑线 心里一阵暗骂 余光还偷偷地 瞟着柳卿城 欣运见到柳卿城 微微诧异 随即甜美一笑 对柳卿城道 你便是卿城妹妹吧 楚言可是经常和我们提起 今日一见 还真的是传闻不虚 你见过她 当年晨间她可高傲得很 还羞辱我是寒鸭 楚言冷哼声 欣运瞪了一眼楚言 混蛋 欣运见过卿韵姐 柳卿城冰雪聪明 礼貌一笑 似是根本没有听到 先前什么掌上明珠一事 令楚言长舒口气 还暗自庆幸逃过了一劫 卿城姐 米儿走上前 甜美地笑道 楚楚动人 哼 若木阿姨还在沉间时 她便常提醒你 只是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一见 千日终于见到了 她是我妹妹 米儿你知道的 楚言对清城介绍到 柳卿城亲点情手 关于楚言和米儿一事 她也听过不少传闻 当年天山宗一战 楚汉峰也曾提及过 情若梦本有意让米儿 做她儿媳的 只是后来米王的抉择出错 所以才成全了她柳卿城 只是她没想到 米儿竟成了幽女公玄女 令她心中又升起几分黯然 楚言身边的女子 一个比一个更优秀了 而自己却不那么耀眼了 柳卿城一正 低下头去 只见楚言抓住她的小手 食指相扣 冲着她干净一笑 宛如何须的春风 吹散了她心中所有的雾碍 你是我的妻子啊 楚言笑道 柳卿城也笑了 四目相对 那般动人 嗯 柳卿城轻点请手 是啊 她有着一个令无数人羡慕的身份 她是楚言的妻子啊 更多人注意到这里 获为震惊 此时此刻 楚言站在众多天骄当中 至于韩家人早被晾在一旁 韩兴奉眼瞪大 她心中怨恨 就在刚刚 她还在嘲讽楚言是下贱人 众天骄是云端人 然而如今他们站在一起 韩兴竟发现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似乎楚言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 至于他们韩家人 连韩旭与其相比也差了太多 为什么会这样 韩兴心痛地道 明儿冷笑声 哼 生在卑微家族 却还嘲笑他人 眼界不高 却又自高 实则自卑 你们以为生在 清古韩家便是你们的谈资 我也是出自沉间 那我是否在你们眼中 也是下贱人呢 哼 又是当头一击 韩兴 韩旭 包括韩家人都无言以对 幽女公玄女 竟也是出自沉间 可她会是下贱人吗 当然不是 反而她比韩家不知高贵了多少 我们走吧 挺无聊的 楚言平静一笑 正如李逍遥所言一般 真正的云中大鹏 不会与蝼蚁计较 否则只会自贬身份 是挺无聊的 一个小小韩家 在任何一方霸主势力面前 都要卑躬屈膝 然而你一个 不知杀了多少霸主锐气之人 在他们眼中 倒是成了一个下贱人 还想要为你引荐天碑 殊不知你只要一句话 我们几大霸主势力 都会为你引荐 姜天问笑道 蓝之意 以后在外 可莫要说自己是尘尖人 今日我剥夺你尘尖人的身份 你若再敢在外妄称 自己是尘尖人 再见到 我会杀你 楚言冷道 蓝之意他不在乎 但尘尖不行 那是他父母守护过 一万年的地方 他也要守护 蓝之意猛地颤了一下 他心有不甘 可在这时却不敢回应 那个当年他俯瞰的少年 比他晚一年的圣台碑第一 如今站在的高度 是他无法想象的 这寒家人还真是够可笑的 自以为是 羞辱对方所生之地是卑劣星辰 却根本不知对方多么高贵 那人便是最近名声极大的楚言吧 那寒心更是可笑 那秦郎似乎也是陈间人 可不以养育自己之地为荣 反而唾弃 简直忘本 即便那星辰再如何卑劣 却是生于他的地方 如今入坠了寒家 便不以为荣 反以为耻 像他这种人 将来若是加入霸主势力 恐怕也会以 恐怕也会曾以入坠寒家为耻吧 可笑的是那寒心 先前嘲讽楚言 却对那卵之翼说加入霸主势力 便是云端之人 如今楚言却和他口中云端的人在一起 周围的人一正冷笑 寒家 如今便如笑柄一般 寒心玉面长红 看着楚言等人的背影 他背齿咬唇 他不甘心 突然吼道 站住 楚言等人一愣 侧目地看向寒心 寒心红着眼 楚言 你什么资格剥夺卵之翼的身份 垂根结底 你不过也是一个卑劣星辰的下家人 即便你运气好 坚持了一些霸主势力 可你自身依旧卑微 有什么资格在之翼的面前炫耀 平 我是陈坚王 楚言可笑地摇头 淡淡一句 转身离开了 李逍遥可悲地看了一眼寒心 陈坚 楚言为王 那里是他的王朝 众人又是一惊 这个少年竟还是一颗星辰的王吗 他似乎才二十岁出头吧 寒心的郊躯僵住了 他又一次地自取其辱 看着楚言的背影 他不甘心 他还欲再开口 可在这时 韩旭却伸手拦住他 够了 哥 韩兴委屈地看向韩旭 他不过是运气好 结实了几方霸主势力 可如你说的一般 他自身实力卑微 天碑之争又能够走多远 马上就是天碑之争 等到时候 等级才是一切 即便他有霸主势力为他引荐 他也只不过是一级烙印 又能走多远 到时候 下界人依旧是下界人 韩旭高傲道 楚言尊者其极 他依旧不言 楚言能在天碑之争 创下什么辉煌的事迹 无知可悲 望风摇摇头 他连话都没说 背对着韩家人 留下一句嘲讽之声 天碑之争在即 众人争夺 天碑之下 有天命路 此路 分有等级 共分十六层 最底下一层 几乎是暗淡无光的 然越往上 光芒会越浓 从萤火之光 直到赤之光 光芒越强 便代表着身份越高 天碑之争 共有十六个入口 一入其中 会有气韵加深 越往上 气韵越强 走得越远 夺取天碑的机会 便越高 李逍遥知道 楚言第一次参加天碑之争 一边走 一边为楚言介绍道 初始气韵 很重要 一级代表一道气韵 对了 楚言 你既然来了几日 应该知道气韵一说吧 你是几集 江天问问道 一级算一道气韵吗 那应该还算不错 楚言笑道 那就行 众人点下头 倒也没追问 江天问又说道 我领悟了十三道气韵 不如逍遥那混蛋 那身口尽领悟了十四道 简直变态 逍遥才领悟了十四道吗 楚言诧意道 他本以为 以李逍遥的天资 应该可以领悟全部十六道的 什么叫才 李逍遥一阵无语 你没看见江天问那羡慕的表情吗 十四道 很高了好吧 十年之内 天碑之内 又有几日能达到本少这一步 十六天碑 分别代表了血脉 命魂 精神力 元力 肉身 还有其余各种修行之道 但其中有一些天碑极为苛刻 譬如妖神天碑 唯有大妖才能修炼 魔道天碑 只有魔修才能领悟 所以除非你是原天碑者 参悟过天碑 会被赐十六道气韵 否则还没有哪一个第一次参加天碑之人能够领悟到十五道气韵呢 李逍遥不服道 是这样 楚言诧异下 胖子和华之婿眼睛也是一闪金光 从未有过吗 那今年可有趣了 李逍遥见楚言神秘的样子一愣 随即四十想到什么 你不会领悟了十五道气韵吧 楚言人畜无害的眨了眨眼 李逍遥嘴角一阵抽搐 感觉自己备受打击 苍天哪 你究竟是什么妖孽 楚言也是很无奈的 先前他领悟天池时 确实发现了一些异样 有几座天池之内的力量十分霸道 譬如第七天池 里面的元气如妖 宛如万千狂容 仿佛要将他撕碎一样 第十三座天池 里面的力量十分凶残 充满杀戮之气 站在那一世界里 便仿佛面对着一尊旷世古魔 还有一座天碑 乃是佛法之术 讲究因果 业力 佛法传道 也是一种修行 传道佛法 广招天下人修佛行善 业力加身 也是一种修行 但奇怪的是 这些天碑 他皆能领悟 无论是妖修 魔道 还是魔法先门 对他皆是毫无阻碍 天碑在即 十一大霸主势力降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神秘势力也出现了 譬如秦天阁 在天碑山上 突降临一身穿紫金龙袍的中年 他手持权杖 代表权势 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接近到天碑顶端之人 他俯瞰下方 扩具尊威 天皇宗宗主 济黄吉 忽然有人言道 看向中年都是充满了敬仰之意 参见宗主 天皇宗方向集体扶手 李氏家族 见过济君 李洪威站在李氏家族的云楼之中 也是拱手相称 宇清阁 见过济君 武王心欲石甲 江甲 拜见济君 石甲江甲人 纷纷尊宠道 在这时 更多人拜见 整个天碑山上宛如朝圣一般 对济黄吉都是充满了敬重 楚颜抬起头看向济黄吉 双眼之中闪过一抹浓厚的凝重 他便是济黄吉吗 六玉星河如今的第一君王 玉统八方的济黄吉 同样 万年前也是他 结合十一大军横扫尘间 与镇天军一战三年 最终改朝换代 重建了如今的天皇星 楚颜眯眼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济黄吉 对方已是活了万年之人 那浑然一成的气息 似乎不用刻意外放 便带有奇妙的神韵 令人忍不住地想要朝拜一番 诸位 三年不见可都还好吗 济黄吉朗爽笑道 显得颇为大气 到了我们这般境界 有何好坏可言 岁月如梭 三年弹指变过 倒是少了几分乐趣 不过每三年能见证 一下小辈们的争锋 倒成了现在除了修行以外 唯一期待的姓氏 穆家一名老者平静笑道 确实 到了我等这般年岁 再不做突破 便只是等死了 活着的乐趣 也少了无数 不过有幸看着江山一代代 人才辈出 确实是一件美事 济黄吉似乎也在感叹 到了大军地步 想再突破 哪怕是一静都极为困难 然纵使有着无尽寿源 可也终有燃静一天 济黄吉如今人均顶峰 放眼六欲 最强一人 可是 他已在这个境界停顿了数千年之久了 古老 今年各位可有谁家出了罕见妖孽 给我说说 济黄吉对一旁的古老笑问道 灰天荒 石沧松 慕傲天 李洪 曹瑜 虎穹 江帆 段痕 都还不错 三年不曾封地 今夕的实力已经十分可怕 古老笑着介绍道 哦 今年竟有如此之多的天碑者 未封地吗 到时历年罕见 都是一群天资捉笨之人 三年也不曾封地 天荒见孝了 穆家一名老者笑道 穆小娃可别这么说 这群小子不封地 怕是都有着各自的打算的 济黄吉郎爽笑道 他看上去比穆家老者年轻 可实则比之活了不知多少年 他又道 除了天碑者 可有心人 有几个 孤老笑眯眯地道 李氏家族李逍遥 如今已入尊者九级 实力超然 有希望为李家再多一块天碑 前孟宇的儿子吗 季黄吉 双眼闪过一丝惊艺 稍纵即逝 不奇怪 当年他母亲可是六欲传奇人物 出入君者 一战三军 可惜 天度英才 人在哪儿呢 我来看看 天皇 犬子李逍遥 李鸿威拱手介绍道 李逍遥站在一旁穿着白衣 不卑不亢 不错 小子 我很看好你 若你能夺一天碑 我赠你七级神兵一剑 季黄吉平淡笑道 领众人暗叹天皇宗手笔 一出手就是一七级神兵 多谢天皇 李逍遥拱手抱拳道 在这时 穆家有一名老者冷笑声 李逍遥是不错 但终究是不能和苏北 既无风两位比的 此二人 今年可是锁定天碑之人 至于这李逍遥 怕是没什么希望 对于二人 众人都不陌生 苏北乃是天皇宗 唯一一名以外姓族人 获得天碑之争的天骄 传闻此人修剑 剑法如火纯青 剑意随心 心道 剑斩 人灭 皆是一念之间 继无风更不用谈 继是嫡系 继黄级的后人 当年万古百丛林中 李逍遥对此人的评价 极高 只是穆家在这场合 突然提及 却显得有些刺耳 李鸿威皱下眉冷哼一声 哼 苏北贤之 永无风贤之 自当是人中之龙 可即便如此 你又如何能断言 逍遥夺不到 我敢言 他李逍遥夺不到天碑 可当这时 穆傲天在一旁冷哼声 李逍家族 奉劝一句 若是不想李逍遥陨落 还是让他莫要入天碑 他 还没那资格 免得不幸死在里面 谁死谁活 还未必呢 李逍遥在一旁冷哼声 穆家老者冷笑声 老夫只是旧事论事 说道一句 便如此狂傲 此子心性不佳 难成大气 可笑 我与你有何干系 轮到你来说交 李逍遥不悦道 他和穆家 允星阁早已结下死仇 所以 也不会给对方留面子 第二百三十一集 天碑之争 尚未开启 穆家人便妄图贬低他人 抬高自身 我虽不知苏北与季黄吉的天赋如何 但就这穆家这般行径可言 倒是令人感到不耻 突然有一道声音在人群中响起 令众人一震 惊愕地看向楚言 他站在人群当中 并不起眼 可这一句话落 却吸引来万众目光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指点我穆家 穆家老者眼眸一寒 既来天碑 自是争天碑之人 楚言平淡道 指使对方不卑不亢 倒是令不少人暗叹楚言的勇气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嘲讽 例如韩家 不知死活 韩星在一旁戏谑道 自以为结束李家 便这么超级现义气 八戒起来表现自己吗 一个夏家人 竟还妄图插手到 霸主人的对话当中 楚言扫着一眼韩家 可笑摇头 为了八戒李家 并非他只是认为 李逍遥和穆家 结仇是因为他 今日穆家出言羞辱 他自然要站出来 以尊者七级 天碑之争 你也呸 穆家老者低吼声 可笑 天碑对天下人开放 只限尊九之上 却不限尊九之下 我尊者七级 有何不能参与 楚言冷笑 倒是你穆家 自诩罢主 可今年一块天碑也夺不到 才一笑大方 穆家老者眼底一闪寒意 但这时季黄吉突然笑道 好了 他说的没错 天碑对天下人 尊九之下 皆可参加 穆家老者这才不再开口 只是发出一道冷风 在这时季黄吉看向楚言 小子 勇气不错 蓝色哪里 遥远 沉间之地 楚言不卑不亢 对视季黄吉 令季黄吉的双眸闪过一抹惊异 沉间吗 还真是有趣的地方 好好表现吧 楚言笑而不语 退到一旁 天碑山上云吉 更多人齐聚 终在这时 似是顺应天意 云霄外 开启一道天王 射欢九霄 降临在天碑山上 所有人抬起头 显得颇为虔诚 时辰到了吗 天碑山开始动荡 山栏一动 分成阶层 共计十六层 形成十六座天碑界 引众人参与 天山一开 所有人准备入席吧 季黄吉在这时笑道 那十六层 等级分明 最上面一处 宛如赤日之光 十分夺目 众人看见那十六座高台 都是露出兴奋之意 韩星在一旁 对兰志意道 志意 你去吧 你能领悟七道天域 也十分出色了 今日一战 你一定会成名的 嗯 兰志意 也兴奋地点下头 韩旭在一旁 看向楚言 发出一道冷亨 哼 我倒要看看 在这天碑面前 你一下见这人 能走多远 楚言也不理会 韩旭 抬起头 看向山路 十六座石台上 每一层都有着 一道强烈光幕 光幕内 蕴含通天杀意 一旦等级不服 立刻会遭到天结灭杀 摧毁肉身 碾灭灵魂 开始还有人不服 试图瞒天过海 朝更高级的石台踏入 然无论以何手段隐藏 在光幕下都将无处遁形 遭到灭伤 仅仅是刹那间 便会化作漫天粉尘 消失于天地之间 我儿 突然人群中有人痛嚎 看着一名被第三道光幕粉碎的少年悲痛到 傻孩子 为何要做这种蠢事 即便你没拿到三级资格 也是我儿啊 虚弱 终究是害人之物啊 众人不禁暗叹一声 我们也去吧 李逍遥对楚言道 楚言笑着点下头 随即一行人开始朝着石台上走去 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当众人走到第七层时 鸾之翼站在那 眼中充满了不甘 他盯着楚言 李逍还能往前 楚言看了一眼鸾之翼 可笑地摇头 随即他继续前进 只见他每一步踏出 光幕皆会为他开启一道虚空之门 令他穿透过去 转眼间 他便走到了第十一层 十一层 韩旭已经到了极限了 停下身 但他却颇为骄傲 十一层 已是韩家历代以来最好的记录了 到了这个等级 人数已极为稀少 不足百人 他灿烂的一笑 可正当这时 他目光一鸣 只见楚言也到了第十一层 然而楚言还有要继续前进的意思 这怎么可能 楚言 你能走到第十一层 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也承认 你的天赋确实不错 可这光幕之下 灭人肉身 诸人魂魄 你若强行穿过 必死无疑 劝你还是不要做这种傻事 韩旭突然道 他也领悟过十六天池 只是天池内有五道力量极难 他根本无法看透 所以他也坚信 以楚言下贱人的身份 更不能突破 所以他便认定 楚言一定是为了和他赌气 想要强行突破光幕 你承认 楚言突然较有兴趣地停顿下身 带有一丝嘲讽地看向韩旭 你做这一切 难道不是为了证明你自己 让我承认你吗 韩旭愣了一下 他一直以为 天山初开始 是他的话 刺激到了楚言 楚言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在和他置气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楚言可笑地摇头 此行天卑 他的目标是天卑者 对手是虎琼 李红 曹宇等人 至于韩旭 他从始至终都没看在眼里 因为在他看来 韩旭连做他的对手都不配 年罢 楚言朝前踏出一步 那十二层的光木 并未发出杀机 反而骤然散开 形成一道万众瞩目之门 楚言变成这样 从中走了过去 众人一阵愕然 第十二座石台 他走上去了 不光是他 他身边之人也都踏了过去 无知 十一层是你的极限 殊不知 那只是他人的开始 谁 是下界人 华之旭冷笑声 也踏入了第十二座石台 留下韩旭一个人脸色僵硬在那 原本踏入第十一层的 骄傲荡然无存 反而像是被人抽了个嘴巴一样 韩旭红着脸 他依旧不服 冷冷地看着楚言一行人 他便要看看 楚言究竟能走到哪里 穿过十二层 一行人依旧没有停下 还在继续 同步的踏入进 第十三层当中 连柳青城也是 那个自己嘲讽 有体分姿色 却生于卑贱之地 天赋可笑的女子 也比自己强 韩兴在天碑山外 观望着这一幕 脸色阴沉着 他没有参加天碑之争 但在外面 却可以清晰看见 那个他言下贱的人 却超过了蓝志义 超越了韩旭 子言在一旁 方信也跟着跳动一下 激动极了 这里可是天皇新域 六域新河 最耀眼的地方 即便他早便猜测 楚言定会不俗 可这一幕太震惊了 他又上了一座高台 电石三层了 紫嫣灿烂地笑道 看向韩兴 你曾经说 那个位置都是天才云集 只要走到那里 便是人中龙凤 如今韩旭并未有到 但是我师弟他到了 韩兴玉面长红得 说不出话 许久后才冷吼声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你向我师弟是运气好 结识了霸汝势力 然你没有看见吗 如今第十三层 江问天他们都已经停下来了 但我师弟还没有 他还在朝着更高的地方走去 你口中的下见人 如今正朝着你 憧憬着的传奇之地走去 紫嫣冷笑声开心极了 天碑山外各方霸主势力 在这时也都认真强 前十层 对他们而言并不值得关注 但十层以后便是妖孽弟子了 一般霸主势力的弟子 都会在十层以后 而十三层又是一个分水里 往上每一层都极为夺目 十三层了呀 往年这个位置可就寥寥三五人 今年似乎有一点意外 竟还剩下十几人 天山外霸主势力的人都赞叹一声 第一次夺天碑 走到第十三集 很不错的成绩了 确实 看来今年的天碑之争 要比之以往更加精彩啊 江家一老者笑道 看向江天问颇为满意 此时在天碑石台上 第十三层能够站到此地的人 证明他们领悟了十三块天碑残力 从百万人中脱颖而出 必将都是夺目之人 在往上便不能陪你了 但我会在这一直看着你 柳清诚苦涩地笑道 第十三层是他的极限了 他只能待在这里 不能够再继续往上了 清诚姐我陪你 楚哥哥我也会看着你的 你要加油 米儿也笑道 第十三层也是他的极限 楚颜笑着点下头 在柳清诚的额头上亲吻一下 随即他环视一圈 第十三层还剩下的人 几乎都是熟悉的面孔 李逍遥 江天问 林道颜华之序 柳清诚 米儿 胖子 叶巡 望峰 纪无峰 石家还有一人 和一名剑修应该便是天皇宗的苏北 和一名女子 楚颜在天皇宗设宴时见过 学女宗苏童 在第十三层上 还剩下十几人 至于能再往上走一步的 却是少之又少 林道颜也在 四方神殿 今年有三人同在这一层 叶巡 望峰 林道颜 倒是令不少势力感到吃惊 还能继续吗 林道颜看向楚颜 楚颜随一笑 朝着第十四层踏入 林道颜也不客气 踏入到第十四层当中 然而第十四层终究是一个分水岭 阻拦下了太多人 踏入的人并不多 只有七人 楚颜 胖子 叶巡 李逍遥 林道颜 苏北 继无风 这七人终是踏入进第十四层 到了这一层已是极限 许多人终是停顿了下来 但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是光彩夺目 甚至不弱于那十六层的几名天卑者 因为他们是凭借自身领悟走到这一层的 只是令人意外 第十四层中 竟有两人不属于霸主势力 这可是往年从未有过的 那胖子真是有趣 境界不高 可竟走到了第十四层 有人在外面笑道 嗯 那楚颜也是 尊者七级竟踏入第十四层 这可是历界从未有过的 在这时 不少霸主势力的人 脸色都不好看 第十四层 许多霸主势力都没有人在 穆家 李家 天妖峰 妖山门 允星阁 两大女宗 如今都是无一人站在那里 李鸿威 朗朗笑道 哈哈 逍遥或许不如苏北 无风险直 但至少踏上了第十四层 倒是穆家 第十三层上都空无一人 一笑大方 穆家老者 脸色阴沉 十分铁青 心中也是极为恼火 当然 也并不怪穆家 即便往界 站在第十四层的 也只有寥寥一人两人 大多数出自天皇宗 可今年竟一下出了七人 四方神 今年你们倒是出了极为了不起的人物 恭喜呀 石家人笑道 原本四方神在霸主势力中排名微末 几乎无人重视 即便天碑之争 也是有两届无人夺一块天碑 倒是今年 竟有三人入了十三层 两人踏入十四层 四方神殿 神坛一名长老十分骄傲 哈哈哈哈 诸位客气了 运气 运气 有空 可以带着那小友来我石家做客 石家笑道 也是放低了几分身段 一个势力的厚生天赋 便是这一势力将来的前途 如今四方神不能再秦逝了 天皇 无风 苏北 不失众望 也都到了第十四层了 古老笑道 即无风与苏北 也是第一次参与天碑 踏上第十四层 可见天赋之高 到头了 到头了 上了第十四层 李逍遥也到了极限 露出一抹骄傲的笑容 因为站得很高了 所以俯瞰下去有一股一览中山小的感觉 令他十分的憧憬 胖子一屁股坐在石台上 此地之光辉已有近十丈高 呈现紫红色气韵 十分不凡 随即他朝幽女工的方向看去 表现出十分欠揍的样子 好像是在说 胖子没丢人吧 秋梦站在人群里 也灿烂地笑着 闪烁着几分泪光 很是骄傲 夜巡也到极限了 第十四层 看向楚颜 开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一天 他不知努力了多久 一个没有天赋 没有背景的少年 逆天改命 站在六欲光辉之处 只为那一年 少年有的约定 苏北纪无风都到了极限 纪无风抬起头看向楚颜 苏北也是 当初楚颜在天皇宗 修炼烛火焚星 惊扰了他 他派人去驱逐 不料尽反被楚颜重伤 没想到你竟也能走到这一步 倒是有趣 只是即便同在第十四层 也有高低贵贱 当年万古百丛林州 你拒绝我 天碑之中 我会让你知道 自己错过了什么 极无风高傲的道 你打伤我的人 一样也要付出代价 苏北冷道 楚颜古怪地看向两人 觉得可笑 随即他也不理会两人 看向李逍遥等人 那你们留下来 那你们留下来吧 嗯 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一正 李逍遥嘴角也是一阵正愣 楚颜让他们留下来 难道他真领悟了十五到七月 还能继续往上 第十五座高台吗 那一层除非是历代天碑者 否则从未有人踏上去过 楚颜也不多言 他看向季无风 冷笑一声 你说的没错 同在第十四层 也有高低贵贱 可是 十四层是你的极限 却并非是我的 言罢 楚颜昂着头 漫步起身 他的身影直接朝着 那第十五层踏入 第十五层的光幕 宛如圣光一般 已充满无尽神威 可就在楚颜抵达至极 那圣光散尽 化作一神圣之门 十五到天碑印记 在楚颜的上空一同绽放 他直接踏了进去 那一到圣光夺目而出 映射九天 一时间整个天碑山上 是那般的安静 第十五层 那个从未有人踏上去过的地方 此时一名少年站在那里 想万众瞩目 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他竟真的上去了 天碑第十五层 李逍遥哈哈大笑 充满了兴奋之意 苏北纪无封两人的脸 在这一刻顿时僵住 刚才他们还言 楚颜也能踏上第十四层 已经很不错 但也分高低贵贱 可现在 楚颜一人踏上了第十五层 第十五层 天碑山内外 在这时一片寂静 落真耳闻 所有目光降临在那少年身上 所有人踏上去过的地方 他踏上去了 万众瞩目 哼哼 姬无封 现在觉得可笑吗 第十四层 也分高低贵贱 只可惜 楚颜的终点 根本不在第十四层 它比你走得更远 李逍遥得意地笑道 姬无封 苏北脸色都一阵僵硬 第十五层 连他们都无法踏上去 至于韩家人 在这时都僵住了 韩星脸色苍白如指 魂不守舍 第十五层的石台上 强烈的光芒加深 楚颜身后的气韵 更加耀眼了 哼 即便他踏上第十五层又如何 终究是尊者七级 入了天碑 他的气韵便是我了 既无封冷哼道 远处的云楼上 各封霸主看着楚颜 也都充满震惊 那个地方竟真的有人踏上去了吗 既黄吉突然对古老道 此人的来历可曾查清楚 回天皇 他现在是陈坚王 据说是得了震天君的传承 是天选之人 古老如始道 以天皇宗的力量 想要调查楚颜 易如反掌 震天君 还真是阴魂不散 既黄吉冷哼声 随即他又看了一眼楚颜 也没有开口 他终究是一方天皇 又是大军 绝不会当着众人的面 为难楚颜 而且在他看来 即便楚颜真的是天选之人 现在也太弱了 不值得他关注 若天赋不错 以后找个机会杀死便是 留意他 既黄吉言霸 便不再开口 又有人踏上第十五层了 可正当这时 突然有一人惊到 原本独树一帜的十五层 在这时突然有一道 红衣青年踏上 四方神 林道颜 众人震惊道 道颜 清音在四方神的云楼中 激动地站起身 包括一些长老 在这时都充满震惊 这人是谁 我怎么没听过 据说是来自四方神 好强 楚颜看向林道颜 倒是没那么震惊 当年在沉间时 林道颜便极为优秀 天资超然 如今入了东方神坛 一遇风云变化龙 能领悟十五道天碑 也不奇怪 这里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吧 林道颜看向楚颜 淡淡道 楚颜笑而不语 林道颜便是恍然 我领悟了十五道 剩下那一道是佛法 不适合我 我放弃了 在天碑之中中 别死的那么走 我的对手只有你 好 楚颜爽快地答应 第二百三十二集 李红 曹语虎穷 断痕 江藩石苍龙 木傲天 上一届七位天碑者 此时正站在第十六层上 没想到 你竟能够走到第十五层 可即便如此 你依旧不如我 李红冷灭地道 我哪里不如你 楚颜看向李红 因为我站在第十六层 你上一届参加天碑之争时 站在第几层 楚颜问道 令李红目光一寒 竟说不出话 上一届天碑之争 李红第一次参加天碑 他也只是站在第十三层的位置 今年能够站在第十六层 只因为他参悟天碑 自带十六道气 而且 你又如何知道 第十六层我不能上 李红目光一寒 不可能 第一次参加天碑 非天碑者 否则绝不可能踏上第十六层 这里只有天碑者才可以站 曾经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 你能站在那 我便能 楚一白衣飘飘 他动呢 抬起脚 竟再度起身 朝着那第十六层的地方迈入 所有人目光都是一致 死死地盯着楚颜 那楚颜要做什么 他要上第十六层 我的乖乖 李逍遥在第十四层 一下站起身 眼睛直冒金光 他早就猜测 楚颜可能是领悟了 十五道天碑 但十六层 根本不敢想 因为第十六层 如李红所说的一样 在那里 只有当代的天碑者 才可以上去 除非参悟天碑 否则怎么可能入其中 所有人目不转睛 死死盯着楚颜 甚至有一些人都在 暗自期待 那光幕会发出攻击 将楚颜给斩杀 然而并没有 第十六层的赤阳之光 在楚颜一步踏出时 突然散开一神圣之门 楚颜脚步轻盈 就这样轻松地 踏入进了第十六层当中 第十六层 楚颜做到 第一次参与天碑之争 却站到了 与当代天碑之人 一样的地方 他对李红说 你能站在那儿 我便能 在这一刻 即便是霸主势力 都忍不住地起身 敏儿在下面 露出灿烂的笑容 楚哥哥 做到了 又破鸡路了呢 紫燕 由内而外地开心道 他还是那么耀眼 当年在陈间市 如今在六玉星河 依旧是 莫白苦笑道 天碑山上 众人惊心动魄 才仅仅是第一笑 十六气韵之争 今年便如此精彩 楚颜踏入 第十六层 站到了最高的地方 可是 认识他的人 却寥寥无几 他也不骄纵 所以找了一处地方 便站下 等候接下来的考验 今年还真是精彩 李家那小娃娃 便是 前阵子 去你们家族的人吧 江家突然 有一老者笑道 此子 非凡 李红威 苦笑 楚颜本与他李家交好 但是现在 却是不知道了 一个时辰后 等级分配明确 来此参加天碑之争 数以百万之人 却是直接淘汰了九成以上 只剩下寥寥十几万人 但即便如此 数量依旧十分庞大 所以接下来的一项 会更加的残酷与艰难 所有参与者 将要面临 气运争锋 只见在这时 十六座石台突然升入高空 最终化作一面巨大的决战台 在战台正对的方向 有一面巨大圣门 圣门正对天碑山 其中隐约有十六道 虚影天碑浮现 皆为神圣 第二项 天碑开 夺天运 天运达到一百丈高 便可入天碑山中 寻找天碑 领悟道义 得天碑认可 当封天碑者 季黄吉平静地道 果然是乱战啊 楚颜一阵汗颜 天碑之争 天真是够暴力的 在这时 楚颜抬起头 他身后有十六丈高的 天运升空 虎穷 江帆 段恒等人也都是十六高 领导人是十五丈高 也就是说 一道天运 视为一丈高 想要达到一百丈 便需要出手掠夺 楚颜 这是 李逍遥突然喊声 楚颜突然感受到 一股强烈的寒意 让他皱眉 身形猛地闪退 楚颜 这是你自找的 你既能走到第十六层 那你的天运 我要了 江帆距离楚颜 最近猛地踏出一步 手中化作一掌 朝着楚颜的胸膛镇压去 面对江帆 楚颜并不慌张 脚下的神形鬼步施展 一步与江帆拉开距离 取出一把凡剑来 你回我江家 今日必是你的死期 江帆穷追不舍 我只是一个江帆 楚颜倒也不惧 他曾与吕洪交手 李洪的排名 要比江帆高很多 但周边可不光江帆一个 七位天杯者 除了断痕以外 对他都暴露出了杀意 六名天杯 竟要同时对楚颜出手 观众席上 众人不禁地发出一声惊叹 楚颜余光瞟了一眼 李洪 虎穷 曹羽 石苍龙 木傲天 竟都在朝他靠近 楚哥 石台合并以后 便没有了等级限制 胖子化作巨大的黑色血口吞来 楚颜 叶巡 望峰 李逍遥等人 也都赶过来 竟形成一个小队 将朝着楚颜不断地靠拢 站台之上 一时间形成了两个战队 楚颜一方 和天杯者一方 两方直接占据了 站台上最夺目的地方 其余人也不敢朝这里靠近 刚开始就这么激烈啊 观众席上有人议论到 似乎七位天杯者中 有六个人都想要那楚颜死啊 当然 那楚颜杀了虎穷和李洪的弟弟 据说还在古妖星域 灭了江藩的家族 实际上穆家两家也都有人死在楚颜手中 如今在天杯当中遇见 他们又岂会放过楚颜 有知情人说道 那这楚颜危险啊 六名天杯杀他 他难活了 有人惋惜道 楚颜今日表现得太过卓越 超越以往所有人 唯一一个踏上 第十六层的第一次夺天杯人 难道就要这样死了吗 我说过我迟早会杀你 虎穷双眸赤红的道 楚颜看了眼虎穷 没有回应 而是 还是周围所有人 如今天杯之争第二项 天杯在即 夺气运才是当务之急 你们 确定要在这里开战吗 杀你 也是夺气运 江藩低吼声 又踏出一步 论仇恨 他与楚颜的仇 绝对最深 灭族之仇 所以他毫不犹豫 手中的长剑挥舞 立刻展向楚颜 楚颜 双眸一凝 在这一刻他也不再犹豫 持剑迎上 吼 楚颜与江藩顿时碰撞 他脚下有残影飞出 每一套残影皆是化作剑锋 剑随心走 心一动 剑已落下 江藩也是极强 他的剑法如鬼魅一般 天穹竟是残影 在胸前形成一片剑刃风暴 呼啸之声 极为刺耳 天碑站台 万众瞩目 中央一片区域似乎被分割了开 唐人不敢入其中 楚颜与江藩连续出剑 每一击似乎都石破天经 令观众席上的人都是一阵屏息 开始所有人都不看好楚颜 即便楚颜领悟力超凡 入了第十六层 那般独目 可他的境界终究是低了一阵 如何能与一代天碑者相比 但在这时 楚颜做到 他与江藩正面碰撞 竟制衡住了一名天碑者 近百招 江藩依旧没有攻破楚颜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江藩心声震惊 距离楚颜离开古谣心域 似乎才一年吧 当初的楚颜他能一掌轰纱 可如今 他竟发现自己奈何不了楚颜 江家 你是最后一个 楚颜冷到 手掌猛的一震 竟将那剑人风暴震碎了开 笔直地穿透过去 他手持一剑 朝着江藩不断逼近 江藩双眸一闪寒光 他欲要退后一步 可当这时 他竟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楚颜大步地朝他塌了 整个人宛如一把巨剑一般 让他连提剑的勇气都没有 当年我出行古妖 你便是天碑者 高高在上 不看众生 似乎所有人在你眼里 都是蝼蚁一样 然而今日我才知道 你竟如此的弱 楚颜冷笑 他与李红交过手 以他如今的实力 虽然有把握战胜 但绝不会轻松 但江藩不一样 上夜天碑的最后一名简直可笑 你败了 楚颜大剑落下 化作一道寒芒 猛地刺向江藩雄堂 不 天庸风方向几名长老都怒了 站起身 但却没办法 那站台上 地者根本无法踏上去 不 江藩也恐惧了 他看着那剑光在眼中不断扩大 他连抵抗的威力都没有 猛地从他体内 穿透 在他胸前留下一个巨大的血洞 江藩 陨落 天碑之争才开启 尚未入天碑者 可一名天碑者 就这样死了 所有人目光一宁 那个不是任何一方霸主势力的少年 尽管他登上了第十六层石台 可依旧不被人看好 只因为他境界太低 但是现在 他却表现出可怕的力量 漂亮 李逍遥在一旁激动道 尽管他早知道 楚言很厉害 可杀天碑这种事 他还是不敢想的 斩杀江藩 楚言从空中落下 他手中的剑还染着鲜血 看向其余五名天碑者 江藩已死 若是你们还要战 今日奉陪 不过那时 我必出杀招 就算你们是天碑者 恐怕也会消耗巨大 入天碑界 你们又有几成把握 夺天碑 众人沉默 都冷冷地看向楚言 谁也没料到 楚言竟如此强势 直接斩杀江藩 再看一眼旁边 李逍遥 叶巡 华之旭等人 也都是一副奉陪到底的意思 令虎穷等人脸色更寒 若是要战 普穷等人自有信心战胜楚言 他们都是天碑者 即便对方人数多 可依旧无妨 但正如楚言说的一般 那样的话 他们必会消耗巨大 入了天碑界 再想参悟天碑就难了 别忘了 夺天碑的不光是他们 还有十几万人参与呢 难免其中会藏有一些黑马 哼 算你好运 待我夺了天碑 便是你的死期 普穷冷哼声 终是转身离开 朝着另一方人群杀去 楚言松了口气 与江藩一战 他也不轻松 虽他以雷霆手段战胜 但消耗也极大 若是再与其余天碑交手 恐怕就真的危险了 毕竟其余等人的实力 都在江藩之上 我们也走 夺器语 入天碑 楚言说道 众人都点下头 这一面的交锋散开以后 站台上才开启真正的交锋 虎穷等人便回到各自的势力中 开始召集人手 能来夺天碑的 皆是尊者八九级的强者 即便天碑者再强 若是引来众人围攻 也会十分麻烦 所以虎穷很快便回到了腰山门 李红回到李氏家族 穆傲天回到穆家 霸主势力一旦集结 便如掠夺者一般横扫一切 所过之处皆是一片狼藉 只见在高耸的站台上 那一道道气韵不断攀升 转眼间便有人的气韵超过五十丈高 十分夺目 这站台极大 内部又有瘴气迷雾 所以人群十分分散 楚言杀了江帆 气韵直接达到三十二丈 他与柳青城一起 漫步其中 凡是遇见人 他便出手掠夺 不过 他也不下杀手 毕竟只是争夺天碑 没必要接下死仇 点到为止 别让对方认输 石沧松没有和石家人集结 他始终一人 行走在物账中 在这时突然有一群百人 从正面碰到石沧松 这一百人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 其中还包括不少霸主势力的妖孽弟子 将你们的气韵都交出来吧 石沧松停下身 抬起头 他看向一百名对手 独自一人 眼底竟升起一抹浓厚的战意 是石沧松 为首的一鸣突然开口道 石沧松 即便你是霸主 但我们有一百人之多 大家又都是尊者九级 若是我们车轮战 消耗也能杀你 不如你让开我们互不相反 一名江家的妖孽弟子沉声道 既夺天运 剑道怎有不夺的道理 石沧松平静道 另一百余弟子脸色一沉 狂妄 你一人难道还能胜过我们百人吗 此地皆是天骄 谁甘愿被人轻视 在这时 观众席上纪黄吉看向石家一老者笑道 石沧松贤职 似乎遇到麻烦了呀 一百人围剿一人 即便战里有差距 也没有丝毫优势 然而对此 石家人却毫不担心地笑道 谁的麻烦 现在还为时过早呢 更多人看向石沧松方向 一战一百 这可是一个极限了吧 即便是同级无敌 但如此庞大的人数上 也极难取得到优势 战 那一百人突然低吼 猛得有人动手了 祭出命魂 犹如一条深海巨兽 无情地朝着石沧松 镇压下去 石沧松站在那儿 动都未动 直到那巨兽降临 他才抬起手 忽然手掌一握 那巨兽竟顿时被一股 苍龙径抓住了 勒住了喉咙 猛地用力 巨兽爆裂 啊 那弟子惨叫一声 命魂碎了 他也等于是飞了 真是弱呀 石沧松冷灭道 如今季龙雨封地 他身为上一届的天碑第二 在这一次天碑之争当中 他当属第一 片刻间 一人便被秒杀了 那一百人的队伍有些心虚 一时间无人在出手 可他们不动 石沧松却动了 他一步踏出 竟直接冲入人群当中 宛如一杀戮机器一样 尽情屠杀 一招 无论是谁 都能不挡下石沧松一招 石沧松就如狼一般 杀入了羊圈 那一百人顿时便被秒杀 化作一片尸骸 触目惊心 好强 众人露出惊叹的神色 三年忍辱 石沧松今年是奔着天碑第一去的 有人笃定道 季龙雨后 石沧松本就是该是第一 如今他又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一人战胜一百人的队伍 经验全场 楚颜也在一旁看着 双眼微宁 他的力量好强 无论是血脉 命魂 肉身 元气 皆是达到了尊者的极限 只要再一步 便是递者了 我曾与孟奥天交过手 他排天碑第五名 但力量绝对比不过石沧松 看来天碑之争 往上一名都有极大的差距呀 修行意图 境界极为根基 随后开枝散叶 又肉身 命魂 血脉 功法 武器等等的加持 所有力量相辅相成 又相互受到限制 譬如命魂 只有突破一个大境界时 才能铸造 所以不入地者 不可能创造出 第四命魂 血脉也一样 第二境至极 便是尊者的极限 很显然 石沧松的实力 便达到了尊者极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尊者中 他已无敌 除非有人的命魂 血脉的本质比他更强 至于境界 已无人能强于他了 石沧松 百仗天运了 他已能入天碑界了 斩杀一百人 石沧松的天运暴增 冲破云霄 与那圣门相互辉映 石沧松 再次以强势姿态升空 一步踏入境天碑圣门当中 成为今年第一个 踏入天碑界的人 虎穹的气运也够了 石沧松后 虎穹也踏入天碑界 接着曹羽 沐浩天 段痕 李红 接着攒够一百张的气运 进入天碑界 下一个是林道炎 成为天碑之后 第七个踏入境天碑之门的人 曾经也有人说 进入天碑界的顺序 便代表了这一届天碑的排名 按照这样看 似乎真的是 那楚颜好像慢了点 不对 你们仔细看那楚颜 众人一宁 只见楚颜背后的天蕴 也已经极高了 他也掠夺了不少天蕴 但他迟迟没有踏入天碑界 反而将他的天蕴 不断转化 奔给柳卿城 令众人诧异 耽误你了 早知道 我就不来参加了 柳卿城自责道 在这里的人 境界都是尊者九级 他七级 战力固然不如楚颜 所以想夺天蕴很难 所以楚颜 将他的天蕴 奔给了柳卿城 第二百三十三集 傻妖头 活的不就是你的吗 楚颜一笑也不在意 所以夺天碑 是看谁能够领悟天碑 又并非是谁先踏入天碑界 楚颜一路掠夺天碑 正当这时 韩旭和鸾志义也在一起 韩家一名长老在外 满意的到 韩旭的战力也算不错 天蕴已达到七十几道了 看来他今年有机会 更进一步接触天碑 恭喜韩家 又有一位天骄 倾古心域不少家族都恭喜道 韩家家主 也是颇为骄傲的点下头 可就在这时 他目光一宁 在他旁边的韩兴也是如此 不妙 韩旭好像要和那个家伙碰上了 韩家人心惊道 只见在韩旭的另一端 楚颜与柳青城一路掠过 凡是碰见他的人 天蕴皆是被夺 楚颜 韩旭看见楚颜 他双眼一闪寒意 天碑之前 他始终看不起楚颜 但后来 却被楚颜 却被楚颜一路碾压 如今楚颜出现在他身前 他立刻升起战役 当然了 这只因为刚才站台上时 韩旭距离中央区域很远 没见到楚颜与江帆一战 不然他肯定不敢 如今李逍遥不在了吧 韩旭的神色更加猙獰了 露出一抹邪意来 交出天运 自己滚出去吧 饶你们二人不死 楚颜平淡道 不自量力 韩旭东地踏出一步 随即他双手交错 胸前顿时浮现出一冰霜之矛 迎上楚颜的一剑 可就在这时 楚颜也十分淡定 他手持凡剑 继续上前 似乎没看见韩旭的攻击一样 令韩旭笑得更加得意 他长矛舞动 形成一片狂魔击法 然在这时 楚颜也动了 他抬起手 命魂之力散发出极致的光芒 宛如一座铁塔一样 无情地碾压下来 啪 肉掌落下 那冰霜之矛顿时断裂 韩旭的目光一致 紧接着他感觉 身前有一股十分可怕的 重力压来 如海浪一样 滔天而落 猛地拍在他眉心处 令他扑地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出去 下一刻 韩旭的气韵 化作一道光芒飞向楚颜 原来你这么弱 楚颜可悲地摇头 随即他看了一眼乱志异 连出手都懒得出手 牵着柳青城 冲着天碑界的圣门飞去 韩旭一个人僵在那儿 脑海中还不停回荡着楚颜的话题 原来你这么弱 韩旭一口鲜血喷出 终是与这一场天碑之争无缘 此时天碑之争已过半 按照往年天碑的规矩 天碑站台 共会产生三百六十名准天碑者 入天碑界 如今已有二百余人踏入其中 外界的天运越来越少 所以剩下的人更加卖力 在圣门前 楚颜停下身 一旦入了天碑界 我们便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等到时候一定要小心 我会去找你的 嗯 柳青城轻点请手 我看着你先进入 楚颜道 柳青城率先踏入 接着他才跟随其后 入了圣门 楚颜只感觉自己背后的百丈天蕴 转化一股清流 护住他 随即他周围的空间扭曲 仿佛隧道一般 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楚颜心头一惊 原来天运便是一道传送之力 许久后 周围的空间才稳固 楚颜环视一圈 这里是一片十分昏暗的空间 没有门窗 墙壁上点着烛火 中央有着一尊巨大的壁画 那画中是一尊巨大的妖兽 背后有一双蝙蝠之翼 遮天蔽日 头有犄角 宛如胸膜 这里是魔道天碑吗 楚颜愣了一下 只听这时 空间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辉煌声音 震耳欲聋 宛如古魔长笑 尊者欺解 为何你如此之弱 却能够入我魔道天碑 你是何人 楚颜一正 抬头望去 只见那壁画当中 竟突然飞出一名灰袍老人 那老人十分强大 散发着强烈的魔气 魔道古宗之人 魔道古宗 你难道不是六玉星河的人 虎颜愣了一下 他从未听说过 六玉星河内有魔羞存在 六玉星河 当然不是 如此卑微如蝼蚁之地 竟能出现一名魔羞 倒是有趣 老人笑道 小子 你既被我魔道天碑选中 可愿加入我魔道古宗 若是加入 我将赐你魔道天碑 任命你为魔道古宗的外门弟子 老人又继续道 虎颜一阵无语 自己不就是来参加天碑之争的吗 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收徒了呢 魔道古宗 来自哪里 楚颜谨慎地问道 他虽看不透眼前这一老人的修为 不过可以肯定 对方的实力定然不弱 至少是一名递者 通天星海 老人解释道 你所说的六玉星河 不过是通天下的一条星河而已 通天星海 玉统百条星河 但海纳百川 最终都会归于到星海之内 楚颜震惊 他虽早就知道 在六玉星河上有更加可怕的存在 但却没想到一片星海 竟欲统着百条星河 六玉星河 只是其中一条 通天星海 皆属天碑山 天碑山乃通天星海之王 一言九点 你们所谓的争天碑 也不过是天碑山在收徒而已 若是能够成为一代天碑者 便有资格成为天碑山的外门弟子 入天碑山修行 当然即便是天碑者 也仅仅是一个入门的资格而已 老人说道 楚颜恍然大悟 他早便知道 天碑并非六玉星河之物 但为何会突然降临此地 原来是更大的势力在收徒 只是令楚颜震惊 六玉星河三年内 才产生十六名天碑者 哪一位天碑者 不是一方天骄天下无双 可即便如此 在天碑山眼中 也才只具备入门的资格吗 这未免 也太苛刻了吧 楚颜一阵无语 但他又看向老者 魔道古宗又是什么 天碑山下共有十六脉 每一脉 只长一方天碑 放在数百条星河当中收徒 只是可惜你们六玉星河 已有百年没出过一名魔修了 你算是唯一一个 我不是魔修 楚颜恍然 随即他又摇摇头 嗯 老人皱眉 接着他探测一下楚颜 脸色古怪起来 齐了齐了 没有蒙血 魔魂 你真的不是魔修 那不可能啊 见命天碑 绝不可能选择错 你若不是魔修 那一定也是一个修魔奇才 不如这样 你自费修为 以后随我重修魔修吧 楚颜一阵汗眼 这魔修还真是霸道 自己不是魔修 便要让自己自费修为 重新随他修魔 晚辈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楚颜一拱手 转身便要离开 你敢 老者双眸一闪不悦 随即一股威慑力 猛的降临 顿时如一座巨大魔山 碾压而下一样 令楚颜砰的一下 趴在地上 一动都无法动一步 楚颜心里一阵暗骂 这老头还真是不讲理啊 我还真是信心 没有拜师 楚颜忍着剧痛地说道 为何 老者不由一愣 好奇地看向楚颜 你要说我为徒 我自当有选择的权利吧 我不拜师 你便出手欺辱我 像你这般品性 我若拜你为师 怕是也会误入歧途 嗨 你个小崽子 竟敢说老夫欺辱你 老头气得半死 威慑突然收回 看向楚颜 小子 你可想清楚 像你们这低级星河之地 老夫本不该出面的 全凭你们自己领悟 但看在你天赋不错 老夫才愿意亲自指点你 你只要答应 这天碑立刻就是你的 你便能领悟天碑魔道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再考虑一下 我若拒绝 前辈可会为难晚辈 楚颜灰突突地爬起身 不会 你若不败 我马上离开 不过你可要想清楚 没有我 这魔道天碑 你可参悟不透 其余天碑 也未必适合你 这可是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机会 老者眯着眼 一副威逼利诱的样子 不败 楚颜当机立断地道 老者本还笑着的老脸 顿时僵硬 嘴角都是跟着抽搐了下 你 你 老者气得半死 但他竟真的一转身 就凭空消失了 看着老人消失的地方 楚颜松了口气 他也知道 刚才那老者只是一道神念 可即便如此 也绝非他现在能对付他 他还真担心 自己拒绝以后 这老者再为难自己 可下一秒 楚颜身前的空间 一阵荡漾 那老者又凭空出现了 他死死地盯着楚颜问道 你不败师也行 你参与天碑之争 为的不就是有更好前途 加入一方霸主势力 我给你机会 为何你还要拒绝 前辈可能是误会了 晚辈从不知天碑之重 还有拜山门一说 我参加天碑之争 只是为借这一战成名 而且天碑即降临此地 引天下之人来此参悟 能参悟是凭个人本事 却没有强制收徒一说吧 楚颜平淡道 而且我不认为 没有前辈 我便不能参悟天碑 正如前辈所言 历代人来此 今是凭自身之力参悟 我虽不敢说自己天赋超群 但也从不忘自菲薄 既然他人能做到 为何我不能 你 你 算了 老人又转身离开了 凭空消失 只楚颜并不知道 那老者的神念 虽散尽 可感知 依旧留下 降临在楚颜身上 以楚颜如今修为 自当是无法察觉的 哼 我便瞧瞧没有老夫 你如何能够参悟天碑 确定那老者真的离开了 楚颜才松了口气 刚才他可是很紧张的 对方至少是一名递者 要是真迁怒他 估计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原来这天碑 来自星河之上吗 那里会是娘在的地方吗 楚颜看向魔岛天碑 不禁想到 天地之辽阔 无望无际 这一点他早便知道 秦若梦离开时 只告诉他去了 天穷上最亮的一颗星 可至于那一颗星在哪 他却一概不知 楚寒风曾说 那个地方在星河之上 最耀眼的地方 如今的楚颜又更进一步 接近到了 心里不免有些激动 先参悟天碑吧 楚颜不是好高悟远的人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参悟天碑 唯有掌握天碑 才能够封天碑者 这魔道天碑是一处封闭之地 楚颜走到那壁画前坐下 这一坐便是数日时间 在这期间 他感悟天碑 似是与天碑融合 他的神念出现在一片极为神奇的地方 在这里是一片无尽的汪洋 望远望去 没有陆地 楚颜便如一夜偏周 在汪洋上漫无目的地漂泊着 他不知自己从何处来 又要去到何处去 似乎是过了许多年 他在这一片偏周上 看见这许多 天地变迁 洪荒开辟 有了一颗颗星辰 在星辰的诞生后 便有了生灵存在 有人有妖 那时候人是善良的 妖是温顺的 他们相互共存 直到一日人妖共存 创建了一巨大的天宫 他们开始修行 有天赋的人成就一方王者 弱小的人却只能在最基层 然有了分化 便有了妒忌 楚颜亲眼所见 在这巨大天宫当中 有着一名弟子兴生邪念 他质问那宗主 为何你为王 王为何不能是我 那宗主也不开心 因为我更强大 弟子突然狂笑 腰间祭出一把长脊 凌云天下 与那宗主交手 他要证明自己更强 那一战两人斗了七日 七日后胜负未分 但弟子却因此被扣上了叛徒的罪名 遭到了天宫追杀 逃出天宫 被世人称之为魔 自此 天地兼有了魔修一说 世人皆传闻 魔修为天下之大恶 世杀无数 天宫之人以此为由 几十万年不停追杀那弟子 更有一些人修以成奸除恶的名义 对魔修抢夺杀掠 看着那一幕幕 楚言触目惊心 他亲眼看见 一名身在远方的魔修 家人遭到屠杀 他回到家族后 看着血流成河的画面 跪地痛哭 发誓 要杀死天下无数人 那魔修被逼得更加疯狂 又杀了无数人修 人修中也有人枉死 几岁的孩子便失去了家人 那一幕幕令楚言震惊 何为魔 谁是魔 突然有一道古老声音贯彻在楚言脑海 楚言唬去一阵 他竟哑然了 若是原来他肯定能回应 可是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幕 他不知何为魔 魔 是恶吗 魔难道就该死吗 魔又何措之有 为何要遭世人唾弃 古老之音似乎带着强烈的怨念 发出痛吼 在这一片飘渺的世界中 楚言极为的压抑 四处都是杀戮掠夺 又有几人是真的正义 人有伪善 魔有善魔 他在这一片汪洋海中 看见一名魔修女子 在一片废墟的巨石下 发现一名人修弃鹰 他有善心 将人 将人修抚养成人 但奈何终有一日 被魔修发现 女子枉死 死在无数巨魔的乱掌轰杀当中 那人修逃回人界 他请求人界收留 可笑的是人界无人信他 阎他是魔乱剑将其射杀 人修死的一刻 楚言体内的气血都在翻腾 他极力地想发出吼声 想要冲出屏障 去阻拦世人 但他做不到 只能在偏周中漂泊 你又是人还是魔 古老之音再次问道 楚言痛不欲生 他竟不知自己是人还是魔 他若是人 难道要和其余人修一样 图尽所有魔修 他若是魔 难道要杀尽天下人 楚言抱着头 在这时 他体内的血气更加沸腾 许久后 他突然睁开眼了 那一缕金火在体内灼烧 令他爬起身 站在那偏周上 忽然平静了下来 在这时 周围突然有和煦的风 轻轻吹过 他指使前方 不再受周围的杀戮所影响 淡淡笑道 我懂了 大言不惭 你听说你懂了 你又是人是魔 这天下哪有什么人魔 楚言一阵苦笑 何为人魔 皆是生命 天下众生生于天下 这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什么人魔之分 人便是魔 魔便是人 人在心中 魔从心生 楚言抬起头 他体内的金色血脉更加明朗了 流淌在他浑身各处 令他的力量也得到了一种生化 一声巨响 山呼喊笑 周遭的一切突然土崩瓦解 那汪洋也消失了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 楚言再一次出现在魔道天碑前 破解了吗 原来这天碑在此 只是让人认清何为魔 刚才一切皆是虚幻 若是心智不坚 必会受其影响 产生心魔 若真是入了魔 那与这天碑怕是也无缘了呀 楚言想着 突然在他的眉心上 出现一道魔道天碑的印记 在这时 天碑山上的观众席都纷纷吃惊 有一块天碑亮起来了 难道是有人参悟了天碑 好快 天碑界内 众人便无法看见了 所以只能够在外面等候着 如今有一块天碑亮起了 许多人都开始猜测着 究竟是谁 有人猜测是石仓松 毕竟今年他太强势了 一人敌百 同敬无敌 也有人猜是纪黄级 往界当中 天皇宗都是第一个参悟天碑的人 第二百三十四集 天碑界内 楚言参悟了魔道天碑 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一行古老的文字 那文字呈金色 宛如太古魔王一般 傲然而立 受万魔敬仰 邪魔将士 楚言一正 此法极为强横 只要修行 体内所有元气都会转化成魔气 能够令人之力提升十倍 化身邪魔 无敌天下 但一旦入魔 勇士为魔 再不能变成人 令楚言微微震撼 好霸道的功法 只要修行 便能提升十倍之力 化身邪魔将士 无敌天下 楚言不禁动容 十倍的力量 那会有多可怕 但犹豫许久后 楚言终是叹息一声 没有修炼 他不想为魔 所以他也说了 世间本无人魔 人便是魔 魔便是人 但修行之法终究不同 一旦入魔 他此生修魔 终将会与身边的亲人疏远 承受孤独 他还有牵挂 所以不能入魔 他可惜地摇摇头 但功法却留了下来 或许将来遇到愿意修行之人 他也可以赠予对方 参悟了此魔道 楚言从这天碑中走出 只见这里是一座通天大山 四周都燃烧着火焰 上通天下入地 似乎这不是一座山 更像是一根支撑起天地的 晴天石碑 极为壮观 这天碑通向何处 天的尽头吗 楚言猜测道 你是从天碑中走出 突然有一道声音传来 远处一名身影悲驰而来 楚言看向这一人 那人身穿木家常山 正是一名木家的弟子 你不是从天碑中走出 楚言问道 当然不是 天碑界无限辽阔 上可通天 下可入地 何为夺天碑 便是入天碑界 寻找天碑入口 参悟天碑 你既能从天碑中走出 反来是运气不错 领悟到了一块天碑 既然如此 便交出来吧 木家弟子冷笑一声 朝楚言逼近 楚言恍然大悟 啊 原来不是所有人 都会被传入进天碑当中 他只是运气好 被魔道天碑选中 其余人则是直接被传送 到了这一天碑界内 你不是我的对手 滚吧 楚言平静道 那木家弟子 尊者久吉 但血脉却仅仅是第二境圆满 尚未至己 愿不如江帆 我知道你战胜了江帆 自当不会一人与你为敌 木家弟子邪笑道 随即他声音突然提高几分 有人从天碑中走出 长一块天碑 那弟子一言出 立刻有无数人锁定楚言 扣露出浓浓的杀意 你夺了天碑 一名天皇宗的弟子飞驰来 捕看楚言 楚言的眼神一寒 那木家弟子得意的道 楚言 你实力虽不凡 但终究只是一人 如今这里有近百人 劝你还是将天碑领悟交出来 否则你必死 还真是早死啊 楚言本不欲惹事 毕竟他担心柳青城 但这木家弟子一言 便为他招来了近百人 刷 楚言突然转身 迎上那一名木家弟子 他脚步一踏 虚空中顿时凝出一把剑刃来 连续走出七步 便是七把剑 任何一把都极为锋利 发出一道道剑营 斩 楚言言罢 七剑射出 那木家弟子眼神猛的一震 下一刻 他的喉咙处略微发凉 他伸手摸了一下 全是鲜血 令他惊恐 他想发出吼声 可根本没有机会 木家弟子陨落 楚言甚至都没有出手 只是走了几步而已 一时间 令围剿楚言的人皱眉 都产生了犹豫 我们人多 何必惧怕他 难不成他还能与石沧松一样 一人抵败 天皇宗的弟子低吼声 然在这时 楚言目光一转 朝那弟子望去 手中的剑直接斩出 那弟子顿时惊慌 转身便于逃窜 可剑气根本不给他机会 生生地将他从空中斩杀 怂恿他人 却如此不堪一击 楚言摇头 环视周围 我虽入了天碑 但并不知入口 也并没有修行传承 奉劝诸位一句 若是想要天碑 不妨将时间用来寻找 莫要给他人做了嫁衣 若是再打楚某的主意 他们二人便是后果 楚言言罢 转身离开 众人看着楚言的背影 都感到迟疑 然终是没人再对楚言动手 因为楚言说的没错 即便楚言真的得了天碑 他们一百人将其夺来 又如何分 谁又能拿稳 有那时间不如去寻找天碑入口 惨悟天碑还是正道 虎言离开以后 便在天碑之地飞行 寻找柳青城 其余人他倒是不担心 敏儿有庸女工三十六使者守护 李逍遥自身实力本就不弱 又是李氏家族的人 寻找人也不会找他麻烦 胖子和华之旭虽然没有势力必有 但两人战力不错 寻常尊者九级 根本奈何不了两人 即便打不过 跑还是可以 但柳青城不一样 他在这里只有他 楚言急速地飞顿着 遇见人便询问一番 但迟迟没有听到 关于柳青城的消息 让他心中更加地焦急 正当这时 古言脸色一沉 停下身来 从他前方传来一道 极为可怕的气息 石层松 古言盯着身前之人沉生地道 石层松从正面迎来 看见楚言后露出一抹寒意 我与你本无仇 但昔日在天皇宗内 我弟弟被你打废 你自断一臂吧 可笑 你弟弟既不如人 要挑战我 有天皇宗作证 如今你要私下报复 古言可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挑战你 石层松 咚地踏出一步 顿时一片虚空散尽 令楚言身躯猛地沉了一下 感受到极其强大的压迫力 石层松笔之江帆 不知强大了多少 楚言甚至怀疑 石层松可能已摸索到了 帝者的帝威 半步踏入到了帝境当中 楚言自认 以他现在的力量与李红一战 应该能赢 但石层松他绝不是对手 想到这儿 他身形极快闪退 神形鬼不施展 化作一道道残影 好的丢 石层松追击上去 浑身石化 宛如一只石妖一般 这石层松 他对上那个楚言了 周围的人惊道 皆是好奇地追上去 古言双言一宁 石家修行石化之力 当初与石苍龙一战 他便领教过 只是与石苍松相比 差了太远 石苍松能力自身石化 化作巨大石妖 无坚不摧 功无不克 两人一前一后 在天碑界中极快地掠过 楚言的神形鬼步 化作无数残影 朝八方闪掠 令人眼花缭乱 石苍松也不慢 一路碾压 每一步踏出 地面上都留下 一个深深的挖沟 可见力量之大 你便只会跑吗 石苍松在后方 发出一声低吼 楚言回身看去一眼 发出一声冷笑 哼 你遵折九级 追杀我 我尚且能跑 若是你我同级 我要杀你 你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笑话 石苍松冷哼声 在这时 周围的人也接受冷笑 对楚言纷纷摇头 那楚言倒是可笑 以为是什么 什么是天才 但到头来 竟只是一条丧家犬 又有人道 但当这时 楚言临近一方 落崖之地突然停下 双眸之中闪烁过一道寒光 下一刻 他手掌抬起 精神力从体内涌出 化作一道道 狂烈的火龙 楚言在落崖之下 不断舞剑 转眼间 那三尺青蜂 在落崖上 刻下一头精湛的 浴火狂龙 此龙一出 发出一滔天龙鹰 令不少人都感到吃惊 六级火龙文阵 当年楚言曾用一道 火龙文阵 击杀冰河宗护法 如今他也是六级火文师 也终于掌握了火龙文阵 在落崖刻下 盯着那石沧松 火龙文阵 可灭天尊 石沧松 你想死吗 石沧松追击到此 盯着那一头火龙 不由皱眉 你却还是一名火文师 你不是很狂吗 上前一步试试 楚言可笑地 看向石沧松 火文之术 不过左道 如今天碑之争 你不敢以实力 与我一战 却在此刻下火文 像你这种人 也配争天碑 可笑之急 你石沧松 夺取天碑之时 我楚言不过二十岁 如今 你尊者九级 我尊者七级 却逼你不敢上前 你有何可骄傲的 楚言冷笑 火龙文阵 依旧不孝 若是石沧松 赶上前一步 他会毫不犹豫 全力轰出 将石沧松 斩杀 石沧松 也沉重起来 他相信 那火龙文阵 杀不死他 毕竟他的境界 在天尊之中 可以称王 但也不敢冒险 若是真的受了重伤 再遇到虎穷等人 他便危险了 楚言 我若不杀你 如何能够心肝 石沧松 发出一声嘀吼 犹豫再三 他竟真的 朝那火龙文阵 压迫下去 哼 楚言也不客气 推动火龙文阵 顿时化作一条 九霄火龙 每一个纹落 都那般清晰 朝着石沧松 不断地震压下去 哼 一声 剧烈地碰撞 楚言体内的血液 一阵沸腾 令他身形极快闪退 扑地喷出一口血去 石沧松 脸色也不好看 他的石化 开启都被焚烧 一块一块地脱落下来 令人心惊 好强烈地碰撞 众人惊叹 你杀不死我 你若再上前 我定拼尽一切力量 催动火龙文阵 与时俱焚 楚言冷道 石沧松左臂 右缝下 流出鲜红的血 令他更加狂躁 楚言 天杯之后 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言罢 石沧松方才转身离去 看见这一幕众人暗自吃惊 石沧松竟没能奈何得了楚言 反而还受了不轻的伤 楚言松了口气 暗叹石沧松强劲 以他的实力 还是无法战胜 看来需要抓紧突破了才行啊 楚言继续寻找柳卿城 只是这一次 他将气息扩散 刻意地避开了一些强劲的对手 譬如虎穹 你是楚言 在这时 下方有一道声音传来 楚言低头看去 只见一名青年站在那儿 竟是当初他入天杯山时 和他介绍天杯规则的弟子 你在找你的妻子 那弟子问道 嗯 楚言没有隐瞒得到 那弟子苦笑声 那你可要快点了 李红找到他了 刷 楚言双眸闪过一抹浓浓的寒意 在什么方向 那弟子伸手一指 楚言点下头 拱手道谢 随即便极快地飞跃去 心中却是心急如焚 李红与他绝对是生死之仇的 若是卿城碰到 李红绝不会放过 此时在天杯界的一处山崖中 柳卿城在这里 敏儿也在 秋梦和玄青等护士 皆是美眸凝重 手持冰刃 美眸盯着虚空当中的李红 有女工 今日之事 与你们无关 速速滚开 否则我全部杀之 李红发出一声嘀吼 手持九尺长刀 在他身旁 还跟随着 庶民李氏家族的弟子 青山姐别怕 楚哥哥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的 敏儿牵着柳卿城御手 柳卿城 轻点擒手 哼 李红 你如何说也是上一届天杯者 对一个女子动手 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玄青身为师姐 她冷哼声 楚言杀我弟弟 今日便先用这女人的命 讨回点利息 既然有女工的人不退 那我便认为 你们是要和她一起陪葬了 李红冷喝声 随即她下令道 玄女和楚言的女人不杀 其余人一个不留 我要八光这两个女人 让楚言后悔 知道招惹我的代价 玄青翘脸一寒 冷视向李红 李红 你若敢伤我宫玄女 幽女工必会与你不死不休 哼 天杯之中 生死各安天命 即便是幽女工玄女 又如何 李红不客气到 她吃刀降临 随即直接逼入进人群当中 在这时 幽女工的众女子 俏脸阴寒 身为护士 实力也都不弱 只是可惜啊 有女工 上一届的天杯者 已经封地 她们终究是后来人 如何能够抵御 李红的残害 我去证她 米儿银牙轻咬 忽然漫步踏出 则及她体内 升起阴凉寒意 冰之血脉 第二境 天寒地度 五字亮丽 李红冷灭道 她刀锋不断 闪断冰封 逐步地朝着米儿身前压迫 米儿不禁发出一声娇和 喷洒出一口鲜血去 柳卿城漫步踏出 可惜尊者七级的她 终究太弱了一点 根本无法撼动李红 李红抬起手 一掌拍在柳卿城的郊区上 将柳卿城击飞出去 玄女 卿城姑娘 玄卿等人怒急了 可根本没有办法 正当这时 远处有一身影狂暴而来 她宛如一道杀神一般 目光那般的冰寒 从高空落下 将柳卿城接住 来者楚言 玄卿等人看见她 都是深深地松了口气 唉 赶上了吗 看向楚言 李红笑容更加争鸣了 你竟来送死了 可惜 没让你见到你妻子 还有这玄女受辱的一幕 不过无妨 当着你的面 想必会让你更加愤怒吧 你真的是该死啊 胡言 当初在李家被你侥幸逃走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李红爷冰冷到 九尺狂刀在他手中挥舞 楚言从始至终 都未看李红一眼 低头看着柳卿城的伤势 木火中烧 杀意狂闪 下一刻他身形一闪 将柳卿城抱到远处 一巨石旁 交给玄卿 玄卿师姐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她 李红身为天碑者不好对付 我陪你一起 玄卿说道 不必 她今日必死 楚言摇摇头 敏儿在一旁似是还想再说什么 但不给她机会 楚言已经踏出去了 独自一人迎上李红 幽女工的众人都微微吃惊 楚言她要一人对战李红吗 还有那些李氏家族的人 实力都在尊者九层 战力都不弱 真是狂妄啊 李红露出一抹宁笑 她昂起头 看向楚言 楚言 我知道你身怀不少神物 但天碑之中 所有神兵都会被封印 地之上的神童也会被压制 在这里比拼的只是普通战力 你要如何与我一战 不能用神兵吗 楚言试了一下 发现浩天塔 火闻铜镜都黯然无光 似乎被一层胜利镇压 包括一念诸仙 她现在都感受不到八方的先例 也无法动用 没错 在这里比拼的是最基础的战力 你如何能赢我 李红冷笑道 她咚地化作一步 朝着楚言镇压下去 杀你何须神兵 楚言冷笑摇头 手持一柄凡剑 随手挥出 立刻形成万千剑气 无情地斩向李红 妖宠小技 李红藐视道 九尺狂刀立劈而下 只见虚空中出现一座大山的样子 似乎这一刀可以斩断山河 无情地朝着楚言镇压下来 楚言也不惶急 她的剑气依旧璀璨 不停地释放 与李红发生强烈的碰撞 天碑山中 顿时形成一片可怕的风暴 刀锋剑芒相互交错 顿时吸引来无数的天骄 在这一刻看向李红 与楚言一战时都微微震惊 好强的两人 李红身为天碑者 又在尊者九级沉溅三年 他能拥有这般战力并不奇怪 可以说 他是绝对的强者 只是那楚言倒是厉害 尊者七级 竟能和李红打成这样 第二百三十五级 李红与楚言短暂交锋 顿时皱起霉 他能感觉到 楚言比之上一次 在李家客栈外时更强大 虽然境界没有突破 可体内的血脉 是十分浑厚 如滔天江水一半 连绵不绝 哼 卑微之人 终究是下贱 如何能够赢我 李红发出一声怒吼 他双手持刀 引动狂刀 发出长营 形成一道红色血光 宛如嗜血妖魔 冲着楚言吞噬下去 虎言也不躲闪 就站在那山崖下 他冷冷地盯着那刀芒 脚掌东地踏出一步 手中的剑飞入高空 突然化作七道残影 每一道都极强 迎上李红的剑芒 碰 一阵碰撞 电光火石 混乱中楚言突然上前 他双手捏合成手印 双猛闪烁着妖异之光 烛火焚心 李红心口顿时传来的灼烧之痛 令他发出一声惨叫 身形极快闪退 惊恐地看向楚言 你偷袭我 可笑 你我本在交战中 又何来偷袭一说 楚言冷笑 烛火焚心还在继续 焚心自然是焚灭心脏 李红脸色片刻便苍白 他痛苦地捂住胸膛 住手 楚言可笑地看向李红 让他住手 可能吗 柳青城是他的逆灵 敏儿也一样 如若他迟来一步 那敏儿和柳青城 会遭受到怎样的后果 他不敢想象 现在更不会放了李红 李红我说过 天碑之争你若遇见我 天碑之上 将再无李红之名 说到做到 楚言发出一声嘀吼 李红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他恐惧了 那烛火攻心 令他防不胜防 他只能极快地逃窜 与楚言拉开距离 我是李家人 那又如何 虎言狂傲道 身形极快追击 他俯瞰向那李红 去地府撤回一步 啪 楚言见光斩下 李红双眸瞪大 但他根本无力逃窜 只能任由那剑芒 斩在他身上 李红死了 至死他都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会败 而且还是败在那个 他从未正视过的 楚言手中 一代天碑者 就此陨落 坠落神坛 远处所有人看见这一幕 都是发出一声暗叹 那个从征天碑入场时 便一路风采洋溢的少年 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斩杀李红 楚言抬起头 环是一圈周围的李氏族人 立刻有一人哆嗦一下 楚言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李红是天碑者 代表李家 我们只能听命 看在逍遥的面子上 今日饶你们不死 若是再有下次一个不留 楚言冷喝声 李家人才全都松了口气 刚才一战 他们都亲眼看着 楚言太强了 这样的实力 若对他们出手 他们自认 今日无一人可活 不谢 李家一名弟子抱权 随即退后而去 至于报仇什么的 根本不敢想 在这一刻 天碑界外 李家二长老脸色一僵 忽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怒意 二长老 怎么了 李家一名直视 不禁问道 那长老老眼赤红 发出一声嘀吼 红二 陨落了 红 这一消息 顿时在天碑山内 引起惊动 李红死了 他身为上一届的天碑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不是应该必能夺一块天碑 轻松成为天碑者吗 但如今竟死在天碑界中了 红二乃是天碑者 即便是遇见诗仓松 无穷之人 不敌也能逃走 是何人杀了他 李家左派的人都皱起眉 他们都很看好李红 本以为继龙与封地 这一次李红至少是第六天碑者 楚言 我定与你不共待天 李家二长老发出一声咆哮 令所有人吃惊 楚言 李家二长老怒吼楚言 难道是楚言杀死了李红吗 可是这怎么可能 楚言不过是尊者七级 差了两个境界 难道他的战力 已经真的能披腻天碑者了吗 天碑界中 楚言一怒斩李红 顿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天碑界里几万人 一时间倒是无人再去招惹楚言 楚言落回到柳卿城的身边 看着柳卿城憔悴的样子 有些心痛 对不起 来晚了 不怪你啊 我没事的 柳卿城甜笑道 随即他看向敏儿一眼 敏儿妹妹一直在保护我 受了不小的伤 楚言一正 感激地看了一眼柳卿城 他和敏儿虽是兄妹 但毕竟无血缘关系 所以在柳卿城的面 其实他还是刻意保持 一段距离 但柳卿城开口 他心里一暖 抱下了柳卿城 朝敏儿走去 敏儿 没事吧 楚哥哥 我没事 敏儿开心地笑道 楚哥哥已经很强了 连李红都能战胜 以你今年的实力 一定能成为一名天碑者的 你也要加油 如今都是选女了 大不同以前了 楚言揉了揉敏儿的脑袋 敏儿又哼了哼 都多大人了 还喜欢揉人家脑袋 但敏儿内心却是高兴的 他无数次盼着能和楚言重逢 当初敏王的抉择 令他痛不欲生 他和楚言并没有芥蒂 让他很开心 玄卿在一旁看着楚言 也是叹息一声 当年万古百丛林中 他还并未怎样 看重楚言 那时的楚言只是王者六级 和众霸主势力的天骄 相差甚远 但如今他已经逐渐 展露出了天碑者的锋芒了 正如敏儿所言 楚言今年定能够夺一块天碑 在这时 一片虚空当中 没有人发现 竟有这一老头藏匿着 他一直跟随着楚言 刚才的一战也亲眼目睹 让他老眼不停闪烁着光芒 有趣的小家伙 老者惊诧声 他藏在虚空中 始终观望楚言 开始楚言领悟了魔道天碑 他便感到震惊 没想到没有自己的指点 楚言竟真的看透了魔之本质 要知道 许多人或魔都无法看透这一点 在魔的世界里 许多魔认定自己是魔 是恶 是杀无数 人也一样 充满伪善 但楚言不同 他看透了人魔的本质 言世间 哪有什么人魔 领悟天碑 得邪魔降世 他震惊 但他并未因此在意 毕竟魔道天碑 树立在百条星河 每一年都有人能够看透 越往后看 他越心惊 楚言先是被石沧松追杀 他逃走 不怕洛人诟病 竟还是一名可怕的火闻师 如今为了红颜 又冲冠一怒 那可怕的战力 彻底让老者动容了 更重要的是 老者在楚言眼底 看见了一份坚决 那是很难得的 修行意图 天赋虽不可或缺 但心情也一样重要 多少天才因为一次失败产生心魔 但楚言没有 往后的又是一个月 他在虚空中看着 发现许多次 楚言憧憬失败 但不卑不亢 从头再来 不骄不纵 对待柳青城 温柔似水 柳青城一直默默地陪伴 更重要的是 令老者发现 楚言在天碑界 敌人虽多 但朋友也很多 朋友都是那种 肯为他卖命之人 此子可速之才 老者颇为动容 在这一刻 他的神念终于彻底消失了 去了哪里 没人知道 天碑界开启一个月 天碑山内仍是人满为患 各方人都在期待着 浩天 今年就看你了 穆家一名长老 攥着拳 独自地说道 曹玉 去年你未能夺天碑三角 为此迎刃三年 如今季龙雨封地 你本就是第三 这一次 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允星阁的一名长老期盼道 李家人 天妖风的脸色都不好看 本来今年 穆家李家 石家允星阁 天妖风 妖山门 三大妖山 都是有绝对把握夺一块天碑的 他们有天碑者参与 但如今 江藩与李红先后背斩 如何能够不弃呢 李家二长老对楚言的憎恨极深 甚至因此迁怒了李红威 李红威 红尔死在那楚言手中 我听说你儿子李逍遥 此子交好 你还几次帮忙 可他恩将仇报 使你养虎为患 今年若是我李家 未能夺一块天碑 你这家主 必须要付出代价 李红威可笑地摇头 楚言本与我李家关系融洽 但当初你两个儿子羞辱他失者 令关系僵硬 如今在天碑之内 更是各安天命 李红既不如人 又能怪谁 你身为李家家主 不为李家发展而着想 如今竟还偏袒外人 李家二长老低吼声 对你怎么说吧 李红威冷笑摇头 心里也是一阵无奈 有一些责怪主言 丝毫不顾及感情 即便他要杀李红 也至少等天碑结束啊 天碑界内的众人 并不知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各自在其中修行 一个月时间 无数天交陨落 各族人也差不多都汇聚在一起了 华之旭 胖子 叶寻等人聚首 值得一提的是 华之旭和胖子都突破到尊者八级了 加上一颗破计单 令两人的境界终于问顶尊颠 楚言在半个月前也遇到一次突破机遇 但被他强行阻拦住了 他没有去突破 而是一直在压着境界 一旦突破 就需要时间稳固 但现在的楚言没有时间 在天碑界内 楚言还有一样东西要寻找 便是玄天残章的第二章 这一日他独自一人在天碑界中飞行 直到有一日 他来到了一处落崖 这落崖深不见底 被迷雾所笼罩着 朝下看去 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惧之感 感应力到这里便消失了 第二残章 在这落崖之下嘛 楚言想着 有一点无语 这落崖内 遍布浓雾 让人看不见深浅 也不知里面会有什么危机 这落崖是死亡崖骨 阁下还是莫要冒险的好 在这时 突然有一白衣身影 上前对楚言道 死亡崖骨 楚言奇怪地 看下那一身影 此人气息不凡 但在蒸天碑等级时 他并未注意到 有这样的一个人 紫崖骨十六年前 自生于天碑山中 无人知晓他的来历 但每一届天碑之争 都有人好奇 去试探 但皆死于其中 所以奉劝一句 想活命 还是别下骨的好 白衣青年说道 十六年前 楚言愣了一下 随即他看向那青年 你不是星河之人 你来自星海 白衣青年淡淡一笑 也没有解释 危险已经告诉你了 至于如何选择 全凭你自己 你天赋不错 若是不语 残无一天碑不难 莫要因此断送了性命 多谢提醒 楚言拱下手 但他犹豫一下 还是朝那落崖走下 这落崖对他人而言 或许是死亡之地 但对他不同 九天悬塔将他引来 那此地 必与他有缘 他又下去一探究竟 嗯 见楚言依旧下了落崖 白衣青年皱眉 不知死活 长风 青年倒是好野性啊 请亲自来看 这一星河的天碑之选吗 远处飞来一名 曼妙女子 十分的妩媚 给人一种十足的魅惑 望仙楼的仙女 还真都是妖精啊 名为长风的青年淡淡一笑 哼 若是长风喜欢 随意可以推到我试试啊 那女子娇媚的一笑 充满诱惑 怕是是个男人 在这时都忍不住 想冲上去了吧 长风倒是定力惊人 只多看了女子一眼 便收回目光 师尊派我出来游历 正巧碰到此地天碑之选 便来看看 倒是没料到 竟碰到这样一个 不知死活的人 他可有特别之处 让你关重 饮了十六天碑共鸣 长风淡淡说道 顿是另那女子姓也一名 十六天碑共鸣 你确定 嗯 长风点下头 刘玉星和吴摩修 往年摩到天碑都不曾开启 虽会认可一名天碑者 但却从未赠予过传承 只是徒有虚名 可今年不同 魔道天碑也选择了他 直接将他拽入到天碑之中 并且传承了极为霸道的传承 好像在魔宗都失传已久 除了魔道天碑 其余十五大天碑也都产生了一次共鸣 此次可入十六脉任何一门 哼 那倒是有趣 女子娇笑声 随即看向落崖方向 叹息地摇摇头 唉 可惜 做了一个这样无知的选择 这死亡崖谷出现 还没有人能活着走出来呢吧 长风冷笑声 显然也因为楚言 未听他的劝说而不满 走吧 他不可能走出来了 关于落崖上的对话 楚言并不知道 他深入落崖 立刻感受到强烈的胀气入体 令他身体僵硬 血脉都跟着凝固起来 毒 楚言猛得一惊 急忙运转灵气 可根本来不及 他欲要闪退 可在这落崖内 仿佛有巨大的牵引力一样 让他只能够下降 咚的一声 重重地摔在崖谷之下 几根骨头都直接摔断了 好可怕的力量 楚言许久后才爬起身 随即感觉浑身都要散架子了 你来了 忽然间有古人之声响彻 震耳欲聋 令楚言的耳膜都是一阵剧痛 前辈 是您 楚言惊诧地抬起头 那声音他似乎有一些熟悉 当年在九游天池 他也曾听过这样一位古人的声音 那一次古人赐他九天真法 可修第二真物 如今的他第二真物也十分强大 自导纯粹的力量血脉 若是全部激活的话 力量堪比人地一击 看来 你并未辱没天道 古人的声音又响起道 天道一途 灰探 天意 修行九天真法 你既得我传承 那如今我便赐你第二世界 楚言震惊住 随即他看见远处有一道光芒朝他飞来 映在他的眉心中 最终缓缓消失 那印记浮现在他丹田 忽然间他丹田内一阵翻腾 九天悬塔一阵强烈的颤抖 最终第二层突然间明亮起来 竟是浮现出一道十分可怕的力量 第二层终于亮起来了吗 楚言震惊到 楚言的元神归于丹田 来到九天悬塔第二层 在这里 浮现了一个和他一样的虚影 指着虚影 没有境界 没有血脉 没有命魂 完全是一个凡人的姿态 又需要重修一世 九天真法 修九道真武 若是修行大成 可同时分化成九人 一念不死 便可生存 即便本尊死掉 也不会真的死 这种功法太可怕 楚言不禁想到 他激动起来 然随着他的领悟 那死亡雅谷的物杖 也开始散去了 逐渐消失 楚言不由一正 看着周围 毒杖消失了吗 那白衣青年说此地危险至极 可我来此 并未有任何危险 难道这一切 只是为了等待我的出现 当年九幽曾说 第一块残章 神语是娘所留 可这第二道残章 又为何会再次等我 小子 你可知 何为天道 古人之声突然又响起 天道 乃上仓之道 掌控天地一切 楚言试探性地回应 哈哈哈哈 算是如此吧 可你又知道 是何人执掌天道 古人突然又问道 天道为何会再次等你 楚言摇头 他不理解 所谓天道 太过可怕了 根本不是他一个尊者 七级之人可以参悟的 天道 便是上仓之道 他指掌天地 空间时间 窥探未来 从过去而来 去了未来 看见过你 天道在等你 哈哈哈哈 古人哈哈大笑 天道在等我 楚言大惊 穿梭时间 去了未来 这可能吗 这根本不是 楚言能够想象得到的 他听说过一些超然大能 能令时间的流淌缓慢 但时间 却从未停下过 从未停下 却不代表 不能够逆流 古人似是能听见 主言的心声 笑道 第二天道 已经降临在你体内 去创造你的世界吧 你的路还很远 是你选择了天道 也是天道选择了你 永无退路 去吧 第二百三十六集 那古老人的声音 彻底消失 留下 楚言一阵 吃愣的待在原地 时间逆流吗 真的有人能够做到 那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穿梭未来 回到过去 那有多难 楚言不知道 但他内视体内 却发现体内的第二世界 更加明亮 令他露出一抹笑意 第二真我 我修行的是纯粹力量 那这第三世界 我又该如何选择 楚言想着 突然他似乎有了一些想法 天道 时间吗 楚言闭目领悟 这一坐又是一个月之久 这一个月中 他没有修行本尊 而是一直在修行第三世界里的真我 因为肉身 丹田都不需要重新打造 所以第三真我的修行速度极快 只要吞噬天地元气 便能自主突破 一个月的时间 楚言的第三真我 便达到了人尊顶峰 领悟的四道血脉分别是 速度 时间 空间 领域 三尊命魂也皆是铸造出 七瓶以上 引来龙凤之光 第一命魂 穿梭剑 第二命魂 时间钟摆 第三命魂 空间晶石 这样的搭配 令楚言的第三真我极为可怕 可以说 在速度上 他达到一种极致 他的速度 可以穿梭于空间 时间当中 创造独自领域 令他露出一抹满意的笑颜 终于成功了吗 楚言终是睁开双眸 露出一抹兴奋的笑意 他能隐约感觉到 第三真我若是境界再高一点 那么即便是一名递者要追杀他 他也将有着自保的能力 只是可惜 如今的我还不能让真我同时出现 否则力量融合 绝对的力量 配上绝对的速度 再碰上石苍松 应该也能一战了吧 天碑界开启两个月 人数锐减 原本有万人踏入其中 如今却也只剩下寥寥几百人 但剩下的人 皆是一方强者 无人质疑 石苍松 木傲天 曹羽 断痕 虎穷 五大天碑者依旧强大 可以说是在天碑界内 无敌一方 在这期间 虎穷与石苍松曾碰见过 但两人皆是选择绕行 没有对决 显然是想要将决战留到最后 终于又有一日 天碑山外 又有一块天碑闪烁 变得明亮起来 令不少世人激动到 有人参悟天碑了 天碑之内 石苍松在一处火焰山地消失 令所有人都羡慕不已 是石苍松 他找到了天碑入口 是苍眼鼓足的天碑 为他开启 选择了他 天碑之争更加激烈了 还存在着天碑界的天骄更加强盛 分别寻找着天碑的破解之法 接着是虎穷 他来到了一处妖灵当中 在那里仰天虎啸 顿时引来万寿朝拜 随即他便消失了 进入了一处天碑之中 又是令不少人发出羡慕之声 兽王殿的天碑 虎穷果然还是选择了兽王殿 众人惊变道 虎穷本来就是天虎族万寿之王 寿王殿的天碑为妖修天碑 断痕也找到他的天碑了 是剑无牙的天碑 曹羽默奥天也接连找到自己的天碑 默奥天选择是以力量天碑 曹羽修行的是以速度天碑 转眼间连续五人领悟到天碑 天碑界的众多天骄更加焦急了 天碑只有十六块 如今已有五块被人领悟 他们如何能够不及呢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 楚颜也早就参悟了一块天碑 五位天碑者参悟天碑后 大约有一周时间没有天碑明亮 一周以后 第六块天碑终于亮起了 只是对于此人 许多人都十分陌生 竟是林道颜 林道颜第六个参悟天碑者 之后是纪无风与苏北 分别寻找到天碑之门 参悟天碑 又是三日 李逍遥夜寻胖子分别参悟 转眼间十六天碑 一杯参悟十一块 加上楚颜的一道 便是十二块 天碑界内所剩下的天碑 只剩下最后四块 争风更加严重 几乎每一日都有人死亡 杀戮无数 柳卿城在此期间 一直随米儿一同 在这一日 柳卿城眉心一闪 她身前突然出现一片 虚无空洞 那里竟矗立着一座 巨大天碑 卿城姐姐 你领悟天碑了 米儿在一旁开心地道 我不知道 柳卿城也是有些束手无策 她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强 所以从未想过领悟天碑 但是今日 竟有天碑主动为她开启 清晨姐姐 不管如何 你快去吧 石尊曾经说过 只要能参悟一块天碑 将来的成就无限 米儿笑道 玄卿在一旁促眉 天碑是可以争夺的 如今这天碑 虽然选择柳卿城 但米儿若击杀柳卿城 便能将天碑夺来 却很显然 米儿不可能这样做 等等 可正当这时 天穷上突然想起一道力鹤 有一尊古老身影 从前方飞了 给人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小丫头 你叫什么 那身影上前 直接对柳卿城询问道 柳卿城证了一下 礼貌地道 回前辈 晚辈柳卿城 柳 柳 不对 你怎么会姓柳 那身影皱眉 自言自语 甚至有一点风魔的状态 你娘是何人 看着眼前的古老身影 柳卿城也是颇为诧异 但对方实力很强 他便礼貌道 回前辈 晚辈从未见过娘亲 只是听闻 我娘是父姓 欧阳 父姓 欧阳 老人眼眸惊喜 他突然兴奋地大笑 真是没料到 晚年之久 竟能再次遇见你的后人 欧阳 难道这是巧合吗 老者笑了 老眼镜红润了 令柳卿城猝眉 前辈 天可知道我的娘亲 小丫头 你可愿意放弃天悲 拜我为师 那老者激动地道 直勾勾地盯着柳卿城 竟是令柳卿城有一丝害怕 你若拜我为师 我保证 能让你的成就超过这里 所有天悲者 老者又开口道 柳卿城顿时犹豫了 他一直想要变强 不想再做楚颜的累赘 这也是为何 在沉间时 他没有想着跟楚颜离开 而是默默努力 但他一个人的修行 终究是有限的 他若想要成就 那便必须要有更好的发展 前辈 能让我考虑一下吗 柳卿城清明洪唇 他想变强 但他也明白 若是拜着老者为师 那他可能又要和楚颜分离 他舍不得 好 但这天悲 你不能入 这天悲配不上你 老者强势道 令柳卿城 郊区青颤下 随即他犹豫再三 竟轻轻汗手 青城姐 米儿在一旁有些不悦的道 这老头不知来历 你怎么能随意放弃快天辈 柳卿城犹豫着 他又看向老者一眼 老者也不说话 就在那副手站着 却给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 我觉得 前辈不会害我 柳卿城小声道 米儿在一旁十分焦急 但却又毫无办法 哎呀 真的是服了你了 开天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你将人说放弃就放弃了 米儿 你去参舞天杯吧 柳卿城甜美地笑道 对米儿笑道 玄卿在一旁凤眼一亮 也开口道 米儿 既然卿城这么说了 你便去参舞天杯吧 若是你能成为今年的天杯者 丁能令山门光辉耀祖 米儿叹息一声 他也知道 多一块天杯对他而言极为重要 对柳卿城道 那卿城姐 天杯我参舞了 嗯 柳卿城笑道 米儿才松了口气 一块天杯虽重要 但他不想因此与柳卿城新生芥蒂 米儿成为了今年第十三位参舞天杯者 天杯还只剩下最后三块 在天杯界内 只剩下最后三块天杯 然而也是在这一日 始终在死亡崖鼓下的楚岩醒来了 呼 楚岩的双眸睁开 他并不知这一个多月天杯界的惨烈 此时的他双眸闪烁着浓浓金光 体内的血脉 元气 创造力都达到了一种质的生化 戌密封万箭内突破以后 楚岩终于迎来了第二次突破 尊者八级 距离尊之巅只差一步之遥 突破了 楚岩兴奋的一笑 随即他抬起头 背后化作一双昆蓬大赤 猛的一震 顿时从崖鼓下冲天而起 随即他在空中便化作一道金光射出 又是数日 天杯界内最后的三块天杯 也终于有人领悟 分别是江天问 华之序 望峰 望峰是最后一个领悟天杯的 但他所领悟的天杯却是极巧 给人一种 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感觉 宛如一神圣之门 让所有人十分羡慕 十六天杯全部被人领悟 天杯界也终于不再存在了 化作一片虚渺的世界消失 所有天骄都从天杯界内被释放出去 回归到了那一座高耸的站台上 结束了 各封霸主看见天杯界消失 都是忍不住激动起来 不知道结果如何 天杯升起了 在这时 天杯山上有十六块天杯升空 每一块天杯上都刻有一个排名 令不少人感觉到震撼 守王殿天杯者虎穷 虎穷 你果然没让山门失望 邀山门方向的长老激动到 天皇 吴峰 苏北 也都领悟了自己的天杯 吴老在一旁对季皇级笑道 季皇级也是满意的点下头 天皇宗今年又有两名弟子成就天杯者 选女宗方向 一名看向那天杯上米儿的名字 十分开心 米儿 也夺了天杯 她应该是今年年级最小的天杯者了 逍遥也夺了天杯 李洪威开心起来 原本李家以为 李洪陨落 今年定不会有天杯者诞生 毕竟李逍遥年级还小 是第一次夺天杯 但李逍遥做到了 这也令李家二长老脸色极为难看 若是李逍遥未夺天杯 她便有绝对的话语权 甚至可以因为楚言 迁怒李逍遥 但现在不同了 李逍遥的身份变了 她摇身一变 代替了李洪 那接下来在李家 李逍遥绝对会被重点培养的 然而有人欢喜有人忧 今年忧女宫 天妖风 允星阁三大霸主势力 竟无异天杯者产生 令三大霸主势力的脸色 都极为难看 四封神今年算是满载而归 出现了三名天杯者 是今年霸主中天杯者最多的一人 比天皇宗还多出一人 除了四方神 今年天杯者还有数名非霸主势力的人 也都受到了不小的关注 便是华之旭 胖子 楚颜三人 这三人非任何一方霸主势力 但却占据了三个天杯者的名额 站台上 如今就只剩下十六个人 对应十六块天杯 在这一时间 他们成为了众目焦点 柳青城终是没有夺一块天杯 所以他走下站台 和紫燕等人站在一起 看着楚颜 只是在这时 四面八方 也有这一道道寒冷的目光 落在楚颜身上 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李氏家族 还有天妖风的人杀一丝气 楚颜 你杀了红尔 偿命吧 李家二长老在云楼上低鹤声 忽然拔地而起 化作一道光木手掌 冲着站台上滚滚镇压下来 看见这一幕众人震惊 楚颜也是皱眉 那强大帝威 直接令他身躯一沉 仿佛如被万丈重力山镇压一般 李逍遥在一旁发出一声冷喝 当在楚颜身前 二长老 李鸿与楚颜四人恩怨 当初在李家客栈前 你亲眼所见 在天碑之中 李红劫持柳青城 还要羞辱玄女宗玄女 楚颜才被迫出手将其击杀 你如今公报私仇 是当天碑山不存在吗 玄女宗的几名女长老脸色一寒 其中一人起身 碧儿 可有此事 回长老 确实如此 李红在天碑山内将我打伤 还要羞辱我 是楚哥哥救了我 米儿汉手道 李家 是否能给我一个交代 玄女宗米儿的师尊不悦道 李家二长老冷吼声 可笑 谁不知道 你宗玄女与楚颜一支关系交好 当年在卑劣星辰更是兄妹 如今他这般说 谁知他是否是在用自己的清白来保护楚颜 此事无人证实 既然此事无人证实 那你又如何感言 李红是死于我手中 楚颜冷笑声 看向李家二长老 严霸 楚颜环氏四周 再诚诸位 各位既是霸主势力 天碑山开启 对天下人 任何人 兼可参与 天碑之中 生死不由命 然一名天骄死在其中 身为霸主势力 就要私下报复 这便是你们所谓霸主势力的风度吗 若是如此 这天碑山还何必对天下人开 倒不如你们霸主势力私自排名算了 所谓天碑 三年一度 便是天碑见命 取地之下最强十六人 少不了争锋 生死在所难免 但一旦你们霸主势力死了 便以身份镇压 私下报复 若是如此 谁人还敢来参与天碑之争 所谓天碑者 地者之下无敌 也不过是一笑大方 楚颜的话 朗朗乾坤 令众人沉思 不少人都暗自点头 楚颜说的没错 霸主虽强 但终究只是一小部分 六欲星河最庞大的人群 便是小型家族势力 他们每三年来参与天碑 为的也是能有一招成名 可若是如楚颜所说一样 他们赢了 便要遭到报复 谁还敢来 李家二长老脸色阴沉 玄女宗在一旁冷哼着 让他明白 今日想杀楚颜 是绝对不可能的 才缓缓坐下 我便让你再活一阵 天碑之后 你依旧要死 天碑之后 我去找我父亲 我手中还有一块李家体力 若是二长老 一一不扰 我便动用铁令 对他发动裁决 李逍遥在楚颜身边 小声说道 让楚颜放心 楚颜淡淡一笑 其实他并未担心 因为刚才李家二长老 一动得刹那 他便感受到一股 熟悉的气息 笼罩他 若是李家二长老 真的要强行杀他 秦子萱 怕日也会动手吧 十六名天碑者 站在台上 背对天碑界 李逍遥有一点兴奋 对楚颜道 此行收获如何 还好 你的进步很大 楚颜一扫李逍遥 两个月时间 李逍遥的气息变化极大 从他体内 多出一股狂雷之力 双眼泛着紫光 当然我可是天才 参悟了狂雷宗的天碑 得到了一本 九转雷厥的传承 很强 李逍遥得意地笑道 手掌一握 雷光凝成一把长脊 雷属性 楚颜诧异道 雷属性可是很罕见的属性 并且十分狂暴 是啊 你呢 领悟的是哪一块天碑 李逍遥问道 好像是魔道天碑吧 楚颜犹豫一下 说道 然他的话一落 令李逍遥一阵 愕然地看向楚颜 魔道天碑 你确定没搞错 楚颜不知所措地摇摇头 随即只见李逍遥脸色 有些古怪起来 原来你领悟的是魔道天碑 季无风在一旁听闻 突然发出一声嘲讽的笑声 还以为你运气多好 原来只是捡了一块废物天碑 好生可笑 既无出际无风外 苏北 石沧松 曹渝 慕傲天 虎穷几人 都冷笑地 看向楚颜 充满鄙 楚颜还没弄懂 十六块天碑 皆有天机传承 为何一听说 自己是魔道天碑 好像是一件 很丢人的事呢 虽然他不知 其余十五块天碑 内的传承多巧 可他亲自入过魔道天碑 见过魔道真义 和邪魔将士的霸道 他自认 魔道天碑 不敢说是十六天碑最强 但绝对不弱呀 六玉星河内并无魔修 但魔道天碑只受魔道众人 所以往年都不曾为 六玉星河开启过 即便会选择一人 任命为天碑者 不过也只是空壳 不给予传承 李逍遥在一旁解释道 往年十六天碑者中 魔道天碑者 因为没有传承 都会被排在第十六名 可以说 是十六天碑者里 是最美含金亮的一个 啊 楚颜眨了眨眼睛 明白以后道 难怪他们都这样看我 他们是认定 我没有得到传承了 嗯 李逍遥点下头 叹息声 哎 你也是 以你的天资 竟非选择了魔道天碑 不过也无妨 天碑排名最后 还是靠决战来排名的 以你战力 就算是魔道天碑 应该也能拿到前五 第二百三十七集 楚颜苦笑摇头 他自然不会说 自己是领悟了魔道天碑的 天碑山天碑 来自于通天星海 那是一片辽阔无境之地 而天碑山便是这一地的真正霸主 万年前六玉星河爆发一战 古尘间灭亡 十一名大军自成一脉 形成十一大霸主势力 天皇宗有四名大军 为霸主之首 但相互之间却并不约束对方 通天星海不同 在通天星海 天碑山便是王 一人玉统整片星海 货真价实的霸王 普天之下 莫非天碑 天碑山玉统通天星海 几十万年 从未易主过 几十万年中 又分出十六脉 代表着十六块天碑 分别是望仙楼 见无涯 寿王殿 众圣门 黄雷宗 苍延古族 北明皇朝 九幽皇朝 紫雷皇朝 独宗 西域星河 赤炼堂 万道门 天山府 静兴寺 魔道古宗 正当这时 天碑界突然出现一阵涟漪 只见在那山的尽头 有着一行人 仿佛从九霄之下 降临星河 他们都是那样高高在上的 如圣人一般 五看众生 天碑山有人来 这天碑山的人 他们竟有人来了 天碑山下 众人都是发出一声惊叹 仰头望去 十分虔诚 在这时 楚颜也抬起头去 他发现 先前在死亡落崖 见过的白衣青年 也在人群中 他那样的高傲 不可一世 身上竟透露出 一身浓郁的地危 不光是长丰 其余几十人 也是如此 年纪都不大 可每一个人 竟都是一名 货真价实的递者 长丰也看见楚颜 多为差异 虽然没想到 楚颜竟还活着 但稍纵即逝 他便收回目光 似是从未见过楚颜一样 季黄吉 见过天碑使者 季黄吉飞越高空 对天碑里走出来的人 拱手道 一名中年站出来 即便是面对一名尊者 六欲星河的最强者 他也没有太多的在意 只是抬手示意一番 看向站台上的 十六名天碑者 天碑之争 你们既能夺一块天碑 便证明你们 与我天碑山有缘 从今日起 我准你们成为 我天碑山外门弟子 若是日后能够封地 可前往天碑山 进行修行 你们可愿意接受 世人听闻中年所言 皆是露出羡慕之色 能够拜入到天海之中修行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三年一争天碑 为的不就是 更好的修行吗 加入天海之中 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晚辈愿意 虎穷第一个点头答应 他已是争夺两届天碑者 两次都选择了寿王殿 寿王殿一名老者 满意地点下头 天虎族的后人 很不错 待你封地之时日 便来我寿王殿 争取能够成为内门弟子 晚辈定当不付众望 虎穷激动地答应道 在这时 那寿王殿的一名长老侧目 看向楚颜一眼 老家伙 你可愿意加入我寿王殿 若是你愿意的话 我现在便可以带你离开 直接封你为寿王殿的内门弟子 听到寿王殿的长老开口 众人猛的一震 连虎穷也是如此 怒视向楚颜 即便是他 寿王殿也只是承诺他封地以后前去 但楚颜 却无需考核 便直接可以成为内门弟子 楚颜也是颇为差异 他记得自己只是参悟了魔道天碑 至于寿王天碑 却并没有 对方竟要招收自己 小家伙 我紫雷宗也愿意收你为内门弟子 只要你愿意 现在便可以随我启程 紫雷宗的一名长老也看向楚颜 淡淡说道 苍颜古族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 石苍松所领悟的苍颜天碑一族 也有人对楚颜开口道 我望仙楼从不接受男性弟子 但是小子 今日我望仙楼也愿意为你破例一次 只要你愿意加入 我望仙楼也会收你为徒 等到时候进水楼台 我望仙楼几万名仙子可都是你的 望仙楼一名女子魅惑孝道 令楚颜不禁汗颜 魅惑众生 受王殿一名长老发出一声冷哼 随即也开口道 随即 十六大天碑 竟接连对楚颜发出邀请 这一幕令所有人都愣住了 十六大天碑势力竟全部允许楚颜加入 怎么会这样 各大霸主的长老脸色都英译起来 他们经历过无数届天碑之争 但像今日这样 十六大霸主势力全部接受一人的情况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 季无风也领悟了一块天碑 是北明皇朝的北明天碑 但北明皇朝对他根本不如对待楚颜一样殷勤 令他心生嫉妒 晚辈不懂 小家伙 你有何不懂 北明皇朝的一名宗师长老淡淡道 晚辈乃天皇宗济家后人 入北明圣地参悟天碑 但他不过是一个魔道天碑的空架子 为何前辈要邀请他 他如何能与我比 季无风冰冷的道 北明皇朝的长老抚恤冷笑一声 你说他只是魔道天碑的一个空架子 难道不是吗 我六语星河从无魔修 魔道天碑也从不给予传承 他却成为了魔道天碑者 难道不是一个空架子啊 哼 北明皇朝的长老不悦哼声 他参悟了十六座天碑 每一座天碑都为他共鸣 你觉得他还只是一个空架子吗 什么 世人震惊一番 楚颜 引了十六座天碑共鸣 为何会这样 众人惊诚 季无风更是脸色一下僵硬住了 恶毒的看向楚颜 楚颜也是一阵迷糊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竟得到了十六大天碑的认可 他只是参悟了魔道天碑 却不知领悟了所有天碑 哈哈哈哈 季无风 好笑吗 你自以为参悟天碑 竟还笑话楚颜只是魔道天碑 但楚颜却领悟了十六座天碑 如今天碑山十六脉 他可以去任何一脉 你呢 两届天碑 也只不过两座皇朝吧 李逍遥得意的冷笑声 在这时 季黄吉 也是第一次认真的打量起楚颜来 原本他并不将楚颜放在眼中 只想着楚颜不过是一名后生 即便是天选之人 那又如何 他季黄吉 以玉统 六玉万年 还能被一个后生推翻不成 但今日他不得不认真面对 若是楚颜真的加入了天碑山一脉 将来对他定有无限的影响 小家伙 你虽参悟了魔道天碑 但我魔道古宗 从不收废人 也不对你发出邀请 不过他日你若封地 我魔道古宗前有九十九座大魔山 你若能够穿过魔山 即便是我魔道古宗的弟子 魔道古宗一名魔修 也开口道 小子 我们天碑十六脉 都在此 你也该做出决定了 最早开口的中年也单单笑道 多谢各位前辈厚爱 晚辈还想再考虑一下 楚颜拱手道 此次天碑之争 他并未想要过加入任何一方势力 只想要以此证明 号召震天一脉 为复兴沉坚而努力 拒绝了 天碑山上的众人都是一阵诧异 哼 不识好歹 长风在一旁抖动一下白色长衫 发出一道冷亨 世人看向楚颜 也觉得楚颜有一点不识好歹 对方可是心海之人 海纳百川之地 如今十六脉招收你 你竟说要考虑一下 果然 楚颜的话音落下 十六脉中不少人都露出不悦之色 这一切 楚颜也竟收眼底 暗自摇头 对方收徒 你情我愿的事 他自当有拒绝的权利 可一旦拒绝 对方便妄言评价 说他不识好歹 倒是有些可笑 在天碑十六脉眼中 他们在心河收徒 刺是对楚颜的一种恩赐 楚颜拒绝 便是不识好歹 不过楚颜自然也不会多言 对方都很强 他还没傻到和对方作对的地步 既然如此 那便进行天碑排名战吧 季黄级淡淡开口 世人都有些激动起来 天碑排名战 天碑界后最激动人心的一幕 十六天碑者 也有强弱之分 想要分出排名 对战 则是最简单的办法 诸位 此子拒绝我等 不接受我们传承 不妨我们便留在此地看看 看他有什么本事 能在这十六天碑者中 排名第几乌合 长风淡淡笑道 也好 望仙楼的一名女子笑道 季军可有我等人的作息 中年男子开口 季黄级一招手 云楼上升起十六把金色龙鱼 悬浮于空 天碑使者 能观看我星河的后背争锋 是他们的荣幸 请坐 十六人虚空坐下 宛如十六名天神一般 在这时 石沧松在战台上露出一抹宁笑 看向楚言 刚才还真吓了我一跳 你若加入天碑某一脉中 我还无法杀你 可惜你均拒绝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接下来便是你的死期 有些丑 事该报了呀 楚言也淡淡道 如今他也知道一件事 便是他在天碑界 闭关修行第三真我的时候 石沧松曾与虎穷联手 追杀过李逍遥等人 还针对过柳青城 只是后来领导演出手 保下了柳青城 不然柳青城定会陷入为难当中 这一点倒是楚言没想到的 十六天碑者 皆是参悟天碑 暂无排名 接下来所有人可以进行挑战 挑选对手 根据最终战绩排名 胜者最多 败继最少人 当属天碑第一 季黄吉说道 所有人都兴奋起来 今年第一应该便是石沧松了吧 当然 季龙宇不在 他当属第一 实际一名长老自信孝道 至于天妖风 幽女工的人此时十分窘迫 同为霸主势力 可今年他们两大霸主 却无一人成为天碑者 这对他们而言 绝对是一种耻辱 但这种耻辱 全部转换成了对楚言的憎恨 在他们看来 他们会沦落到今日这一步 全部是拜楚言所赐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罢休的 天皇可有吩咐 在这时 天皇心欲一方 古老突然来到季黄吉身旁 龙宇如今已是天碑山的核心地子了吧 季黄吉传音问道 古老典下头回天皇 龙宇现在已是核心地子 并且败入了天碑山核心一脉的 一名长老门下 权力不小 如此最好 帮我传音给龙宇 让他开始运作 不能让楚言败入任何天碑任何一脉 此子留着必定是一个后患 季黄吉淡淡道 他与楚言并无仇 可活到他这个地步 他会将一切危险扼杀在摇篮当中 是 再帮我联络一下那些人 季黄吉又说道 随即他看向楚言 露出一抹寒意 我懂了 古老点下头 随即看向楚言一眼 不禁惋惜地摇摇头 他自然知道 季黄吉口中的那些人是什么人 他们的存在十分神秘 代表着一方超然势力 天碑之争开启了 在这时 慕傲天第一个跃入到战台上 他双眸露出一抹猙獰 随即他目光一转 落在楚言身上 楚言 滚上来 慕傲天第一战 竟要挑战楚言 呵呵呵 估计是想要刷战技吧 十六天碑者中 楚言的实力最弱 只有尊者八级 连那胖子和华之婿 都已达到尊者九级了 挑战他也很正常 观众习上的众人冷笑道 众人点下头 楚言也抬起头 看向一眼目傲天 随即他不犹豫 持剑而起 直接一步越到战台上 战台形成 接下来开始定规则 双方协商 古老在一旁平静地道 六级以上神兵不可用 地级以上神通不可用 这一战若是赢了 我要你自费修行 滚出天背山 木耀天看向楚颜 行 你输了 我断你一臂 楚颜平静道 木耀天眼底一闪寒光 随即他十分自信 突然浑身变化出一身妖气 身躯都变得巨大 宛如一尊小巨人一般 木家狂妖血脉 天生神力 木耀天更是修行道的极致 他的一拳恐怕能有万精尘 观众席上众人惊叹道 木耀天身为两界天卑者 他有着足够的信心 即便楚颜是今年最大的黑马 十分夺目 但在他看来绝对的力量下 依旧不堪 凭力量吗 楚颜点下头 随即他也变化真我 第二真我运转 四道血脉固然变化 形成一道极狂之力 下一刻他周身膨胀 当看见这一幕 众人都是皱眉 连天卑山上的人也是微微一宁 血脉转化 好神奇的功法 在这时长风眼睛也是一阵明亮 血脉对于任何修饰来讲 都是固定的 每个人注定只能觉醒四种血脉 要想重新修行 便要废弃修为 但修行到了这个地步 谁会为了一条血脉 放弃一身修为 可楚颜这共犯不同 竟能直接转化血脉 若是我能掌握这功法 便不至于受到血脉限制了 长风想到 他在败入剑乌崖门下时 已经领悟了两条血脉 其中一条正好是与剑修背道而驰的功法 让他有些动容 天悲十六脉都盯着楚颜看着 莫傲天感受到楚颜的变化也是皱眉 用着哪招啊 当初他与楚颜交锋过 楚颜曾挡下他一拳 那也是一直是他心中的结 如今再一次碰撞 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他咚的一塌 他速度本不快 但凭借力量的推送 竟令他暴射出去 宛如一把利剑般朝着楚颜刺去 凝视莫傲天 楚颜双拳一握也不客气 手掌一握周围形成重力 可紧接着他身心一阵变化 猛地轰出一拳与莫傲天碰撞在一起 硬碰硬 众人一阵心惊 那站台上顿时都裂开一条沟壑 但片刻便被胜利恢复 天碑站台是有规则的 即便地者交锋也无法破坏 但两人的碰撞仍是上乱时日 漫天飞洒 极为震惊 啪啪啪 连续三拳 莫傲天轰出 每一拳都好像是能将星辰贯穿一般 带着狂暴的光滑 可是三拳落下 众人所预料的那种 楚颜被轰下站台的一幕 并未出现 反而他窥然不动 犹如泰山一般迎上三拳 三拳下去 所有人都看呆了 楚颜真的弱不可堪啊 是用来刷战绩的废物吗 莫傲天也皱眉 他的三拳 其实是一套拳法 弹龙拳法 第一拳龙形 第二拳龙怒 第三拳龙形 三拳力量皆是叠加的 当第三拳轰出 力量可以达到三万斤重 这样的力量竟然无法撼动楚颜 你的命魂是什么 莫傲天突然退后一步 凝视楚颜 众人这时惨猛的一惊 似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楚颜的命魂呢 但在这时 李逍遥露出一抹冷笑 他是见过楚颜的命魂的 那变态的命魂组合 简直可怕 667的组合 在六玉星河 他从未见过一次 第二百三十八集 传闻说七品圣命魂 唯有尊者入地之时 方才有可能凝聚 但楚颜 却提早了一个档次 两界天卑者 真弱 你还不配我祭出命魂 楚颜可笑地摇摇头 他尊者七级时 被慕傲天一拳中伤 那时他觉得慕傲天的力量极强 可如今他达到尊者八级 他却发现 慕傲天的力量并不强 你若只是如此 那这一战 你败了 楚颜洞 他朝前踏入 帐高的身躯 每一步都地动山摇 接着他双手一握 化作一拳 猛地轰出 啪 那一拳太强了 连无数人在场外 都感觉到压迫感 力破山河 慕傲一名长老猛地起身 盯着那站台 眼底闪烁过一抹浓浓寒意 慕傲为人 却修行妖力 以纯粹的力量为主 所以他更清楚力量的分化 如今楚颜的一拳 已经达到 力破山河的地步了 傲天 认输 慕傲一名长老突然到 慕傲天咬牙 他不服 他身为天卑者 如何能够认输 啊 慕傲天发出一声咆哮 他不甘心 随即他猛地踏出一步 竟有精血在燃烧 令所有人都皱眉 李逍遥站在台下冷道 慕傲地法 妖神变 慕傲天 你违规了 我要杀他 慕傲天根本不理会得到 体内的妖气更加沸腾 楚颜感受到慕傲天的变化 也是脸色一沉 他极快地退后一步 随即他双眼一闪寒光 战败并不可耻 不接受自己战败 却不惜违规 动用地法 以为这样便能挽回颜面了吗 只要杀了你 天下人谁会在乎我用了什么办法 只要你一死 天下人只会记住 我慕傲天赢了你主言 而你注定被历史的长河埋没 慕傲天咆哮道 呼 可在这时 九霄之上突然降临一道圣光 那圣光打在慕傲天的身上 令慕傲天噗地喷出一口鲜血去 直接被震飞下站台 天背圣台 规矩 这是你能破坏的 手臂 断 圣光又闪现 慕傲天一臂 断 众人都是一阵吃惊 原来站台规矩 并非说说而已啊 只是一面 慕傲天的手臂断了 傲天 慕傲天一名长老飞跃上前 补住慕傲天 眼底却充满了寒意 看向那出手的一名天碑使者 我慕傲天也有人在天碑山中 大家也算是同门 为何要下如此重的手 天碑站台 规矩生成 轮到你们打破了 那人冷哼声 这一战 楚颜盛 慕傲 慕傲长老不甘心地发出一声咆哮 但对方是天碑使者 他只能隐忍 退回到云楼上 排名站继续 天碑一脉的人继续倒 然而经过这一战 众人也都明白了过来 今日一战 天碑规矩是绝对不可逆的 在这时又有人继续挑战了 第二轮上台的是虎穷 他挑战之人是江甲 江天问 这一战可以说毫无悬念 虎穷乃是上一届天碑三甲人物 他的实力无需质疑 直接胜出 第三个出战的是石沧松 所有人都猜测 他可能会挑战楚颜 但令人十分意外 他抬起手一指选女宗米儿的方向 你 众人一正 石沧松上一届第二天碑 这一届被认定的第一人 他竟要挑战米儿 嘿嘿嘿 你们有所不知 那米儿和楚颜关系极好 在天碑界内 石沧松吃了楚颜的亏 他现在挑战米儿 应该是故意的 楚颜也皱起眉 对米儿道 米儿 任书 他和石沧松交过手 知道石沧松的实力之可怕 米儿绝不是他的对手 但正当这时 石沧松突然又到 我早就听闻 玄女宗每一代玄女都极为强盛 必会是下一届 玄女宗宗主的人物 今日正好领教一下 不会不敢战吧 我听说你与楚颜关系不错 当初在天皇宗时 他也不敢一战 难道你们兄妹 都是那种窃战之人 这样的话天碑之上 倒是有些辱没了天碑之名 米儿的御守又是一握 凤眼冰凉 玄青在战台下传音道 米儿 他是故意击你 上了战台他定不会手下留情 你归为玄女 将来若了玄女胜地 将凤凰涅槃 如今没有必要和他一战 找个借口认输便是 我虽为玄女 但我天赋并非是玄女宗最好的 我上面也有师姐玄女 他们都比我强 所以我代表不了玄女宗 米儿淡淡道 随即她轻盈一步 飞越到战台上 不过 你若飞扬一战 我当也可以成全你 好 石沧松双眼闪过一抹寒光 楚燕一直在台下看着 怒意更浓 石沧松对上米儿 两人的差距极大 石沧松一出手便浑身石化 她的石化之力甚至达到连空气都石化住 接着不断压制向米儿 啪 石沧松一拳轰出 打在米儿的胸口上 米儿喷洒出一口鲜血 猛地撞飞出去 但突然 大地崛起一排石山 将米儿拦住 让米儿没有掉下站台 还没结束 石沧松冷笑声 够了 玄女宗的长老都怒喝声 玄亲眼底也是极为冰寒 所有和楚燕有关的人 我都会一个个蹂躏 这才是第一个 石沧松争鸣道 他抬起手 又是一掌拍下 直接将米儿重伤 那种伤势 让米儿直接无法参与 接下来的所有对战 楚燕跃起身 将米儿接住 充满心疼的道 你这又是何必 他可以羞辱 但不能羞辱楚哥哥 米儿嘴角还留着血子 灿烂一笑 我会替你报仇的 楚燕双眼喷射出 一抹浓郁的火光 他抬头 看向石沧松 上一届你天杯第二 今年你想要第一 今年的第一 非我莫属 你今年只能第二 楚燕发出一声嘀吼 随即他终于主动上台了 接着他也发起了挑战 允兴阁曹瑜 滚上来 他第一个挑战的人 是允兴阁曹瑜 所有人都是一致 楚燕一上台 便要挑战一名天杯者 曹瑜是上一届天杯的第四名 实力自然是极强的 更重要的是 他代表了允兴阁的天骄 哼 不知死活 曹瑜跃上站台 随即他施展允兴阴部 快速地朝着楚燕压迫 星辰剑绑 是允兴阁的绝世剑招 但下一刻楚燕也动了 他的速度比曹瑜更快 达到一种可怕的地步 站台之上有着万千残影 楚燕仿佛虚无缥缈一般 每一步都有残影生成 至于他的剑法 七杀剑法 更是比曹瑜更强 啪 一阵对撞 曹瑜脸色猛的一僵 他感受到十足的压迫力 他身形极快地退后 但即便如此 仍是被七道剑气镇压 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去 上一届天杯第四 身弱 滚下去 楚燕手掌一握 将曹瑜狼狈地轰下站台 令曹瑜的第一站成为了败绩 曹瑜站在台下十分不甘 他和石沧松一样 本以为今年没有了季龙宇 自己定能进入三甲 成为一道天骄 他有着绝对的骄傲 但是很可惜 第一站便成为了败绩 所有人在这时看向楚燕 内心震撼 他还只是尊者八级啊 他的战力便如此恐怖了 天杯开启 四位天杯者全部败在他的手中 石沧松眼底一寒 他也上台了 第二站 他挑战望风 战胜 望风终是战败 不过他比米儿强 并没有受伤 挑战赛继续 最强势的三人便是石沧松 楚燕 虎琼 这三人皆是一路挑战 楚燕一战三场 站在天杯站台上 犹如刷战机一般 至于胖子 华之旭等人 对楚燕自然是直接认输 李逍遥和楚燕 比赦了一下 但不到十招便摇头认输 暗骂楚燕声口 楚燕凭借一柄凡剑 站在天杯站台上 宛如不败战胜 刷满战绩 如今楚燕十二战 十二胜 零败 他只有三人没有挑战 林道炎 虎琼 石沧松 虎琼十二战 十二胜 零败 和楚燕一样 没有挑战林道炎和石沧松 石沧松十二战 十二胜 零败 三人成为如今站台上 战绩最为耀眼 的存在 也有人在议论 今年的三甲之人 便会从这三人当中排出 还有一人是零败的战绩 便是林道炎 他和楚燕一样 是今年绝对的黑马 但是只出战了四场 但全部战胜 并且都是秒杀 其中还包括上一届 天杯者的曹瑜 所以让人不敢再忽略他 如今的局势来看 楚燕 虎穷 石沧松三人的战绩 最好 都是十二胜 零败 看样子 今年的三甲 便是他们三个人了 你可别忘了 那个林道炎 他虽一次没有发起挑战 但凡是挑战他的 都战败了 连曹瑜也扮在了 他的手中了 他要是想刷战绩 一样耀眼 有人说道 众人纷纷点头 表示对林道炎认可 休息吧 对战已经持续许久 天色昏暗之际 季黄级终是缓缓起身 淡淡道 一句话 仿佛惊醒了不少人 才令许多人感叹一声 时间飞逝 竟不知不觉中 已经过去一日之久 要怪只能怪 今日的对战都太过精彩 控人心弦 可以说 飞往界能比 天皇 想必如今 您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排名了吧 十家长老 抚恤笑道 季黄级淡淡笑道 这是自然 不过战台终时没有结束 明日再看吧 天碑使者 可愿意下来一句 在这时 季黄级养手 对着十六位 天碑使者 邀请道 季军邀请 自当赴约 十六位天碑者都是一笑点头 其中魔道古宗的使者 看向楚言 淡淡道 小子 今日表现不错 很不错 多谢前辈称赞 楚言客气地道 随即他发现 有一道寒冷的目光 来自石仓松 今日 暂且让你苟活 明日 必取你性命 我说过 今年天碑 你只能第二 楚言冷清的道 没有丝毫的遮掩 以他之言 今年天碑 势必要夺天碑之首 都人都是暗叹一声 今年的天碑之争 阵容太强大了 无论是当代天碑者 石仓松还是虎穷 黑马楚言与灵道言 都十分出色 异于常人 这四人的质量 比之网界 都要高出很多 休息之余 十六天碑使者 时不时地都看向楚言 包括成风 楚言先前的拒绝 虽令他们心中不愤 不过后来表现得太出色 让他们不敢轻视 此子 可肃之才 若是能加入我苍眼古族 加以培养 或许几年以后 我苍眼古族 也能从十六脉中脱颖而出 出现一名 站在那个地方的人物 苍眼古族的使者 不禁想到 他所说的地方 便是天碑山峰 辽阔星海 最高的地方 除了苍眼古族 其余几脉之人 也各自想着 除了楚言以外 他们对其余一行人 也十分看重 譬如李逍遥 紫雷宗的人 便很是喜爱 当然 除了十六天碑者 还有一些天骄之人 也有会被天碑使者拉拢 譬如柳青城 望仙楼的一名仙子 看向柳青城 信眼闪烁金光 好美的人 小丫头 你可有加入山门 若是我望仙楼 愿意招揽你 你可愿意加入 柳青城 始终坐在楚言身边 她太过貌美 即便在六玉星河 千万星辰中 依旧是最美的花朵 那楚言还真是厉害 年纪轻轻 就有这般成绩 身边竟还有 如此家人陪伴 传闻说 此女与楚言 儿时定下婚约 两人从下级星辰走出 一路不知经历了 多少苦难 才修成正骨 倒也是一段佳话 之前灵族 还曾想要强取豪夺 因此楚言动怒 灭了灵家一族 有人津津乐道地说道 望仙楼的邀请 让楚言颇为诧异 对柳青城传音道 望仙楼属于 天杯十六脉之一 实力自然不弱 而且只收女子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若是愿意加入 便加入 我只想陪着你 柳青城甜美笑道 楚言心生感动 天杯十六脉 星河之上至高无上的存在 多少人为了加入其中 不惜众叛清离 但柳青城说 只想陪着他 你又是何苦 我迟早也会去 星海之地 楚言叹牺牲 那便等你去时 我才去 柳青城摇摇头 对望仙楼的仙子拱手道 多谢前辈好意 我已是他人之妻 自当追死我夫君的遗志 当然楚言并不知道 在刚才有一人 传音给柳青城 让他拒绝 正是在天杯界中 出现的一名老者 那人从天杯界后 神念便一直跟随着柳青城 那倒是可惜了 望仙楼的仙女叹牺牲 又对楚言道 小子 你若愿意 可以同你妻子 一同加入望仙楼 楚言礼貌地笑了笑 没有回应 魔道古宗比较特殊 他们虽留在此地 却没有招揽任何一名弟子 有些人甚至亲自拜访 想要废弃修为 改修魔道 但对方依旧不收 只好灰秃秃地离开了 酒宴正在进行 正当这时天杯之上 竟又有一道青年降临 来到天皇新玉 天杯山上又有人来 众人惊到 所有人朝圣地抬头看去 可当看见那一名青年的面容时 不少人目光一宁 那青年十分夺目 并且高傲着 零驾九霄 那是 纪龙宇 上一届天杯第一的纪龙宇 他从天杯山而来 原来他加入了天杯山 在这时 天杯山十六脉的使者 看见纪龙宇也微微皱眉 长丰十分尊重地拱手道 龙宇兄 长丰兄也在此啊 帮我带你的师尊问好 纪龙宇平静一笑 直接让长丰替他问师尊好 可见他的地位似乎比十六名使者更高 他缓缓落在酒宴上 看向纪龙宇 龙宇拜见老祖 好 纪龙宇开心地大笑 纪龙宇绝对是天皇宗万年来第一天才 如今虽只是帝者三级 但却已是天杯山内门弟子 其天赋无双 迟早汇入大军境 龙宇兄归来 可是有事 苍颜古族一名弟子突然问道 纪龙宇看向楚颜也 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天杯之争何时沦落到如此不堪了 尊者八级竟也配站在天杯 简直犹如我天杯山的名号 众人一惊 纪龙宇一出现 直接严楚颜玷污了天杯山名号 天杯十六脉的使者纷纷皱眉 北明皇朝的一名使者皱下眉 开口道 龙宇使者 你有所不知 此子虽境界未达到尊之巅 但战力不弱 以堪比尊者久急 如今在天杯之争上的战绩也十分夺目 更重要的是 他还引了十六天杯共鸣 哦 纪龙宇双眸一宁 忽然有一股威压降临 镇压向楚颜 你实力如此卑微 却能引我十六天杯共鸣 看来你体内藏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楚颜皱眉 脸色变得寒冷起来 随即他看向纪黄吉 纪黄吉始终平静地坐在那 手中端着酒杯 仿佛一切早已预料到了一般 再加上此时出现的纪龙宇 一切似乎已经不言而喻 令楚颜心中冷笑 纪黄吉万年前拉拢众军判出震天军 如今自己出漏锋芒 便想要将自己扼杀在摇篮里吗 不过各位奉劝一句 我山天杯乃是圣物 需要凭真本事参悟 像这种投机取巧之人 也妄想加入我天杯山的任何一门 那样的话 我天杯山在星河之地留下天杯又有何用 只会让一些人浑水摸鱼 我天杯山又如何能在星海之地御统八方 纪龙宇突然发出一道冰冷的声音 听见纪龙宇的话 天杯十六脉心底一沉 随即皆是古怪的看向楚颜 纪龙宇突然出现 直接表明态度 天杯十六脉的人不是傻子 谁人听不出纪龙宇是在针对楚颜 但身为天杯十六脉 他们都要顾及一下对方的身份 楚某斗胆 问各位一句 天杯在此 引天下人来此参悟 可有过任何规矩或是约束 参悟又有什么要求 楚颜突然道 天杯十六脉无一人开口 楚颜看向纪龙宇 既然没有规矩 参悟天杯 得天杯传承 便视为天杯者 然而你一出现便言我投机取巧 你必为在天杯界中又如何得知 只因为我是尊者八级 那你的眼界未免太过不堪了 那若是我言一句 你三年前是投机取巧又如何 可笑 当年本地参悟天杯 全凭个人天赋 十六天杯使者共同见证 同样引了十六块天杯共鸣 被天杯山收入门中 如何是投机取巧 为何不是 你从小生在天皇宗内 享有一方修炼资源 即便天赋再弱 天皇宗凭借资源也能让你快速突破 多一块天杯 难道这样就不算投机取巧吗 你又何曾不是在欺骗天杯山 楚颜冷笑 纪龙宇分明是在针对他 他又何必与对方废话 诡辩 纪龙宇冷道 随即他也不理楚颜 淡淡道 各位天杯者 以我之见 此子心性不佳 不适合入我天杯山 还望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二百三十九集 世人不少都可怜地看向楚颜 当然 也有落井下石的 譬如李家二长老 天妖峰 幽女宫等人 他们都不希望看见楚颜成长起来 诸位 如今可还愿意接纳楚某 楚颜环视一圈 看向天杯山十六位使者 然而天穷上一阵沉默 这一次天杯十六脉的人 果然无人在拉拢楚颜 苍颜古族也是可惜的摇摇头 终是在纪龙宇和楚颜之间 选择了不去触怒纪龙宇 楚某懂了 楚颜发出一声冷笑 点下头 先前拉拢他的天杯十六脉 如今只因为纪龙宇一句话 竟全部沉默 楚颜感受着体内的元气波动 不惊苦笑 还真是现实 一切来得竟如此之快 我摩盗古宗 初衷不改 待你封地 若能踏上我九十九座摩山 你便是我摩盗古宗的弟子 可就在这时 摩盗古宗一人突然开口 朗朗乾坤 以摩阴绕梁 此时却是那般的正义 多谢前辈 楚颜拱手地看向 摩盗古宗一方 心中不免感叹 何为魔 纪龙宇对他的评价不公 世人可见 但碍于对方身份 无疑人说一句公道话 倒是一个魔 途中不改 纪龙宇脸色一沉 冷漠地看向摩盗古宗 摩盗古宗 是想要和我作对吗 你虽为天碑山核心一脉 但我魔道古宗收徒 还轮不到你一个弟子插手 魔道古宗的长老平淡道 巨大的魔区站在那儿 游如一尊巨兽 哼 纪龙宇发出一声冷风 在这时 纪黄吉也是皱下霉 缓缓地站起身 天碑十六脉 本为一脉 何必闹僵 今日寄来我六玉星河 我便说句公道话 天碑之争 争的便是天碑 楚言 你可参悟了魔道天碑 既然如此 你可愿意加入我天皇宗 若是愿意 我可以替你说一句公道话 楚言心中冷笑 拱手道 抱歉 晚辈已有师门 不敢忘记师门之恩 天皇宗 我便不加入了 楚言拒绝了纪军 纪黄吉的脸色 终是不善起来 他冷冷地看向楚言 既然如此不识好歹 那今年天碑之争 我现在便开始宣布排名吧 排名 众人诧异地看向纪黄吉 决战尚未开启 纪黄吉竟要开始定排名 今年排名 诸位有目共睹 十沧松礼物 苍延古族 战力超群 李英排名 天碑第一 虎穷影寿王殿 第二 当之无愧 林道延也无一败计 排名第三 楚言战力也十分不错 排在第四 对他而言 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季黄吉淡淡开口道 动人一阵诧异地看向纪黄吉 楚言第四 实至名归 若是说楚言排在第三 大家或许不会多言 但林道延第三 楚言竟只是第四 论战绩 楚言的战绩绝对比林道延要高 李逍遥就没道 我兄弟楚言与石沧松 虎穷一样 今十二战十二胜 林败计 为何他不入三甲 天碑排名 比较的自当是天碑传承 所以我定下的排名 自当也是根据传承而来 楚言虽无一败计 但他在战台上没有动用过任何天碑传承之力 如何能配得上天碑三甲 纪黄吉淡淡说道 说得十分公平 但听到耳中却很明显 纪黄吉在针对楚言 历届天碑 何是不是比较的战力 以最后一战定夺 如今这一战尚未对决 纪军便言楚言不能入三甲 是否太草率了 三大腰山的一名长老突然淡淡开口 怎么 你在质疑我吗 纪黄吉脸色一沉 军威直接释放 令无数人感到惊骇 三大腰军一名递者长老脸色顿时涨红 喷出一口鲜血去 终是发出一声冷哼 不再多言 古言 你若不服 不妨将你的天碑传承释放出来 让我等看看 若真的强大 这排名可以修改 纪黄吉淡淡道 眼底闪烁着金光 楚言心中冷笑 这才是纪黄吉的心思吗 瞧看自己的传承之力 或者说是盗窃自己的传承之力 展台之上可用一切手段 我既被魔道天碑选择 我便是一名天碑者 为何我一定要是施展传承 即便不用天碑传承 我一样能赢 楚言傲然道 动用邪魔将士吗 他绝对不会 除非他想永世修魔 既然如此 那排名便只能如此 纪黄吉淡淡道 此事没有任何的不公 然而在这时 所有人都看向楚言 楚言注定只能是第四吗 那般光彩的战绩 从天碑开启 便一直表现出强势姿态 但最终却只能被排在第四 天碑十六脉 也无一人开口 至于那魔修 发出一声冷笑 传音对楚言道 既黄吉有意要压制你 不想让你成名 不过一星河之地的天碑排名 只是虚名而已 你也无需计较 他日你若入了我魔道古宗 自当有机会为你证明 听见传音 楚言也知道 所谓天碑 不过是一个虚名 但他不甘心 他还没替米儿报仇 他要让石沧松 只能第二 他要以此 号召震天一脉 李逍遥等人脸色 都极为阴沉 叶巡更是发出一声咆哮 天碑之争 到此结束 既黄吉也不会理会众人 对天碑十六脉之人道 诸位 传你们的命令吧 嗯 苍延古族率先开口 将一枚古令祭出 飞跃到石沧松的身前 沧松 还不快快接下古令 在这时 施家一名长老激动到 踏入苍延古族 入星海修行 那几十年后 他施家 可能就会出现一名 不出世的顶级妖孽 或许石沧松还能够移入大军 等到那时 他施家将无量前途 沧松拜见师门 石沧松双手激动地接过古令 那苍延古族的老者笑道 我在苍延古族等你的到来 说王殿也给虎穷颁发了古令 接着是江家 江天问 领导员加入到了万道门 可在这时 紫雷宗给李逍遥送上古令时 李逍遥却没有抬手 令所有人不由一正 他们发现不光是李逍遥 叶巡 胖子 敏儿 望峰 华之旭 他们六人都没有去接下古令 令几大脉的长老露出不悦之色 逍遥还不快接下古令 李洪威急道 可就在这时 李逍遥突然摇头 我来参加天碑只是一种历练 并未想过要加入任何一座宗门 还望前辈将古令收回吧 嗯 紫雷宗的脸色一寒 露出几分不悦来 他紫雷宗收人 如今竟被拒绝了 我等来此参加天碑 也只是一种历练 至于败入山门 晚辈自认天资不够 是凭借投机取巧 才参悟了天碑 不配加入古宗 叶巡也爽朗道 然而却映射着十六天碑不公 诸位 楚颜皱下眉看向众人 他今日虽遭遇不公 但却不想因此连累众人 胖子在一旁笑道 楚歌 你不用多说了 我们自认天资都不如你 然而十六天碑连你都看不上 我们又何必去贴人家冷屁股 何况我们从尘间一路走来 也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势力 但是今日 我们兄弟还是站在这儿 六玉星河最高的地方 那就算不加入天碑十六脉 时早有一天 我相信你也能带我们走到星海的顶端 楚颜看着众人真挚的样子 心中动容 放肆 天碑几大脉的人脸色都极为难看 但即便如此 一挥手将古令收回 简直不是好歹 既然如此 那你们便不配入我天碑山了 季黄吉也是冷笑连连 如此一幕正是他希望看见的 既然如此 那本届天碑结束 各位 散了吧 明日将刻榜 昭告天下 定三年天碑排名 等等 可就在这时 楚颜突然发出一声嘀吼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他 他还想要做什么 楚颜飞跃向天碑站台上 硕大的站台 他一人站在那 目光冰冷 扫视众人 他背后靠着十六天碑 隐隐地在发光 似乎在为他正言一般 天碑之争 我不服 楚颜突然举起长枪 直视季黄吉 天皇 天碑之争 本就是强弱之争 你言我注定只能第四 也就是说 在你眼中 无须一战 死仓松 苦穷 林道颜皆强于我 即便战 我也必败 季黄吉脸色一寒 六欲星河 多少年没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他冷哼声 哼 是 那若是我能将他们战胜 这天碑之名当如何 楚颜质问道 你说 你能战胜我 石仓松在一旁轻视道 你若能赢这天碑第一 我拱手让给你 一样 苦穷也是冷笑声 在两人看来 楚颜依旧太弱 两人是真的尽力了 十二场大战 可是楚颜却不是 许多人都是认输楚颜的 天碑之争 虚名而已 在此战 犹辱你我 此行我收获已经不小 这天碑之行与我而言结束了 至于虚名 你们争吧 林道颜淡淡道 随即他竟突然将兵刃收起 离开了 但片刻后 林道颜突然转身 看向楚颜 你我迟早会有一战 在我赢你之前 你可别让他人打败了 言吧 林道颜离开了 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但已经无人去关注他了 此时的站台上太过火热 所有人目光都望向楚颜 季黄吉也是皱眉 他发出一声冷哼 你若真能赢 天碑第一 自然是你 望天尊记住这话 李有欲 为我共作证 楚颜点头 有把握吗 李逍遥在一旁 有些没底地问道 对方毕竟是虎穷 石仓松 都是超强的存在 你们为了我 不惜拒绝天碑十六脉 这一战我又怎么能败呢 楚颜双眼充满了战意 随即他手握长枪 是夜巡的铁龙黑枪 指向虎穷与石仓松 还有苏北纪无风 曹渝慕望天 天皇颜 我虽战力不错 但天赋不强 既然如此那最后一战 我便放肆一会儿 看看我是否指配第四 你们一起上吧 此言一出 天碑山上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楚颜 楚颜一人竟要挑战所有人 可以说除了楚颜一批人外 和领导严米尔 楚颜一人挑战了所有的天碑者 他疯了吗 这群人有弱者吗 自当没有 一万人中才生出的十六名天碑 哪一个不是一方天交 即便是慕傲天 曹渝既无风与苏北 先前都败给过楚颜 但依旧无人会质疑他们的战意 然而此时 楚颜要挑战他们所有人 你是在羞辱我吗 石仓松发出一声嘀吼 他被任命为天碑第一 如今楚颜竟让他和其余五名天碑者一起上 你是觉得让我们以多其少 到时战败 你好给自己找借口 以此来抬高自己反驳天皇的决定 简直可笑 你先和我一战吧 为我弟弟的死偿命 虎穹东的一步踏上战台 战台上最想楚颜死的便是虎穹 慕奥天 曹瑜既无风苏北都在台下看着 眼神冰冷 他们都曾败过给楚颜 如今楚颜竟还要挑战他们 让他们更怒 也想要洗刷耻辱 虎穹 三年以前 在尘尖之地 你之名便威慑到我 那一年 你便是天碑者 扬言说 我去古药新玉 必杀我 但古药新玉 我去了 你如今又有何资格在我面前猖狂 虎颜言罢 他化作一尊巨大的金色巨人 他抬起手 天穹上升起一座巨大的重力山 那大山镇压 令战台上都变得无比沉重 大地凹陷 虎穹发出一声低吼 他头顶上 无限一尊虎妖命魂 创造于六品 我知命魂 你见过吗 虎穹冷笑道 此命魂 乃是他天虎族的传承命魂 极为高 令所有人震惊 虎穹 好强 他那命魂已经接近七品了吧 你铸造的也配叫做命魂 楚颜发出一声冷笑 随即他的头顶上突然绽放起一片灿烂光芒 三尊命魂全部祭出 然而他的命魂竟都是一个颜色的 那颜色是那般的璀态 仅仅是瞬间便令虎穹的命魂被埋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尊命魂 七一色七品命魂 在楚颜的头顶上绽放 他手掌托起一座巨大的纵立山 无情地朝着虎穹的天虎镇压 大山落下 天虎咆哮 所有人都惊住了 虎穹被一招镇压住了 楚颜 怎么会如此强大 这才是他的全部实力吗 观众席上 各方霸主的脸色 也是十分难看 穆家 允兴阁 李家二长老 优女工 石家 他们脸色都不好看 他们与楚颜都有仇 可如今楚颜所表现的简直太强大了 在远处 穆家一名弟子心中震撼 他曾在虚迷风内与楚颜碰撞过 但如今楚颜显然更加强大了 至于韩家人 在这时都呆住了 卢志义更是目光迷离 韩旭还曾言 楚颜不可能排名前列 但是现在被生生地打脸 楚颜不禁排名前列 完全是镇压一方 如今连虎穹也败了 楚颜的战绩已经是超越了石仓松 成为在场最光彩夺目的一人 可这样的一人 季黄吉却说他只能第四 他真的只配第四吗 他若是第四 虎穹呢 虎穹可刚被他战败 原来你这么弱 可笑 天皇还高高你 言你虎穹第二 我楚颜只配第四 楚颜冷笑摇头 然而他的话 又何曾不是在打季黄吉的脸 天碑十六脉中 除了魔道古宗 其余十六脉 脸色都不好看起来了 楚颜的表现已经超越他们预料 他们开始以为 即便楚颜影十六天碑顾名 但生于一星河之地 前途未知 但现在看来 是这样的吗 他的天赋 战力 三尊秘魂 似乎都在宣示着他的强大 宣示着他若成长起来 必会成为一方剧情 难怪老祖会如此看重此子 这般战力 即便是魔宗之内 地之下 他也无人能比吧 魔道古宗的使者 暗自赞叹 也庆幸 自己做出的选择 霸主天骄 天卑无双 就你们这般实力 你们也配天骄二字 楚颜愣笑 他的脚步一步步震压 扑的一声 五穷吐血了 他双膝都在颤 他盯着楚颜充满了憎恨 他想不通 自己为何会败 他已是天卑者时 楚颜还不过是黄者 他那般高的俯瞰对方 可现在他败 败得屈辱 第二百四十级 你们以为自己很强 楚颜冷漠地道 在这时石苍松双眼一凝 浑身实化 朝前走来一步 赢了虎穷 看来让你很娇 不过你以为 这样就能赢我 我如今已是尊者九级至级 你尊者八级 根本赢不了我 你怎么知道 我是尊者八级 楚颜突然冷笑 然而下一刻 他的气息狂飙 体内的元气达到一种极致 不光是元气 还是血脉 命魂 肉身 全部都变了 隐约地朝着一个极限冲击去 这气息是尊者九级 观众席上众人猛地站起身 楚颜 尊之颠 原来从一开始 他便是尊者九级 达到尊者八级时 他便服用了破禁单 只是他根本没有动用权力 然而这一刻 虎穷脸色更是阴沉到极致 刚才他与楚颜交手 对方竟压低了一个境界与他一阵 更可恨的是 他战败 你突破了 石层松皱起眉 他能感受到楚颜的力量 正在无限地朝他靠近 似乎已经摸索到了地者的门槛 石层松 我说过 今年天碑 你只配第二 楚颜冻了 他身形狂暴 他手中无剑 但在这一刻 天地间又好似无处不是剑 万剑之阵形成 将石层松 封锁在那站台之地 你伤名的要还 楚颜低吼声 他咚地踏出一步 一拳轰出 石层松变得慌张 他身躯立刻石化 迎上楚颜 呼 两拳碰撞 可就在这时 石层松的拳头顿时撕裂开了 那石化铠甲粉碎 里面有鲜血流出 一阵碰撞 楚颜的状态也不好 但下一刻他法阵转化 回归本尊 张开口 口吐渐气 形成七杀剑绝 直接冲着石层松 封锁了下去 石层松的石化 虽能强化力量 可速度缓慢 他又不如楚颜 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七杀剑绝重伤 推 石层松猛地闪退一步 惊异地看向楚颜 楚颜 楚颜与他上一次交手相比 连续突破两个境界 但现在他竟奈何不了对方了 都说了你们一起上 一个人根本没机会 楚颜藐视道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足够自信 同镜之中无人能敌 即便是石层松 他突破尊者九级以后 也能赢 哼 我便试试你的权力 继无风心中生恨 这一次天悲之行 他是最憋屈的 他本以为自己会是主角 可如今 连前五都没有进去 心底一横 冲上前 斩杀向楚颜 杀鸡 你在找死 楚颜脸色一寒 随即他一扫继无风 接着体内的真我转化 周遭的时间 似乎都慢了下来 他朝前逼近 徒手抓住 纪无风的喉咙 楚颜 你敢 纪黄级愤怒了 军威升空 啪 可在这时 天穷上 忽然又有军威降临了 连续两道军威 猛地飞跃出 直接将纪黄级的力量挡下 在这时 所有人目光一沉 都被那两股军威惊住了 不少观众都是站起身 在这里竟还藏有两名大军 是你 纪黄级扫了一眼 秦子轩 眼神极寒 你认为你能挡住我吗 你杀他容易 但我杀你天皇宗后背 一样容易 他若死 我便让你天皇宗 军之下灭门 秦子轩冰冷地道 随即他一一扫过天碑十五脉 不出十年 你们会为今日的决策而后悔 天碑十五脉之人脸色一沉 他们贵为天碑使者 何时在一星河之地被人威胁过 长风发出一声冷哼 可笑 他即便天赋超人 也只是局限于一星河之地 放眼星海 如他这般的天骄我见多了 死于我手中的也不少 若是有朝一日 他去了星海 我会让他知道他有多弱 你会死在他的手中 秦子轩冷道 长风冷风 也不出声 咔 但在这时 天碑站台上突然出现一声沉重的声音 继无风的喉咙被楚颜生生捏断 死在站台上 所有人都惊住了 楚颜竟真的杀了 继黄吉怒吉 他气息狂勇 杀意大圣 此子 今日必须死 继君 好久不见哪 天穹上又是传来一道可怕的军威 只见一条紫色狂龙 足足有千米长 从云霄中摆尾 突然降临在天碑山上 化作一紫袍老者 在紫袍老者身旁 还站着一名轻衣女子 他安静地站在那 凤眼却始终看向楚颜 仿佛天碑山百万人中 他的眼里只有楚颜 又是君者 是紫龙妖君 众人喉咙都滚动下 此时的天碑山上 君威无限 接连出现三位大君 而如今这一位紫龙妖君 更是众人所熟知的存在 当年十六大君之中 仅次于震天君的存在 即便被继黄吉超越 可他的实力无人质疑 老妖龙 季黄吉死死地盯着紫龙妖君 眼底生起一抹忌惮之色 今日 此子杀了吴风 我必诛他 你要插手 天碑之中争风 本就是充满生死 何况还是纪无风 先斩路杀鸡的 你我都活了几千年 难道连这点还看不透吗 紫龙妖君一阵苦笑 又看向轻一眼 无奈摇头 死丫头 当年震天之绝 我都没与纪黄吉交手 今日可好 这小娃娃出事 你竟非拉我来 这要是让死去的 镇天老头知道 非骂死我不可 轻衣安静地站在一旁 也不说话 纪君 今日你杀不死他 紫龙妖君淡胆道 季黄吉脸色阴冷 紫龙妖君的出现 是他没料到的 若是我强行要杀他呢 你可以试试 整天之后 你我也有万年 没有交过手了 听闻你入了人均巅峰 我今日也放肆一次 请叫一番 紫龙妖君气息骤变 引来八方妖气 背后隐约有一盘卧的 万丈妖龙 成全你 季黄吉冷喝声 随其他踏步入空 九霄顿时都因他的 军威辽动 形成一片片残云 紫龙妖君发出一声龙吟 随其身躯化作紫光冲出 形成一条千丈有余的紫色狂龙 直接迎上季黄吉 君者 凌驾地之上 六玉星河最为至强的存在 君战可以说在六玉星河极为罕见 毕竟修行到他们这种境界 一旦动手波及太大 八方毁灭 所以除非有不共戴天之仇 否则君者是极少碰撞的 但今日在六玉星河发生了 混落 君战开启 必然震惊 祭君祭出命魂 闪烁着黄泉圣光 化作一只遮天大手 无情地朝着紫龙妖君 镇压下去 紫龙妖君也不弱 妖气通天 龙吟咆哮 不断地与那大手碰撞 每一次碰撞 皆是有山河裂开 天悲山都在颤抖 老妖龙 你果然也突破了 季黄吉冷眼地扫过紫龙妖君 那气息是人君之巅 我和你不一样 什么也不多 就是寿命多 活得久了 不知不觉就突破了 紫龙妖君淡淡道 十六大军当中 他是活得最久的 拥有妖龙血脉 让他的寿源本 就是常人几十倍 难怪有把握来此足 不过你认为 我若要强行杀他 你能够拦住吗 我一人自然是拦不住 但你看那面 紫龙妖君 化回人形一笑 季黄吉猛地皱眉 随其一回神 只见秦子轩 正站在他天皇宗的上空 那千米俱垂 宛如一大山一般立在那 季军 我说过 今日你杀不死他 天碑山下 乃为圣地 不如好好观战吧 紫龙妖君笑道 哼 我便看看此子今日狂妄 台上还剩下五位天碑者 他又如何能活 季黄吉冷哼声 随即他化作圣光 回归到天皇宗的一方 天碑站台上 虎妖看向紫龙妖君 心中充满感动 但他也不废话 属于他的战斗 还没结束 你们一起吧 虎妖手持锋利之剑 一扫石沧松 虎琼 曹羽 苏北 木傲天五人 傲然而立 五大天碑者 在这时相聚一眼 接着露出一抹鸣色 虎琼看向石破天 联手 嗯 石沧松重重地点下头 他们一行人 发出声咆哮 五人一同朝着 楚言压迫下去 楚言化身为剑 脚步轻踏 每一步踏出 立刻都有残影飞出 转眼间令战台上 出现千百道残影 这些残影虚实难辨 并且十分妖异 每一道残影都极强 宛如分身一般 正当这时 楚言化作一道真意 脚步突然一探 直接冲入到曹羽的身前 滚下去 他要做什么 众人都是一阵心惊 感受到楚言的压迫 曹羽脸色惊变 他极快闪退 可他的隐心步 终究是神形鬼步 衍生而来 快 如何能够快过楚言 喘息间 楚言追击上他 手掌虚空一震 曹羽扑地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出去 当他在爬起身时 已站在了站台下 再一次败给了楚言 小一个是你 楚言身心一转 朝着沐傲天逼近 沐傲天脸色僵硬 狂腰之血运转 试图去抵抗楚言 可楚言的力量更加狂暴 一寸寸的压迫 宛如一座移动的泰山一般 砰的一声 沐傲天从站台上翻滚下去 短暂片刻 楚言结束两人 目光朝着苏北望去 发出一声冷笑 昔日在天皇宗内 我闭关修炼 只因一点声势惊动了你 你便派人前去驱逐我 你应该很强吧 听说你也是用剑的 即便如此 便用剑来做个了结吧 苏北被天皇宗 誉为剑之君主 剑道无双 然而在这一刻 他盯着楚言 竟连提剑的勇气都没有 你的剑意为何会如此之强 我也修行剑术 自认同辈之中 剑之第一 更参悟剑无牙填碑 可即便得了传承 为何在你的面前 我的剑仍然在颤 苏北周梅问道 你拿的不过是一柄凡剑 你可知何为剑 楚言问道 何为剑 苏北一胜 随即极为自信地道 自当知道 剑者 应临云天下 傲气无双 剑更是万兵之王 有双刃 灵巧 绝杀 一剑封侯 修行剑者 自当有剑意 我虽用凡剑 但我便是最强之剑 土言摇头道 他曾在须弥山剑陵 勿剑三月 三月他化身为剑 如今是他持剑 而他本身就是剑 观千剑而后十气 若我本是剑 你如何与我一战 土言言霸 手中剑起 剑迎天穷万变 皆为剑 苏北猛的一将 他手中的剑 更加颤抖了 他突然自嘲摇头 我自认同被剑到无双 却没料到 今日竟碰到了你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认输 言霸 苏北不顾他人看法 直接弃剑离台 转眼片刻 六位天碑者 站台上只剩下 古琼与石沧松 令无数人 感觉到不真实 整个过程 楚言表现得太过强势 他目光一转 落在虎琼与石沧松的身上 剑迎杀一线 其余三人他可以不杀 但眼前两人 今日必须死 虎琼与石沧松 脸色都僵住了 嘴角抽搐 他们本都那般骄傲 石沧松更是言 今年天碑之争 他要第一 但如今光彩全部被 楚言夺走 杀 古琼与石沧松 发出一声嘀吼 一人化作天火大妖 一人化作石化巨人 冲着楚言 碾压下 楚言面对两人 也不废话 万箭齐飞 迎上两人 每一次碰撞 都识破惊天 忽然天穹伸出一把巨剑来 那剑又近百丈大 忽然释放剑气 将虎琼石沧松 镇压台下 令两人瞳孔皱缩 在剑气下 风都变得冷冽起来 如刀子一样 虎琼熬的发出一声咆哮 浑身剧痛 石沧松的石化铠甲 全部粉碎 剑气划破肌肤 令他浑身血渍 咚的一声 跪在石台上 远处的台上 所有人都被眼前 这一幕给惊住了 楚言太强势了 他不仅赢了 而且赢得十分轻松 达到尊者九级的他 击败石沧松 也是一如反掌 李逍遥等人 在台下都笑 兴奋的道 呵呵呵 这是痛快呀 送 楚言从巨剑中 蜕变而归 落在台上 随即他目光阴冷地 扫过石沧松与虎琼 两人眼底都是一寒 虎琼嘀吼声 你想做什么 天碑站台 生死犹天 可杀人 你们说我要做什么 楚言冰冷地道 妖山门与石家人大惊 石家长老骤然起身 地威释放 楚言 你敢 我尚未插手 地之上谁敢动 秦子萱命令地道 你石家 想灭门吗 石家长老心底一沉 在一位君者面前 他毫无办法 只好放低姿态地道 楚言 今日一事 苍松确实错了 但并未有人丧命 我石家 也愿意道歉 能欺之时便欺 欺不了之时便道歉 天下可有这种好事 楚言可笑地摇摇头 他目光绝绝 下一刻他举起箭 连续挥舞出两箭 虎穷以石沧松 双眸一寒 喉咙处顿时冰凉了起来 两人死了 死在天碑之上 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悬了起来 楚言真的杀了 季黄吉 虎穷 石沧松 全部死在了楚言手中 他这是要乱了六欲 楚言 我腰山门与你不共戴天 腰山门中 一命天火足的长老发出怒吼 在这时楚言冷笑 随即他看向季黄吉 目光是那样的冰冷 你看中的第一 第二都死在我手中 如今这天碑排名当如何 季黄吉脸色冰冷 可却没有办法 今日 楚言所言超越了所有人 即便他不公 再重新定下排名 可人心之中 已有了一个排名 你是第一 季黄吉冷亨声 随即他拂袖 站在天碑山上 昂爽的道 天碑结束 今日刻榜 昭告天下 天碑山上最耀眼的 一块天碑种 在万众瞩目之下 刻下楚言二字 当那两次刻下之时 人心都跟着牵动 胖子 花枝叙等人都笑了 灿烂的笑了 当年在晨间少年十年一战封少年王 如今他又经历三年 蜕变了 成为六语天碑山 天碑第一 痛快呀 胖子兴奋的笑道 跃到站台上去 李逍遥等人 也是全部飞跃上去 站在楚言身边 笑容那般真挚 灿烂 爷爷 他第一了 人群中 夏侯月和灿烂的孝道 夏侯老祖也在一旁 却是一阵苦笑的摇头 这个第一 他拿的恐怕不是时候啊 爷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夏侯月和不解的问道 夏侯老祖摇摇头没说话 却看向六语一方 各方霸主 此时脸色都极为难看 如今的楚言已表现出超凡天资 昔日必会成为一方妖孽 横空出世 但允星阁 木家 石家 天妖风 妖山门 幽女宫 天皇宗 包括四方神 这些人 会让楚言轻易地成长起来吗 第二百四十一集 天碑争夺 三年一度 六语星和万千天骄 齐聚首 地之下 争夺 尊之第一 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身份 然而如今 楚言做到 那六语星河抬起头 便可见的最高山峰上 往后三年 那里都会刻着她的名字 紫燕 穆白在远处都是开心地红了眼睛 穆白 她真的做到了 她 今天好像才二十四岁吧 还那样年轻 是啊 我这当师兄的 真是有一点惭愧 穆白激动地笑着 在这时候 天星宗的几名老者 眼睛都闪烁金光 其中一人对穆白道 穆白 这是天星宗的宗令 从今日起 你便任命宗主吧 以后 都让你那师弟来宗内走走 天星宗主人都震撼 穆白当了宗主 当然 只有老宗主明白 一名天碑第一的韩金亮 若是不陨落 那将来必定会是 扰乱星河之人 妖老在站台下 看着楚言夺目的样子 欣慰地笑道 老爷 看见了吗 少主没有辜负你和夫人啊 他已经隐约有了老爷的风采 站在了六玉星河最高的地方 然指江山 他已经不再用我保护了呀 天碑山上 终是刻下了两个大字 楚言 所有人看着金光灿灿的两个字 心中都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从今日起 楚言之名将名震六玉 如祭龙宇一样璀璨夺目 天碑十六脉的人一直在看着 长风脸色阴冷 一群废物 望仙楼的仙子看向楚言 风采一一 他突然上前一步 娇媚地笑道 楚言 你天资超群 我望仙楼收回先前的话 今日依旧愿意招收你为门中弟子 你若愿意 可以带你身边的朋友一同加入 我望仙楼接会同意 你可愿意 静龙宇在一旁脸色一沉 冷冷地道 黎仙楼 你什么意思 此子杀我天皇宗弟子 难道你想要与我为敌 龙宇使者说笑了 我望仙楼乃是天碑一脉 三年一度 来六玉星和收徒 如今楚言天资超群 我自当要拉拢 至于你们的仇 好像与我无关吧 黎仙儿冷哼声 先前若非记龙宇 他又如何会放弃了这样一位天才 如今心中也是有气 望仙楼 很好 今日你的话我记下 回到通天星海 我会亲自拜访一下望仙楼 记龙宇冷道 随意 黎仙儿不客气地道 看向楚言 小家伙 你如今的处境可不好 你若愿意加入我望仙楼 今日 我望仙楼自会保你 楚言看向黎仙儿拱手 多谢仙子器重 但是 我心依旧 众人一正 楚言又拒绝了 黎仙儿轻点亲手 这次倒是没有任何不悦 只是惋惜的道 可惜了我望仙楼 没能收到你这样一名天教 不过 若是将来有机会到了通天星海 来望仙楼 我依旧愿意接待公子 多谢仙子 楚言平淡道 随即他举目 看向六玉星河的各方霸主 我知道 你们很多人都想杀我 若是有机会 一定会不择手段地碾压我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也一样 狂妄 妖山门一名长老发出嘀吼 在这时 终是按捺不住地站起身 啪 但在这时 子龙妖军手掌一台淡淡道 今日 此子我要带走 谁敢阻拦 便是与我子龙妖军为敌 季黄仙双眼阴寒 他冷冷地看向楚言 小子 你来天碑之争的目的 应该不单纯是为了出名吧 你可还记得 万年前的陈坚 楚言直视季黄吉 没有丝毫的避讳 如今仇恨已经结下 那他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他的目的 你果然是天选之人 决如此 今日我更不会让你离开 季黄吉双眼凶狠 狂风卷动 对着虚空冷道 你们还准备藏着吗 如今他的天选之人 可来寻仇了 季军声音落下 众人都是一正 显然听不懂 季军在对谁说话 可就在这时 远处的云霄搅动 接着有无数的威压将领 笼罩向天碑山上 下一刻在云霄顶关 有一道道身影破空而出 他们的双眸皆是充满了深邃目光 那般的不可一世 好可怕的气息 这群人竟是军者 所有人都震惊了 天穷上至少有七八人 他们的气息竟都是军者 秦子轻撬脸一寒 他冷冷地扫射珠墙 你们确定要这么做 小丫头 此子杀我妖山门弟子 今日没人能够救得了他 妖山门方向有一名妖军淡淡到 体内竟是蕴含着一股强烈的唬响 那是妖山门的军者 天武大军 众人心底一阵吃惊 那便也有军者 忽然又有人到 天碑山上 又有一人发出一声惊叹 只见天妖峰的方向 左军降临 在他身旁还站着一名老者 他的双眸竟如毒蝎一般 是天妖峰的左右双军 今日竟都来了 所有人喉咙都跟着滚动了一下 左军站在那儿 看向楚言的目光略微古怪 即便是今日 他还是无法想象 昔日那个 他挥手便能捏死的小人物 如今竟夺了天碑第一 紫龙妖军脸色也是一尘 他暗叹楚言冲动 不该暴露身份的 如今的局势 已不是他能控制得了 小子 杀我施加天碑 今日你必要陨落此地 施加也来了一名军者 他手掌一握 空气竟都石化 化作一座天碑的山峰 朝楚言镇压下去 楚言脸色一变 膝盖顿时一沉 险些归在地上 楚言 柳青城等人目光一宁 柳青城欲要冲上去 但被胖子给拦住了 嫂子 别冲动 你上去帮不了他 柳青城心在流血 他传出神念 对那一名老者道 前辈 可能帮我救他 难哪 此地只是我一道神念 今日军者诸多 我虽能保下他但那样做 若是他们因此迁怒于你 我分身乏术 许久后 一道声音传来 柳青城近乎绝望 前辈救他 他说死 我绝不毒火 那人发出一声叹息 唉 他虽天赋不错 可对我而言 我只在乎你一人 他之命 轮不到我插手 言罢 那气息似是涌动 朝着九霄之外的云亭扫过 令那神念 都是为之一震 竟是有些毛骨悚然的 看向楚言 他究竟是何人 有何身世 竟能让如此大能 为他护发 小子 今日你活不了 束手就擒吧 六狱各方霸主 为了杀我 竟派出如此之多的君者 还真是看得起我呀 古言发出一声冷笑 看着无数大军 历史还真是惊人的相似 当初他还只是绝尘禁食 在浩天宗被万千大能围杀 然而今日六狱之中 竟又是如此 只是上一次他有蛮荒 这一次谁能救他 此子昔日在尘间杀我四方神弟子无数 今日必须要付出代价 四方神方相 也有无数帝者飞来 其中为首的一人 竟是那般熟悉 赤君灵 赤君灵 昔日尘间 你如丧家之犬 如今你竟还有脸说这话 主言发出一声冷笑 随即他扑得又喷出一口鲜血去 他看向众人 脸色极为嘲笑 天悲之争 本就各安天命 我夺了天悲地 却遭你们私下报复 今日一过 即便我死 你们也注定成为笑柄 所谓天悲之争 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楚言狂傲地说道 天下人只会记住圣者 你死了 会敢言论我等 穆家一名长老冷哼声 秦子轩在这时翘脸寒彻 天到老祖脸色也不好看 今日的局势 已经超过他们的预料 达到一种可怕的地步 秦姨在这时也是突然降临 出现在楚言的身边 楚言看见秦姨苦笑道 你又来守护我了吗 只是今日 似乎是活不了了呀 你不会死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秦姨笃定道 她的体内 竟隐约有青色血光在燃烧 从她背后 浮现出一巨大的青色断桥 那断桥上有着一个和黑色的铁锁 每一个铁锁都充满封印之力 可在这时 秦姨竟然在破解封印 住手 子龙妖君皱眉 手掌一握 化作一道力量镇压下去 将秦姨强行拦住 秦姨凤眼一寒 冷冷地看向子龙妖君 秦姨被阻 无数的军威顿时又降临下来 胖子等人怒了 一个个发出一声嘀吼 冲上战台 站到楚言身旁 李逍遥环视四周 天悲之争 对天下人 你们身为霸主倒是可笑 找了诸多借口 不过就是看不得他人拿了底衣 楚言眼底一寒 今日局势 请子萱 天道老祖也救不了他 他看向身旁的一众兄弟 你们都走 楚哥 多少次一起奋战 这一次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 胖子摇头道 米儿 走 楚言发出一声嘀吼 可米儿红着眼 站在楚言身后 他摇头 不走 逍遥回来 李鸿威在这时急促道 然而李逍遥此时摇头 站在楚言身旁 令他皱眉 对众多大军道 诸位 还望莫要上到我儿 我玄女宗也在 玄女宗一名长老无奈道 楚言心中感动 生死至极 可见真情 随即他抬起头 看向那朝他漫步而来的 一鸣鸣大军 双眸的冷意更浓 今日是他的节 妖军 帮我带他们离开 楚言突然喊道 子龙妖军皱眉 你呢 我自有办法 楚言笃定道 看向周边人 都好好活着 今日的仇 他日让他们百倍偿还 华之旭等人皱眉 可不等他们回神 子龙妖军降临 化作一道紫光 将众人卷走 此地 只剩下楚言一人 待众人离开 楚言抬起头 杀意四起 天皇宗 石家 木家 允心阁 铁妖峰 妖山门 四方神 这仇我记下来了 今日不死 他日我定 亲自偿还 将死之人 还敢口出狂言 赤君灵冷笑道 四方神 树开枝 快乐 楚言猛地看向赤君灵 随即他突然抬起手 手中出现一根神笔 令众人目光一鸣 奇迹空间神兵 拦住他 朱强都发出一声嘀吼 左君在这时凌空踏出一步 随即他手掌一握 化作一掌轰出 秦子轩举起千丈巨锤 猛地迎上左君 天穷上又是一阵剧烈的碰撞 所有人目光都是一鸣 只是片刻间 大地碎裂 楚言在万众瞩目下 极快地挥动手臂 穿梭笔 于空中刻下神文 一道空间之门 在这时以隐约形成 你走得掉吗 季黄吉俯身冲出 化作一道巨大的光幕轰出 可就在这时 楚言发出一声嘀吼 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 金色之芒 天穷之上 竟隐约有一只 太古巨兽降临 猛地迎上季黄吉 令季黄吉脸色大惊 身躯极快地闪会 血脉守护 季黄吉盯着那一道金光 充满震惊 血脉守护 许多人听闻此言 都十分迷茫 不知是何意思 唯有天碑十六脉之人 此时看向楚言的目光 充满震撼 此子竟拥有血脉守护 子雷宗使者 心中起伏不定 血脉守护 乃是一种血脉秘法 唯有超强血脉才会诞生 楚言能够生出血脉守护 他的身世必定极为可怕 他的祖先 也必然是一位 能撼动九霄的人 像这种血脉守护 怕是整个星海 都找不到第二个人来 楚言也是颇为诧异 他知道刚才的力量 便是他的第四血脉 爆发而出 可那力量并不受他控制 似乎是因为刚才 他有危机 那股力量在守护他 你竟拥有这样的血脉守护 看来我猜测的没错 你应该便是楚寒风的后人 既然如此 便不能留你 季黄吉杀意更浓 万年前的一幕 他永远无法忘记 楚寒风降临沉间 一念 诛灭天地 他的血脉至强 若是楚言成长起来 会有多可怕 天道 陪我一同拦住他 秦子宣银牙轻咬的道 天道老祖点下头 随即大步飞出 与季黄吉碰撞 正当这时 一道空间之力 射穿云霄 楚言身前开启一道空间之门 只见一名穆家大军脸色一寒 东地踏出一步 欲要阻拦楚言 可在这时 磨到古宗方向 那一名使者环抱的双臂突然抬起 化作一道巨大魔气轰出 将穆家一名军者震退 穆家军者大怒 磨到古宗 也要插手吗 他如何也算是我 磨到古宗的入门弟子 先前天碑之上 以多欺少便算了 如今竟连军者都站出来 你们还真是不知羞耻 磨到古宗的使者冷道 十家一名军者再次杀出 欲要将楚言斩杀 但在这时 空间之门已经稳固了 所有人目光一致 楚言终时踏入那空间之门内 身影逐渐的淡化 被空间扭曲 离开前 他双眸冰寒地 投向诸多霸主势力 济黄吉 天皇宗 今日之仇 我楚某记下 他日 我再度归来 便是你天皇宗灭门之日 灭门之日 四个字 不断回荡 响彻九天 碰 下一刻那空间之门消失了 楚言也随之离开 至于他去了哪里 却无人知道 但天碑山上却是一阵 死寂沉沉 所有人都是目光错愕 不知如何是好 今日一战 楚言夺了天碑第一 耀眼六玉 然而六玉各方霸主 派出大军为杀 终是没能杀死楚言 最终被楚言一人离开 离开前 楚言放下狠话 扬言要天皇宗灭门 听起来是那般的可笑 可不知为何 此时却无一人能够笑得出来 混蛋 左军发出一声嘶吼 在这时 秦子轩的锯锤终于停下 他凤眼如冰 冷冷地扫过众人 等着吧 不久以后 你们会遭到他的审判 等到那时 六玉之中 你们又有几人能逃 哼 既然他走了又如何 他的妻子还在这里 他杀我后人 今日 我便抓他妻子 逼他现身 他若不出现 我便将此女杀死 暴尸在我腰山门前悬挂 腰山门一名虎军低吼 随即他大手一探 朝着柳青城 逼迫而去 你敢 秦子轩俏脸一寒 他从未有过的愤怒 在他体内 竟隐约也有超凡的血脉燃烧 可正当这时 虚空之中突然探出一只 擒天巨兽 有近千丈高 只是一袭间 虎军扑地喷出一口鲜血 竟被巨兽撕碎 化作漫天的粉尘 一名军者 陨落了 在一刹那间 季黄吉等人脸色顿时一沉 盯着那一只巨兽 阁下是何人 为何要插手 我六欲之事 都滚吧 今日谁敢伤他 我杀谁 老者的虚隐缓缓浮现 站在九霄 凝视着众人 仅仅是一眼 便仿佛令众人 坠落深渊一般 你只是一道神念 若是我等联手 怕是你也挡不下来吧 季黄吉皱眉道 你试试 看我能不能杀你 虚隐瞟了一眼季黄吉 那般不屑 他对六欲之王 季黄吉言 你试试 季黄吉心中一阵不爽 已有多少年了 没人敢这样威胁过他 但他犹豫再三 终是没有踏出那一步 在这时 擎天阁的一名老者 突然站起身 淡淡道 诸位 好自为之 季黄吉站在那儿 他双眼阴冷 但终是没有说话 随即发出一声冷哼 独自一人离开了 结束了呀 今年的天碑之争 可以说是历届以来 最为精彩的一次 也是轰动最大的 军者接连将领 无数霸主 欲要杀楚颜一人而不能 最终还让楚颜一人离开了 可没事了 跟我走吧 紫龙妖君看了一眼轻衣 轻衣凤眼依旧冰冷 令紫龙妖君一阵无奈 这小妮子 还在生我的亲眼 但她根本就不知道 若是我不阻拦她 真让她解开那封印 会招惹来多大的麻烦 等到时候 若是被那群家伙知道心思 估计上天入地 都没人能救那小子了吧 第二百四十二集 夏侯老祖也颇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那地方 那穿梭笔 便是她赠予楚颜的 她淡淡的 鬼祖 天选之日 快要降临了 可夏侯一族 也终于能重现六欲了 天悲十六脉 也是叹息一声 黎仙儿又看了一眼 楚颜离开的地方 惋惜地摇摇头 最终方才起步离开 踏入天碑 直通星海之地 天碑之争结束了 但六欲星河最热闹的话题 依旧是楚颜 被人津津乐道地谈论着 还有最后惨绝的一战 和楚颜的去向 柳卿成和清衣 两个貌美女子 惊艳众生 算是除了楚颜以外 今年天碑第二 大的话题了 许多人都在讨论 柳卿成和清衣 谁更漂亮 不少人想要追求 但奈何两人 都对楚颜情有独钟 让人对楚颜 充满妒忌 然而天碑结束 一些聪明的人 也隐约嗅到了 一丝不平静的味道 这一届天碑之争 发生了太多的事 曾经济黄吉 一人御统八方 称之为六欲星河之罪 无人敢质疑他 但是今年有了 这一日 三大腰山上 清衣独子坐在高峰顶端 喵喵变小 钻进他的怀中去 他目光始终眺望着远方 岂是姐 还在等他 三大腰山的弟子小声说道 去 清衣在一旁呵斥声 走到清衣的身边 他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天皇宗若是敢伤害他 我会踏平天皇宗的 清衣脆生生地说道 目光是那般坚定 真是个好运的家伙啊 清衣发出一阵苦笑 也跟着看向了远方 三个月了 楚言一点消息都没有 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似乎从天碑山离开以后 这个人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三个月 柳青城不知去哪里寻找楚言 便回了陈间 在陈间等待 胖子和华之旭也回了陈间 三年一别 再次回到这里 多少 让人有些感慨 这一天 天皇宗发出一条指令来 拿出一件七级神兵来 在六玉星河通级楚言 楚言所用的穿梭笔 不可能跨越星河 所以季皇级笃定 他一定还在六玉当中 然而此时此地的一片虚空当中 这里是一片镜像世界 有着一名青年盘坐 他穿着白衣 神念一动 天边便都是剑 许久后 他终是睁开眼 宛如云中沉睡的巨折 醒来 露出一抹精锐的光芒 天碑之争结束半年后 半年时间 对天碑之争而言不算短 毕竟天碑之争 三年便是一戒 如今六玉星河又有无数年轻之辈 为了心中所梦开始冲击 准备在下一届的天碑之争上 展露锋芒 然而半年前的一战依旧轰动 六玉星河 几大霸主派出帝者无数 数名大军于天碑山上 欲要杀楚言而不能 最终还是被楚言借神兵离开 因为此事 天皇宗震怒 半年之中 天皇宗发出红花无数 最高一次 甚至以七级神兵为代价 全赏楚言 但自从那一战之后 楚言似乎凭空消失了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在人前 天皇宗内 一片皇朝圣地 天皇圣殿 位于九十九层玄铁台阶上 端入余霄 十分威严 九十九层玄铁台阶 与其说是台阶 不如说是世界 每一层台阶都宛入一座世界 上方建立着穷楼玉宇 苍蹄云楼 时常有仙子怒 美不胜收 圣殿之上代表皇权 至高无上 纪皇级罕见得 没有闭关修行 坐立在万人朝拜的王座上 五看众生 半年可有消息 纪皇级低沉的道 下方一众天皇宗的长老无奈道 回天皇 如今我天皇宗的悬赏 已密布六玉 包括古尘间之地 也始终盯着 可依旧没有发现 楚言的踪迹 所以我等在想 他是否已经离开了六玉星河 去了外界星河 不可能 星河间有星界 即便寻常天地 不借助神舟 也无法轻易跨过 否则必会遭到星界诛灭 他一定还在六玉星河 既皇级冷道 继续找 是 古老等人退下 其实诸多长老都想不通 为何一个楚言会令天皇如此紧张 楚言虽夺了天碑第一 展现出无限潜力 可终究是一个后生 封地以后 天赋能否还保持还难说 即便保持 成长下来又需要多久 地者以后 每一境都难如登天 待楚言成大军 不知又是多少年 然而知道许多年后 楚言一人一剑 穿着白衣踏上天皇宗时 才令古老等人恍然如梦 当然 那还是后话 天碑之争的半年后 六玉星河虽没有了楚言的身影 可关于他的故事 从未停止过 每天都在六玉广为流传 六玉星河每天也都有大事发生 不光天皇宗在悬赏楚言 天妖风 妖山门 幽女宫 允星阁 穆家 池家 六大霸主势力 全部联合情 势必都要楚言一死 可以说这半年中 时常可见霸主势力游走 半年后 胖子与华之婿结伴 悄然地又来到了古妖新域 也因二人 在古妖新域发生了一件大事 夜色降临 天妖风 妖山门的弟子接连遭到猎杀 出现的人都是戴着一个狼头面具 行走在黑夜里 杀了人便离开 没有留下任何足迹 一时间让两大霸主势力的弟子 人心惶惶 终于在某一日 古妖东部发生了一场大战 古妖东部出现一处试炼地内 天妖风与妖山门各派出一百名弟子入试炼地 结果试炼结束 双方弟子竟全部葬送 其中无一人回归 其中还包括一名天妖风的准天卑者 尊者七级 因此天妖风大怒 派出无数强者 劫住胖子和华之婿 大战一触即发 胖子和华之婿如今都是尊久至极 地之下无底 横扫一静 令天妖风损失惨重 最终天妖风发动地者 但几乎同时三大妖山也有人来 有这一名亲衣女子 坐在一只粉色托尔猫腰身上 一人踏空 展现超凡地危 横跨越两个境界 直接斩杀一名天妖风的巅峰人帝 后来三大霸主势力都派出大军来 子龙妖君也强势降临 天妖风妖人 子龙妖君不给 三方根本无法谈拢 最终直接发生军战 夏侯老族也参战 三方都陨落了不少人 最终以惨烈的结局收场 各自退去 但那股阴逸的气息 却从古妖心欲散发出去 这一场风暴 让各方人都嗅到一股不平常的味道 武王心欲 李家与施家也发生战火 江家后来参也参与进来 江天问与李逍遥联手 诛杀了施家庶民天骄 因此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几大霸主 似乎都不在平静 李逍遥回归李家 此次天碑 他一鸣惊人 成为李家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天碑者 自然也得到了家族的重视 有意将其当作李氏接班人来培养 李家的君者老祖都为此出关 调教了李逍遥一个月 一名君者的教导绝对是可怕的 短短一个月便令李逍遥的修为也大为精进 半年 李家升起一道地光 冲天而起 自成地危 引来八方星辰光滑 李逍遥封地 正式踏入到一名地者当中 这一日 李逍遥一人 他独自依靠在一片九陵之地 此时并未因封地而感到太过开心 反而显得十分惆怅 独饮一杯 小妖哥哥 楚哥哥呢 怎么半年他都不来看燕燃 李燕燃坐在一旁嘟着嘴 如今燕燃已经入了冻尘九层了 楚哥哥上次说 我入绝尘境 他就带我去他所在的陈尖门呢 骗子 李逍遥抬手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 眼底也是闪过一抹思念 是啊 这个混蛋消失了 就真的消失了 竟敢不来看我们燕燃丫头 真是该死 等到我下一次见到他 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揍他一顿 帮燕燃丫头出气 小妖哥哥你就吹吧 你又打不过楚哥哥 李燕燃俏皮地笑道 李逍遥面色一黑 瞪了一眼 李燕燃 死丫头 谁说我打不过他 现在你逍遥哥哥可是递者 懂吗 就算他尊者再强 我也一样倒打他 言罢 李逍遥抬起头 眼睛也有些泛红 似乎半年前 惨烈的一幕 重现一般 这个混蛋去了哪 也不说 很多人可都担心你呢 星河之地各地都在弥漫着一层战火 云海星域 玄女宗与幽女宫也不安静 两大女宗隐约有争锋相对之意 以往的试炼之地或是切磋较量 很少会有人陨落 毕竟都是有背景之人 战败和战死不同 一旦战死便会结下死仇 所以往昔的各方都会相互约束弟子 可如今不同 半年时间 幽女宫与玄女宗几次试炼地争锋 都有人死 敏儿率领三十六户使 猎杀幽女宫多人 终于一日 宣兵星被杀 彻底激怒了幽女宫 引发了一场地战 唯一太平的地方 便是轻骨星域了 允星阁与木家非但没有结仇 双方反而更加融洽 隐约有联合之意 然而在六玉陷入混乱之际 一片镜像空间里 有着一名少年始终在盘膝修炼 半年前 楚颜开启空间传送 他离开后 便料到天皇宗殿会通缉他 为此直接开启镜像 所以只要他不想暴露 便无人能够杀他 在镜像之中 这半年 楚颜一直在稳固修为 如今他双眸睁开 透露出一抹精锐之光 尊敬 至极了吗 楚颜轻笑声 小狼在一旁 慵懒地看了一眼楚颜 随即又继续趴着睡了去 你这冷家伙 我修行半年 你竟睡了半年 楚颜白了白眼道 没办法 谁让你是庸才 本狼是天才 你修行半年也才尊者 本狼睡了半年 如今已经封地了 小狼骄傲的道 然后用他的小爪子 又拍了拍楚颜肩膀 装作十分老成的样子 说道 不过你也别气馁 毕竟像本狼这样的天才 世间罕见 你虽不如本狼 但跪在坚持 滚 楚颜美好气地又揍了 小狼一拳 心里也是一阵无语 他拼命休息 还没封地 小狼倒好 竟先一步封地了 楚颜继续休息 内饰体内 那一道金色血脉 还在流淌 宛如一尊沉睡的 太古巨兽一样 很安静地睡着 但却无人怀疑 一旦他苏醒来 必会爆发出 十分可怕的力量 当日天碑山上 季黄吉对我出手 这血脉化作一只巨兽 将我护住 连君者都能阵退 季黄吉说 这是血脉守护 是爹娘在守护我吗 楚颜想到 这一条血脉 是在鼓腰心域觉醒 当日他便感觉 体内有火焰燃烧 十分强大 可惜啊 这血脉 不能为我所用 清儿说过 这是太古血脉 我的力量太弱 无法动用 楚颜可惜地摇摇头 但他也并非 好高物远之人 情若梦 曾让他十年羞忍辱 他的心性 早已非常人可比 转眼又是三个月 楚颜隐约感觉到 自己已经触碰到了 地境门槛了 因为他的血脉 接连突破了 剑脂血脉第三层 力量血脉第三层 速度血脉第三层 要知道 血脉支离第三层 便已是地者的标志了 毕竟每一个境界 都有局限 譬如绝尘境吧 在绝尘境中 是不可能凝聚命魂的 因为资格不够 血脉也一样 不入地者 是不可能融合血脉的 但奇怪的是 楚颜做到了 他很肯定 自己并未封地 因为他还没有引来地威 也没有铸造第四命魂 可他的血脉 却真实地突破了 如今他的建议 已经能融入到天地之中 借天地之力 是因为九天真法吗 楚颜想到 他和寻常人不同 他修行了三个真我 也就是说 他的修行 是寻常人的三倍还多 如今的他 第二真我 第三真我 都达到了尊之巅 血脉皆是入了第三境 不过 没有封地 楚颜并不急 修行意图 速度虽至关重要 但却不代表一切 不然的话 虎穷等人也不会强势 三年不去封地 只为一场天悲之争 但他隐约感觉 自己距离封地快了 地者 那个曾经他仰望的高度 如今距离他已经不远了 算下时间 有半年了呀 只是不知 大家都怎么样了 是时候该出去了呀 楚颜想到 终于他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光芒离开 四方神心欲 此地乃六欲星河最平几之地 天碑之争后 夜寻与望风归来 两人先后宣布闭关 望风的天赋极强 率先封地 在这一日 南方神宫之地 有人前来 赤君陵登入北方神殿 古语坐在大殿之上 看见赤君陵 淡淡道 君陵护法 今日前来可有事 古语前辈 如今六欲混乱 若是霸主之战一旦开启 我四方神 也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公主让我前来通知 商讨一下 我四方神该如何站位 赤君陵拱手道 古语双眸微眯 商讨 君陵贤侄 心中恐怕已经有些想法了吧 回前辈 确实有一些想法 这一届天悲之争 天皇宗定要处言死 当年臣间一世 我四方神损失也是极大 但碍于那秦子轩的存在 搁置多年 如今秦子轩已受到牵制 正是我东方神坛的绝佳时机 不如兵法臣间 夺古皇朝 是君陵朗朗乾坤的道 夺古皇朝 古语老眼一闪金光 臣间古皇朝 曾经震天君一统之地 自然有无数珍宝 但之前一直碍于 秦子轩的存在 四方神才此时不敢动手 但天悲之战以后 秦子轩的行动 也受到约束 无法再轻易行动 是君陵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当年一战 在尘间被我楚师兄 如丧家之犬一般赶走 现在竟还有脸回去 忽然一道嘲讽声响起 望风从一旁走出 是君陵眼底一寒 但还是隐忍下来 如今望风的身份 卑鄙寻常 是一代天悲者 望风师弟 我所做的 都是为了四方神好 为了四方神好 真够虚伪的 怕是你真正的目的 是想要让四方神 帮你报仇吧 不过想来也是 如果我是你的话 现在恐怕 已经坐立不安了吧 我楚歌没死 又是天悲第一 他的天赋在我之上 如今我都封地 他恐怕爷已封地 加上他的战力 杀你是迟早的事 望风冷笑道 啪 是君陵顿时大怒 一股地威朝着望风逼近 他心中也是十分无奈 因为望风说的没错 天悲之时 他再次看见楚言时 便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如今三年过去了 他才突破一径 地者一级 可楚言 却已要追上他了 楚言的名气更可怕 又是天悲第一 让他隐约有些不安 怎么 要打架吗 我陪你 正好刚风季 还没人陪我练手呢 望风气息丝毫不弱 迎上赤君陵 他率性耿直 一直讲楚言当作榜样 师兄 所以早就看赤君陵不爽了 望风 够了 鼓语喝斥声 望风这才退到一旁 随即鼓语看向赤君陵 君陵贤直先离开吧 此事从长计议 动尘间是小 但现在楚言身边 也有不少强者帮助 包括三大腰山的子龙腰君 赤君陵冷哼声 没有说话 终是转身离开 飞 看着赤君陵的背影 望风美好气地骂他 又对鼓语道 师尊 陈间不能动 如今你也看见了楚言师兄的天赋 他如今已经是天碑第一 将来一定是一方人节 三年前你便做错 可不能一错再错下去了 他不是你师兄 古语语气不善道 心中却也是感慨万分 今年天碑之争 他没有到场 但关于楚言的传闻 他却耳闻不止 第二百四十三集 昔日那个在尘间他小瞧的少年 如今已站到了六域最高的地方 甚至古语有一丝后悔 那一日若是换一种选择 那如今的天碑第一人 是否会是他的徒弟呢 但可惜啊 世间没有后悔药 因此古语心中更加担忧 三年前沉间一战 北方神殿虽未参与 但他终究是骗了楚言 楚言若是报复回来 能否饶恕他 师尊 即便如此 难道你不为寻歌考虑吗 他如今可也是一名天碑者 他封地势在必得 将来前途无量 沉间可也是寻歌的故乡啊 你难道还要再伤了寻歌的心 望风不甘心地又道 修行一图 应该往上看 若是他始终顾忌尘尖 不忍之人 也难有成就 这件事你不必再说了 我心中自有断绝 古语道 望风无言只好退下 青谷星域有一片辽阔湖泊 这湖泊有一湖心岛 泊具胜利 此岛名为上苍岛 传闻在湖泊之中 有道传承之意 每年开放一次 天赋卓越者可得到传承 有猿人更是有机会成为上苍岛的弟子 这岛虽不如穆家 允星阁那般强大 可在青谷星域 却是一当之不愧的霸主 甚至有人传闻 上苍岛只是不出事 不然的话 甚至能够与两大霸主势力争锋 至于虚实 也无人知道 今年又是上苍岛开放之日 引来八方弟子前来朝拜 想要入岛 得到传承 在湖外已是一片人海 此时在人海中 有着一名青年藏匿其中 他带着斗篷 背后背着一柄凡剑 给人一种颇具神秘的感觉 上苍岛开启 一炷香的时间 能够抵达上苍岛之人 有机会得到传承 许久后 上苍岛内飞出来一名漂亮的仙子 对着众人娇笑道 不过好心提醒一句 若是不幸因此丧命 我上苍岛该不负责 区区一万平米的湖面 何须一炷香的时间 本尊三秒便能飞过去 有一名强大的天尊妖修狂傲道 随即他脚步一探 化作一巨大的昆棚 便朝湖心岛飞去 但下一刻众人一惊 那妖羞飞出湖面 百米不道 竟突然不受控制 砰地掉入境深入之中 直接丧命 看见这一幕 有人震惊 也有人嘲讽 哼 白痴 一名英俊的青年冷笑声 上苍岛极为圣地 又岂会如此轻易地让你飞过 若是如此容易 每年都有几万人争风 可却只有寥寥几人得到传承 众人恍然大悟 看向英俊青年 兄弟 似乎对这上苍岛很熟悉吗 不知能否告知一二 似乎 乃是上苍若水 青年骄傲的道 上苍若水 没错 传闻说 这湖乃是上苍哭泣眼泪所化 充满悲鸣 飞鸟不过 红毛不服 想要横跨过去 何其之难 莫说是寻常修行者 即便是古老龙族 也无法过去 青年解释道 楚言在一旁听着 不禁地吃惊 世间竟还有这种力量 随即他抬起头 又看向 湖面上飞行的仙子 皱下眉 既然飞鸟不过 红毛不服 为何他能够在上面飞行 传承导仙子 自然是有办法的 青年到 那岂不是说 这传承考验 无人能够通过 倒也不是 传闻说 这上苍若水 乃是上苍之意 若是能让上苍 可怜便能够通过 青年说道 让上苍可怜 楚言一愣 苦笑地摇摇头 这种话他根本不信 这上苍岛 他是一定要去的 那若是上苍不可怜他 他且不是上不去了 楚言抬起头 看向这一片区域 感知扩大 仔细地领悟 许久后 楚言发现 这一片空间当中 竟没有气体 是一片真空的地方 包括那水 其实也并非是真正的水 而是一种幻术 其实前方 便是一个巨大的真空领域 修行意图 王者以后 之所以可以遇空飞行 只是让人的感知力极强 借助空气 但若是真空 自然无法飞行 鸟群也是一样 这也是为何 刚才那一只鲲鹏 会坠落湖底的原因 我懂了 楚言睁开眼 顿时有不少人 诧异地看向他 如今香燃一半 还无一人能通过传承倒 大言不惭 我等皆是青谷大族之后 我等都不敢说懂了 你如何懂 有一魁梧男子冷笑声 这上苍若水 飞鸟不过 红毛不服 乃是上苍之意 除非能让上苍可怜 才能通过 你竟说你懂了 难道你懂 你能懂上苍的心意吗 又有人道 哪里来的什么上苍若水 楚言苦笑摇头 先前那一名英俊青年皱眉 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你质疑我 楚言看了一眼那青年 摇摇头 并非质疑 此地也可以说是为上苍若水 只是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至于上苍根本不存在 也不会有上苍可怜 放肆 那英俊青年 咚地踏出一步 顿时展露出 尊者九级的威慑 你竟敢质疑上苍 我要挑战你 楚言一愣 随即他摇摇头 他只是说出真意 却没料到这群人执念 如此之深 既然如此 他不说便是 独自朝着那湖水走去 藏头漏了 我倒想要看看你的真面容 再看看你有何资格质疑上苍之意 言霸 青年身形窜出 直接朝着楚言的斗篷抓去 嘿嘿嘿 不知死活的小子 周边不少人都露出冷笑之意 似是在等着看楚言出丑一样 楚言脸色一寒 即便背对着他的精神力 已经能感知到 让他也露出几分不悦 抬起手 猛地一念动 天穷上悬浮出一把巨大的剑光 将那青年镇压住 仿佛被万剑封锁一般 这怎么可能 青年惊恐道 他半步地者 若非感悟到地位之人不能参悟天碑 他自认自己都能夺一块天碑 可如今竟被楚言抬手镇压 再靠近 死 楚言冷道 如今的他连石沧松都能杀 尊者九级之中 他不敢说无敌于天下 即便现在的他知道天下太大 有无数星河 星寒 难免有妖孽天才比他更强 但他却敢说自己无敌六欲 楚言进入到湖心之中 只是他没有遇空 而是一步步朝着湖水中走去 看见这一幕令众人一阵愕然 他疯了吗 难道想要徒步走过去 不可能 如上苍若水之人必死 哪怕是沾上一点也要死 青年盯着被湖水淹没的楚言 凶狠地道 可下一刻 他说谋一宁只见湖水的对岸 有着一道身影缓缓走出 站到了船城岛上 还在湖对岸的众人目光一宁 他灯达上苍岛了 船城仙子站在虚空 或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楚言 正当这时 香灰燃静 他咯咯咯一笑 看来今年 我上苍岛只能收一名传承了 诸位 请回吧 上苍岛自此往后一年 不再对外开放 众人都暗叹可惜呀 至于开始的英俊青年 脸色更加僵硬 他那般自信 可最终却成了屈辱 船城仙子落在楚言身前 看来你参悟了上苍之意 我不姓上苍 也不姓命 只姓自己 楚言平静孝道 扫了眼这船城仙子 竟是一名递者 嗯 此地为上苍岛 你既不姓上苍 为何还要来此 仙子簇下眉 仙子难道姓上苍 当然 我上苍岛之所以名为上苍岛 这是上苍留在星域的使者 我看非也罢 若仙子真的信奉上苍 那为何又对外传言 此湖水为上苍弱水 然上苍本该是怜悯天下 可这湖水世人性命十分恶毒 每一年有无数人死在湖水当中 如此信奉 我倒是无法理解 楚言话锋一转 依我看来 如此行为非但不是信奉 反而更像是谢礼 仙子 你又何曾不是与我一样 憎恨上苍 仙子微微一惊 许久后 他俏脸上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 看来今年的传承者 不简单哪 我想要见上苍岛主 楚言直言不讳的道 令仙子微微诧异 摇摇头 岛主不见外人 你既来了此地 前方有传承台 你随意挑选一本传承 便离去吧 你的缘分不够 无资格成为我上苍岛的弟子 言罢 仙子便要转身离开 可在这时 楚言突然道 万年之久 看来上苍岛已真的被上苍同化 再无任何斗志了吗 忘记了仇人在外 贼人不死 仙子脚步猛地一将 回过身 蹦引十分凝重地 看向楚言 你 究竟是何人 楚言 楚言直接道出名字 令那仙子一愣 随即他抬起头 朝着远处的一座 通达九天的天碑 看去 在那里也刻着一个名字 正是楚言 那个人便是我 空间传送后 我来了上苍岛 楚言没有避讳身份 直接承认下来 仙子的俏脸一下 认真情 天碑第一 天碑第一 来他传承岛 所谓何意 他看向楚言 如今天皇宗天下通缉你 清宫两大霸主 更是恨你入骨 你难道不怕来我传承岛 我将你擒拿 若是被穆家 允兴阁知道上苍 乃是震天一脉 恐怕会更加难安吧 楚言并不惧怕得到 仙子脸色顿时一寒 死死地盯着楚言 楚言的话 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 他冷冷地看向楚言 你是如何知道 我上苍岛的身份的 你来我上苍岛 有所为何事 我乃陈坚王 今日来此 替震天君 执掌上苍一脉 复兴我古尘间之光辉 楚言目光凝视对方 上苍仙子脸色微变 他又看了一眼楚言 压低声音地道 你跟我来 不误上苍岛不知 此地竟是一片仙境 充满了紫色的仙物 给人一种缭绕之感 楚言跟随着上苍仙子 来到一座仙灵之中 在仙灵内 有着一名中年女子 即便上了年纪 但依旧风韵时分 修长的眉腿相互交错着 坐在一张石桌面前 楚言来到这儿也不说话 就静静地等着 并且用余光扫过周围 暗叹着上苍岛的意境不错 你说你是陈间之王 要指掌我上苍一脉 许久后 中年女子缓缓地抬起头 凤眼之中竟是闪烁过一道魅光 朝着楚言压迫下来 楚言只感觉周围风景一阵变化 周边竟是仙女缭绕 若是心智不兼者 怕是顿时会迷失自己 没错 楚言平静地道 眼中似是只有女子一般 如何可以证明 中年女子见楚言没有被魅影所迷惑 或为惊讶 问道 楚言神念一动 上空浮现出七把利剑 脚掌一踏 更是有漫天残影飞出 七杀剑术 神行鬼步 你修行了震天传承 中年女子名为上苍媚儿 问道 楚言没有否认地点头 上苍媚再次地问道 你修行了几道 全部传承 楚言直接道 上苍媚儿促眉 哼 大言不惨 镇天传承之难 常人修行一道便是极限 其中更有血印佛法 毕竟敢说你修行了全部传承 镇天前辈 一样能够修行九道 我即为传人 自然也能修行 哼 胆子不小 万年指出一名镇天君 你如何能与镇天君相比 楚言顿时感受到一股压力 但他也不急 张开口 有狮吼龙笑 身形一变 是金刚佛法 霍天一剑 血印操控等九道血脉 接连施展出来 令上苍媚儿玉面变得极为精彩 九道 真的是九道 其实还有一道 只是我不能施展 楚言苦笑 他所言自当是一念诸仙 震天的真意传承 一念诸仙一出 他根本控制不住 恐怕 这上苍岛 都会被摧毁大半 看来你入了古皇朝之地 三年前我唤醒沉间古皇朝 古皇朝的人可还好 上苍媚儿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万年前一战 震天前辈大战三年陨落 拼尽最后一口念力封锁古皇朝 可皇朝之人早已战死 只有贱命前辈和蓄帝等前辈留下一道残魂 但却无法离开皇朝之地 楚言如实地说道 全都死了吗 上苍媚儿有些心痛的叹息声 但她依旧犹豫不定 看向楚言 就算你真的是震天传承 可终究是太弱了一点 即便多了天碑 也只是虚名 如今你又招惹了各方霸主 万年前 我上苍一脉便已受到重创 如今若是在追随你 经受不住第二次打击了 前辈说的是 不过大道始于为魔 何来天生仙魔 今夕我虽然卑微 但又岂会永远卑微 不瞒前辈 我修行至今不过七年时间 如今我是天碑者 若再过七年呢 楚言只是上苍媚儿 没有丝毫的怯懦 反而十分平静 而且前辈 夏侯一脉已经归顺 言罢 楚言取出夏侯祖令 上苍媚儿奉眼更加光彩 楚言 此事太大 我一人恐怕无法做主 我要为我的族人考虑 不如你在我上苍岛建筑上一些日子 我传唤外界游历的祖老回归 一同商讨一番 这是自然 楚言点下头 他也知道 此事非同小可 所以也不会强求 不过就在他要离开时 旁边有一名女子突然冷哼声 哼 媚儿前辈何须考虑 他狂话说得倒是漂亮 还何来天生羡慕 但终究是一个尊者 出何之斗上苍一门为他冒险 恐怕是他以为自己夺了天卑第一 便以为自己举世无双 是不出世的天才了 熟不知天地之大 凭他如何与金龙宇相比 又有一名女子充满爱慕之意地说道 楚言脚步突然一顿 目光一寒 扫过开口那一女子 随即她双眸一闪火光 哼 那女子也是半步递者 但仅仅是一刹那 她玉面惊变 捂住胸口 痛不欲生 扑地喷出一口血去 直接被震飞出去 放肆 在女子身旁 立刻有庶民青年踏出 一个个脸色极为阴寒地 怒视向楚言 此地乃是上仓岛 何时轮到你一个外人撒野了 上仓一脉 即便不归顺 但也应该支持 镇天前辈曾拼死一战 宝下残留己脉 即便不愿跟随 但却崇拜仇家 我身为镇天传人 今日也有资格教训他 楚言冷道 可笑 你说你是镇天传城 便是镇天传城 却无证据 我看你不过是天杯一战 招惹了天皇宗 想要来我上仓岛寻求庇护 像你这样的人简直可笑 一个外人还真是狂啊 在这时 又有一名青年踏出 他来到那女子身旁 将其扶起来 是秦师兄 他回归了 上仓一脉不少人都充满羡慕 上仓情 上仓一脉 尊之一级的第一人 尊之巅的妖孽弟子 甚至在上仓一脉都有人传 他若是参与天杯的话 绝对是天杯榜首 傲视一方 暗于身份 天杯之争我无法参与 不过今日既然碰见了天杯第一 那我也想领教一下 外界传闻天杯之争多难 天骄的埋骨之地 这第一究竟有多高的含金量 上仓情上前一步 手中一转 多出一把锋利之剑 请测教 上仓妹儿看见这一幕 蹦眼一转 犹豫下并未阻拦 似乎也是有意 想要看看楚言的实力 楚言扫了一眼上仓情 可叹的摇摇头 上仓情的实力确实不错 如果比较的话 应该能和曹瑜不相上下 可要知道 今年天杯之争 曹瑜连前五都没有进去 所以在楚言看来 上仓情太弱了 所以楚言直接看上上仓妹儿 淡淡道 前辈 晚辈便在此等候几日 望前辈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晨间如今虽落寞 但终有一日会辉煌如万年前 那时上仓一脉 是否还能在晨间坐落 全在前辈的选择之中 年罢 楚言欲要离开 站住 上仓情脸色一寒 楚言敢无视他 身为上仓一脉的天骄 何时受过这种虚弱 楚言脚步不停继续离开 找死 上仓情脚掌一趟 手中立剑 化作无尽锋芒 朝着楚言的背后斩下 楚言略微皱眉 脚步加快 闪开这一剑 冷冷地看向上仓妹儿 前辈 你若是再不阻拦他 那时我会认为是 上仓一脉要造反了 上仓妹儿促眉 抬起手 晴儿 好了 楚言终究是客 楚言 你也别在意 晴儿只是一时济养 你要是当代天辈第一 想要和你切磋一番 下不为例 楚言留下一道声音 转身离开 看看楚言的背影 上仓情认定 楚言是不敢与他一战 得意地笑道 哼哼 久不出道 原来如今六狱的实力这么弱 天悲第一 怯怒不敢应战 简直可笑 上仓一脉的弟子都发出冷笑 对楚言摇头 外界对天悲之争传得神乎其神 六欲诸强争夺 天悲第一 更是天下无双 但不料 竟是一个如此废物的人 也不奇怪 秦哥哥天赋无双 他若是出任天悲之争 必能染指第一 又有一名女弟子崇拜道 想你这种人 我若是你 便立刻滚离上仓道 根本没脸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更别说妄图要指掌我上仓一脉 上仓情又道 第二百四十四集 楚言的脚步突然一致 回头可笑地看了一眼上仓情 这始至终他都并未动怒 修行久了 这种事也就见多了 若是每一次都动怒 怕是会被气死 井底之蛙 楚言留下一句 彻底离开了 组长 我上仓一脉 忽厘万年 在倾古心域也颇有名气 我完全可以自成一脉 根本没必要再归回镇天一脉 楚言离开 上仓情开口道 上仓妹儿叹息声 自成一脉 何其难呢 都散了吧 上仓妹儿一挥手 坐在长榻上 凤眼不禁有着几分涣散 不知不觉 就万年了呀 你还真是狠心 我知道你没死 可你竟万年 都不曾来看过我 楚言在上仓一脉 暂时住下 这一日 上仓仙儿飞育而来 楚言正在客房中翻看古籍 也想更清楚地了解一下 上仓一脉 上仓仙儿也不打扰他 就在一旁坐下来 安静地看着他 自从天悲之争以后 楚言便发现 个人的力量是局限的 如今的他终究还是太弱 随便一方霸主势力要杀他 都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所以楚言便着手号召 震天一脉 上仓倒 乃是震天一脉执掌 刑法的一脉 拥有上仓血脉 能领悟上仓意便是天意 可以令人口吐真言 射人魂魄 毫不夸张地说 在上仓一脉面前 你的任何罪状都无处遁形 万年前上仓一脉 与夏侯一脉一样残存下来 在倾古心域自居 虽然底蕴还在 但高度不够 甚至还不如夏侯一脉 族中不曾再出现大军人物 秀为最高的一名老祖 才是破地之境 想要复兴 难哪 楚颜和尚鼓急 叹息一声 真是专注啊 突然有一道空灵之音响起 楚颜转身 这才发现早就来此的上仓馅儿 仙子既然来了 为何不叫我 倒是显得我失礼了 无妨 如今上仓一脉 对你的意见一声很大 你倒好 像独自一人躲在这里翻看古籍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上仓馅儿有几分无奈地看向楚颜 不都有仙子帮我挡下了吗 楚颜笑道 这几日上仓情等人时常前来骚扰 不过都被上仓馅儿给拦住了 楚颜 你别怪她们 上仓馅儿停顿下 神色有几分黯然 嗯 楚颜愣了一下 奇怪地看向上仓馅儿 这万年 上仓一脉过得是真不容易 震天陨落 刘玉星河对震天一脉 人人喊打 我们也只能是隐姓埋名 如过街老鼠一样 直到近千年来 震天被人渐渐地淡忘 我们才敢出现在世人面前 可依旧要小心翼翼 戴着面具去生活 生怕有一天暴露了 早来了杀生之祸 上仓馅儿叹道 楚颜微微皱眉 上仓一脉竟如此凄惨吗 但想想也对 下侯一脉尚且有子龙妖君必有 虽不能声张 但至少没有危机 但上仓一脉不同 上仓一脉万年来无依无靠 我知道 很快就不会了 上仓一脉会如万年前一样 是六语最辉煌的一脉 楚颜格外地认真道 希望如此吧 上仓馅儿淡然笑道 不过你这样也不是办法 你既然想要执掌上仓一脉 还是要靠你自己 即便梅儿前辈认可你 但你若不展现出一些自己的本事来 终究是难以服装 毕竟上仓一脉的人都怕了 上仓馅儿叹息道 楚颜双眼闪过一道金光 点点头 似乎是该展露一些实力来看 三日以后 上仓一族有一场足重的小辈的鄙视 见识你可以去观看一番 倒是也可以指点上一番 至少让上仓一族知道 跟随你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上仓馅儿笑道 好 楚颜这一次爽快地答应下了 往后的三日 楚颜一直在修行 如今他三大法身都达到尊之巅 血脉踏入第三境融合之中 距离封地也仅有一步之遥 所以他想要再巩固一下自身 抓紧封地 毕竟地者在六玉星河才具备自保的能力 尊者终究是太弱了一些 这一日 楚颜内室体内 神念出现在丹田里 仰起头看向九层高的悬塔 古塔再一次地踏入到玄天古塔之内 九层玄塔共有九层 如今楚颜已开启六层 第七层的话 要达到地者才能踏入其中 所以楚颜并未去尝试 而是在前六层仔细地搜索着 九天玄天塔 曾溺了万古神物 它本身似乎也是一件神物 只是不知 这玄天塔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楚颜想到 他早就知道 九层玄天塔也有一股力 当初他强行破开一层 力量直接爆发 斩杀鸾海星 但自那以后 九天玄塔 再没有借助过任何力量给他 让他也是十分苦恼 若是能够再找寻到一些神物 或也许 或许会好一点 楚颜在心中想着 神物之微能 虽属于外力 但却十分强大 靠天塔便是一个例子 他才只排名五千 楚颜想着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第六层上 在这里 他看到了一种十分神奇的画面 只见远处有着一张巨大的壁画 那壁画上竟有两只凶残巨魔 这两大凶魔 一名为遮天 另外一只为吞天 两人乃是速敌 皆是执掌一片虚空 发生出一片极为可怕的力量 疯狂的交锋 转眼间那壁画快速地转化着 转眼间几万年的时间过去 两尊薰魔交手几万次 每一次都极为震撼 并不少星辰都跟着陨落 楚颜盯着那虚空 竟不知不觉地 进入到一种异常状态 他感觉自己重新活了一世一样 那一世 他生在一平凡的家庭中 他依旧崇尚舞蹈 很年轻的时候 他便成为小镇上的第一天才 受万人敬仰 之后他外出游历 结交了一名貌美女子 那女子也叫做柳卿成 只是这一世 柳卿成生在富贵家中 两人相爱 奈何家族不允许柳卿成和楚颜在一起 两人私下逃婚 但正是因此 楚颜的小镇遭到了屠杀 柳卿成后来也为了救他死了 他还认识了很多兄弟 叶巡 李逍遥等人 可这些人都因为他死了 最后他近乎疯狂 发疯一般的咆哮 他入魔了 化身魔道 杀尽天下人 成为万魔至尊 但他所在乎的人都没了 直到他走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他趴在一座山峰上 随便呼应一声 万魔附和 但他却那般的孤寂 他修行成魔王 但他所有在乎的人都死了 这一条习武之路太过痛苦 付出的代价也太过惨重 他痛不欲生 他惊醒过来 大汗淋漓 呼吸急促着 眼眸泛红 发出一声声的嘶吼 原来 这是个梦吗 楚言即便醒来 那一切还是那般的真实 仿佛亲身经历过一样 让他感觉到十分的不安 如果我不能变强 便会如那一世一样 我保护不了我在乎的人 只能看着他们 一个个为我而死 楚言独自想到 心底十分的压抑 修行一事 为了谁 若不能为心中所愿 不能保护所爱之人 我又何必休息 楚言体内的血液 在这一刻竟沸腾起来了 那金色的血 宛如烛火一般在燃烧 忽然 楚言的体内爆发出一股极强之力 微能冲天 几乎是一刹那 他的金色血脉灌入丹田 那血脉竟觉醒了 楚言内是体内的金色烛火 这是他第一次 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一股力量 那是一只宛如太古的巨兽 他正在一点点地苏醒 楚言的九天悬堂 也发出一声声鸣叫 似乎在为这一刻而感到兴奋 这便是跌流给我的力量吗 楚言惊喜万分 在这一刻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虽然还没踏足地境 但却已无限地接近地者了 甚至他产生了一丝丝 属于自己的地危 楚言站起身 随之他朝着门外走去 算一下时间 三日之期 似乎也已经到了呀 上苍岛的中央 这里有着一座巨大的演武场 可以轻松地容纳下上千人 上苍一脉 因为不能暴露身份 所以很少与外人切磋 为此每年都会有一次族中鄙视 今日便是族中鄙视之日 清晨一早 上苍一族的弟子便来到此地 一个个地跃跃欲试 十分兴奋 楚言随着上苍兴儿来到此地 只见远处有一名小男孩走过来 十三四岁的样子 抬起头看向楚言 你便是楚言 上苍兴儿微微醋眉 闻石 不可无礼 喊楚言哥哥 不喊 兴儿姐姐 你别和他在一起 秦哥说了他是坏人 你可千万别让他给骗了 他要是欺负你 你和丸石说 丸石帮你报仇 上苍丸石言霸 又冲楚言挥了挥拳头 楚言皱眉 上苍情说了什么 秦哥说 他知你是天卑第一 请教你 但你知道他实力可怕 不敢与他一战 还依靠梅儿前辈镇压他 说他是井底之蛙 上官丸石只是一个孩子 口无遮掩 说话时也恶狠狠地瞪向楚言 人言可畏 楚言摇摇头 随即他神念一扫而过 上苍丸石 十三岁决尘境的实力 已经很不错 淡淡道 你的修行之路还远 修行意图真假难辨 即便是你耳闻 或是亲眼见到的事 也不一定是真的 如今你命体九星 应该将精力放在 铸造命魂上 铸造出强大的命魂来 知道了吗 你的命魂是什么 上苍丸石问道 一会儿你便会知道 楚言淡淡一笑 随即抬头望去 因为他感受到 一股冰凉的目光 正在凝视向他 没想到你竟还有脸 在我上苍一脉 上官情冰冷的道 上苍一脉虽万年不出 卧心尝胆 忍辱负重 但我以为 至少骨气和自尊还在 却没料到 竟伸出你这样一个 不知羞耻之人 楚言言霸 他突然一步 跃到站台上 你不是要挑战我吗 今日正是上苍一脉的足笔 我给你一次机会 楚言 神色虽之一立 滚上来 盐舞厂附近 这一幕顿时吸引来 无数目光 所有人都是一正 一些弟子都露出浅浅的笑意来 有意思了 上苍完石 在台下也十分激动 他一直很崇拜上苍情的 但刚才 楚言的话 也让他 若有所思 所以他也想看看 楚言的命魂是什么 哼 那楚言 还真会自取其辱 先前被楚言 重伤的女子 冷哼声 上苍仙儿 在下方淡淡一笑 他看向楚言 也是充满好奇 他从未见过 楚言出手 这个少年似乎始终都很平静 波澜不惊 但他的实力 真的会弱吗 今日我便让你知道 我上苍一脉 即便脱离震天 依旧强大 根本不需要你来执张 上苍情冷哼声 随即他拂袖飞扬 飞跃到站台上 而几乎是一瞬间 他背后生出一双紫色的眼眸来 那眼眸如上苍之眼 凝视楚言 顿时令楚言周围产生幻境 宛如陷入到了一片深渊之中 这便是我的命魂 最高级别的上苍之谋 你如何能破 上苍情得意地笑道 台下一些弟子也纷纷欢呼 情歌的上苍之谋是无品命魂 修炼大成 能令人陷入幻境 无法自拔 最终在幻境中痛苦 我死亡 楚言站在台上 他四周立刻变成了一片深渊火海 那种痛苦 仿佛火焰在灼烧灵魂一般 但许久后 楚言可笑地摇摇头 他刚才经历了大梦一世 在那世界中 他入魔杀尽天下人 眼前的这一幻境和那大梦比起太弱了 这便是你的底气 楚言叹牺牲 随即他双眸一闪金光 眼眸内竟有一丝金色之光 只见那幻境深渊 土崩瓦解 化作废墟 什么 上苍情刚欲上前 身躯顿时僵在原地 躲 楚言覆手而立 踏出一步 紧紧一步 他腰间的凡剑出鞘 立刻形成弥天剑意 剑影 楚言大声吐出 斩天剑的巨大命魂之光 如真龙咆哮 随即漫天剑光 直接笼罩在整个站台上 你 染指天杯第一 楚言可叹地摇头 接连踏出树步 随即只见上苍其目光瞪大 他只感觉浑身的肌肤刺痛 衣衫全部被剑影粉碎了 神弱 楚言冷哼声 随即他手掌拍出 一掌将上苍情震下擂台 接着他看向上苍情 昔日你言语羞辱我 我不与你计较 你非但不吸取教训 还造谣玷污名声 今日 一看 你简直弱得可怜 如你这般 也想要染指天杯 怎么可能 上苍情倒在地上 他脸色窘迫 十分地难看 站台外的小辈 所有人都看呆了 还有先前羞辱楚言的女子 此时更是被生生地打脸 上苍完时在一旁看着 眼眸炙热 他只感觉 自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尊者怎么能这么强 万时 你还要好好地修行 修行这一途永无止境 记住 莫要清醒他人之眼 知道了吗 上苍心儿也是充满震惊的苦笑声 随即他眼底升起一抹金光 似乎看见了未来 我杀了你 上苍情在这时爬起身 他怒急 手中的剑突然爆射出去 楚言神色一寒 他已饶了上苍情一命 可对方依旧求死 他抬手间 斩天剑化作千丈有余 无情便朝着上苍情 镇压下去 那一刻 上苍情的剑顿时折断 接连吐血 砰的一声撞飞出去 贼子 你好放肆 远处飞出一名地者长老 他看见上苍情倒在地上 冷冰冰地扫尸向楚言 即是挑战 你赢了便是赢了 但你如今竟敢下杀手 如你这般 即便夺了天杯第一 星星不佳 也不配指掌我上苍一脉 然而楚言站在那 十分平静地 看向这一名长老 你是谁 上苍云龙 上苍一脉的长老 长老淡淡开口 递者一级 他还有一层身份 便是上苍情的父亲 随即他抬头 看向上苍妹 家主 此子星星不佳 依我之见 应该直接驱逐我上苍岛 永不配 踏入我岛 至于执掌一事 更是妄想 上苍妹儿始终未言 在一旁看着 刚才的一幕 他也颇为心惊 暗叹不愧是天杯第一 对于上苍云龙的话 楚言无奈摇头 随即他也不废话 手掌突然间抬起 下一刻只见 上苍岛上升起三道光滑 极为明亮 是那般的璀璨夺目 直接吸引去了 所有人的目光 好 好可怕的命魂 上苍一脉之人 皆是震惊 上苍妹儿更是凤眼一瞪 那三尊命魂分别是六品 七品 如此可怕的命魂 即便是他 也是第一次见到 上苍琴要杀我 使你便在一旁 不出手阻拦 我出手反击 倒成了我要下杀手 我且问你 我若要杀他 你以为你能救下他吗 我言他是井底之蛙 错了吗 楚言冷哼声 随即他转身离去 不给上苍 云龙废话的机会 至于上苍一脉 在这一刻都惊住了 一个个的双眸瞪大 那命魂未免也太可怕了 上苍仙儿更是神色精彩 随即他飞跃起身 看向上苍云龙一眼 上苍云龙 你可看见了他的天赋 如他这般 你还妄言他不可能 复兴沉间吗 至于上苍琴 楚言若非手下刘婷 你以为凭你又能救下他 一时间 众人都在猜想 若是楚言真的要杀上苍琴 那上苍云龙又能否将其救下 那可怕的命魂组合 恐怕只凭借一击 便能斩杀上苍琴吧 突然间 不少人又想起三日前的一幕 楚言不敢站 今日之事 到此为止 上苍梅儿盯着那三尊命魂 奉言闪烁过一抹光滑 随即他突然离开 前往上苍岛的一处 十分隐秘之地前去 令所有人都不禁地微微吃惊 这一路上 上苍梅儿速度极快 步履蹒跚 最终来到一片雷池之地 此处自生雷光 雷龙滔天 上苍境地 外人不可入 雷池内突然升起一道狂龙 我要见老祖 上苍梅儿声音急促道 老祖正在闭关 我要要解释 关于震天天选 上苍梅儿认真道 那雷龙方才微微一宁 目光中闪过一抹凝色 进来 上苍梅儿直接踏入雷池 只见在雷池之内 有着一股息老者盘息而坐 他常年影天雷入体 浑身被八方雷光缠绕着 震天一脉有后人了 老祖 此事非比寻常 弟子所凝聚三尊命魂 皆是来自于六品以上 第三命魂便是七品圣命魂 又是当代天威第一 如今 震天后人 已经展露出风台了 上苍梅儿激动的道 好啊好啊 上苍一脉终于有归属了 没有冒犯了那小家伙吧 雷霆中的老人停止修行 上苍梅儿不禁一阵苦笑 然而看见她的样子 老者眉头一横 随即当她知道一切以后 发出一道冷亨 直接破空而出 从这雷洞里离开 朝着楚言所在的地方 赶了过去 至于此时的楚言 心中已是充满失望之色 上苍一脉 虽是震天一脉 但并非她一定要指掌的 既然对方不愿意 那她离开便是 正如她所言一般 只是将来若晨间真的复兴 上苍一脉 便会彻底从古晨间之上除名 昔日 古皇朝内的上苍大殿 也将不复存在了 第245集 楚言决心离开 去寻找下一个传承之地 但这一日突然有雷光漫天 笼罩在云霄 前辈既然来了 为何不现身 楚言抬起头 看向那滚滚的雷云 小家伙 很不错 老者飞出 降临在此 随即他看向楚言 露出一抹精锐的光芒 王选择的人 果然没错 天碑山上 已经刻下你的名字了 前辈谬赞了 楚言笑道 那老者 倒也十分和蔼 小子 无需一句前辈前辈的喊 我名上苍道统 执掌震天刑法 你既为上苍一脉的天选 若是不嫌弃 不妨喊我一声道统爷爷吧 那晚辈便拖大一次 道统爷爷 楚言笑道 上苍道统也满意地点头 夏侯老头 你已经见过了 夏侯一脉 一直在为震天守护传承 如今夏侯祖令 已传到我手 楚言并未隐瞒地 将夏侯祖令取出 看着夏侯祖令 上苍道统兴奋地笑 好好好啊 我听闻那家伙 引入了军界 没有辱没了震天一脉 倒是我 万年前的一战受伤 这万年来只能靠雷池续命 万年来也终是没能踏入那一层的门槛 丢了震天的人呢 夏侯爷爷 又何须妄自斐伯 万年之余 震天一脉 还能存活 已是万幸 如今您也是破地巅峰之境 入军只是迟早的事 楚言平静笑道 入不入军 其实我早已看淡 唯一放不下的 便是我上苍一脉的傲气 当年跟随震天执掌刑法 我上苍一脉 何等风光 可是如今 却沦落到要隐形埋没的狗活 不过 今日见到你我放心了 震天一脉 后继有人了 言霸 上苍道统取出一枚古日 交给楚言 然而 此例你拿着 记住 我上苍一脉 从未胆怯过 也从未惧怕过 我们的骨气 尊严 依旧还在 一直在等待 从今日起 上苍一脉 便交与你来接管了 楚言一笑 这倒是柳暗花明 本来他都已欲要离开 却不料 莫名便掌握了上苍一脉 但为此他也没有拒绝 接过上苍的刑法令 点下头 前辈放心 古皇朝 终会复兴 好啊 上苍道统 朗爽的大笑 接着他老眼闪过一抹金光 突然对楚言问道 小子 你还没有封地 不瞒前辈 我血脉已全部入了第三境 但迟迟还无法封地 不知是差在了哪一步 楚言一阵苦笑 转眼天杯之争 一年结束 天杯上的众人都已崩地 可他还迟迟没有 倒让他有一丝无奈 跟我来 上苍道统神秘一笑 随即他带着楚言来到那一雷池之地 看着狂暴雷池 楚言心头一阵吃惊 好可怕的雷霆之力 嗯 此雷池乃天地自成 因万千天结在此 算是一处极为奇妙的修行之地 若是能够在其中坚持一天 能够感悟雷厉 若是能够坚持三天 便能够执掌雷霆 若是能够在其中待满七日 更能够修成雷神之躯 如今你正是尊者 若是能修成雷霆之躯 对你也是一种造化 上苍道统在一旁笑道 楚言微微一正 这雷池竟还有这种妙用 但既然是对修行有妙用的 楚言自然是不会拒绝 那我试试 嗯 上苍道统点下头 随即竟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来 不知为何 令楚言总是有几分不好的预感 但犹豫一番 楚言还是踏入进雷池当中 嘿嘿嘿 臭小子 好好感悟吧 上苍道统得意地笑道 在这时 上苍妹儿来到一旁 愣了一下 你让他进了雷池圣地 是啊 上苍道统点下头 上苍妹儿玉面一黑 真是胡闹 雷池圣地 即便是地者入其中 也不一定能够活着走出来 他如今才尊者 你便让他进入 若是他出事 那几位为镇天死守传承之人 非要将这上苍道给掀翻了不可 没事 你放心吧 若是连这一点难度都做不到 还有如何值得我们追随 镇天王不会看错人的 上苍道统完事 不空地笑道 令上苍妹儿一阵无语 干脆不再说话了 楚言入了雷池圣地 这一消息顿时在上苍一脉 传开了 上苍情更加愤怒 他因此还找到上官婉儿 质问道 前辈 为何他一个外人 有资格踏入上苍圣地 上苍妹儿看向上苍情 失望地摇头 上次一战 本以为能让他有所收敛 却没料到反而更加过分 上苍情 你难道还不懂吗 他的天赋 实力都是罕见的 上苍一脉追随他 才智正当 以后千万莫要再招惹他 上苍婉儿叹息道 如今您也正式破关档口 您应该把时间放在修行上 而并非是嫉妒他人 不然 又如何能够有所成就 上苍情眼底一寒 但他终是没有多言 转身离开 关于楚言 入了雷池圣地 所有人都极为关心 不少小辈都前来为官 你们猜他能在里面待多久 有一名小弟子问道 上苍完识道 楚言歌天赋无双 三尊命魂都那么强 肯定能练成雷神之躯 你是说 他能在里面待上七日 这不可能 我爹说了 尊之敬 只要能在里面待上三天 便是超然 咱们一族万年来 也只有上苍 仙儿姐姐 在尊者时 在里面待上了三日 难道他会比 上苍仙儿姐姐还厉害 有人不服气地说道 让我看看 你的极限 究竟有多少 一时间 议论声不断 上苍仙儿 也时常来此 看着雷池里的楚言 奄然一笑 轻骨心域的 一片辉煌星宫 宛如一条星辰巨龙 所有修行者 路过此地 皆会对此 进行朝拜 展露出 羡慕之意 星宫上空 有着一块 巨大的金匾 刻着 允星阁 三个大字 允星阁 星陨 大军 传承势力 历经万年时间的演变 如今 强者如今 在 轻骨心域之中 多少人 梦寐以求 加入的地方 星宫之下 是一条星河长廊 通达八方 也是星宫的入口 彰显着星宫的威严 与不可侵犯 这一日 上苍芹来到长廊前 他愁愁许久 终是犹豫下 朝前走去 来者何人 允星阁圣地 不准靠前 这人刚上前 立刻有无数守卫 上前将其阻拦下来 我有重要消息 禀告 允星阁 关系到今年天杯者 第一楚言 还望通报一下 上苍芹心虚的道 他是上苍一脉 他也很惧怕允星阁 守卫双眸一闪金光 你等一下 其中一名守卫 对上苍芹说道 随即便踏入境 兴攻圣地 片刻后 他便再次归来 你跟我来 上苍芹点下头 急忙跟上守卫 随即来到一座 星辰宫阁之中 这里全部是 金石玉器 中央站着一名 允星阁的长老 若巴 你来我允星阁何事 回前辈 我知道允星阁 一直在通缉主言 我可以帮你们找到他 上苍芹恭敬地道 允星阁长老双眸一闪金光 死死地盯着上苍芹 此话当真 此地是允星阁 你应该知道 如果你敢欺骗我的话 会是什么后果 晚辈不敢 晚辈所言 句句属实 只要前辈愿意 晚辈 现在便可以将他的消息奉上 上苍芹停顿下又说道 只是晚辈有一个请求 说 我想要加入允星阁 成为准天碑者 下一届为允星阁夺一块天碑 上苍芹道 因为楚言是天碑第一 言他也配燃指天碑 让他动怒 所以他也想参加天碑之争 老者扫了一眼上苍芹 竟是冷灭 你的实力还配不上准天碑三个字 不过 你提供的消息若是属实 我可以答应你 让你败入允星阁内 接下来三年 你能成长多少 便看你自己了 上苍芹一捏拳 他又一次被人嘲笑了 但他却不敢造次 只好点下头道 那便多谢前辈了 晚辈一定不负众望 现在说吧 楚言在什么地方 回前辈 楚言便在我族中上苍道 上苍芹没有隐瞒的道 直接将消息说出 那老人眼底一寒 闪过一抹浓浓的杀鸡 这老者名为陈离虎 他还有一个身份 便是沐风的师父 这一年中 他一直在寻找楚言的下落 但是很可惜 他都没有找到 如今终于找到 他自当不会再放过楚言 你可以回去了 若是消息属实 你以后便是我的弟子 陈离虎一挥手 但上苍芹离开以后 他的杀意更浓了 随即立刻赶去上层新宫 准备将这消息释放出去 楚言 这一次你必死无疑 等到时候我看你还如何猖狂 上苍芹离开允兴阁 猙獰的响道 转眼间 楚言已在雷池之地修行三日 正如上苍道统所言 这雷池之地 因天地雷结 每一道雷结都极强 击中在身上 令楚言感觉到浑身剧痛 但同样也有很强烈的妙用 第一天 楚言便感觉体内生出一丝雷厉来 如今三日时间 他更能够操控雷霆 并且雷电击中体内 更是贯穿他的丹田 血脉 自知百孩 让他的感知力更胜一层 雷霆之力果然厉害 有着绝对的速度 又能麻痹对方 攻防兼备 如今我只是掌握了雷霆之力 若是能够修成雷神之躯 会有多强 楚言不禁想到 又继续闭关 只是他还不知 一场隐藏的风暴 正朝他靠近 而他所在的地方 正是风暴中心 上苍一脉 雷池圣地 自楚言入圣地以后 雷霆万钧 化作无数条狂龙陨落 发出一声声 噼里啪啦的声音杂响 在雷池外 每日都有少男少女前来观摩 看着一条条雷龙灌入楚言体内 众人都在猜测 楚言会在哪一条雷龙的力量下被击倒 但可惜呀 一如既往 楚言还在坚持 上苍完食一直在 他双眼泛着金光地盯着楚言 心中莫属着 五天了 他坚持的时间 比仙儿姐姐还要更久 上苍仙儿每一日都会来此观看 看见楚言的强大 露出一抹笑意 姐姐 你说楚哥哥他能够坚持七日吗 练成雷神之躯吗 上苍完食问道 一定会的 上苍心儿灿烂地笑道 随即他看向楚言俊俏的面旁 脸颊有一点发热 雷神洗礼 又变俊了呢 虚张声势 雷池圣地 即便是帝者 入其中都无法练成雷神之躯 他区区一个尊者 又如何能够成功 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上苍仙儿不悦地望去 见上苍情出现在这儿 恶毒地探向楚言 上苍情 组长前辈的话 看来你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啊 楚言天赋强大 如今又是我上苍一脉的掌舵着 我们应该为他变强而感到高兴才是 你战败 应该吸取教训 更加努力地修行 而并非是在这里嘲笑他人 如你这般 无法接受失败 即便修为强大 将来又如何能够走得远 上苍仙儿冷哼声 笑了 上苍仙儿 你还真以为自己崩地 便是我的长辈了 何时轮到你来教训我呢 上苍情看向上苍仙儿 随即他冷笑声 倒是你 是看见他指掌上苍一脉 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贴上去了吗 你姿色不错 若是倒贴的话 他说不定会看上你 上苍仙儿奉言闪烁怒意 发出一声冷喷 哼 不知所谓 上苍情也不解释 恶毒地看向楚言 自从战败以后 他在上苍一脉的地位便不同了 他一直认为 这一切都是拜楚言所赐 楚言 我看你还能蹦多久 马上就是你的死期 上苍情心中争鸣的道 雷池之日第七天 楚言共隐落九千余道雷龙 怪入体内 令他肌肤涨红 这一日楚言元神出现在丹田当中 原本荒诞的元气海洋中 在这时境浮现出一条盘曲的雷龙 不时发出一声咆哮 这雷池果然霸道 竟能强行引天雷之力入体 多亏我修行了不少炼体功法 还有金刚佛法的伯怒金刚之躯 不然根本承受不住这天雷轰击 楚言想到 这一次雷池之中 他的收获非常丰富 七日时间 他对雷力的感知更强了 雷霆之力长天地神速 攻击力也是极强 又能够麻痹对方 若是在生死战中 出其不意地用出雷力 绝对能够达到一种可怕的地步 只是我没有雷霆血脉 倒是有些可惜啊 楚言叹息一声 心想着 若早知如此 当初第三针我的一道血脉 便领悟雷霆好了 毕竟第三针我是纯粹的速度 雷霆之力 也是一种速度的加持 不过 我虽没有雷霆血脉 但若是能够将其融入到 我的剑意血脉之中 我的剑会有多快 剑者轻巧灵动 凌云天下 初剑快 剑者自然强 楚言想到这儿 忽然兴奋起来 他甚至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血脉之力既然能够融合 那神通武技 又为何不能 包括命魂 若是这些力量 剑能够融合在一起 会有多强 譬如楚言的镜像命魂 能够开辟一镜像世界 那若是融入这雷霆之力 他是否能够创造一个如这雷池一般的天雷世界 等到时候 他在那个世界里执掌天雷 将人拉入自身世界里 以万千天雷直接轰杀 谁能够挡下这种可怕的攻击 第三密魂是火纹石盘 可以用来刻录火纹 若是他将以雷霆之力刻画 那么所展现出的火纹阵 会有多大杀伤力 楚言想想便觉得兴奋 他开始着手尝试 先是创造出一片自身世界 在这世界里 他为造物之主 他挥手间 要天地间有狂雷出 立刻形成万千的雷龙 他一念动 雷霆沙发而出 那一片世界都在颤 楚言兴奋起来 他独自一人 宛如云中大棚 腾空而起 在这属于他的一片世界里 疯狂悲动 这种状态 不知持续了多久 这一日 上苍一脉不少人抬起头 朝着九霄天空望去 只见上苍岛上 原本还晴空万里 可突然变得黑云压成了 在黑云之中时 时常可见一条盘旋的虚影 宛如一条狂怒的雷龙在游动 所有人都愕然一惊 抬起头看向九霄 那是什么 天生异象 上苍一脉 不少闭关的地者 在这一刻都踏出府邸 凝重地朝天空望去 只见雷池圣地上空 升起一尊巨大的虚影 虚影似是有百丈高 手持一把雷霆神级 站在雷池圣地 他不动 天地安逸 他若动 仿佛要以长脊破仓穷 好可怕的力量 那虚影是何人所拟 有人猜测 天生异象 必有妖孽横空出世 那个方向似乎是圣地之处 楚颜还在那里闭关吧 上苍道统也踏枯而出了 站在云端下 以他雷霆之躯 竟不敢靠近雷云 笑骂一声 这小子 老祖 他的天赋 似乎还要在镇天之上 他似乎才遵着吧 这可怕的力量 若是让他成长起来 上苍妹儿激动地道 晚年之久 贼人不死 我等如何能够心安 管我令下去 从今日起 上苍一脉 全力辅佐此子 助他踏上王位 上苍道统在这一刻 一改往昔的病态 威严之光静洒 十分强大 还在雷池之中的楚颜 并不知外界引发的一切 他还在融合 这种状态十分微妙 近乎忘我 第二百四十六集 他在自己的镜像世界里 创造神通 因天地雷霆 建议 力量 速度 三大血脉 皆是以雷霆铸铸造 还不够 还不够 我还要更多 楚颜 贪婪地索取 那雷霆圣地的雷霆 甚至已经满足不了他 这一次 他主动抬起手 伸向天空 揽日月 多星辰 手掌中化作一股巨大的吸引力 将无数雷霆之力收入体内 在外界 上苍道统 看见这一幕老脸一黑 这混蛋小子 难不成要把我滋润了万年的雷池吸干吗 上苍妹儿在一旁见状大笑 老祖这次也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 想要磨练他 结果把自己的宝贝雷池都给搭进去了 上苍道统一阵苦笑 不过心里却是很开心 在雷池之地 楚颜的演化更强 他每一件灰出 皆是雷霆万军 他心念一动 创造雷霆世界 火闻刻路上 也都是充满雷霆之力 但这个过程也是极为痛苦的 又是在雷池圣地三日 他昏迷七次 忽写六次 缘起耗尽无数次 可这些都阻拦不了他 他心有红湖 敢问苍天 这一日 楚颜在雷池中第十七日 上苍一脉的人开始还很关注 到了后来 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了 十七日打破了上苍一脉所有的记录 楚颜的元神在丹田中休息 终在这一天 那苍天虚影化作一把巨大的雷霆长脊 灌入而落 天生异象 楚颜的体内发生惊天变化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隐约有一抹地微升空 随即他的额头上浮现一尊战神般的虚影 那虚影竟是命闻 突破了吗 良久楚颜的呼吸才逐渐平息 当他睁开双眸时 他有些激动 半个月的雷池修行 终于让他迈出了这一步 尊之上 帝王初 楚颜修行第七年 终于完全地蜕变 大鹏一日 红风起 今朝一刻 踏风地 那个曾经他无数次仰望的存在 如今他终于成功地踏入其中 正是他从一名尊者 崩地 楚颜心中有一丝兴奋 他的第七命魂也完成了铸造 准确来说 是莫名铸造的 那光泽如龙如凤 正是七品圣命魂 楚颜曾无数次想着 他的第四命魂要铸造什么 他想要去铸造一把长脊 那样的话 他在施展斗天击法 即便没有血脉 但借助命魂之威 一样可以十分强大 也想过铸造一双神吕 配合他的剑法 但真正突破的一刻 一切尽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以雷霆之驰为根基 斗天击法眼跨 天神之躯贯穿 第四命魂 雷霆天王相 楚颜灿烂地笑了 达到帝者以后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感知力无限增加 视觉听觉感知都在变强 神念一扫便能观八方草斗 然而楚颜知道 帝者对于他而言 却还只是一个起步 昔日在晨间时 多少人梦寐以求能封地 一朝封地 池逞万里 可封一方古地 受万人敬仰 然而在星河之中 帝者便不那么珍贵了 何况星河之上 还有星海 还有更辽阔的天地 他不知道 楚寒风是什么境界 但昔日在晨间 楚寒风抬手间灭八方 那种威能 大军彼之不得 他想要追寻父母的足迹 还差得太远了 封地以后 楚颜并未急着出关 因为他和常人不同 他掌控九天针法 修三道针武 他虽本尊封地 可其余两尊针武 还处于尊之巅 没有完成命魂的铸造 所以接下来的半个月 他依旧选择在 雷池之地闭关 准备将其余两尊真我 也成功封地 因为本尊封地 经过一次地变 楚颜更加了解 地者微能 其余两尊真我封地 便容易了很多 如今除了我的本尊之外 其余两尊真我 虽各有特色 但却没有合适的攻击路线 看来第四命魂的选择 应该选择一个攻击方向 才行了 楚颜想着 他的第二针我是纯粹力量 虽力量强大 可十分笨拙 第三针我速度虽快 但杀伤力却极为弱小 按照长远来看 这两尊法身并不完善 所以这一次他准备给两尊真我的命魂 确定攻击路数 第七日 他的纯粹力量真我封地 铸造第七命魂 乃是一柄漆黑色的星辰锯锤 这锯锤的命魂原型 乃是秦子轩的霍军锤 因为他发现在绝对的力量下 并不适合五刀弄剑 那样只会影响力量的发展 不如锯锤来得直接 设想一下 一名剑修 他速度极快 轻巧灵动 可对方是一个力量压倒性的敌人 何须躲闪 一锤轰出去直接拍死 十四日 第三速度真我封地 铸造第七命魂 乃是一柄紫色半月弓 既然擅长速度 配合远程攻击 效果更加显著 两尊真我的命魂 皆是来自第七品的圣命魂 并且光泽绚烂 线条完整 极具美感 如今的楚言 三尊真我都达到递者 可以说是达到了完整蜕变 随后他又在雷霆之中修行了十日 这才一脸气息 睁开双眸 随即当他看见周围已经枯竭的雷池时 一阵吃愣 臭小子 你还舍得出关 上苍道统爆跳如雷的声音传来 道统爷爷 这 楚言一脸懵 上苍梅尔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着 算了算了 我自己认灾 上苍道统叹息一声 随即他看向楚言 老眼一亮 这气息 小子 你疯地了 嗯 楚言平静地点下头 令上苍道统老脸更加激动 随即他看向楚言一眼 一把抓起楚言的手臂 跟我来 楚言还没回过神 直接被上苍道统抓到上苍一脉的盐武场上 此时场地上正有一些弟子相互切磋 见到上苍道统都极为恭敬地拱手 老祖 嗯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三个出来 陪着小子练一练 记住 都给我下狠手 谁要是敢放水 别怪老头子收拾他 上苍道统抬手一只 三名上苍一脉的弟子 下令道 三名弟子都是弟者 因为都是三十岁以后才封地 并不算是天骄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 三人中 两名一级弟者 还有一名二级弟者 其中一人抬起头 看向楚言古怪的道 老祖 这 叫你们打 你们废话什么 信不信我抽你们 上苍道统完事不恭地骂道 三人一脸黑 随即可怜兮兮地看向楚言 楚言 得罪了 我们一定会 我们一会儿尽量手下留情 不给你造成致命伤 楚言也是苦笑 明白上苍道统的意思 他如今虽封地 但还从未与弟者交过手 缺少经验 劳烦三位兄长 不必留情 尽全力便是 楚言平静笑道 随即他一步跃上站台 三名弟子一愣 为首的一位笑道 楚言 我知道你天赋不错 战力也很强 你和秦二一战时 我也看见了 很精彩 不过地者与尊者不同 你既达到地者 便应该知道地者有地位 到达地者 便不再是寻常的 神通交锋 要以地位灌入其中 所以你可要小心了 地位吗 楚言恍然大悟 随即他又笑了笑 请赐教 三人相去一眼 也是升起几分战意 习武者当成最强 在切磋中成长 所以他们也想看看 这个能执掌 他上苍一脉的少年 有什么不同 上苍审判 一名一级地者 仿佛开了天眼一般 天穷上有一道审判之光 轰然地朝着主言 镇压下 那一刻 楚言明显感觉到 他明明未动 可却被一股力量束缚住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这便是地位吗 融合在神通武技当中 即便不出手 光是以威势便能震伤敌人 难怪无论尊者多强 都无法与地者抗衡 尊者在这种地位之下 根本无形顿挫 只有挨打的份 楚言心中想到 但楚言反应极快 一照葫芦画瓢的学习者 将地位融入到神通之内 立刻他头顶伸出七把地剑 破 楚言喝声 七剑穿云 猛地刺向那一名弟子 那弟子为之一惊 身形极快地闪退 但当第七把剑降临时 他才豁然发现 自己已经飞出了站台的范围 脸色不由地难看起来 我说了 那地者无奈道 但他倒也是洒脱之人 不言 你确实很强 难怪老祖他对你如此看好 看来我还是要好好修行才是 以后有机会再找你切磋 可不要拒绝 人敬我 我自敬人 楚言也客气地一笑 接下来是另外两人 楚言越战越勇 开始楚言还战败一次 被帝者二级的弟子 以帝威包脚 令他陷入到苦战当中 但第二次 楚言马上便逆转大局 他对帝威的掌控 也越来越强 抬手之余 便有帝威升空 化作万千帝光 剑 力 速度 皆是完美的与帝威融合 第三次交战那二级帝者的 弟子一阵苦笑 不战了不战了 打不过了 你个变态 竟然用如此短暂的时间 便完全掌控了地位 而且你的地位好强 看来你的第四命魂铸造 非常可怕 楚言淡淡一笑 会回到上仓道统身旁 老家伙 现在满意了 楚言终究才二十几岁 有些骄傲的道 上仓道统美好气的 白了一眼楚言 臭小子 别多意 吞了我那么多雷池 若是连这点地步都达不到 才奇怪了呢 楚言不服气的撇撇嘴 上仓道统老眼一横 怎么 要打架呀 来来来 咱俩上站台 我让你一只手的 照样走别你 远处的三名帝者弟子 看见这一幕 一阵无语 满头黑线 这个真是他们 以往尊重的老祖吗 楚言也是一阵汗颜 干脆摇头 不再理会这老家伙 在这时 远处突然飞来一道黑光 直接将楚言扑倒 接着便是一只 红色的大舌头 使劲地在楚言脸上 用力舔着 楚言看着小狼 也一阵开心 但过一会儿 他就不开心了 因为他发现 此时的小狼 竟胖得跟一个球一样 要比水桶还粗 圆鼓鼓的 若非两人血脉相通 楚言真的怀疑 这还是他的小狼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楚言无语道 小狼坐起身 跟个球似的 脆生生的 说道 没办法 仙儿姐姐的伙食太好了 每天都忍不住 多吃一点 就变胖了 再说我跟着你 你总是虐待我 我也好在这里 补充补充油水 楚言一阵无语 抬头看向 上苍仙儿 恭喜啊 成功封地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 恐怕人地之中 都含有敌手了 上苍仙儿 甜美笑道 心中感慨 他第一次见到 楚言时 楚言才遵纪 即便天碑第一 可他是帝者 抬手可灭 但现在 他想自己 可能都不是 楚言的对手了 多谢仙子 一直以来的照料 楚言看向 上苍仙儿 平静笑道 我就这么 没有魅力吗 上苍仙儿 忧愿地 瞪了一眼楚言 令楚言一阵恶然 怎么会 仙子如此冒昧 怕任何一个男人 都会忍不住吧 那你呢 说是我愿意 以身相许 你会愿意 接受我吗 上苍仙儿 突然口吐香气 朝着楚言 又走近几步 仙子 这可是逼人犯罪啊 楚言笑着 退后一步 目光闪躲 仙子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您爸 楚言也不跟 上苍道童打招呼 一溜烟地 便逃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 上苍仙儿 开怀地笑道 随即凤眼 又有一些黯然 哼 这个呆子 逃离以后 楚言才松了口气 说实话 上苍仙儿 真的极为貌美 她又是一个 血气方刚的男儿 她真不敢保证 在上苍仙儿 这样诱惑之下 她能不犯罪 但她心中有所牵挂 则当不会做出 一些出格的事来 呵呵呵 我的宝贝孙女 尽也有碰壁的时候 上苍道童在一旁 一直看着 不由哈哈大笑道 哼 卑老不尊 上苍仙儿 瞪了一眼 上苍道童 随即她才离开 至于楚言 依旧继续修行 可是在这一日 上苍道 并不知道 星骨星雨 发生了一场地震 允星阁 穆家 两大霸主势力 正在一颗星辰上 集结万千兵力 尊者 敌者 无数 强者 如云 这一幕 也吸引了不少的强者 众人都在好奇 两大霸主势力 一同集结 是要发动大战了吗 然而 有一些明眼之人 似乎嗅到了一些味道 两大霸主势力的 兵发所指 竟是在 清古心域 万年不问世事的 上苍道 上苍岛上 万有上苍封印 一片湖 隔绝内外 清古心域 很少有人知道 上苍岛的真容 即便是历年一些 入上苍岛修行传承之人 也只在上苍岛外围 未曾进入过上苍岛 此时上苍岛上 楚燕依旧在巩固修行 只是最近 楚燕遇到了一件 十分头疼的事 便是上苍仙 这女人不知为何 最近对她极为的 上心和殷勤 每天早餐 午餐晚餐 都亲自做好送来 原本楚燕 都是在房中修行 现在她都不敢了 干脆跑到山上来修炼 你就这么怕我 山剑上 上苍仙不悦的声音传来 令楚燕苦笑地 看向上苍仙 仙子哪里画 我只是在修行 感悟天地气息 想要更静静一步 哼 那我在这里陪着你 上苍仙儿 甜美一笑 坐在楚燕身边 以后呢 不要再 仙子仙子地叫了 汗我一声 仙儿便可 仙儿 楚燕无奈地 长叹声 修行累了 我为你捂弄一番 要好爽心悦目 上苍仙儿 上苍仙儿 甜美笑道 随即她也不等 楚燕同意 长裙翩翩 在风中飞舞 仙子之舞极为动人 那曼妙的线条 迎着仙物 萌萌 若隐若现 令楚燕不禁地痴迷 上苍仙儿真的很美 身为上苍一脉 她又自带一抹仙气 若非楚燕定力十足的话 恐怕早就已经沉沦了 美吗 上苍仙儿飞跃而来 她恶挪地身姿 轻轻朝前探去 一番舞弄 脸颊微红 仿佛蜜桃一般 让人忍不住地 想要一品方泽 美 楚燕几乎是 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既然美 不如说了我 你推我 我就当 上苍仙儿更静了 楚燕的血脉 近乎喷张 她能感受到 正有一双纤细的御手 在她身上摸索 宛如一条游动的灵蛇 正在强烈地 刺激着楚燕的热血 砰 楚燕突然起身 闪退一步 这才清醒几分地 怒视向上苍仙儿 仙儿 我带你为朋友 你若再以此幻术队伍 休怪我无礼了 上苍仙儿心中一惊 她所修行的是上苍魅术 加上她本身傲人的资本 她本以为只要她愿意 可以让天下所有男人都败倒 在她的石榴群下 可今日她竟失败 你这人还真是不懂情趣 多少男人希望在我的幻术之下 春宵一夜 难道你对我就一点都不心动吗 上苍仙儿 上苍仙儿有些埋怨地道 动心 楚燕没有隐瞒地点点头 上苍仙儿不解道 那为何你还要推开我 仙儿 你这又是何必 我心有所爱 我若是轻薄了你 即使对你的不负责任 又辜负了爱我之人 我若如此 又如何值得你们托付终生 苦言无奈道 心中想起柳青城 竟是想念 上苍仙儿微微失神 但很快 她又一阵自嘲 原来 她早就心有所惜了呀 可这不正常吗 如她这般出色 怎么会没人喜欢呢 她喜欢的人 一定也十分出色吧 我若是愿意为你作响呢 上苍仙儿一受黯然 又露出一抹甜笑来 苦言一个亮脚 差一点没摔倒 一阵无言 急忙抱拳 逃离现场 太小了家伙 上苍仙儿看着 楚言落荒而逃的样子 似乎很开心 随即又哼了哼 哼 说是你真的推倒我 或许 我真的不会拒绝呢 第二百四十七集 楚言如今已是递者 耳目八方 所以即便走远 她也是听到了这一句话 令她一阵爆汗 这妖精 楚言一阵无语 小狼在她怀中 一压一压地道 傻言 收了她 以后就有人 天天做美食给我了 滚 楚言抓起小狼 直接给小狼摔了出去 给小狼摔得七荤八素 结果小狼爬起身 用奶声奶气地哼道 胆小鬼 不敢推倒她 就拿本宝宝撒气 下次见到清城 我要告状 楚言一阵无语 你妈的 连这小混蛋都敢嘲笑自己了 楚言如今已经执掌上苍一脉 加上夏侯一脉 她手中便有了两股震天力量 但楚言知道 光凭这些想要复兴沉坚 还根本就不可能 季黄吉用了万年时间稳固六欲 如今星河之内 皆有她的心腹 加上其余霸主 若是她复兴沉坚 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等到时候 定会是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所以楚言还不想暴露太早 她又取出一张地图来 在这地图上 标记着其余震天一脉的残布 看来要抓紧时间才行了呀 楚言心中想到 躲 躲 躲 正当这时 上苍岛内突然有神钟敲响 连续九声 冲天而起 钟声响起 只见上苍岛内 无数大能腾空飞出 令楚言不禁皱眉 上苍谷中响起 连续响了九声 上苍岛 声变了 上苍仙儿这是轻盈地飞到楚言身边 她一手以往的性感 凤眼凝重 怎么回事 楚言不由问道 不知道 不过上苍谷中很少会敲响 只有上苍岛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响起 共分为九集 上一次响起还是三百年前 上苍弟子招惹了一名大族的后人 那一次 对方有七名天地 上苍谷中才敲响了五声 上苍心而严肃道 楚言皱眉 七名天地 上苍谷中 才敲响五声 那这一次敲响九声 那且不是说 对方要比七名天地的威胁更大 走 我们去看看 楚言一起身 飞跃向上苍一脉的忠心 上苍道统一人凌空天下 没有往日的顽劣 反而十分的严峻 凝视远方 道统爷爷 发生什么事了吗 楚言到此问道 上苍一脉暴露了 允心阁 穆家的强者 正在朝这里靠近 上苍道统发出一声嘀吼 众人脸色一惊 下方无数小辈们都紧张起来 允心阁 穆家 两大霸主势力 兵发上苍道 那他上苍道上 还如何能够活命 怎么会这样 楚言不禁皱眉 贼子 一定是你 这是 上苍情突然飞出一步 恶毒的看向楚言 刷一下 众人皆是朝着楚言望去 上苍仙儿微微醋眉 上苍情 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 上苍仙儿 看来你真的是被他迷惑了 我上苍一脉在轻骨心域 隐匿万年 都不曾暴露过 所有弟子在外皆是小心翼翼 但如今 他才来我上苍一脉 一月时间 两大霸主便盯上了我们 除了他 还能有别人吗 上苍情冷道 在这时上苍一脉 更多人盯上楚言了 眼神都变得不善起来 楚言也是皱眉 他敢肯定 自己绝对没有暴露 可如今 允兴阁与穆家 确实找到此地 这是为何 上苍一脉听令 允兴阁穆家在此 将贼子楚言交出 忽然今日上苍一脉 血流成河 天穷之上 突然响彻一声雷霆之声 上苍岛 所有人目光一鸣 看向楚言的目光 更冷了 果然是你 老祖 将他交出去吧 对 将他交出去 你们 上苍心而参怒地 看向众人 够了 如今楚言乃是 上苍一脉的执掌者 上苍道童 冷喝声 老祖 难道你还要护着他吗 就是因为他害了我 上苍一脉一族 如今两大霸主来此 我们上苍一脉 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万年前我上苍一脉 为震天军 安前马后 难道万年后 又要为了震天军的 传承陪葬吗 上苍情怒道 是啊 为什么 我们要陪葬 这万年 我们苟活 震天一脉 可给过我们任何帮助 我们最苦的时候 是如何过来的 现在他出现了 便要我们追随 为他卖命 我们痛苦的时候 震天 何在 我上苍情不服 上苍情煽动人心 秦师兄说的有道理 有弟子心中动摇 看见这一幕 上苍道统 老脸一黑 目光中闪过不悦 你们是要造反吗 前辈 可这时 楚言突然一笑 这一次 他甚至没有喊道统爷爷 而是直接称呼为前辈 对于上苍一脉的反应 他觉得很正常 确实 万年以来 上苍一脉最痛苦的时候 震天没有人站出来 无言 上苍道统皱眉 他们说的对 确实没必要为了我一个人 连累整个上苍一脉 既然对方要的是我一人 将我交出去便是 楚言淡然笑道 上苍道统 上苍道统脸色一凝 怒道 胡闹 你是我上苍一脉 执张者 若是将你交出去 我上苍道统 还如何有脸活着 万年前我未能助王战胜 今朝就算死 我上苍一脉 也会战死 啪 在这时 上苍结界破碎 只见远处有万千强者踏足 横跨那仙湖将上苍道团团围住 允兴阁一方 陈离火站在守卫 他一扫上苍道 目光落在楚言身上 露出一抹银笑 楚言 昔日在虚迷风内 你杀我徒儿 允兴阁弟子无数 如今报应不爽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楚言抬起头看向陈离火 此人他也知道 沐风的师父 不禁可笑 哼哼 虚迷风内 沐风几次杀我不能 又借助十家神兵 最终依旧不如 战败而死 如今 你竟还甜脸给他报仇 简直可笑 楚言摇头 随即他看向远方 远方还有无数大能 抄此地靠近 原来不光是虚迷风 连天皇宗也有人来了 除此之外 还有十家人 幽女工 几大霸主 竟接连降临此地 只为杀他楚言一人 看着眼前这豪华的阵容 楚言不禁冷笑 诸位 还真是看得起我呀 如今的局面 可以说是凄惨绝境 原本与世隔绝的上仓岛 正在被万千强者 从八方包围 而来的人 无一不是六欲霸主 欲土一方的顶级势力 他们一个个乘坐着 威武的战车 递着无数 其中还有君者在其中 继皇级站在九霄最高处 穿着一身金色龙袍 不守而立 仿佛九武之尊 诸位 还真是看得起出谋 为了杀我费心了 楚言看向苍穹淡淡的道 晨离火目光肃杀 看向楚言露出一抹冷意 那你应该知道 今日你死的不冤枉 的确是不冤 只是不跟心 楚言平静的道 并未有太多的恐惧 六欲之大 辽阔无尽 然而竟容不下我楚言一人 你心性狠毒 虚迷风内 天杯争夺 世杀无数 六欲 阎恩能容你 穆家家主 沐语冷风 可笑 五道世界以武争锋 各位能成长到今天 谁不是踩着他人尸骨 一路杀出生天 方才有了今日的威名 万年前 季皇级率十一大军 降临陈间 大战三年 季皇级赢了 所以他为六欲之王 允兴阁在清古西方称王 不服便杀 你们哪一个手段不比我 更加残忍 这不才是五道吗 六欲无尽 时代变迁 多少天骄不是双手沾满了鲜血 杀出血路而成就威名 我 有错吗 楚言可笑的道 众人沉默 是啊 他楚言有错吗 五道世界 残忍无比 谁一路走来 手上不是沾染着鲜血无数 然而众人也都明白 这一切都是借口 各大霸主要杀楚言 只因为楚言杀了他们的后人 只因为他们想要楚言死 我自认 我所杀之人 皆是要杀我之人 木风是 石沧龙更是 他们之所以会死 只因为他们不如我 且问一句 如果死的是我 诸位是否又会认为 是我楚言既不如人该死呢 楚言冷道 诸人沉默 楚言的话 简单而明了 却直输胸义 让人沉思 每一个字 都好像一根刺一样 扎在众人的心口中 是啊 若是死的是楚言呢 众多霸主是否会认为 他楚言该死呢 应该会吧 沉黎火冷哼声 废话少说 上一次你借空间神兵讨礼 如今一次周围有无数空间大能 你若动用 必将封锁空间 令你无处逃顿 谁人又能救你 不必麻烦了 那神笔也用不了了 楚言直接道 空间神兵与秋帝 给他的体内铠甲一样 冷却期都是一年 如今的局面 相比近一年前的天碑之争 似乎更加凶残 那一次 楚言身边至少还有君者在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 楚言身边只有自己 然而对方却是有备而来 他又如何能活 在这一刻天地在发出悲鸣 他体内的浩天塔不停地狂颤 似乎在为他而咆哮着 又在为我悲鸣吗 可是那又能如何呢 浩天塔虽有神物为能 当年在浩天宗内一战八方 可又如何能抗衡得了这万千帝君 既然如此 那便死吧 星辰 你去杀他 尘里火炎霸 对着身旁一名人帝 试了一个眼色 他们毕竟身为天帝 大军 又是在轻骨星域 无数人在围观着 他们对一个后生出手 终究是丢人了些 死吧 那星辰人帝踏空而出 他乃是人帝巅峰实力 手中多出一把锋利的剑 随即他毫不犹豫 斩星辰 冲着楚颜 披下 楚颜神色冷漠 望向那一名人帝 他也不胆怯了 如今之绝望 谁人又能救他呢 那么 便站吧 明知不可为而为止 我是楚寒风之子 楚颜朗爽大笑 下一刻雷霆万千 九霄仿佛有雷龙在咆哮 化作一身降临楚颜体内 他肌肤上 胜出雷霆铠甲 手持一把万军长脊 那是雷霆之躯 上苍一脉的众人 看见这一幕都不禁惊叹 不对 这不是雷霆之躯 这力量比雷霆之躯更强 雷霆圣帝 七日所化的雷霆之躯 似乎也没有这么强大吧 上苍道统老眼凝聚 他心中甚至都在颤 他看着那宛如雷霆战神一般的楚颜 手持长脊 欲要斗苍天 当初那一日的天生异象 不正是这样一个人吗 那是密魂 雷霆天王相 上苍道统心中感叹 杀 楚颜伏击冲出 战败又何妨 至少他没向着苍天认输 没人让他输 上苍仙儿在一旁看着 玉手轻轻地捂住红唇 谋间似有雾气 又好像是泪水滑落 这一刻他的心好痛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上苍仙儿低难道 在这时 上苍道统老眼通红 看着被万千强者围剿的楚颜 他那般无力 他再强也不过只是一名破地 又如何能够挡下这万千强者呢 混蛋 上苍梅儿也不禁地低吼声 上苍情充满兴奋 他盯着那一名允星阁的人地 在他看来 仅此一人便能够将楚颜斩杀于无形 楚颜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星辰地发出嘀吼 他手中的星辰之剑那般璀璨 他似乎代表了正义 要杀楚颜于剑下 斩 楚颜化作雷霆之躯 随即他手掌微微一抬 化作一道巨大的力量斩下 斗天挤的击法运转 接连天穹出现万千欢迎 仿佛要撕破苍穹 吼 楚颜的长脊与星辰地的星辰剑碰撞 顿时产生一道可怕的断层 仿佛要吞噬天地一般 在远处 众人看见这一幕 眼神之下都是闪过浓厚的震惊 楚颜挡住了星辰地一击 天穹上 各方霸主都是不经皱眉 尘离火眼底闪过一抹寒光 你果然也封地了 各方霸主心中都感到惊慌 天背后不到一年时间 楚颜封地 然而他封地 便具备了抗衡人地巅峰的实力 这对各方霸主来讲 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楚颜如今已经展露锋芒了 似乎他入军境 只是时间问底 他的战力让所有人感到惊艳 他入地尚且如此 若是真有朝一日 他成长起来步入大军 那这天地间 又有几人能够杀他 被挡下的星辰地 双眸也是闪过一抹惊讶 但稍纵即逝 冷笑声 呵呵 楚颜 你确实不错 可在我面前依旧卑微如蝼蚁 若不可言 你如何能挡下我 隐心变 深沉地低吼声 随即他化作一道强势杀伐之力 自身仿佛变化成一颗陨落星辰 拖着长长的星尾 朝着楚颜贯穿下去 楚颜一扫星辰地 他也并不急 任由那狂烈的风暴 拍打在他身上 你知道虎穷石沧松为何都会死在我手中吗 楚颜平静地问道 随即他突然抬起手 手中的长脊镜术收起了 化作一把剑翼 下一刻有七把剑升空 因为他们都如你一样狂妄自以为是 自诩天骄 但是他们都死了 而你也会死 颜霸 楚颜动了 他自身化作剑 七杀剑光 无情斩下 那一刻太快了 剑光中蕴含雷霆之力 令人肉眼都无法捕捉 任何地位防御 在那绝对的速度与力量贯穿下 都是虚妄 接着所有人都惊住了 只听天穷上不断地响彻惨叫声 允星阁的一名人帝巅峰 胸前被洞穿出无数的血口 最终只能在不甘心下惨死 化作一滩血水 陨落了 所有观看的人都惊住了 一名人帝就这样陨落了 被楚颜跨越两极斩杀 远处无数围观之人都惊呆了 他们喉咙滚动一下 那楚颜不是裁缝帝吗 为何会如此强大 楚颜的身影依旧平静地站在那 似乎做了一件很平静的事 接着他抬起头看向陈里火 允星阁还是那么弱 不是要站吗 那么便来呀 今日谁要杀我 各大霸主的人脸色都不好看 陈里火更是愤怒极了 他本以为随便派出一名人帝 便能灭杀楚颜了 但根本没料到楚颜没死 他的人反而陨落 杀伐之快 让他连出手挽救的机会都没有 但也这样 让更多霸主心中庆幸起来 他们今日是来杀楚颜的 如若不然呢 真的给楚颜成长机会 将来灭亡的又是谁 我楚颜不死 今生必灭你们 楚颜发出一声冷喝 你今日必死了 陈里火冷道 下一刻他主动出手了 这一次他再顾不上什么名声 楚颜让他感觉到恐惧了 他踏出一步 整化星辰 朝着楚颜无情地镇压下来 那是天地的威能 啪 楚颜浑身一颤 身躯都从空中矮了半截 他扑地喷出一口血 天地还是太强了 他终究无法抗衡对方 他看向那晴天巨手 心中那么生恨 他不甘心 他还有夙愿 他还有要保护的人 还有牵挂 但今日他天要他死 他如何能活 楚颜也猙獰起来了 爹 娘 孩儿可能不能再见你们了 那星河之处最高的地方 孩儿无力踏入 但我是你们的儿子 今日即便死也是战死 逗 但在这时 一只哭手突然按在楚颜的肩膀上 傻小子 第二百四十八集 楚颜古怪地看向上苍道统 他就站在他身后 此时的他那般凝重 但眼底却充满了战意与自豪 整天一迈 有你足矣了 我上苍等候万年终于等到你 今日又如何能看着你送死呢 明知不可违而为止 我上苍一脉的傲气还在 楚颜心中动容 上苍一脉的傲骨还在 上苍震天刑法一脉 季黄吉双眼一宁 看向上苍一脉 季黄吉 万年里震天一直在 只要震天还在一天 那么你就永世难安 今日我上苍一脉应战 上苍道统发出一声嘀吼 下一刻上苍媚儿 上苍一脉的无数地者飞出 站在楚颜身后 明知不为而为之 震天一脉一直在 上苍媚儿也表明态度 狗活一脉 皮肤汗术 沐家沐宇也发出冷哼 随即他化作一道 狂怒雷厉 在这时残暴地轰杀出去 站 众人低吼 所有人目光一致 都被眼前的画面所惊作 楚颜双眼也红了 他突然一笑 用力地点下头 这一次他没有被抛弃 虽然他不希望上苍一脉 为他赴死 只要震天一脉还残留 那么复仇便有机会 但今日之举 他如何能拒绝 那便站 谁怕谁 楚颜持剑 欲要染云天 季黄吉 记住天碑之上我的话 若有朝一日 我再入天皇心域 便是你天皇宗灭门之时 杀 诸多大能轰杀而出 这一战 那般惨烈 这一战 楚颜一方必败 即便有上苍一脉参与 但今日战 是他们的态度 是他们的热血 与傲骨 宁战死不苟活 上苍一脉 热血犹在 杀 楚颜猛地冲出 人地一静 他横扫 远处更多的人围观而来 在这时天星宗也到 紫燕与木白 站在人群中 紫燕几乎是下意识地 便要冲出去 他发出一声声的 乌热嘶吼 小师弟 但立刻有天山宗的长老 将其阻拦 冲着紫燕摇头 没用的 还不够 上苍一脉 无一君者 何况就算有君者 又能如何呢 今日之局面 比天碑山上更加惨烈 既黄极也清零了 就算紫龙妖君 那秦子轩都在 谁又能救他 紫燕也明白 他上前根本帮不了楚燕 可是他心不甘 他恨楚燕有绝尘天赋 旷世妖孽 奈何者苍天要他死 苍天度他 紫燕眼睛更红了 天星宗一名老祖 也是叹息一声 太早了 还太早了 若是让他再成长一些时间 那这六玉都将是他的六玉 他或许真的能够称王 可是现在还太早了 他不该暴露的 更多的人动容了 那楚燕杀出生天 此时的他早已浑身血渍了 衣衫褴褴 那样的憔悴 小狼发出怒吼 他也疯了 冲上天化作一头巨大妖狼 与无数的地者交锋 咬死一名地者 可那又能如何 今日要杀楚燕的 有万千地者 还有大军没出手呢 今日谁能改变这结局 楚燕 你今日必死 待你死后 陈间也会灭亡 整天一脉 都将遭到横扫 天皇宗的一名天地低吼 楚燕双眸一怒 他抬起头 刺破云空 只经落在那一名天地身上 你会死的 楚燕平静地道 却令所有人都为之一愣 如今这死局 楚燕竟然说 一名天地会死 你在说笑吗 那天地冷笑声 随即他那般狂笑 根本不将楚燕放在眼中 紧接着 他化作一道黄泉之光 笔直地朝着楚燕逼近 然而在这时 楚燕也不废话了 他迎上去 任由万千之光降临他身 可就在这时 他手臂一凝 突然间浮现出一把剑 没错 那是一把剑 楚燕的第一命魂 斩天剑 此剑可以斩天 一念诸仙能灭仙 来杀你足够了 楚燕言霸 他双手持剑 双眼俭 又无尽微能闪出 我欲成仙 一步登天 借苍天仙力 去星河杀伐 通达八方仙神 剑出 天地悲鸣 仿佛这一刻 星河之内皆为剑 此间一刻 楚燕的一念诸仙比之 曾经更可怕 天妖风的左军也在 他看见那一剑 眼中充满一抹恐惧之色 震天传承 最后一道 上苍梅尔凤眼 更是不敢置信 那一道 连震天军 都不曾动用过的力量 如今被楚燕用出了 突然间 上苍梅尔想起当初 楚燕曾说过 他还有一道传承 只是不能用 但是今日他用了 但那力量正在疯狂地燃烧着楚燕生机 紧紧一刹那间 楚燕狂喷鲜血 燃烧自身生机 借天神之力 有人发出一声低吼 此剑 太可怕 一时间 一时间即便大军 也不敢上前一步 上苍梅尔哭得更凶了 他曾听过震天一脉的地石传承 御用此剑 必先诛自己 所有人都惊住了 一时间 神剑染八方 天地不敢靠前一步 纷纷退后 所有天地以下 退十万里外 沐渝立刻下令 这一战太可怕 楚燕虽然只是一名人帝 但是这一剑出 他甚至不怀疑 能够诛灭一名君者 楚燕 你若用出此剑 你也必死 陈里火低声道 呵呵呵 我不用 你们又会让我活 楚燕冷笑地看向陈里火 既然如此 何不如杀几个大军来陪伴 不亏了 所有人都呆住了 在这时又有一人发出惨叫 一名人帝 光是在剑一下 便被诛灭身躯 不 更多的人惨叫 诸仙神剑之下 人帝不能活 地地须贵福 天地要颤抖 哪怕大军也恐惧 各方霸主欲要杀我 发动万千大能 是我之命如草芥 说杀便杀 那今日我便乱了 这六玉苍天又何妨 楚燕低吼 他的剑还在颤 他体内的精血继续燃烧 他只剩下这一剑 道统爷爷 带上仓一脉 走 楚燕突然到 上仓道统双眸一宁 严肃地看向楚燕 我若走了 你呢 上仓一脉不能亡 如今我的剑 能拖住对方 你们走是希望 留下来 唯有全部送死 楚燕急促到 他的手臂在颤 他知道他控制不了太久 这诸仙神剑了 等到那时 剑出即便杀了大军 依旧无济于事 到时霸主群起 而公知 他和上仓一脉 都会死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上仓一脉 先离开 至少那样还有机会 楚燕 上仓梅耳促眉 他如何不知楚燕的意图 上仓一脉 听令 全部撤离 这是命令 我命令你们 活下去 难道你们要造反吗 楚燕突然力声道 令上仓一脉 所有人心中一颤 包括先前质疑楚燕之人 如今都愧疚地低下头 楚燕完全可以凭借此剑 独自逃离 但他没有 他选择让上仓一脉先走 楚燕真性情 为我上仓一脉拼命 我们竟还怀疑他 上仓一脉的一名弟子低声道 走 楚燕低吼声 他手中的剑意更加狂躁 化作诸天剑气 天穹之上 更是形成万千把剑意 楚燕快要坚持不住了 上仓道统双眼通红 终是在这一刻 他单膝跪地 那般正式 上仓一脉 接令 此生定不复 走 上仓道统接着转身 与上仓一脉的众人极快撤离 看见这一幕 远处一名天地心底一沉 走得了吗 滚 可下一刻 楚燕一念初 化作万千杀意 杀伐剑术 直接轰出 那一名天地顿时遭受万千剑意的刺穿 化作血意 上前一步折 杀 楚燕持剑踏出 一步步地朝着那敌方逼近 沉里火 眼底阴冷 突然道 呵呵 楚燕 你倒是大度 即便自身一死 也要护住上仓一脉 但恐怕你还不得知 你的行踪是谁暴露出来的吧 楚燕双眼一寒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他自认 金像世界绝对能让他瞒天过海 六欲不可能知道他的踪迹 但各方霸主如今还是追杀来了 他早就猜测到 可能是有人出卖了他 但他却不知道是谁 出卖你的正是上仓一脉 你要救的人多可笑 沉里火冷笑声 只见这一刻上仓一脉 所有人目光一致 上仓琴心底一惊 恶毒地看向沉里火 沉里火 你出卖我 我的乖徒儿 你这眼神可是对师尊的不敬 如今还不归顺到师尊的身边来 沉里火得意地笑道 所有人都看向上仓琴 上仓道统更是怒了 发出一声低吼 上仓琴 为什么 上仓心儿红着眼 今日一切 竟是上仓琴出卖的 上仓琴心中深恨 但他也知道 如今他隐瞒不了 他突然看向楚言 我不服 本来我才应该是上仓一脉的接管者 但自从他出现 所有人都看向他 为什么 我不服 混账 上仓道统被气得颤抖了 上仓一脉竟出现了叛徒 死 上仓道统怒然一掌 拍向上仓琴 上仓琴发出一声惨叫 直接被拍死了 在这时上仓一脉都沉没 惠旧地看向楚言 楚言看向上仓琴的尸体 心中也是冷漠 今日一战 何其悲壮 但竟只是因为上仓琴的内心妒忌 走 道统爷爷 将这狼仔也给我带走 楚言一收神色 并为因为上仓琴的事改变初衷 下令道 小狼低吼声 欲要挣脱 但根本无用 楚言太了解小狼了 这家伙虽平日里懒散惯了 但若自己战死 他定会去送死的 所以他要上仓道统带他离开 走 上仓一脉的人纷纷退走了 上仓道统将小狼束缚 那小狼拼命浑身爆出血光 但还是被带走了 楚言手中的剑气不断散出 令这一片天地都在颤抖 他的精血在燃烧着 他能感受到 就连他体内的烛火都在消耗 如今一念诸仙已经达到极限了 他若再不释放 那必会出现更强反噬 等到时候他甚至无法控制这股力量 还不够 但回身看去 上仓一脉的距离还不够 他还要继续迎人 他扑的又吐出一口鲜血去 沉离火见楚言还执迷 发出一声冷风 不过他也不在乎 上仓一脉 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在轻骨万年都未能翻起风浪 就算逃走又如何 今日只要楚言一死 他大仇便报 至于其他的他也不担心 震天一脉即便回来报复 也会最先报复天皇宗 他隐心阁 却无需担心 所以楚言不走 他便不会阻拦上仓一脉 上仓一脉终是离开了 楚言看着他们从轻骨空间大阵离开 他才松了口气 随即他仰起头那般悲壮 此时的他那般惨烈 紫言早已枯花了妆 虚空跪在地上 长发遮住了他的容颜 气不成声 木白红着眼捏紧拳 手掌中竟流出了血 他们那个风采一一 总是风轻云淡 谈笑间的小尸弟 如今是那样的凄惨 不停地颤抖 浑身千百道的伤口 血染了白袍 诸位 此子之剑 已撑不了太久 我等联手挡下这一剑 他便再无威能 杀他一如反掌 陈离火冷道 诸多霸主 眼底也竟是杀意 楚岩今日展现的天赋 比之天悲之争更加可怕 光是这一套灭仙剑法 便令他们感到恐怖了 若是今日不能杀死他 将来他们各族都必会遭到灭门之灾 今日他们已将楚岩得罪透了 是死仇 所以无论如何 楚岩都必须死 各大霸主的长者都纷纷点下头 凌空地踏出一步 穆家的狂神血脉燃烧 一人一拳 宛如有万千惊重 冲着楚岩凶狠地轰下 石家人 一名天地浑身石化 宛如一尊石化巨山一般 咚的一步朝楚岩镇压下来 所有人看见这一幕都惊住了 又不免为楚岩感到悲凉 哈哈哈哈 凝视对方 楚岩发出一声狂笑 任由那无数的帝威军威降临此身 和窥然不动 屹立不倒 他站在那承受着千百倍的杀念 几乎一寸寸地爆裂开 他的一条手臂 如今已在仙剑之下燃静 但他还在那里坚持着 他傲视临天 他是楚寒风之子 娘亲是丹王情若梦 那么这无尽天际 无一人能够让他输 他要站 虽死不息 沉离火低吼声 楚岩 你不必再坚持了 今日无人能救你 我知道 你那姐姐身份不凡 恐怕是来自上界天 但即便如此 在这六玉星河 你只是一个低贱的人 杀了你 他也不可能替你报仇 楚岩笑 秦子轩吗 他早就知道 秦子轩的身份不俗 至于究竟是谁 他不知道 他只是记得 很小的时候 情若梦从天外 带秦子轩回来 那时候的秦子轩很冷 和秦姨很像 他总是一个人发呆 楚岩属于不要脸的性格 总是想和秦子轩一起玩 但秦子轩不跟他玩 楚岩就总是往上贴 每一次都被揍得很惨 他也记得有一次 他在外惹了祸 引来三十只大妖追杀 那时秦子轩只是绝尘静 但他站在楚岩身前 为了楚岩不惜拼命 他们姐弟的感情 自难以后一直很好 楚岩总是爽无赖 现在想起那些重重 眼睛竟有一些红润了 楚岩抬头 看向陈李虎 你祈祷 我姐不要替我报仇 不然的话 六玉 没人能承受她的怒火 可说真的 我不希望她那么做 穆家一名狂傲的递者冷道 楚岩 昔日你在虚迷风内 造下无数杀孽时 你可料到会有今日 楚岩 天悲之上 你杀我天皇宗子弟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如今因果报应楚岩 你可后悔 天地间 道道神伐之音 各种罪状定下 不断地朝着楚岩 身躯压迫 令她单薄的身躯 都攻了起来 楚岩环视苍天 那一个个要杀她之人 她笑了 笑得嘲讽 后悔呀 我当然后悔 只是后悔的 并非是杀了他们 我悔的是杀的太少 若是让我重来一次 虚迷风内天悲身上 你们的后人会死得更多 死到临头尽还敢口出狂言 那你便去地府忏悔吧 石家一名石花巨人 低吼声 猛地又轰出一道石拳 天地间无数的力量降临 朝着楚岩压迫下来 楚岩浑身剧痛 但她依旧站在那儿 她手中的诸仙剑 已燃到尽头了 她突然洒脱地笑了 她抬起手 那剑指向天边 我死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她唇齿轻轻地念动 随后众人都能感受到 那剑一竟燃烧了起来 化作无情的火光 上苍岛上唯有剑 天地星辰 也是剑 数万把剑 仿佛掌控着苍天杀伐 滚滚碾压 所有人目光一致 远处的左军瞬间闪退 与楚岩拉开一段距离 眼底充满了警惕 但下一刻 她却发现 楚岩也看向她 眼底充满了一抹戏谑之色 仿佛在说 你一带左军在剑威之下 不也只能退后吗 第249集 左军心中不爽 带有浓浓的恨意 但他却不敢上前 因为那一剑太可怕 他亲眼见过 楚岩还只是尊者 一及时用此剑灭天地 如今楚岩入地 那么这一剑能弑君 允星阁报应不爽 葬吧 楚岩狂笑 他手中的剑更浓了 他狂闪而出 冲着允星阁方向逼近 剑一笼罩 仿佛浩瀚的宇宙 都是剑气 顿时以剑一封杀了 整个允星阁一方 不 陈离火惊恐道 他想退后 但根本做不到 那剑更强了 允星阁的君者老祖 眼底也是生出巨色 那剑越近 让他感觉越危险 楚岩住手 剑一出 必有血染天 如何能够停下 楚岩狂笑 终是在这一刻 他的手指缓缓按下了 从九霄之上 宛如神阀降临 正对着允星阁的方向 允星阁 我们之间本该无仇的 只因一名弟子的错 你们迁怒于我 如今集结各方霸主来杀法 那么仇恨该了结了 灭 楚岩低吼 顿时间他喷出一口鲜血 他手中的剑 劈出了有万丈 那一剑出 天地间都安静了 化作一把万丈的斩仙剑 在这剑下 天地之下皆虚妄 瞬间暴体而亡 即便破地 也无力抵抗 那一剑破空而出 燃烧着楚岩的生机 他体内那金色的烛火 在漂泊 甚至在这一刻 逐渐熄灭 楚岩的身躯 也终于在这一剑 劈下后到了极限了 但这一次的一念诸仙 并未诛杀楚岩 他还有意识 倒是让他不禁苦笑 如今的局面 这一剑出 他再无底牌 已是一死人 还不如让他一念诸仙摧毁 那样至少死得光彩 但这样也好 便亲眼看着 允星阁的覆灭吧 这一刻 似乎无人再关注楚岩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那一把剑上 那剑破开虚空 燃烧着金色火焰 似乎能够焚尽仙摩一般 无情地朝着允星阁众人披下 不 陈离火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身躯 在诸仙剑下灰飞烟灭 连鲜血都没有流出 而是直接被分解了 救我 允星阁更多的人惨叫 这一刻 天地也要哭嚎 可其余霸主站在远处 根本无人出手 他们都被那剑威惊住了 呼 那剑终是落下了 允星阁的军者老祖 当年十六大军之一的人 他警觉性极强 似乎察觉到那一剑也挡不下 他放弃了允星阁 极快闪退 头顶出现五颗星辰命魂 试图去抵挡那一剑 但顷刻间 那一剑落下了 允星老祖双眼震惊 他的五尊星辰命魂被斩破 他的身躯也在分解 终是从这一片天地间 荡然消失 真 今日 有君者远 六欲众人都惊住了 六欲至高无上的存在 即便万年前的混乱大战 他们都不曾战败 但是今日 陨落 化作飞灰 允星阁一些退出十万米的低级地者 也都目瞪口呆了 那一剑让他们绝望 他们都明白 从今日起 允星阁毁了 君者的死亡 注定让允星阁跌落神坛 即便底蕴丰富 可那些反而会推进他们的灭亡时间 没有了顶级强者的坐镇 他们的财富会让六欲所有人寄予 允星阁毁了 又有人喃喃声 看着那君者陨落的方向 所有人喉咙都是滚动了下 万年不变的格局 也于今日彻底打破 然而在这一刻 其余的霸主势力也都心有余悸 那一剑 批断了允星阁 若是对他们其余霸主呢 他们又有几日能存活下来 季黄吉眼底也是充满浓浓的寒意 他甚至在自问 若是这一剑 楚言是对他所用 他能够抵挡下来吗 或许能 但那样他也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也让季黄吉对楚言的杀意更胜了 他始终知道 震天没死 一气化三清 再挑天选之人 万年来震天一脉的天选走出树人 也曾有人掌控过半数以上的震天传承 甚至与他天皇宗公然为敌 但那些人 只是过眼云烟 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 便是陨落 根本动摇不到季黄吉 但今日不同 他从楚言身上看见的是威胁 楚言是震天一脉 天选之中最强的一人 天赋也是最好的 所以楚言绝不能活 允星阁的强者尽数死亡 恐怕谁也没料到 今日这一场讨伐一战 对楚言一人几乎是碾压性的 但竟令允星阁步入了毁灭 许多年后 再有人提起这一战时 依旧是神采奕奕 兴兴乐道 因为这一战是楚言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灭杀大军 即便他借助了八方天神力 但这一战 却也打破了六欲平衡 乱了六欲 因也是因此彻底令六欲陷入到了乱世之中 今日便如一个导火索一样 从此刻开始 从此刻开始掀起了六欲几年来的战乱 乱世之中杀伐无数 万年的格局与平静鬼于一旦 也是这一战正是开启了古城间的复兴之路 穆家的当代家主看向允星阁方向 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起来 要如何吞并允星阁了 六欲之中十一霸主势力 为何天皇宗最强 只因天皇宗独掌一欲 修炼资源无数 但清谷如今 只剩下他穆家一方 他掌控清谷以后 绝对会一日冲天 达到仅次于天皇宗的霸主势力 有女工的公主凤眼也变化着 谁也没料到 今日允星阁会灭 但既然灭了 便也就灭了 灭的又不是他们 他们并不会有太多的怜悯 只是允星阁一灭 那么大的一杯羹 他们不想分上一杯吗 又岂会看着穆家壮大 清谷和四方神域不同 四方神虽也是一方欲同 但那里资源平级 是六欲外围 但清谷不同 无论是辽阔的星辰大地 还是富庶的资源 都能派入六欲前三 几大霸主各怀鬼胎 远处允星阁残留下来的人 都发出悲吼 他们知道允星老祖的灭亡 会让允星阁的灭亡 势不可阻 即便今日楚言死了 他允星阁也会灭亡 所以各方弟子终于都散了 不敢在这里停留 他们甚至都没有回到允星阁去 哼 季黄吉站在高空 发出一声冷哼 他是绝不会放过楚言的 只见这时的他神念一动 君威散出 画作无数道金色的光滑 虚空中都仿佛 扑开了一条皇朝之路 他漫步而下 没想到 你最后的殊死一搏 竟还拉了一方霸主势力陪葬 确实厉害 但这也更加证明了我的想法 季黄吉平静道 楚言看向季黄吉 没有开口 你是楚寒风之子 楚寒风乃是上界天之人 应该是得罪了什么人 所以才苟活地 藏在这六欲之中 但他一离去 如今你陷入冰死之际 可他还是没有出现 相比是他都不可能再回来 那么今日 你便跟我回天皇宗吧 你身上的秘密我要知道 季黄吉道 楚言能掌控神物 又拥有如洗仙法 这一点六欲皆知 当年万古长青树 还有古药新玉的火纹铜镜 沉间的浩天堂 所以他体内肯定是藏有秘密的 再加上他是楚寒风之子 楚寒风会什么也不留给他吗 上界天 任何一件神兵武技 在六欲都可能是京士之宝 让我看看你体内究竟有什么秘密 季黄吉平静道 只见他手掌虚空一握 那空间便被封锁了 楚言想挣扎 但如今他诸仙剑落 元气早已透支 若非有超强血脉燃烧 他现在恐怕已是一个死人了 楚言扑地喷出一口鲜血 他在一片废墟中 双眼洒脱地看向季黄吉 这一生他够 虽不甘心 但他自问拼尽了全力 如今这君者一击 他如何能够挡下 楚言 远处一声撕裂的声音传来 令楚言的身躯微颤 那本已放弃挣扎的他 又动了起来 他转身 上苍仙儿哭花了装 他依旧那样的漂亮 如仙女一般 他飞回到楚言的身边 为什么要回来 谁让你回来的 楚言瞳孔一缩 发出一声嘀吼 上苍仙儿哭着 但又笑着 他看向楚言 任由楚言责怪着他 他却平静地笑着 我不想你死 走 楚言又嘀吼声 既然来了 那便不必走了 虽然上苍一脉 弱不可言 但放任这终究是一个威胁 小丫头 你体内的上苍血脉 很纯正 应该是道同老儿的后人吧 季黄吉扫了一眼 上苍一脉 那眼神似乎能看穿一切 直接看透了上苍仙儿 上苍仙儿挡在楚言身前 他警惕地看向季黄吉 既然这样 你便随我走吧 上苍道同会自投罗网的 季黄吉淡胆道 随即他手掌又是虚空一握 君威之力降临 直接将上苍仙儿锁住 混蛋 楚言浑身剧痛的吼声 他拼尽全力地站起身 唇齿动着 像一刻八方星辰 引万千天神力降临 我欲成仙一步登天 借苍天仙力 去星河杀法 楚言欲再用诸仙剑 但可惜啊 他力量已散 如何能承受仙能 下一刻他狂喷鲜血 咚得一声跪在地上了 一道道仙力降临 近乎将他的肉身刺穿 季黄吉冷灭地看向楚言 以你残谱之躯 还如何能借天神之力 你继续下去 唯有一死 楚言 上苍仙儿红着眼 他隐约感觉到 自己做错 他的回来 让楚言更加痛苦 但他又如何能不回来呢 上苍一遇 雾终生 他喜欢楚言呢 啪 季黄吉手臂抬起 顿时化作晴天俱毙 从楚言的上空镇压下去 那力量太强 君者无人能撼动 君尊地卑 帝者如何能抗衡军力呢 那力量空达九天 楚言浑身似溅着鲜血 可在这时 他瞳孔一缩 有着一道倩影上前 挡在他的前面 任由那力量爆发 他不赌 他甚至没有去看那大山一眼 只是回神心疼地看向楚言 他静静地笑着 嘴角流出血字 对不起 我没听你的话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楚言眼睛通红 浑身再颤 发出嘀吼 他扑上前 抱住上苍仙儿的胶躯 我 不想你死 所以 我回来了 上苍仙儿那样憔悴地躺着 被军危所伤 他的生机 在疯狂流逝 不 楚言低吼 戴森 不哭 早知几日 你后悔 还退导我了吗 上苍仙儿笑着 那么伤 那么美 那么凄凉 楚言红着眼 他的脑海中 想起的是新日种种 那个总是黏着自己 为自己准备晚宴的女子 她如妖精一样 经常诱惑着自己 她的话语游在耳边 我美吗 若是 我愿意以身相许 你会愿意接受我吗 累了 我为你捂弄一番 那一日 落崖上的凤舞 美到心痛 你一推 我就打 我若愿为你作响呢 胆小的家伙 吼 楚言疯了 所有人都是一致 在那一刻 那原本明亮的双眸 在这一刻 竟是逐渐变成了灰黑色 泪水止不住地流出 大死 不哭 上苍仙儿伸出手 轻轻地替楚言擦拭着眼泪 她那般绝望地抱着上苍仙儿 她仰天怒吼 咆哮 饮苍天悲鸣 不 不要 不要 大死 活下去 上苍一脉 需要你 你终会是云中大鹏 坐在最高的王座 可惜 我不能陪你了 胆小的家伙 平冷黄泉路 我替你 吹 上苍仙儿终于落 最后的一刻 她还在笑着 那么美 她的生机燃烧 随风飘散在天地间 楚言伸手想要去抓 但是她抓不住 只能够任由那力量消散在天地间 众人看向楚言 在这时竟无一人上前 楚言闭上眼 她的眼底终有泪水滑落 她 她近乎疯狂地咆哮 她体内的力量在燃烧 化作一道道黑暗魔龙 乱了这天 她站起身 目光一一地扫过今日所有人 那眼神冰冷如邪灵 她要将所有人都记下来 上苍仙儿 就是被他们逼死了 她今日要复仇 她要杀 哪怕这是天命 她也要逆了这乾坤 季黄疾皱眉 看着楚言体内突然爆发的力量 她冷声道 楚言 你还不束手就擒 她死 你今日也会死 没人能改变这结局 天地间 树道军威降临 无情地镇压下来 刚才杀上苍仙儿时 他们都有参与 牧家 石家 天妖风 妖山门 幽女宫 每一个他们都要付出代价 就有郡珠出手了 天兴宗处 紫燕悲痛欲绝 她能感受到此刻楚言的绝望 是你们逼我 楚言低吼 她站在那儿 在这一刻 她突然任由那军威降临 她也不闪躲 她抬起头 冷冷地凝视众人 随即间 上苍岛上有冷风吹过 是凄凉的风 楚言体内燃烧着一道道斜力 她双眸变化了 红人变成黑色 她唇齿缓缓地动着 看向众人 随即间 八方似乎有万千魔灵降临 那些魔灵成虚影 但却皆对楚言表现出尊敬之色 仿佛在朝拜他们的魔主一样 我若是魔必将杀尽六玉 今日所有人都要死 六玉本无魔 是你们逼我 那我便化身这魔 乱了这六玉 灭这苍天又如何 楚言还在咆哮 天地间有万千魔器降临 化作魔灵灌入楚言体内 她的身躯正在发生 骇人的变化 她在长高 背后生出魔意 肌肤黑化 浑身的元气燃烧 变成精纯的魔源 邪魔降世 金骨星域 黑骨黑压压的魔云笼罩 天地八方 升起万千魔灵 皆是疯狂的降临 贯穿入楚言的体内 在那一刻 仿佛要让天下万魔贵福 他们皆是以楚言为尊 所有人抬起头 看见这一幕 目光都制住了 随着魔灵入体 楚言的身躯正在变化 她不再是人 她的身躯极为庞大 力量更是成倍的攀爬着 突破智谷与极限 根本无法束缚 她那背后的魔翼 魔翼虚空一阵 引起无尽的狂风 她发出一声低吼咆哮 万魔沉浮 怎么回事 各方霸主的人 脸色顿时惊变 那魔气一出 让他们都感到惊恐 那股力量 竟与先前的诸仙剑威 有得一拼 她入魔了 而且很可能是 至高级别的魔道传承 穆家一名老祖低吼声 魔道天悲 众人猛地想到一个念头 季黄吉眼底更是凶残 她本以为楚言用了诸仙剑绝 那般仙法 她定无力回天 只能任由宰割 但上苍仙儿的死 似乎刺激到了她 竟然让她入了魔道 她的气息在变 天妖风一方的地者低吼 魔妖虽不同 但却有一些本质上的相似 便是血脉的镇压 所以他们在这一刻 皆是感受到强烈的魔力镇压 让他们感到惊恐 楚言的气息在狂变 竟在短短的树息间 她的气息突破人地 朝着更高的境界提升着 地地挡不住她 她的力量还在攀升 转眼间她入了天地 各方霸主的人都惊住了 这种情况他们闻所未闻 即便是魔道 修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依旧需要修行才对 但是如今的楚言 竟直接提升了几倍的力量 还不够 我要弑君天地 还不够 楚言低吼 她魔眼滔天 朝着虚空凝望 似乎要引更多的魔灵入体 她的身躯都虚秒了起来了 在这一刻 她的气息极为不稳 你极限 若是在西魔灵 必遭魔灵反噬 然在这时 楚言的体内 响起一道巨大鼓音 仿佛魔神之音 将楚言的力 生生地震断 第二百五十集 魔灵终于停下 云雾不散 楚言化作大魔将士 魔艺一展 若垂天之云 傲视久消 如今楚言 天地之巅 啊 楚言可是不甘心啊 他知道 凭他现在的力量 要想抗衡军威 还不够 他还想要更强的力 在这一刻 他发出咆哮 逼 他元神也化作魔区 降临在那九天玄塔之内 他踏入第七层 站在第八层的门前 他还想要朝前推入 他要以此借力 杀天下 啪 但顷刻间 他的魔魂被震退 令他本尊都不断喷洗 你生在我体内 却不肯借我力 我留你何用 楚言不甘心地咆哮 怒骂 一拳轰出 砸在九天玄塔上 哦 九天玄塔 这一刻似乎也有怒火 第七层 引来更可怕的狂潮 冲着楚言镇压 楚言 接连败退 他被震退出九天玄塔 他站在塔外 化身魔区 他抬头看向那九天玄塔 你不借我力 那我今日便以天地占大军 战死又何妨 楚言元神退出 他看向天下人 此刻的他早已不是人形 魔艺斩翅 魔气 滔天 杀 一个杀字 他魔爪探出 朝着各方霸祖杀去 几大霸祖脸色都惊住了 楚言入魔 引八方魔器 入天地之力 那般威能 令所有人都在颤抖 许多人都感觉到不安 不 沐家同样一名天地 仿佛遭受了魔神的审判一般 直接被斩 疯了 楚言疯了 退 其他霸主的人都惊恐了 天地根本挡不下 这一尊大魔一击 在魔神面前 他们是那样的孱弱 所有人充满惊恐 盯着眼前这一尊巨大魔主 传闻魔主 孤傲一事 一声怒吼 令八方魔灵跪以福 朝败 惊喜一战 楚言化身邪魔将士 六玉本母母 奈何你们逼我 那今日我乱了这六玉 灭着苍天又如何 傻 楚言还在低后 他的魔爪不断探出 掠过之处 虚空破裂 星辰断痕 每一次皆有无数大能陨落 逆者在这一战中如蝼蚁 孱弱不堪 各封霸主眼神 惊恐 快快退 求女工退后十万里 穆家退后十万里 混蛋来不及了 十家一名天地惊恐到 随即他便见魔翼煽动 狂风作势 挂作无尽魔刃 斩杀向他 他那实化的肉身 在魔刃之下如蝼蚁 一席肩破裂不堪 最终粉碎 魔王将士 避乱苍天 轻鼓众生 在这一刻都看着那巨大魔尊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里的一战更加惨烈 那魔尊的还在发出咆哮 他身影极为的庞大 每一步踏出都让大地颤抖 紫妍疯狂地哭着 这一战太惨烈了 楚颜也入魔了 他那可爱的小尸弟 总是洋溢着灿烂笑容 风轻云淡的小尸弟 不惜入魔 跨天地魔王 君者随我出手 射死他 季黄吉眼底惊寒 他在楚颜的身上 看见了惊恐 那力量比之当年的千梦语 让他更加的忌惮 天碑之争不到一年 他已成长到了这一步 天碑之内的魔道秘星 比之当年的千梦语 所参悟的还要更为可怕 楚颜 佛门慈悲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我六狱 是绝对容忍不下一名魔修的 有女工一名女君主踏出 她浑身散发金光 身后有六道光轮 显示修行了佛法之人 她打了一个佛语 劝道 哈哈哈哈哈哈 楚颜 猙獰的狂笑 她磨磨一转 看向幽女工 回头是岸 可笑之极 我已到了彼岸 化身为魔 回头只能是无尽苦海 天地间 何为魔 何为佛 若佛欺人 又怎配称为佛 难道所谓佛 便是一度信仰 便是修行佛法 便为佛 自当不适 楚颜觉得可笑 她也修行佛法 佛法万千 修一颗善心 佛法言 一切众生皆可修佛 那魔呢 魔便不能吗 魔为何不能 然今日六欲逼她 我不得不入魔 如今竟有人想要度她 然度她之人 双手沾满鲜血 却声称自己是佛 我若入魔 谁能度我 楚颜发出一声嘀吼 我今日要乱这六欲 苍天大地 谁敢做啊 哼 看来你已无救 既然如此 我唯有杀你 有女宫的女君踏出 她掌控大佛法印 脯子当空 驱散不少魔云 画一座金色大山 宛如一颗巨大星辰坠落 朝着楚颜碾压 其是知佛 灭之 楚颜低吼 进以魔区去碰撞那巨大佛山 不自量力 众人看见楚颜的行为都是摇头 认为楚颜愚昧至极 魔又如何能斗过佛呢 然而在这一刻 谁是魔 谁是佛 楚颜是魔区 便是万恶之魔 优女宫女君掌控佛法 便是善心大佛 楚颜不苟容 杀 楚颜咆哮 那巨大魔医拍打 狂风作势 呼啸不断 他与那佛山碰撞 巨大佛山 寸寸碎裂 他的魔医也染红了鲜血 啊 楚颜还在咆哮 他要杀出 他目光冷冽地锁定季黄级 他还要杀季黄级 要替上苍仙儿报仇 没用的 你入魔又如何 终究只是天地之境 举尾你如何破 季黄级手指抬起 虚空一点 那一股力化作巨大黄泉之光 黄泉至上 砰的一声击穿楚颜一对魔医 在那魔医上留下一个不可预和的血洞 所有人都惊住了 紫燕在远处看着 捂住阴唇 还是不行吗 还不够 天星宗的老祖也叹息声 楚颜即便入魔掌控天地威能 让八方魔灵朝拜 可他终究只是天地 不入军 如何抵抗军威 即便是入魔 今日军者要杀他 他如何能够不死 楚颜还在抵抗 在这时他不去抵挡任何力量 任由那无数的光滑杀意斩杀向他 转眼间 他身上血流不止 血是黑色的 他一步步地踏出 朝着那幽女工方向 那一名伏修女军逼近 斩 光滑散尽 那女军眼底一声惊骇 他欲要闪躲 但他却发现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镇压 让他根本无处闪躲 终是在不甘之中 被一股魔力轻入郊区 令他生机溃散 凄惨地坠落云空 君 君允 又一名君者允 众人惊住了 今日一战 又有君允 今日允落了太多人 地者如蝼蚁 天地不堪 倾武大暴乱 狂徒 你找死 有女工的另外一名君者怒急了 他乃是万忧仙子 十六大军之一 他虚空踏出 御守转化 朝着楚燕按下 此子 今日必死 否则我六御和安 穆家军者踏出 十家军者踏出 天妖风 妖山门 皆有军者出手 如今一名名君者踏出 他们将目光锁定楚燕 令所有人都明白 楚燕即便入魔 地境无敌 是一君者 可一今日 他依旧要死 砰 那巨大摸躯被震碎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他不甘心地看向众人 但随即 他觉得好笑 天下间 亲人知佛 天下谁人是魔 我心不甘 万千神威 将领彼身 楚燕化身大摩 被镇压在 吴望山崖下 今日各方霸主 派出军者来 只为杀他楚燕一人 上苍仙儿为其云 替他赴那冰冷黄泉路 楚燕化身大摩将士 视天地如蝼蚁 杀得苍天哭泣 可如今他依旧要死 我心不甘 楚燕被一座座巨大的军威大山镇压 在那上苍岛上 上苍岛寸寸碎裂 无数人看着这一幕都惊着 这样一个少年 在这般绝境之下 他惺惺不甘 他还在挣扎 不可放弃 哼 今日天要灭你 你不甘又如何 如何能活 去 有女工大军 画万千手臂 朝着楚燕无尽的探去 一道接着一道 化作万千幽魂 不断摧残着那巨大摩躯 令他的身躯残破 片刻间骨头断裂的声音在天地间响彻 还不够 还没结束 楚燕还在咆哮 如身体一般的巨大摩躯 狂颤不已 他发出一声巨大的魔吼 仿佛令天地间万千的魔灵贵斧 那天地间巨大摩躯而立 他站在那 任由无情的力量斩杀他 他无动于衷 他的巨大魔爪探出 继续杀向更多的天地 我化身为魔 佛能奈我如何 哼 不自量力 季黄吉冷哼声 唇齿一动 有着一道黄泉神印镇压 砰地击中在楚燕胸膛 令那巨大的摩躯上 出现一个害人的血洞 啊 楚燕还在发出魔吼 在这时 两名军者上前 以军威大势 逼破楚燕 可楚燕仰天狂笑 他手中突然多出一把魔剑 那剑仿佛从地心之下抽搐 立刻断了整个上仓岛 魔剑有劲千尺 斩天空 那是一把真正的斩天剑 我意化身魔剑 楚燕平静最后一股力 剑意滔天 天地为剑 他那巨大的魔区 仿佛在这一刻化作巨剑 迎上那两名大军 剑之掠过 天地鸿光 笔直地灌射向两名大军 剑斩天 滚开 两名大军也是冷横省 施围大军 有着足够的底蕴 每一道掌风都如大山一般 令地面上狂风作势 瞬息逼到楚燕身前 在这一刻 苍天有泪 下起大雨 呼 迎着两名大军的手印 楚燕不闪 只为拼尽一击 再斩大军 见其降临天地悲鸣 化作一道道魔光剑气 那剑中不知蕴含着何等杀意 竟令天穷都化成了血红色 仿佛真的将上舱重伤再滴血 天地间悲鸣不止 雨水也变成了血色 所有观望的人都被惊住了 这一战太过的惨烈了 那魔剑与两名大军碰撞 几乎是瞬间 连续几道军威掌 硬轰在魔王身上 令那魔王喷出一口黑色的鲜血 但魔王并不退后 他的剑还在继续 眼底充满着浓厚的细血 两名大军眼底一惊 自是发觉了什么 欲要退后 逃得掉吗 楚燕争鸣的道 随即间魔剑声 天地绝境 万千剑网 无情地将两大军笼罩其中 转眼间便是几千道的伤口 令两人疯狂吐血 呼 两名大军被轰出 几乎死亡地砸在废墟之地 眼底都是恐惧 又是两名大军 自允星阁与幽女公后 楚燕再一次地折损了两名大军 随即又有人看向楚燕的方向 此刻的楚燕也已经极限了 他巨大魔躯 犹如血人一般 那般的凄惨 他巨大的魔童之中 又看向上苍 仙儿允王之地 是那般的无助于痛苦 轰隆隆的一声 巨大魔躯倒在地上 他再也无力 他不甘心 他恨自己的力量不够 终是杀不了季黄疾 没能乱了这苍天 巨大的魔童像 又有泪痕划过 他缓缓地闭上眼 此时此刻的他 气息是那样的微弱 体内的金色火焰 也在风中飘零着 似乎随时会熄灭一样 结 结束了吗 所有人心有余悸的喃喃声 天地就这样安静着 沉寂着 甚至巨魔倒地 也狼藉一片 都无一人敢再上前 去杀楚燕 似乎都怕楚燕 临死前的反扑 再杀了他 今日的一战 太壮烈了 注定是自万年前 古城间一战 六狱最为惊动的大事件 凡是参与 今日一战的霸主 皆有损失 有女工折损一名女军 天皇宗两位军级强者 废掉了 允清阁更是近乎毁了 不相灭 穆家 石家 天妖风 妖山门 折损天地百名 地者不计其数 似乎上苍岛上 全部堆积着地者的尸骸 几道霸主 都是受了重创 让人不敢置信的是 这一切 只因为一个叫做 楚燕的少年 杀了他 季黄吉老眼 一闪立色 如今楚燕化身大魔 若是今日不除 今日必乱六狱 许久君者破地 往昔在六狱至高无上的大能才回过神 他们都被惊呆住了 随即皆是冰冷地扫过楚燕 杀意 更浓 注定是苦命的孩子 然而虚空中 忽然有着一声喃喃之声 没人知道那声音是从何处来的 但就那样响彻在整个六狱天地 所有人都听得真切 在这一刻 那无数君威 竟是僵固在了原地 刺势被禁锢住了一般 上苍岛上 无一人能够撼动 在云霄之上 有着一名不一身影 他安静地站在那里 却仿佛犹如一尊世界一般 那身影背着手 看着楚燕倒下的地方 他浑身散发着各种光泽 每一道都能星辰暗淡无光 宛如天地间自有的规则一般 似乎他的话便是天命 让星辰也要遵从 他眼眸中充满了心疼之意 狂饮了一口酒壶 无人 你真的是太残忍了呀 我等皆是红尘之人 二十几年看着少主成长 又如何能够看着少主去死呢 半虎九仙 他就站在那 他目光一扫 季黄吉等人很想出手将其灭之 但他不能 因为他曾答应过他 不为他出手 不让他借助外力 一个人成长 休一生忍辱 直到某一日成就大能 但今日他终是忍不住了 他亲眼看见 这少年用仙剑灭星云 化身大魔 质问苍天 我若为魔 佛能奈我何 他已到彼岸 回头只能是无尽苦海 人生在世 冷暖不自知 路漫漫无常 今日上苍岛上 他险些陨落在此 甚至化作大魔不可逆 但这又何曾不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接下来的路 会因此而更加精彩 直到某一天 站到那星空王座之上 一言而畏天下法 画玉天之王 阻掌苍穹 他曾亲眼目睹那二人的风采 三百年神功之内赶问苍天 神风一出 天下无双 长脊斗藏穹 灭了那八方星河 杀得王族之人东躲西藏 如今他们的后人 又岂会是泛泛之辈呢 命数啊 九仙倾效 天地每一刻都在变化 所有人都在影响着这个世界 但是 有些人穷其一生 却也只是微末 然而有些人的命 仅仅一念之间 便可让天翻地步 显然楚言便是后者 他是那个能影响天地命数的人 他的命还不该在此陨落 何人 忽然间 纪黄极是唯一感应到 虚空九仙之人 他发出一声嘀吼 手中一柄杖升空 似乎要掌控黄泉 然而下一刻 九仙一个眼神 那权杖砰的一声碎裂 纪黄极惊作 黄泉代表九武 天之下至高无上 然而在这一刻 他的权威竟被对方一个眼神摧毁了 我是何人你配知道吗 九仙那样的霸道 他虚空地踏出一步 来到楚言魔区的身旁 入魔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既然已入魔代表你的命数 我不去破 但是你要活着 去吧 九仙抬手一念 顿时又神光灌入楚言的体内 令其的伤口在肉眼可见下 挥不着 小女娃 很不错 只是冰冷黄泉路 不用你付 归回吧 九仙一挥手 天地间有无数生机回归 上苍谢儿那憔悴的面容又出现了 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仿佛从未发生过 第二百五十一集 九仙看向上苍谢儿一眼 即便他拥有无数微能 但此刻眼中就有一丝感激之意 因为他知道 上苍谢儿是可以为楚言丧命的那种 带他去吧 今日一命 配得上那一场造化 昔日他终会成就彩霞 这小小的六欲 配不上他 九仙轻叹一声 天边近又有人影生出了 他们出现的那般诡异 真的是凭空出现的 上苍谢儿被人带走了 楚言的伤势也终是恢复了 九仙抬起头看向虚空之地 你也将他带走吧 嗯 忽然间 虚空裂开一时空之门 有着一名沧桑老者走出 他的身躯和楚言比之起来 那样的渺小 但他抬手一念 将楚言的魔躯收走 至于去了哪里 无人知道 楚言被救走以后 那老头又抬起头 看向九天之上一眼 纪黄吉就站在那儿 他眼底隐约有寒意 一闪而过 纪黄吉也看见他了 眼底一颤 那眼神之中 让他有着一抹熟悉 但他却又说不上来 纪黄吉他说的话 你要记住了 老者留下一句终是离开了 漫步离开 从这一片虚空之地走去 纪黄吉脸色极为难看 万年了 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可他此刻竟是不敢动 因为他能感受到 对方的力量太强了 是他根本无法抗衡的 上苍岛似乎被封印了 天穷上有着一片 禁锢之光 令这一片虚空 都处于静止之中 阁下是何人 可是来自上界天 纪黄吉发出一声沉声 他必须要弄清楚此人身份 你们不是喜欢以多欺少 持强凌弱吗 然在这时 那九仙忠实动了 他缓缓地抬起头 再度看向众人时 他的眼眸不再温和了 然而十分的犀利 腰钻 充满了尸杀之意 接下来 该是你们偿还罪孽的时候了 九仙东地踏出一步 然仅仅是一步 天地间的规则变化 顿时无数强者吐血 面对此人 天地如蝼蚁 大军须折服 纪黄吉等人皆是被震退 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惊住了 他们一个个都是六欲至高的存在 但此刻在对方面前竟是这般的无力 你们真是弱得可怜 我若想杀你们 如屠杀蝼蚁一般 九仙藐视一笑 眼底有着几分 闭逆天下的高傲之意 众人心生恐惧 穆家一名君者咬牙道 前辈 您乃是上界天人 有无上神威 但对我等出手 难道不怕他人耻笑吗 九仙眼底一寒 冷眼地扫过穆君 你们万千帝者 大军围杀一后生 难道还有比你们更无耻的吗 众人无言 都说不出话 论无耻 谁能比他们追杀楚颜 更无耻 他们自然也明白 但碍于楚颜的天赋 他们不敢让楚颜再活下去 他曾是神功战将 跟随着情若梦 征战万千 不知杀过多少强敌 但在这一刻 他手臂一收 没有动手 可惜 你们的命 不该由我收 九仙忠是叹息摇头 随即他将威势收回 继黄吉等人 接才是松了口气 大汉玲玲 他会回来的 接下来的日子 你们可能要在煎熬中度过 因为你们在等待着的 是王者归来 等到时候 你们都会一一灭亡 九仙朗爽笑道 此时对楚颜充满了极度的信心 天空之上 云霄散了 九仙没有停留 他如往常一样 清除了部分人的记忆 只是这一次 他清除了军之下的所有人 记得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唯有那寥寥几名大军 当一切散尽之后 所有人都是那般木讷与茫然 发生 什么了 天地的记忆被抹除 看着一片废墟的大地 发出质疑声 远处天星宗的方向 紫燕看着消失的楚颜 刚才的一刻 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觉得好像生命中少了什么 被抹除掉了 但如今 楚颜已经在上苍岛上了 那楚颜是死了吗 太惨了 被军威轰杀无形 连尸骨都没有剩下 更多的声音响起 然而唯有季黄吉等军者脸色十分难看 他们还记得 他们也知道 楚颜并未死 己方霸主脸色都不好看 只见在这时候 木家一名军者突然长叹牺牲 看向季黄吉 季军 今日之事已经酿成大火 我木家自认无力再与其争锋 从今日起退收一方 木家不再参与了 季黄吉冷哼声 没有说话 但心中却是冷笑 木家不参与 木家想 可是楚颜会同意吗 若是楚颜真的没死 那昔日回归以后 会放过木家吗 今日讨伐楚颜的任何一方霸主 又如何能够逃脱 天妖风的左君 脸色阴逸 心中隐约升起回忆来 若是昔日在古妖之中 他们不去与楚颜为敌呢 或许今日 又将是另一个结局吧 但一切终究是晚了 仇恨已经酿成 接下来谁会允许他们存活 诸位好自为之吧 幽女宫的女君叹息声 他们与楚颜本无仇 只是因天妖风的缘故 他们在双方选择之中 抛弃了秋梦 选择了天妖风 真的错了吗 曾经幽女宫认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天妖风乃为霸主之一 楚颜呢 没有背景 出身卑劣星辰 这需要选择吗 可是如今 幽女宫才知道 他们错得离谱 结束了 一切终是结束了 各大霸主都十分压抑 心中各自有着想法 接着一同纷纷地散去了 原本美丽如仙境的上苍岛 也终是变化成废墟 上苍岛一战 旷世传奇 终是传开 在六玉疯传 这一战的惨烈程度 达到了一种颠覆 甚至比之万年前 古皇朝沉间的一战 也成皇不让 只因为 今日陨落的大军 丝毫不少于万年前 四名大军 中陨落 何人所为 一代天碑 他姓楚名言 然而这一战的最终结局 却没有几人知道 即便是各方霸主 回归以后 也谨慎对待 没有任何的生长 可是关于楚言 却再也无人见过 他仿佛与那上苍岛 一样被摧毁了 所有人都认为 楚言死了 似乎他的死 在这一战中是必然的 在那无数大军之能的威胁下 他又如何能够活呢 当日 天星宗中 紫妍痛哭着 情至深处 若非是一名天星宗老祖 及时赶到 他的双眸 可能都会永远瞎掉 啊 木白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声 瞳孔之中闪烁着火光 他要复仇 他一定要复仇 今日的消息传得更远了 遥远的武王心域 李氏家族中 李氏家族的大殿上 李洪威坐在首座 众多长老 依次在下方排开 他们双眸都闪烁着迥异 诸位 怎么看待此事 上苍岛一战轰动太大 但最后战局 却是扑朔迷离 几大霸主 谁也没有站出来说话 我怀疑 其中 会有隐情 确实 不过那楚延 应该是死 他的命 终是难逃 大军屠杀 我听闻 那楚延 可能是镇天之后 季黄极 可能是有意 将消息封闭 为的便是引出所有镇田一脉 赶尽杀绝 那诸位长老 以你们之见 此事 我李家应该如何 李洪威问道 以我之见 六欲已乱 如今轻骨心欲 东方群龙无首 穆家有意要一头 不过幽女工 似乎也不甘心 我李家 可以分上一杯 李家诸位长老言道 李洪威点下头 此事 还须从长计议 退下吧 众人退下 当大殿之中 只剩下李洪威一人时 他眼中突然闪过 一抹无奈与思念 他副手 抬起头 看向天空 孟虞 又有一个少年 捕了你的后尘呢 但究竟是何人所为 十几年了 杀你的人 我还是没有查到 李洪威叹息一声 也不知是为 楚言的天父感到惋惜 还是在思念那 已经过世许久的家人 李氏家族 当李逍遥知道 楚言灭亡的消息以后 他十分沉重 他独自一人饮酒 并未去疯狂的报仇 只因为他知道 他的力量 根本不够看 但是他却连续买醉 连续半月时间 他都在九陵中沉醉着 直到有一日 双眼赤红 两天发出一声怒吼 我要复仇 我一定要复仇 云海星玉玄女宗 在一座钟楼之上 敏儿独自站在这儿 依旧是蓝衣飘飘 他看向下方 眼底充满了肃杀之意 天悲之后 他虽憎恨 可不能绝望 他还杀了 无数幽女工的弟子 然而当这一次 他听闻 处言陨落的消息以后 他却绝望 他目光无神 站在那原地 不曾动一步 转眼间便是数日 他就一直站在那儿 仿佛要将钟楼 占塌为止 丑哥哥 你若陨落 我替你复仇 又如何 杀尽天下人 就有何用 我只向你活着 敏儿悲痛 终是在数月后 他流出一滴泪水 然而那泪水 竟是又由鲜血所化 玄女宗的人都惊住了 无数人前来安抚他 但无用 他仿佛进入了 一种疯狂的状态中 体内的鲜血 化作一只血缝 在仰天悲鸣 转眼间一个月后 上苍岛一站 还在广为流传 从未停止过 至于楚岩 也从未再出现 他就像传闻中说的一般 仿佛是真的死 然而六狱 却并不平息 古妖心欲率先的 爆发大战 这一日 在三大妖山上 轻易安静地站在那里 他浑身上下 竟是有着无数力量束缚着 但他头也不回 一步步朝前走去 丫头 紫龙妖君也亲自降临了 看向轻易 无奈地叹息声 他死了 我要替他复仇 轻易脆生生地道 他体内的青光乍现 竟是将紫龙妖君的封印解除 随即他漫步腾空 转眼间朝着天妖风的方向杀去了 短短几日的时间 天妖风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还没有结束 消失许久的 秦子轩出现了 那一瓶千丈俱锤 横空出世 降临在天皇宗的中央 他以一锤之威 将天皇宗的大殿砸毁 当日既皇级为首 四名大军追杀秦子轩 其中一人出手重伤了秦子轩 但最终依旧被秦子轩逃离了 六狱陷入到了一片紧张的气氛里 所有人都极为的小心 各方霸主甚至都不敢露头 然而又是一日 古妖心域中突然出现一股神秘势力 率领这势力的人乃是一云中大棚 他展翅三千米 宛如天空君主 不看万妖 他有着一双神秘之铜 极为妖翼 有人传此人为人 双眸若妖化身大棚 执掌一暗中势力 竟是一夜之间横扫了整个天妖风 这一战似乎是早有准备 三大妖山与夏侯一脉 同时对天妖风发动总攻 转眼三个月后 天妖风画上一个句号 原本巍峨的七大山峰被移为平地 这一战死伤无数 极为惨烈 右军乃是以海东清修炼成军 但那一战被子龙妖军折断羽翼 彻底陨落 左军与天妖风老祖狼被而逃 最终投靠向妖山门才得以幸存 但也是从今日起 古妖新玉彻底换了天 原本的三大势力被灭一方 形成两方分庭抗礼的局面 也随之有一个崭新的名字被人记住 成为楚言以后 第二个威震六玉的名字 妖童 妖童出世 画云中大鹏 似乎折服许久 只为今日一战 直接打破了古妖格局 这一日古妖新玉在起风云 各方强者齐聚此处 这里是一片峡谷之地 有着一只大鹏鸟展翅环绕 随即来此的所有强者 瞬间将其围剿 来此之人正是妖山门之人 还有天妖风的残留一脉 天妖风残留一脉都躲在妖山门内 看见这大鹏露出憎恨之意 这一只大鹏手中率领一神秘势力 不知杀了他们多少族人 大胆孽畜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天妖风一名递者怒吼 我的后代便是被这大鸟所灭 必杀之 昔日天妖风如今已从古妖灭门 竟还有脸在此猖狂 妖童发出一声嘹亮的鸣叫 你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对我天妖风出手 我天妖风何时得罪过你 天妖风也有一些人怒道 这一战太过莫名其妙了 他们死了无数人 即使因这一只大鸟所起 可他们根本不知对方为何要杀他们 妖童冷灭于空 藐视地一扫众人 上苍岛上 楚颜与你们有何仇恨 你们不一样不惜杀他们 既然如此 今日一问倒是好笑 楚颜 明眼人顿时迷雾 哼 原来你是楚颜的人 我乃震天天选 妖童不屑地扫了眼对方 震天一脉 将复出 众人大惊 这大鸟竟也是震天一脉的人 震天一脉究竟还有多少人 两大势力的人心中生据 诸位何须畏话 狐杀者孽畜 为我天妖风复仇 天妖风的一名天地 凌空一指 朝着妖童刺下 但顷刻间 虚空断裂 又有无数强者降临 其中竟还蕴含着 浓厚的军威横扫天下 子龙妖君 下侯老祖 两大势力的人眼底杀意更寒 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了 对方可是军者 一念间便能杀他们 妖山门还真是够威武的 上苍岛一战 万千强者追杀一后生小辈 如今已是华天下之大忌 怎么 今日又想继续 再对付一个后生 朗朗乾坤 子龙妖君的声音传出 嘲讽之意不言而喻 但是他站到了妖童身边 子龙妖君与下侯老祖 都亲自降临此地了 两人均威绽放 子龙妖君背后 生出一条盘卧的子龙不可一世 下侯老祖的军威异象 似乎弱了一点 但也是一副万马奔腾之徒 尚有无数千里骏马 在两人身旁 还有无数递者 其中一名亲衣女子 她眼眸极冷 似乎只有浓厚杀意 若非子龙妖君拦住她 她可能已杀出去了 老妖龙又在这儿以老卖老 虚空突然一颤 空间又是裂开 出现一片幻境 有着一老者走出 妖君 妖山门众人 见到老者立刻恭敬道 妖山门十五大军之一 名为千幻妖君 乃是一幻妖得道成军 擅长变化和幻术 论资历的话 不弱于子龙妖君 你三大妖山从不问世事 我们三人之间也是保持着友好关系 万年不斗 但不久前天妖风一战 你忽然参与 倒是有些坏了规矩吧 千幻妖君淡淡道 在千幻妖君身旁 还有一个老者 他眼神充满怒语 正是天妖风的元大军 名为神归妖君 如今天妖风被灭 他也只能寄人篱下 第二百五十二集 坏了规矩 楚颜和我徒儿感情极好 本已是本君的翁婿 结果被你们围剿杀死 我灭天妖风 过分吗 子龙妖君冷哼声 君者的对话 其余人就只能听着 不敢插手 但今日 古妖任何人都知道 今日一战 恐怕是古妖有史以来 最大的暴乱了 从今日起 昭告天下 我三大妖山腾空出世 对外疏徒 凡是想要修行之人 皆可踏入妖山 便算入门 下一刻 子龙妖君妖念通天 响绰在整个古妖心域 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楚 三大妖山出山了 不再像以往一样神秘 而是对外疏徒 三大妖山 万年隐居山林 几乎没有大动作 甚至被很多人忽略掉 不过如今一出 第一件大事就是灭了天妖风 现在又要对古妖收徒 开放山门 那么他们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难不成三大妖山 又要让古妖一捅吗 折服万年 你果然是有野心的 千焕宁是向子龙妖君不善道 顺势而为 子龙妖君平静笑道 丝毫不在乎对方 千焕又说道 如今我与神龟共处一堂 执掌妖山门 君者五位 你如今开创山门 你认为能赢过我们 我们五位大居若是一同攻击 你三大妖山能活 你可以试试 子龙妖君随意地笑道 当然 你们若那样做 除非杀死我 否则的话 我熬有古妖 那时妖山门将永无宁日 千焕妖君冷冷地扫过子龙妖君 却没有说话 因为他也明白 像到了他们这般境界 交手即便分出输赢 也无法轻易杀死彼此 然而若对方不死 只会激怒对方 等到时候妖君一人在外 要杀他妖山门后人 太容易了 震天一脉 你以为还能够复苏吗 子龙 你太天真了 季黄疾不会允许的 而且你别忘了那些人 他们也不会看着六玉生变的 不是是谁知道呢 子龙妖君无所谓的道 看来你已经有了战位 既然如此 我拭目以待 千万妖君离开了 妖山门与天妖风的残余一脉 也离开了 回归妖山门 古妖一世 暂且高一段落 但六玉似乎并未因此便平静了 清谷新玉 允兴阁的大军陨落 原本众人以为 穆家会强势崛起 但不知为何 穆家选择了退役 并未侵蚀允兴阁 这导致本已步入灭亡的允兴阁 还在苟延残喘 虽顶级大军灭亡 但允兴阁忠实霸主 抵运破风 穆家不动手 也不是寻常小势力能推下 所以古妖东部 陷入了一片混战当中 一些小势力联合起来 想要轻蚀允兴阁的 但允兴阁全力反击 并不少势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允兴阁如今的掌舵者 名为青云大帝 一身破地之能 他野心勃勃 想要重建允兴阁 接连对不少势力发动兵变 短时间内 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然而迟到一日 青蛊新玉又有人来了 此人从一秘境之地修行而出 整个人如野人一般 十分邋遢 但他眼神明亮 手持一把矿式绝刀 横扫八方 还有一批神秘之人追随于他 这一批人皆如死亡军团一样 极有秩序和凝聚力 他们始终跟随在这青年身旁 在一边有着一名持体的将军 对青年问道 陈统领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横扫允兴阁 占据青骨 重建震天鬼刀一脉 青年下令 当日大军兵临城下 直接压迫向允兴阁 允兴阁的新宫还矗立在那 只是如今显得极为萧条 连续数月以来的兵变 早已让允兴阁落寞不堪 但是底蕴犹在 青云大帝一人坐在兴公王位上 五看下方 似乎在幻想着他日 下方宫殿万人跪幅的旷世之举 他野心勃勃 在等待着这一天 但他不知道 那些终是只能成为幻想 而不可能实现 大帝 大事不妙 我允兴阁外 突然出现一大批强者 忽然允兴阁下 有一名帝者极快奔赴而来 青云大帝皱起眉 是穆家之人 并非 这群人乃是分批次进入我轻骨心域的 不知是从何处而来 我们查不到他们的行踪 难道是其余的霸主要吞我允兴阁 对方实力如何 青云急忙问道 心中隐约感到不对 近一万人 皆是尊者以上 其中地境者似乎比我允兴阁还要多 那弟子紧张得到 额头都流出了虚汗 青云大帝终是坐不住了 他立刻起身 发出一道号令 团你下去 马上准备迎战 所有地者随我出去看看 青云大帝踏空而出 随即便看远处黑压压的大军压境 一来到他星宫下方 阁下是何人 我允兴阁可是有得罪过阁下 若是有的话 阁下尽可明说 我允兴阁愿意付出代价 允兴阁残暴无良 昔日追杀我等一脉君王 早该灭门 既然无人坐着出头鸟 今日便由我等亲自来解决 灭门吧 你们君王 青云脸色阴沉 十分不解 还望阁下明言 我等何时追杀过你们君主 你们君王是何人 他乃一带天碑 姓楚明言 天空之上 年轻刀客傲然而立 虚空一斩 狂刀落下 只见那星空裂盖一分为二 自此以后 允兴阁不复存在 直接化作一片废墟 然而允兴阁的众人都呆住了 眼前这一群超然强者 他们的君主 竟是楚颜 楚颜他来讨债了吗 此地吸引来了更多的人 紫燕与木白也来了 两人举目 看向天空上的刀客 不敢置信 轻轻地捂住魂唇 竟是他 紫燕师姐 他是谁 天兴宗的众多弟子 纷纷不解 六玉从未有过 这样一名出众的少年英才 昔日沉剑的三大天才 那一年三甲 楚颜第一 他第二 他名 陈天王 随着紫燕的语音落下 天兴宗的弟子脸色 都精彩了起来 陈尖不是一个资源贫瘠的 下贱星辰吗 为何会从中接连走出 这么多的强者 先是楚颜 如今又出了一个陈天王 傻 陈天王毫不客气 他手持一鬼头长刀 此刀仿佛有怨灵附体 每挥出一刀 天地间都充满鬼影之声 片刻间 允兴阁的星宫崩塌 无数的地者陨落了 青云大帝站在中央 他双眼赤红的凝视陈天王 我不懂 你拥有如此天赋 身后更是跟随这般多的强者 完全可以自成一脉 为何要追寻一个已死之人 陈天王冷漠地扫了眼青云大帝 万年之乱 六玉终将一统 然那时古尘间重现 楚颜将为王 可笑之极 一个死人又如何能为王 青云大帝狂笑 他看向陈天王 你们如此之多的强者 在六玉 为何无人知道你们的踪迹 鬼刀一脉 万年镇守恶鬼啊 如今陈统领拔出鬼刀 统领我等一军 乃为震天一脉 第一战将 鬼刀一脉的弟子道 天要枉我允兴阁呀 青云大帝自嘲摇头 他还以为允兴大军与诺 终于等待了他的风光之日 可星光王座尚未作文 如今便又起了风云 他允兴阁将一去不返 允兴阁当灭 陈天王淡淡道 手中鬼刀横扫而出 鬼刀一脉 接连杀伐 在那强势的镇压下 一座座悬浮于空的 星宫摧毁 倒塌 地面变成废墟 血流成河 青云大帝被鬼刀一脉 一名持刀老祖斩杀 将其人头悬挂 星宫前势众 轻骨心欲 众人皆是明白 从今日起一代霸主终灭亡 镇天一脉再出现 鬼刀斩允兴 传令下去 从今日起 允兴阁灭 镇天皇朝立 此地 乃为镇天一脉的分店 届时古皇朝重现 要六遇所有人前来观礼 陈天王朗朗乾坤 今日没有再丝毫避讳 传音八方 允兴阁灭 这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 然而灭他之人并非木家 允兴阁其余大族 而是一股崭新的势力 他们仿佛横空出世 直接占据了 青骨心欲一方 执掌心宫 三日以后 允兴阁的金匾被斩断 挂上一块全新的匾 镇天 青骨分店 此事在六遇也产生巨大的惊动 镇天一脉的强势付出 让各大霸主都十分肃清 特别是当年十一大军之后 当年讨伐陈坚 一战三年 他们皆是参与其中 甚至往后许多年 他们也都曾担心过暴露 但万年时间 镇天并未再出现 也让他们渐渐淡忘了 可如今镇天一脉又重新出现 而且似乎是有备而来 这让他们心底最深处的恐惧 又渐渐升起 心如何能安 轻骨心欲 穆家大殿里一片死寂 各方老祖皆是齐聚此地 主位长老 如今允兴阁换镇天一脉 你们有何看法 穆家家主无奈问道 万年前一战 除了子龙妖君 李家老祖 江家老祖 玄女天君 我等十一人 皆是参与到围剿之中 如今镇天一脉回归 强使沙巴 允兴阁已灭 他们一定还会有动静 届时我们都会是他们抱货的对象 一名穆家资历教老的长老开口道 万年前一战 他参与过 穆家家主 穆陵羽叹息一声 振天一脉 终来讨债了吗 家主 天皇宗使者求见 殿堂下 忽然有一名弟子上前报道 快请 穆陵羽到 殿堂外走入一名身穿天皇金袍的中年 他气韵十足 看向穆陵羽一眼 见过穆家主 天皇使者客气了 季军派您来 可是有所交代 穆陵羽眼睛一亮 此人乃是季皇级的亲信 名为季风 他出现甚至可以代表季皇级 季军让我给家主带一句话 振天重现 六欲再逢乱世 六欲资源有限 万年格局被迫 是时候该横扫一方 减少霸主势力了 若穆家有心 天皇将全力支持穆家 一统亲骨 季风平静的道 却令殿堂内所有人倒吸口冷气 天皇宗将全力支持 亲骨一统 然而对此 穆陵羽却有些犹豫 天皇使者 那楚颜可没死 若是我穆家出手 那人再出现我穆家 穆家主不必贪心 上界天人 无法在下界天横行 即便楚颜身后有强者 可他很少出手 想必是有所顾忌 而且穆家主难道忘记了 千孟宇是如何死的 那一批人还未出手呢 季风淡淡道 穆陵羽双谋一宁 似是想起什么 眼底闪过一抹犹豫 当年的千孟宇横空出世 夺天碑第一 一代女军 强势杀伐 她的天赋 在六玉千年不见 初入君者 便能一战三军 甚至季皇级亲自出手 与其一战 也未能将其杀死 千孟宇之死 在六玉一直是不解之谜 知道真相的人极少 但穆家恰逢是其中之一 我懂了 穆陵羽双眸一闪寒光 麻烦使者 回复天皇 我穆家将顺天而为 令清谷一统 季风轻笑 随即他转身离去 穆陵羽当即下令 整顿兵力准备开战 清谷战事生成 陷入一片紧张的气氛当中 此时云海星域 幽女宫内 季风漫步而来 坐在一客房中品茶 正在等候 许久以后 一名曼妙的仙子出现 此女幽女宫顶级大军 魅影女军 天皇使者来此 可是有所交代 天皇之义 欲要云海一统 借时兵发玄女宗 季风将事情平静地阐述 然听闻在魅影女军耳中 却并不平静 玄女宗抵运封后 即便开战 或忧女宫也未必能赢 何况战胜 若是不杀死玄天女军 她只要还活着 定会疯狂报复 那时我幽女宫当如何 一名顶级人军的报复 足以令我幽女宫地之下全灭了 阵天重现 六玉战事已生成 各大霸主谁人能独善其身 当年十一大军一脉 前辈也在其中 今日阵天灭雨兴阁 他日便能灭幽女宫 那时前辈你当如何 季风又平静道 机会只有一次 前辈不做选择 我便起身 去玄女宗 我相信 玄天女军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幽女宫战 魅影稍作犹豫 轻点请守 云海陷入战乱之中 并且在云海之地 大量招收门声 似乎欲要与玄女宗 一战天下 如今六玉之地 三玉已陷入混乱 其中又属 古妖战士至极 三大妖山横空出世 广收天下人 子龙妖军亲自讲道 很快便成为一全新的顶级霸主势力 三大妖山坐落之地 在古妖中部山林之间 门声十万弟子 其中尊者 帝者无数 楼宇建造 对于他们而言极为容易 三个月后 妖陵之地 一片浩瀚公寓拔地而起 我看下去 宛如一巨大的帝国 与妖山门的战役 也正式打响 妖童在古妖新域的名气更大 转眼间 六玉缝乱世一年 各方纷争不断 期间发生过几次轰动的战事 一次发生在清古新域 穆家强势讨伐鬼刀一脉 出动了两名大军人物 众人本都认定 这一战鬼刀一脉必败 毕竟没有大军坐镇 但陈天王一招空城计 成功算计了穆家 那一次穆家兵发远允新宫 却发现新宫内哭无一人 反倒是穆家遭到偷袭 被陈天王搬空了半个穆家的资源 令穆家损失惨重 当日天王宗派人前来支援 但途中受到秦子轩的阻截 损失庶民天地 一名大军重伤狼狈逃走 还有一场战役发生在云海星域 两大女宗强势开战 大战七日 玄女宗本占据优势 但遭到天王宗一名军者偷袭 玄天女军重伤 不得已下 放弃云海半壁江山 会守一方边界 然而在乱世之中 六域却含有一净土 此地并非在六域之内 而是跳脱其外的镜像之地 京县之中背靠山丘 远处有一圣台石碑 上方坐着一个邋遢的老头 他手中拿着一瓶竹叶青 喝空了 又使劲地在嘴边倒了倒 确定没有 才失望地叹息一声 随即他目光一转 看向石台上一尊巨大的魔躯 这魔躯已躺在此地一年 终日不醒 令老头有些不悦地冷哼声 这臭小子再不醒来 老头子的酒都没了 按理讲不应该呀 伤势都恢复了 早该醒了呀 竟还用了一年 看来是执念太深呐 镜像老人叹息一声 那巨大魔躯 正是化身邪魔的楚言 当日上苍岛一站 将他带走的正是镜像老人 开辟镜像自成空间 镜像老人迟一下 又转身离开 接着石台上只剩下楚言一人 然而此时的楚言 正在经历一场超然的灶 他体内突然生出一缕黑色魔器 引万千魔灵 许久以后 他终是渐渐有了意识 出现在一片空旷之地 只是这四周的一切 是那般陌生 楚言醒了 但只是灵魂苏醒 随即他们双眸猛的一宁 只见在他的身前 突然出现一片虚空火海 小娃子 终于醒了呀 楚言的灵魂漂泊在虚空中 这里昏暗无边 只有微亮的火光 是谁 忽然听闻古人之音 楚言微微皱眉 环视四周 却不见人意 你既选择了我 竟不知我是谁 那人笑得更加大声 无奈万魔至尊 第二百五十三集 你是魔主 楚言这才惊然想起 上苍岛上发生的一切 随即他心中不禁又黯然起来 那一日他运转邪魔将士 西八方魔灵 化作万魔之主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败了 没能救下上苍仙儿 但至于后来的事 他便不记得了 他本以为自己死定了 但现在看来 自己似乎并未死 至少魂魄还在 是你救了我 楚言抬头 对着天空问道 没有 我只是感应到 有人寄我一波 来瞧瞧 倒是没想到 竟是一个如此弱小之人 天穷突然出现一道虚影 笑盈盈地看向楚言 楚言不由皱眉 不是这万魔至尊救了自己 那在当时的绝境之下 还有谁能救下自己 他想不通 万魔至尊神念 扫了一眼楚言 小娃娃 你虽弱得可笑 但体内似乎有一道 不寻常血脉 连我都无法看透 你可愿意跟随我 拜我为师 随我离开这贫瘠之地 楚言犹豫一下 他并不是如今 自己的处境如何 但他能感受到 他还在六狱之中 只是无法确定 是哪一片心域 至于让他离开 他暂时不会想 在六狱 他还有事情未做 上苍一脉 逃离后去了哪里 现在可还好 若各方霸主 未能斩杀自己 定不会罢休 届时难免会对 沉间发难 还有倾城 天悲之后 他去了哪里 他在六狱 还有太多牵挂 多谢前辈好意 罢了 看来你在这贫瘠之地 还有挂 既然如此 我也不强人所难 不过你既能得我一波 说明与我颇有缘分 我便再赐你一场造化 此术乃是魔道 绝学 非顶级大魔不能修炼 你如今吸纳八方魔灵 倒是勉强配得上 送给你 虚影一挥手 一道令牌飞向楚颜 先魔乱世 楚颜一愣 看着手中的骨骑 那骨骑之上 近隐约有一股熟悉的感觉流动 此法 竟是仙法 这是楚颜得到的第三仙法 第一道 自然是一念诸仙 第二道 便是在古妖试炼地 诸仙台所受传承的 大慈悲仙诀 如今的仙魔乱世 与前两者同样 是一本仙法 只是这仙法极为霸道 是修炼魔躯的 若是能够修行大成 可化一身坚固魔凯 手臂可化作刀刃 攻防一体 只是修行起来 也极为极难 此攻防 需循序渐进 并且吸纳魔灵 寻找魔骨与魔血 在体内铸造出一身强悍魔躯 以此达到金刚不坏之身 莫要辱莫我之传承 不然下次见到我定住你 虚隐笑声 凭空消失 虚空之地 独自留下楚颜一人 一阵呆愣 随即他仰天对着九霄抱拳 他虽未拜师 但此人受他传承 算得上他半个师父 对于这万魔至尊 楚颜也是充满好奇 他从何处来又去了何处 似乎他的磨念可同九天 达到一种极为可怕的高度 一出手便是仙法 楚颜叹牺牲 但他并未去修行 先磨乱世 这功法非一日修得 所以他不急 他现在更想知道自己的处境 和这里是哪儿 镜像之地 镜像老人寻了酒来 又坐到池杯上 许久之后 他眉头一挑 挺起身地 看向巨大摩躯 诶 终于要醒了吗 还真是够久的 师尊 楚颜看见镜像老人 一阵诧异 但随即又释然了 是你救了我 算是吧 镜像老人坏坏地 看向楚颜 小家伙 胆子很大嘛 敢直接叫板祭皇吉 看来你是根本 没将我的话放在耳中啊 楚颜一阵黯然 他去上苍一脉 并非想要叫板祭皇吉 也没料到后来所发生的事 不由得他又想起了上苍仙儿 那丫头可能没死 镜像老人犹豫一下 对楚颜道 楚颜苦笑 他以为是镜像老人在安慰他 上苍仙儿是在他怀中陨落 在君者的巨大威能下化作粉末 如何能够不死 算了 他日重逢 或许你能明白 镜像老人没在上苍仙儿仪式上继续多言 停顿下说道 这一次 你确实冲动了 你的羽翼还不够丰满 震天一脉的根基也还不够 现在暴露太早 但你既然已做 其余二人已开启征伐 你有什么打算 其余二人 楚颜愣了一下 马上便想到了妖童与陈天王 胖子曾和楚颜说过 在古妖见过一只大鹏鸟 很像是妖童所化 他那时便猜测过 震天一脉除了他外 可能还有其余人在一同努力 妖童与陈天王皆是天选之人 他们也一定会接管某些震天一脉 如今看来 他猜测得不错 震天一脉 如今已经开始征伐了吗 那么六欲如今 一定很混乱吧 楚颜叹息一声 随即他爬起身 看着自己巨大的魔区 十分无奈 邪魔降世 力量增强十倍 但一旦入魔 以魔灵入体 此生修魔 永世为魔 不可逆转 他现在已不再世人 突然 楚颜想起在九天玄塔内 看见的少年秦石 秦石前辈 似乎也是以人入魔修吧 他既能一世为魔 横扫天下 那我为魔 便也要魔霸天下 此生为人 我必将军灵天下 斩记皇级首级 若此生不能为人 那我便御统八方魔尊 荡平天皇宗又何妨 楚颜声音傲然 即便化作大魔 属于他的傲气依旧 眼神之下 隐约有着 辟逆天下之意 师尊 我需掌控其余震天一脉 楚颜看向镜像老人 镜像老人猜测到的点下头 既已有打算 便去做吧 不过切记 性命重要 万年之久我都等了 留着性命大不了 再来一次 可若性命丢了 便一切都没机会了 楚颜对镜像老人拱手 随即他身心一转 在镜像内开辟出口 从此地离开 如今的楚颜 对镜像领悟 虽还不如镜像老人 但入地以后 命魂更强 开辟空间 创造世界 已十分轻松 望着楚颜离开的背影 镜像老人身旁突然多出一道身影来 星龙道人站在那儿 看着巨大摩躯 有着几分感慨 他难道 真的要勇士摩修 青龙无奈道 镜像老人摇摇头 不知 那邪魔将士极为霸道 可能是来自你我都仰望不到的高度传承 一旦入魔 因八方魔灵入体 太强 难逆 可惜一代天骄 何须可惜啊 他不是言 既然入魔 便让魔霸天下一样玉统 镜像老人笑道 万年了 他之风采比之当年你我还要更加辉煌 他注定会驰骋天地的 那时 他若是人 天下何来魔 他若为魔 天下谁敢忤逆 青龙点下头 这一次我和老疯子都数了 是你赢了 他才是最出色的 距离上一次天碑之争 转眼过去两年 第一年 楚颜借空间传颂离开消失 藏匿一整年不曾出 第二年 楚颜传闻被各方霸主追杀 无数军威轰杀于上苍岛上 尸骨无存 如今距离下一届的天碑之争 只剩下一年 六玉又有无数年轻之流崛起 展现出新的风采 又要在新的一年天碑之争上 展露风采 楚颜从镜像之地离开后 因为化身巨大摩躯 让他变得极为不方便 所以他不敢轻易行动 怕惊动几大霸主事 所以楚颜选择在一片山林之地闭关 此地乃是一片独立虚空 于星河之上 他盘坐在此地 体内的法觉不断运转 化身摩躯的他拥有极强威能 无论是肉身还是修为 都得到了巨大提升 如今他之威能 堪比天地一静 全力轰杀的话 甚至能和寻常君者一战 但他却明白 这并非是他的力量 这魔躯乃是借八方魔灵所助 他每日也在承受着魔灵强烈的吞噬 心智不坚 避讳折损 土颜修行之际 六玉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件 此事发生于遥远的四方神星玉 在四方神的星空殿堂之内 这一日风云巨变 中央一威武的站台之上 刻画着四方神兽 如今集结了万千强者 如今他们的目标 竟是远处一颗渺小的星辰之地 其中有着数名天地在内 包括北方神殿的古语也在 在古语身旁 还站着一名身影 乃是天皇宗的季风 目标 陈坚 破封印 入谷皇朝 四方神一名天地突然喝声 顿时四方神玉封起了 万千的强者朝着 陈坚分批次的踏路 对于陈坚来讲 这般可怕的阵容 绝对是毁灭性的灾难 师尊 你可想清楚了 你当真要如此做 望风双眼通红地看向古语 生逢乱世之中 谁人能够不沾染泥泥 如今六欲大乱 我四方神不占好位 便唯有灭亡 天皇宗是我们的希望 古语平静地道 随即北方神殿 也有人出发了 朝着那尘尖之地席卷而去 关于四方神心玉的惊变 土颜还并不得知 此时在星河一片隐匿的虚空之地 有着一尊庞大的魔蛆 盘膝而坐 周身有魔气缭绕 时而真实 时而虚幻 隐约地可以看见 在那巨魔之内 有着一英俊的少年身躯 忽隐忽现着 此地有一偏僻村庄 名为月牙村 三个月间 月牙村时常有人经过山崖 抬头看向牙顶上的巨大骨魔 似乎是在好奇 六欲之中 何时出现了这样一尊魔修 这魔修除了修炼以外 便坐在落崖发呆 巨大的魔童之中 总有忧伤流露 随着星河轻轻流动 他的目光总是眺望着 充满了思念 大个子 你是谁啊 为何独自一人在此修行 这一日 有着一庙里女孩 十三四岁的样子 爬到落崖上对巨魔问道 巨魔回身看向女孩一眼 或许是因为女孩很天真 让她不禁想起了柳青城 笑道 此地乃是星河最高处 我心有挂念 从这里俯瞰 正好可以看见我的家乡 原来你在思念家乡啊 娘亲说你是魔 魔乃天敌之妄恶 但为何我看你并不像坏人 女孩名叫银儿 她学着楚妍将两只小脚荡漾在落崖下 随风飘动着 青涩的样子 让人不禁羡慕起她这个年纪 楚妍有些感触 十三岁时的她 也如这女孩一样天真吧 不知修行世界的残酷与阴暗 揉了揉银儿的脑袋 笑道 银儿 记住 修行意图不愧于心 天地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觉得是对的便去做 错的便不要做就好 银儿 回来 远方传了一声鹤斥 一名妇女小心翼翼地来到洛崖 警惕地看向楚妍 可笑 银儿还小 请你放过银儿一妈 娘亲 大个子很好 没有伤害我 她不是坏人 银儿据理力争 回来 不女促眉 楚妍在这时也无奈摇头 魔终是被世人所唾弃 可谁又知真正的魔 曾傲视天地 不屑于欺负弱小 不再以外人言语 相比人羞 倒是更加的大气 洒脱 银儿 回去吧 楚妍揉了揉银儿的脑袋 笑道 不女愣了一下 也没料到 楚妍竟这样好说话 便颇有深意地 看向楚妍 阁下 六狱之内无魔羞 阁下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我看阁下的实力不俗 应该已经凝聚了三座命魂 说了尊敬 楚妍淡淡淡一笑 算是默认 在月牙村内 尊级强者便是顶级存在 银儿 走吧 不要打扰阁下修炼了 不女心中惊叹 在自己眼前的竟是一只庞大魔尊 银儿冲着楚妍吐了吐舌头 那大哥子 你好好修行 以后我再来看你 我听说 尊者若能生成帝威 那便能够成为帝者了 那时候 大哥子就厉害了 狂风作势 楚妍腾空起身 化作巨大魔艺 冲天而起 似乎要朝着天的尽头穿越而去 此虚空之地 在六域十分隐藏 但其中也藏有不少的强者 其中有一势力 名为英山宗 传闻英山宗传承万年 隐居此地 底蕴泼丰 族老乃是一名强大的破地 族中更是有不少地级强者 是这一虚空当之无愧的霸主 这一日 山崖上 忽然有一批强者飞跃而过 为首一人颇为妖郡 体内散发着十足的妖气 化作一道红光降临 好强 山崖旁的村庄里 虎祝的修行者都抬头望去 他们 是英山宗的人 又有人道 这村祖老在哪 妖郡青年开口道 语气中充满了狂傲 回公子 老夫乃是此村足老 一名年迈的老者 从村中走出 抬头看向妖郡青年 微微欠身 语气极为尊敬 妖郡青年满意地点下头 嗯 我今日来此 便是告诉你们一声 距离忌日还剩下半月 七日之后 你们村将今年贡品 送到宗内 可保你村 一年安稳 若是不然 后果你们知道 听见贡品二字 村内众人 都是心中一惊 变得紧张起来 先前和楚颜 对话的妇女 急忙将银儿拉后 藏于身后 眼中充满了警惕 祖老 微微捏拳 但碍于对方的身份 他只好叹息道 哎 灰公子 岳崖村 遵命 嗯 走吧 妖郡青年 一行人 转身离去 岳崖村内 又陷入一片 紧张的气氛当中 村中之人 都是叹息一声 脸色并不好看 转眼又是三日 银儿在庭院中玩耍 可门外突然传来 大量的脚步声 强势踏入 将房门破开 为首的正是 岳崖村祖老 和一住修者 妇女看见这一幕 带眉促起 一把将银儿 拉到身后 脸色警惕地 看向祖老 村长你这是何意 三日前 夜少的话 你也听见了 马上到了祭品之日 银儿被选中为 今年的贡品 现在马上交出来吧 妇女玉面一江 她在岳崖村许久 自然知道何为祭品 鹰山门中 有一修行血工的老祖 每一年都需用 一名幼女之血引渡 所以每一年 岳崖村都要为 鹰山门准备一名幼女 只是按照计划 今年的贡品 早已定下 应该是祖老家的孙女 可如今为何会变成了 自己的女儿 祖老 今年的贡品 应该是你的孙女 为何变成了银儿 可笑 我孙女 惊之欲业 怎能成为贡品 她如今已和夜少 帝下亲世 那贡品一世 自然便需要改变了 村中现在符合要求的女孩 只有银儿一人 今年 她便是贡品 岳崖祖老道 父 父女咆哮 身为母亲 她如何能看着自己的女儿 被抓去当作贡品 她甚至怕银儿被选成贡品 从小不许银儿修行 不让银儿询问武道 但难道还是难逃此劫吗 去将人抓来 准备送到鹰山宗去 岳崖祖老下令道 在一旁还有数名强者 不少人都是达到尊级的 还有几名天皇级的强者 然而妇女却只是一名顶级天皇 如何能够挡下诸多强者 等等 但在这时 虚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淡漠之声 令所有人目光一致 九霄上空 有着一庞大魔区盘旋 缓缓地降落在岳崖村内 巨大的魔区令她十分显眼 是她 众人看见这大魔心中一惊 这大魔在岳崖村外已有三月 始终在那落崖上 甚至不少人传 这是一个傻子大魔 但如今 她竟从落崖上飞下来了 降临在岳崖村中 大哥子 银儿看见楚颜激动地喊道 随即她不顾父女阻拦地跑上前 躲到楚颜的身后 娇小的身躯还在不停地轻颤 能看出来 这个少女如今害怕极了 鹅下 你降临我岳崖村晚三月 我们无人打扰 如今我岳崖村也是 你要插手吗 岳崖村的祖老不善道 体内顿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天尊气息 大哥子 村长她是天尊实力 很强大的 我亲眼见过 她一挥手 就能将一宗房子都给拔了起来 娘亲说今天是银儿的劫难 和你无关 你还是走吧 银儿见祖老出手 即便恐惧 可她竟突然从楚颜身后走出来 倔强着 似乎即便一死 也不想连累楚颜 第254集 楚颜扫了一眼月牙村 此虚空属于贫瘠之地 最强者也不过是一名天尊 她对银儿笑了笑 银儿 不怕 有我在 他们不敢欺负你 可是 他们很强的 银儿还是很担心的说道 他不是修行者 但他却也知道五道的境界区别 三臣之王视为王 王之上有皇 尊 帝 之分 祖老是月牙村最强者 天尊极限 传闻说 除了鹰山宗的人 没人能打过祖老 妇女如今也是脸色苍白 她看向楚颜 也是十分担心 她早就见过楚颜 知道楚颜的实力 在她之上 可她不过是一天皇 自然无法看透楚颜 想着楚颜最多也就是一名人尊吧 放心 大个子不怕他们 楚颜平静笑道 大言不惭 月牙村的诸多强者脸色一怒 其中一人冷哼声 哼 不过是一落魄魔羞 在我六玉根本无容身之地 藏在我这月牙村内 无人针对你 如今你竟还敢主动惹事 找死 动手 月牙村的诸强 也都是极为自信 楚颜的气息内敛 他们想来 最多也就是一名尊者 即便是一名魔尊 又如何 依旧很弱 傻 月牙村一名天尊强者腾空起身 随即他祭出命魂 化作一流星铁锤 燃烧着火光的便朝着楚颜 巨大魔躯 轰杀下去 狄儿 感受到那力量妇女脸色苍白 但随即他的目光一致 只见那天尊者的流星火锤 将要降临至极 楚颜依旧风尖云淡着 他甚至头都没有抬一下 只是一个念头 那天尊的命魂便顿时破裂了 扑地喷出一口鲜血去 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 一名天尊就这样被镇压了 楚颜从始至终都那样平静 他看向怀中的银儿笑了笑 大个子在 没人能带银儿走 大个子 你是弟吗 是啊 我已封地 楚颜平静地笑道 然而远处的所有人 却目光一致 眼前的这个大魔 竟是一尊魔帝 妇女站在远处 心中更是一阵波澜 他开始还以为 楚颜最多只是一名魔尊呢 哪想到是一名魔帝 岳崖村的祖老 站在远处 脸色极为不平静 一名魔帝 竟一直在他岳崖村外 阁下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插手我岳崖村之事 身为一族之长 不想着如何保护族人遍野罢 竟为了自保 不惜将族人交出去当作贡品 如你这般 根本不配做这一族之长 虎言叹息地摇头 阁下 英山门宗 乃是我一虚空之霸王 每年献上贡品 更是我等应做之事 阁下又何苦为难老朽呢 祖老一阵无奈 开口道 英山门要贡品 让他们来找我吧 虎言懒得再废话 淡淡道 祖老脸色一寒 发出一声冷哼 阁下好大的口气 即便你已入了魔地 可英山宗内地者无数 且是你一人能抗衡的 劝阁下 还是莫要给自己招惹麻烦 将银儿交出来 今日之事 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楚言不言 他体内的魔气突然腾空 背后的魔翼虚空一阵 化作巨浪 冲着那祖老呼啸过去 滚 楚言低吼声 那祖老眼神大惊 他如今天尊之敬 加上与英山宗的关系 隐约已触碰到了帝威 但对方竟只是一个眼神 便将他震退 既然如此 那我便去通知英山宗 希望届时阁下 还能够如此硬气 那祖老冷哼声 对众人说道 我们走 滚回来 但突然间 一股巨大魔威降临 将祖老等人 全部镇压在原地 阁下这是何意 众人心中一阵愤怒与惊恐 若是这一魔地 要对他们出手 近日他们都难逃一死 火门而入 那便将这门修好再滚 楚言淡淡道 对方脸色一僵 他们一批人皆是尊级强者 如今楚言竟让他们留下来修门 三夕不照做便死 楚言也不客气 只见对方心底一横 没办法 只好祭出元气 将石门修复 滚 楚言又喝声 对方才纷纷落荒而逃 银儿在一旁看着 神色十分精彩的道 哇 大哥子 你好厉害 我从未见过祖爷爷吃亏过 但今日你做到了 你是不是已经无敌天下了 傻丫头 天下之大 浩瀚无垠 六欲在天地之间 也只是一米粒之地 比大哥子强的人 更是不知有多少 谁敢说自己无敌天下 楚言笑道 银儿的年纪正是最好芳华 想到什么 说什么 没有犹豫 性格直率 倒是很让楚言喜欢 所以银儿 你以后也要好好修行 将来才能保护自己 保护娘亲 知道了吗 楚言揉了揉银儿道 可是 娘亲不让银儿修行 她说 银儿若是修行 便会被挑选成祭品 银儿委屈道 她曾多次修行 但被妇女发现 都狠狠揍了她一顿 但依旧无法让她放弃 直到有一天 她看见妇女在夜晚 偷偷地哭泣 她才发誓 以后不再修行 前辈 妇女对楚言的称呼都变了 走上前直接跪在地上 今日大恩 莫是难忘 我一女子 丈夫死得早 早已看单生死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银儿 你是好人 我都担请求前辈 将银儿带走吧 你这是作何 土言魔碧一挥 将妇女的双膝托起 我今日记出手 自然会负责到底 可是 银山宗真的很强 妇女依旧不放心地 道 银山宗可是此虚空之王 玉统万年 我先前听闻 此次祭品的选择 本不是银儿 为何会突然变成了银儿 楚言问道 妇女叹息一声 这次祭品 本是祖老家的长女 曲梦兮 但祖老为了让她逃脱此劫 将其许配给了 银山宗的夜上 但夜无急 乃是银山宗的天骄弟子 如今方才三十几岁 便以封地 达到人地巅峰 传闻说 她九年前还入过天碑之争 乃是三界前的天碑者 所以有这一层关系 曲梦兮自然不会成为祭品 便成为了银儿 是这样 楚言恍然大悟 心中却是独自盘算着 银山门 镇天专修血宫一脉 守护着血印传承的操控 镇天共有九大传承 万年前一战溃败以后 留下九股传承之力 其中夏侯一脉 执掌虎龙之孝 乃是一妖修所化 上苍一脉 是刑法一脉 有上苍意 守护的传承是神形鬼物 陈天王所率领的鬼刀一脉 便是鬼欲刀法一脉 修行鬼刀 也是镇天一脉中 战力最强的一族 他们以君为名 化身鬼刀大军 只是血印操控一脉 不允许嗜血修行 此乃大计 楚燕暗自想到 看来万年时间 让银山门一脉 已经渐渐淡忘了 镇天的规矩 并且不知隐藏 后人竟还去参拜 天碑之争 胡谋自强 放心吧 有我在银儿 不会有事的 楚燕笑道 随即他看向银儿一眼 银儿 你可愿意跟我修行 银儿愿意 银儿开心道 他很喜爱修行 转眼间又是数日 楚燕依旧坐在大山上 自从上一次之后 银儿每日清晨 便会来此跟着楚燕修行 楚燕也不教银儿 只在一旁偶尔支点 毕竟修行意图 自身的领悟很重要 仙人的铺路 只是一点元素 银儿的天赋不错 短短几日 便开通灵俏 觉醒七星命体 在落牙的花丛间 五弄剑法 时常冲着楚燕甜美一笑 很是动人 楚燕一直笑着 他也不急 这一日 他又回到镜像世界 镜像老人始终在此 抬头看了一眼楚燕 遇到什么事 需要帮忙吗 师尊 我如今化身巨魔 行动不便 所以想劳烦师尊 帮忙转告一下 上苍一脉和下侯一脉之人 银山宗血之一脉生变 我需要兵力 进行征法 好 镜像老人爽快地答应下来 身形消失 楚燕又回到虚空之地 站在此处 依旧不及 在等候着 银儿的成长也是极快 半月时间 境界便突破洞沉之中 在这一日 天边起大风 只见那妖郡青年快速飞来 抵达到岳崖村上 极为狂傲 其日时间已过 为何不见岳崖村的祭品 岳崖村祖老踏出 扫了一眼妇女 冷笑声 回叶少 祭品本已准备妥当 可对方不肯交出 并且找来一名地者摩修帮忙 我等也是无奈 只好等叶少出现 亲自定夺 地者摩修 叶无极看向山崖上的楚言一眼 事情其实他早已知道 今日来此 便是为了斩杀这一摩修 替人出头 叶无极可笑地摇头 随即他淡淡道 六欲本无摩修 你却选择摩修 已是万劫不复 竟还敢与我殷山宗作对 那么 今日给你两个选择 交出祭品 跪地道歉 或者死 婴儿抬头 看向叶无极充满恐惧 部女在一旁也害怕极了 那是货真价实的地者 地位无敌 当然在他们的世界里 是根本触碰不到军之概念的 楚言听闻可笑 且不说自己如今化身大魔 一身破地之能 即便本尊实力 抬手便能拍死这叶无极 对方竟让他跪下道歉 至于你 可知罪 叶无极双眼一冷 扫过月牙村的祖老 声音冷冽的 月牙村约定之日 没有送上贡品 按照规矩 理应灭足 现在你们要如何做 还需要我说吗 啪 言罢 叶无极对着月牙祖老 抽下一巴掌 祖老脸色一惊 他没料到 叶无极这时竟会如此 他如何也算是 叶无极的岳父吧 无极 你 无极 你也配这样喊我 你的女儿 我已经享受过了 你若失去 我饶你不死 不然今日 月牙村便全部当作 我阴山门血宫的 祭品吧 叶无极 极为狂傲道 随即他一扫妇女 冷笑声 年纪虽大了一点 不过还蛮漂亮的 妇女我还没有尝过 是什么味道 陈辈 求你那银儿离开 妇女似乎知道 今日难逃一死 拼命地发出一声嘀吼 月牙村祖老立刻明白 她心底一横 冲着妇女逼近 剑女人 都是因为你害了我一族 今日你便偿还罪孽 去陪夜少吧 唉 可在这时 一声叹息 楚颜缓缓从山崖飞下 降临在洛崖村的中央 祖老看见楚颜 心生忌惮 可想 如今局面 你也看见了 这些都是因为他日你的缘故 才害了我一族之人 也害了小青 现在阁下还执迷不悟吗 我说过 你真的没资格当着一族之长 楚颜叹息道 随即他抬起手 化作一股巨大威士 身后都浮现出一尊庞大的魔影来 叶无极也不出手 就在一旁看着 令月牙村的祖老心中更沉 他知道叶无牙他绝对招惹不起 所以只好选择对楚颜群攻 杀 堵 但一刹那 楚颜踏出一步 仿佛如大山降临一般 将所有地面踩碎 直接将对方震得吐血 英山宗你们惹不起 我 你们就能惹起吗 楚颜可叹地摇头 所有人大惊 怎么会这样 这真的只是一寻常魔地 叶无极脸色也是微变 他依旧看不透楚颜 但失为英山宗让他有足够的傲气 地威形成一把锋利之剑 冲着楚颜的魔躯 刺下 我站在这儿 你也配在空中飞 滚下来 楚颜双眸一寒 抬手虚空一握 化作一把巨大魔臂 顿时抓住叶无极 令叶无极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直接砸在地面上 何人放肆 胆敢在我英山虚空 惹是生非 随着叶无极的坠落 天空出现一道庞大血影 很显然 叶无极刚才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 捏碎了体内的一道护体神念 那虚影一出 众多英山宗的长者都是跪地俯首 参见血地 岳崖村祖老 叩见血地 岳崖村祖老更是急忙将头颅 埋在土中 除此之外 其余人也都跪地 包括那妇女与银儿 唯独楚燕一人还站立在那儿 倒是显得十分刺眼 不知所谓 这一次冒犯了血地 他死定了 岳崖村祖老冷笑想着 血地之名 在这一片虚空中极具盛名 乃是英山宗第一强者 长日里在虚空内 更是无人敢谈论 见到血地不跪 更是大忌讳 大胆狂徒 见到血地 竟还不下跪 远处一名英山宗的长老 怒斥一声 我下跪 怕他承受不起 楚燕淡淡道 扫了一眼血地 心中想着 此人便是英山一脉的老祖了吧 呵呵呵 讨生狂妄 英山虚空 皆为血地一人执掌 无论你是何人 见到血地 也须跪下 若我来自天皇宗呢 或者说 我是其余霸主之后 见到他 也须跪下吗 他有可能承受得起 楚燕平静道 众人皱眉 楚燕说的话 确实有道理 虚空内 见到血地下跪 只是因为血地强大 欲统一方 可若是天皇宗 或是其余霸主势力的人呢 见到血地还需要下跪 自然不需要 这血地也承受不起 先前开口的长老 也是皱眉 警惕地看向楚燕 你若是霸主之后 至少也应表现尊重 英山宗 万年时间 还真是过得惬意 如今在这英山虚空 更是称王独霸 看来是已经忘了万年前的王族之耻了呀 楚燕 语气突然一变 冷冷地看向那一尊血蚁 血地神色大变 死死的凝视向楚燕 你竟知道我英山宗万年前王族之事 你究竟是何人 天碑山上自有其名 楚燕淡淡道 所有人目光一致 天碑山之光绽放六欲 任何之处都能看见 包括这一虚空之地 一年以前 清谷上苍岛上 天碑之子楚燕化身大魔 一战八方 后不知所踪 外界皆传他被大军轰杀的事故不存 但却并没有证据 你说你在天碑山上自有其名 难道你是楚燕 今日来此 我代表震天一脉 楚燕默认 手中多出了一块金色铁令 那令牌之上刻着古老的震天二字 照耀虚空 英山血之一脉 见到震天令 还不速速下跪臣服 此力乃是镜向老人赠 代表震天一脉的至高存在 见令 如见震天君 须下跪臣服 接受命 岳崖村的众人都惊住了 银儿和妇女的凤眼更是精彩 原来那一直坐在山崖上 眺望远方的大魔 就是在六欲掀起风云的天碑之子 如今楚燕来此 要阴山宗下跪臣服 叶无极更是惊住了 他身为阴山一脉 自然知道震天传承之事 只是万年无人来此 令阴山宗的人早已淡忘 他甚至不再隐姓埋名 欲统一方欲空 称王称霸 预谋壮大发展 九年前 他还参与过天碑之争 成就一名天碑者 可眼前的少年 是今年天碑之争第一 天碑之子 然而今日 震天一脉有人来 祭出令牌 要他们跪地沉服 血地盯着楚燕 万年了 他也早已淡忘震天一脉的事了 习惯了自由 何况如今虚空之内 他称王可为所欲为 第二百五十五集 若是继续追随震天 他的地位必将受到影响 加上他如今的实力已到破地 有了足够的底气 如何会追寻一名已死之人的意志 甚至万年中 他还曾派人暗中击杀过几个天选之人 怕的就是有朝一日 震天一脉找来要他沉 简直可笑 震天一脉早已毁灭 更别提什么天选之人 你定是不知从何处得来了震天力 竟还妄图玷污震天一脉 假借王之名 简直是找死 血地炎霸化作血影 轰杀向楚炎 楚炎似乎早有预料 他见过夏侯一脉 上苍一脉 两脉万年中 虽也生出强者 但都十分低调 并且隐藏 唯独阴山一脉格外强大 并且猖狂 可见这万年 他们早已淡忘了震天的存在 如今楚炎让其下跪沉浮 对方忤逆 也是正常 只见楚炎的魔壁一展 化作晴天俱晴 冲着血地迎击上去 自以为万年发展 达到破地 便能够叛逃而出 自成一脉 若没有震天前辈 万年前拼死相救 鹰山一脉 又如何能保留至今 俱晴将血地血光击碎 随即强烈的魔气 威势升空 朝着血地抓去 该死 你怎么会这样强 血地大惊 他早便知道楚炎 这一代的天悲者 但两年时间 对方即便没死 怎么会如此可怕 允星阁 我尚且可灭 何况是你鹰山一脉 今日只是一个警告 血印操控 不得识人 鹰山一脉 坏了规矩 你如今达到破地 不知造孽多少 今日灭你一念 三日后 我将亲自登上鹰山 若还不尘活 杀无赦 滚 楚炎赫生 一股巨大魔气喷出 猛地将血地震飞 令其神念破碎 直接令本尊重伤 混蛋 远处鹰山上 血地本尊大怒 至于还留下岳崖村的 岳无极等人 则是惊恐坏了 他们无一人敢动手 他留下 你们都滚吧 楚炎冷漠地扫了一眼 岳无极 其余鹰山宗长老都吓坏了 此子连血地神念都能灭 他们谁还敢为 岳无极求情 楚炎 你不能杀我 我是鹰山一脉的天骄 你若想执掌鹰山一脉 杀了我对你也是损失 震天一脉 即便再弱 也不留你这种垃圾货色 楚炎冷哼声 随其他磨念一动 直接将叶无极 轰杀成粉末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都惊慌了 楚炎之强 远非他们所想象的 岳崖村祖老 更是心中惶恐 他惊恐地看向 银儿与妇女一眼 银儿 小青 为我求情 我 我也是有苦衷的呀 赎金 你知道会了 小青 忿怒道 他在岳崖村三十年了 对这里有感情 可今日一事 伤透了他的心 大个子 放过祖老爷爷吧 银儿脆声声地说道 楚炎叹息一声 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他磨念一扫 岳崖祖老 打下一道邪魔印记 看在银儿的面 我今日不杀你 但你今后的一举一动 我都会坚实 若你再胆敢伤害银儿 灭你一足 不敢 岳崖祖老跪在地上 他吓坏了 多谢前辈 小青感激到 他知道 今日楚炎一句话 此后将再无人敢伤害 他们母女 大个子 你要走了吗 银儿在一旁舍不得地道 是啊 大个子来这里的事情 已经做好了 当然要走 天下哪里有不散的宴席 但大个子走后 银儿要好好地修行 将来才能保护自己 那银儿还能再见到你吗 带你好好休息 踏日封地 我将亲自前来观礼 楚炎笑道 揉了揉银儿的脑袋 银儿似是又有了信心 伸出小手指 一言为定 我们拉勾 好 楚炎认真道 伸出巨大的手指 和银儿轻轻地拉动在一起 定下约定 楚炎仰头 背后的巨大魔翼展翅 腾空飞入云霄 岳崖村的众人 都微微感触 这个在他们村外 做了三个月的巨魔 竟是一名少年所化 而这少年更是名震六欲 当然他们还不得知 直至几年以后 他们在行走六欲时 听见楚炎之名 唯有更加震撼 那时的楚炎 已强大到横扫一径 楚炎离开岳崖村 这一日他站在 虚空入口的地方 远处有着一股股 狂风袭来 许久后 上仓一脉的人到 上仓道统 看见化身大魔的楚炎 老眼通红 真的是你吗 道统爷爷 是我 楚炎笑道 随即微微低头 哽咽道 对不起 心儿他 上仓道统 悲伤地摇摇头 那丫头的命啊 夏侯一脉不久后 抵达此处 夏侯月合看见楚炎 焦躯猛地一颤 昔日那个阳光少年 真的再也回不来了吗 夏侯老祖充满感触 他第一次见到楚炎 在古妖新玉 那一年 楚炎还只是一名皇者 谁人能料到 短短几年时间 他化身古魔 魔微通天 上仓一战弑君 地者陨落无数 苦了你 前辈客气了 如今不是一切都还好 楚炎洒脱地笑道 他已习惯 既不能化身为人 此身为魔 便做天下大魔 要八方魔来朝拜 横扫一切 荡平天皇宗 诸位 生逢乱世 万年之仇 乃是我等之痛 如今大事已成 我将代表震天一脉 重现六欲 从今日起 诸位将听从我之号令 古尘间即将重现 我要这六欲更加混乱 要这天下 再诞生一全新的霸主势力 楚炎生意响彻乾坤 此刻的他充满威严 他要这六欲 诞生出一全新的霸主势力 要震天 应天运而生 重现六欲 夏侯老祖 上仓道统 皆是震天一脉的老人 他们遵守震天传承 等候万年 如今听闻楚炎的话 那经历 万年岁月的眼神之下 闪烁过一抹精锐之光 宛如蛰伏的巨龙 即将苏醒一般 等了万年 终于等到了吗 夏侯老祖大笑道 两位前辈 这是震天九大传承的 神通法诀 我已钻刻在竹简当中 如今传于你们二人 将来族内出现天赋超凡者 皆可修行 重点培养 好让震天壮大 楚炎取出九道诸简 正是震天九大神通 一念诸仙 楚炎并未刻下 主要是仙法太强 以他如今之力 根本无法钻刻 加上一念诸仙 伤害太大 即便是他动用 也须体内 以不灭之火燃烧 否则杀人先诸己 得不成尸 两人看着九大传承 微微吃惊 暗叹一声 当年震天一脉 虽可守一道传承 但从未有人 直接修行过九大传承 震天君 也以九大传承 牵制九脉 如今楚言 你将九大传承 全部交出 倒是大胆 无妨 这九大传承 修行之法 与自身息息相关 如我 虽掌控九大传承 可破天一剑 鬼欲刀法 并不适合我 我选择修炼 反而伤神费力 其余人也是一样 要挑适合自己的 我震天一脉 就要在六欲重现 必然要 必然需要强大力量 和新鲜血液 后生培养极为重要 不过传承一事 定要小心 挑选之人 必须是可靠之人 楚言叮嘱道 现在的震天一脉 还太弱 虽浮出水面 可依旧不足以 与真正的霸主势力抗衡 楚言 嬴山血之一脉 似乎妄本 要加以刑法吗 上苍道统 老眼一闪丽色 上苍执掌刑法 嬴山一脉 誓人血修行 已犯了大忌 无妨 万年时间太久 上苍一脉 也曾说过 这万年来 过得并不容易 我相信 嬴山一脉 一定也是如此 他们自求发展 并没错 不过 识人血修行 乃是大忌 几日前 我伤了血地一念 希望他能吸取教训 楚言缓缓说道 看向下侯老祖 和上苍道统 三日期限已到 两位前辈 随我 入一趟 嬴山 好 两人爽快答应道 一行三人 朝着嬴山飞去 嬴山坐落在 虚空之巅 宫殿皆是以 悬空灵石打造 可漂浮在空中 给人一种 极为壮阔浩瀚的感觉 与其说这里是一座宫殿 不如说是一片黄巢 四面有九座小殿 九九皈依 将中央一座大雄宝殿托弃 像是承受着众生朝败一般 嬴山一脉还真是够狂 此建筑方式 如古时代陈坚皇朝一样 九座小宫殿分别代表九脉 然中央一座 如今竟换成了嬴山血殿 看来嬴山一脉是真的要反呀 上苍道统冷亨道 三人横穿虚空 漫步而行 很快便到了中央血殿 站住 嬴山宗的守卫 见到三人立刻上前阻拦 手持冰刃指向三人 然而三人如没看见对方一般 虚影一闪 尤为是楚言的巨大魔躯 化作一股滔天魔气 便穿越过去 继续朝着血殿漫步 大胆 远处飞来庶民嬴山长老 随即不经皱眉 因为他发现眼前三人竟都强于他 让他语气放尊重不少 三位 此地乃是我鹰山圣地 你们远道而来是客 若是有事 不妨先随我去客房等候一二 血敌何在 让他出来接见 下后老祖冷冰冰的道 庶民长老一正 对方一开口 便要见他们血敌 真是狂妄 血敌且是你说见便能见的 一名直视冷鹤声 手中的长毛飞扬 放肆 上苍道统老眼一闪寒光 上苍念动 那直视立刻惨叫一声 陷入进一片虚幻当中 额头马上流出冷汗 在旁边的人大惊 这一名直视修为帝者七级 乃是鹰山执法堂堂主 实力不可谓不强大 但对方只是一个眼神 便令其陷入苦难之中 何人在此大呼小叫 远处传来一声不悦之色 一名妖军青年走出 他身旁还拥有两名掠尸粉袋的女子 两名女子目光空洞 浑身血痕 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青年走来 还在旁边一名女子的喉咙处 狠狠地咬下 稀里苦鲜血 方才将那女子扔到一旁 见过殿下 众多长老纷纷欠身 殿下 此三人突然闯入圣地 说是要见血地带 被我等拦下 青年抬头 目光突然精锐地落在楚颜身上 贪婪地舔了舔嘴角 你体内有传承血脉 血之一脉修行血力 对血脉有极深的感悟 所以楚颜并不惊讶 扫了一眼青年 你是血地之子 既然知道 见到本殿下为何还不下跪 青年高傲得到 将旁边一名女子的喉咙咬断 摸了一下嘴边的鲜血道 虽然阴女之血的味道不错 可我还没吃个传承血败 看你的样子 又是古魔后人 既然如此 以后便给本座当作血奴吧 本殿下绝不会亏待 如何 楚颜眼底一闪杀鸡 青年似乎没看见一样 淡淡的 本殿下的血奴 皆是上古妖兽 其中不乏一些龙凤血脉的大妖 能做本殿下的血奴 是你的荣幸 找死 上苍道统 通的踏出一步 血电都颤了几下 化作俱例 轰杀向青年 哼 青年冷哼 随即他依旧告着 不过一个将死的老头 也敢造次 杀了他 啪 突然间 在青年身后 飞出一名天地之巅的强者 化作以晴天血掌 朝着上苍道统拍下 哼 但片刻间 雷霆之光闪烁 上苍道统化身雷霆 手持一柄利剑一斩 顿时将那天地之手斩断 青年剑撞大惊 他没料到 对方如此强势 即一出手 就断了他的天地血奴 整天一脉生出 你这种顽固 真是该死啊 土颜冷道 巨大的魔爪 划过天际 冲着青年虚空抓下 那青年想躲闪 但脚步一动 便被一股巨大之力镇压 让他根本无数躲闪 哼 刹那间 青年便被楚颜抓住 发出一声惨叫 爹 救我 呕 远处一声巨大吼叫 血影迷天 从血垫内飞出 血地之身出现 他站在九天之上 冷冷地看向楚颜 楚颜 你这是何意 我血之一脉 如何也是震天传承 你我同属一脉 你为何要如此对我后人 楚颜扫了眼血地 冷笑道 他要收我做血奴 你认为他能活 楚颜 是你逼我 都出来吧 血地发出一声吼叫 顿时化作万千血影 鹰山宗内飞出无数强者 几乎地级长老全部出动 将楚颜三人围剿 中央 楚颜 即便你真的是震天传承 万年太久 我鹰山宗自成一脉 念在当年震天军队我有恩 你今日退下 你我互不相欠 我血之一脉 与震天再无瓜葛 若是你执迷不悟 今日我唯有灭你 血地冷笑 楚颜看向高空 地者万千 显然对方是早有准备 等他自投罗网 但他也不急 缓缓将震天令取出高举 万年折服 震天重现 血之一脉 若还认震天下跪臣服 我大赦而等 若执迷不 杀无赦 一些老人认出震天令 心中微微动容 他们都是活了万年的人 受过震天恩惠 如今见了震天后人多少有一丝敬意 可今日之局 如何看楚颜都是死局 即便他化身摩区 可如何能抵过早有准备的血地 所以现在臣服才是找死吧 狂妄 血地狂笑 如今我鹰山宗近万地者 凭你还敢放出狂话 你以为我敢一人来便没有手段吗 楚颜摇头退后一步 夏侯前辈 上苍前辈 执行吧 是 呼啰啰 请客间只见鹰山宗外狂云散静 出现大批强者 瞬间将鹰山宗包围 皆是夏侯一脉 上苍一脉的地者 血之一脉顿时惊恐 对方太强了 以铁血手段镇压 夏侯老祖均微覆盖 顿时锁定无数地者 好强 所有人喉咙滚动下 一些血之一脉的老人双眼惊恐 终是在这一刻纷纷跪下 感叹道 震天一脉 有人归来了呀 怎么会 血地双眼惊恐 他心有不甘 但夏侯老祖一掌拍下 直接要了他半条面 他的血影破碎 猛地撞在大地上 血地视血无数 犹如震天一脉 上苍前辈 下刑罚吧 楚颜平静道 此刻的他 站在万人之中 急剧威势 楚颜 你不能杀我 我是血地 我能助你复兴古尘间 血地恐惧地吼道 楚颜从始至终冷漠 他甚至不屑回应血地一句 一名破地强者确实罕见 但若是以嗜血破地 这种人他如何敢用 刑罚天降 上苍道统 命魂祭出 天降雷劫 化作一刑法雷剑 穿过九尺长空 刺入血地胸膛 终是将血地 死死地盯在那一座 血殿之上 所有人都惊住了 他们的血地 就这样死了 被震天一脉的天选之人 以铁血手段杀法 毫不犹豫 第二百五十六集 血地死了 银山宗众多强者都是心底发凉 终于开始正视起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少年来 他似乎才二十几岁吧 但他的手腕之强大 却不容小视 杀法果断 雷厉风行 突然间 有着一名老者跪地 面旁前程 将双手拱起 拜见天王 躲 银山宗更多人跪地 拜见主言 拜见天王 你们 血地之子看见这一幕 双眼充满震惊 你们这群叛徒 他杀了我父亲 你们竟然拜他 众人不言 他们其中 不少早就对血地有怨 只是不敢提出 也有一些秉承震天一怨之人 更是遭到灭杀 如今震天后人来了 杀了血地 他们自然会选择站位 楚颜仰起头 看着血电 他缓缓地踏着台阶 一步步走到血电前方 化身为王 不看下方跪拜之人 淡淡地道 而等多少人试血修行 站出来 众人心底一惊 一些人捏紧拳 瑟瑟发抖 但考虑到上仓道统在 谎言只会不攻自破 不少人还是站了出来 低着头 而等可知罪 楚颜眼底一寒 冰冷的道 我等一时起了邪念 甘愿受罚 众多人低声道 心中暗叹 终究是难逃一死 念在尔等万年不易 但嗜血修行 造下罪孽无数 不可饶恕 如今正是古皇朝复兴之计 我暂且不罚你 但待在尘间复兴之后 而等镇守虚空十年 为虚空各族传道授业 以偿罪孽 而等可愿意 楚颜道 原本绝望的众人死灰复燃 立刻点头 无等愿意 嗯 楚颜点下头 看向上苍道统 道统爷爷 这里你安顿一下 清点一下血之一脉的地境强者 挑选一些可幸之人 传起九道传承 以作为我等的精锐之力 是 上苍道统应道 看向几名血之一脉的老人 你们随我来 上苍一脉 擅长幻术 能窥探人心 所以这种事 交给上苍道统来做 楚颜自然放心 在上苍一念之下 所有邪念都无形顿挫 收复血之一脉 楚颜又在鹰山虚空 停留数日 翻阅了一下鹰山宗的卷宗 看了一下鹰山一脉 万年来的发展 不得不说 血地万年虽造下杀念无数 但也令血之一脉 无比强大 比之下侯一脉 上苍一脉的资源底蕴 都要丰厚 加上这一虚空隐蔽 很适合藏身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 楚颜决定 暂时不让血之一脉暴露 如今下侯一脉 上苍一脉 鬼域一脉 和妖童率领的一脉 已形成局势 再难隐藏 但血之一脉还没暴露 楚颜准备将其隐藏起来 或许在关键时刻 能够起到妙用 加上此地资源丰厚 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如今震天九脉 五脉归一 还剩四脉 对于这四脉 楚颜也是以雷霆手段 强势降临 接连收复 当九脉归一以后 如今楚颜手中的力量 已极为庞大 只是可惜啊 九脉之中 除了夏侯老祖一人 再无君者 凭借一名君者 依旧无法和寻常霸主势力抗衡 不过至少自保之力却有 所以楚颜的行动 也方便许多 不必像原先一样躲藏 加上他如今的实力 行走六欲 只要不遇到大军强者 便能够独善其身 这一日 楚颜独自在镜像之地修行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狼笑 小狼扑来 钻入他的怀中 楚颜看向小狼 揉了揉他的脑袋 能说话了 竟还如此黏我 小狼突然哼声 竟转身将屁股冲着楚颜 令楚颜一阵无语 他知道小狼还在因上苍岛一世生气 好了 是我的错 楚颜认错道 小狼才傲娇地点点头 楚颜 如今六欲格局已成 乱世之中 天皇宗发动了几次攻击 但都没有攻下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上苍道统前来询问道 我们的力量虽薄弱 但天皇宗也攻不下我们 今日我准备先闭关一阵子 船里让各大脉镇守一方 尽量减少摩擦 吐颜道 好 如今六欲格局已成 天皇宗 木家 幽女宫 石家 妖山门 四方神联合 李家 江家 官望 玄女宗比较惨 他们本不遇竟乱世 但因为米儿的缘故 遭到几次围攻 幽女宫的要求也极为简单 只要玄女宗交出米儿 归顺天皇 便可大赦 然 玄女宗也有骨气 致死不交米儿 接连战败 如今只好放弃云海星域 退守以星辰之地 古妖星域的战乱最强烈 三大妖山与夏侯一脉 妖童一脉 强势联合 但妖山门一样有神规军 与幻妖军坐镇 虽冲突不断 但也未在爆发大战 大战一旦发动 除非一方面亡 否则那代价谁都承受不起 军者若是毫不犹豫的报复 足以令一霸主势力没落 楚言进入闭关之中 如今的他 依旧化身庞大古魔 连他的神念 也是魔区 来到九天玄塔内 如今他已入地者 轻松来到第七层 当推开石门以后 第七层的空间 比至以往都要小了一些 第七层了呀 还有两层就登顶了 可和娘的距离 还是那么远 娘当初将这九天玄塔留给我 究竟是何意呢 楚言想到 在第七层一修行 便是数日时间 直到有一道古老的叹息 震得楚言耳膜发痛 谁 在我体内 不知我是何人 古人之声更加响亮 你是九天玄塔 楚言大惊 九天玄塔 曾开口说过几次话 昔日在昊天宗一次 他要入更高层 被阻 九天玄塔 言他太卑微 若入其中 必杀之 如今 九天玄塔的声音又响起 邪魔降世 引八方魔灵 我能令魔灵散尽 让你再回归人生 声音再次响起 楚言双眼闪过一抹精锐之光 你能令我变回人 楚言惊讶到 邪魔降世 虽然强大 让他暂时拥有了十倍力量 可终究是魔 引来魔灵之力 若是能变回成人 他自然还是愿意 人来修行 不过 你幻化为魔 也是一场造化 此魔法通天 乃是上界天至高魔道传承 你若修行 可得十倍力量 将来成就会更容易 你愿意弃之 我若是人 依旧可以称发天下 何须为魔 楚言点头 好 我赐你福生先觉 修行此法 可散尽你体内万千魔灵 但同样的 自此以后 你不可再动用邪魔降世 除非你找到办法 能令人魔同修 不然 真我摧毁 你将永世 入魔 那时将再无人能帮你 九天玄塔提醒道 楚言脑海中浮现一行古老文字 福生先觉 多谢前辈 楚言惊喜 随即他观看此法 只见此法竟能驱散万千魔灵 并且寻求真物 乃是一种活门的秘法 修行此法 除了能换话回人不说 更能够拥有强大的辨识力 让一切邪灵散尽 百毒不清 乃是大正义所为 此法 是仙法 楚言微微吃惊 他手中的福生先觉 竟也是一道仙法觉 九天塔通天 即将现世 借使你之命运 如浮游漂泊 微弱不堪 你还需努力 如今的你太弱了 古人之人叹息声 楚言不可置否地点下头 如今的他确实弱不可言 别说他本尊只是地者一级 即便是化身大魔 他的力量仍旧有着极限 尚且不如大军 他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 楚言开始修行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当散尽浮生的法觉运转后 藏匿在他体内的魔灵 开始无情散去 藏匿在聚魔之躯内的少年 终是缓缓浮现 依旧是那样的俊巧 给人一种妖俊之感 魔灵散尽 楚言归来 当楚言再次睁开眼时 他不禁有些感触 这短暂的魔化之日 让他更了解魔之孤独 还有那种高傲 但如今他变化回人 却有一种不真实之感 虎言 你变回来了 上苍道统和下侯老祖 见到楚言不由惊喜地道 楚言笑着点下头 是啊 回来了 再次为人 让楚言心情大好 这一日他来到镜像之地 与镜像老人喝了一宿 两人也聊了许多 还有关于一些星河之外的事 只是如今楚言不知 此时的沉间 正在遭受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沉间之地 自楚言离开后已过六年 蛮荒越发昌盛 成为真正的玉统之王 每一年 蛮荒都会对尘间招收弟子 挑选天赋卓越的人进行培养 负责这一块的是秋语 如今又逢蛮荒招生 秋语正忙碌地奔跑在各大宗门 帝国之间挑选天才 古皇朝也对外开放 每年都会有一批弟子走出 整体而言六年的变化 让蛮荒整体实力上升了一个档次 如今的蛮荒已不像曾经一样 一地难寻了 六年中 沉间生出不少地者 连墨徒都封地了 还有秦伴娘 他们依旧在天道蒙内 万卿的实力达到人地巅峰 外出云游历练 如今的天道蒙内 每一年都会有一名超级弟子走出 不过六年时间 依旧无人超越那一人 那个天道蒙的传奇 天道蒙的中央 有着一尊巨大的雕像 所有天道蒙的弟子都以他为荣 那便是楚言 我以后一定也会像楚言师兄一样 每一年加入天道蒙的弟子 都信誓旦旦 以楚言为榜样 这一日沉间 九天之上 突然有余雾散开 踏出一名名超凡的强者 来这儿 正是四方神的先批部队 但即便如此 实力也都在尊者以上 一名天尊级的小弟子 扫了一眼沉间 笑道 陈肖师兄 这便是沉间 如此贫瘠 根本不像师尊说的那样危险吗 哼 是啊 如此贫瘠之地 何须师尊如此重生 竟还集结了不少天地强者 凭借我等 就能横扫一方了 又有一名女子俏皮笑道 确实够可笑的 陈肖 万古百丛林中 曾与楚言有过一面之缘 只是当时他看楚言如蝼蚁 若不可言 但现在楚言已是天悲第一 明镇六欲 但他却还迟迟在天尊之境 无法突破 反而被后加入的叶巡 望峰 林道言等人纷纷超越 让他兴生恼火 如今他来到陈肩 便不禁想到楚言带有几分怨愿 轻音也来了 他在一旁古怪地看向陈肖 摇摇头 陈肖 看来你还是不够长进行 为何四方神对陈肩如此重生 他人不知 难道你还不知吗 自从天悲之争以后 林道言便离开了 他也亲自目睹了楚言的强大 多少有些感慨 那个他曾一度瞧不起的人 如今却强势如虎 上苍岛一战 更是惊动世人 只是传闻 他早已被大军轰杀的尸骨无存 哼 陈肖冷亨声 也不多言 正当这时 远处突然有破空之声 几刀身影极快地出现在众人身前 为首的一名女子十分漂亮 她扎着一个马尾便 穿着一身红色赤链甲 手持银色长脊 给人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这女子名为于灵溪 蛮荒弟子 六年前 她还是一名万宗的小弟子 但因为崇拜楚言 所以加入蛮荒 加上天赋不错 如今担任着蛮荒的一方女将 自楚言离开以后 陈间时常有天外来人 也有人走出去 所以对此早已司空见惯 诸位是天外来客吧 我店诸位实力不错 既然来了便是客人 若是需要招待的话 我蛮荒自会以宾客之礼 不过还望各位莫要在我陈间惹事 否则的话 蛮荒不会客气的 哟 小美人倒是够泼辣的 最早开口的一名青年邪笑道 眼睛肆无忌惮地在于灵溪郊区上扫荡着 于灵溪微微醋眉 站在她身后的一名蛮荒弟子冷喝声 管好你的眼睛 小美 无妨 于灵溪抬起手 身后的弟子才冷哼声 哼 话已待到 告辞 于灵溪言罢 便欲转身离去 美人 何必这么急着走呢 青年手艺抬 化作一股威势 拦住于灵溪 这尘尖虽然贫瘠 但是女子的质量倒是不错 美人 你不是说可以招待我们吗 不如陪我去喝上一杯 放肆 萧北动怒 咚地踏出一步 然而仅是片刻 青年背后的四方神弟子 既是祭出原力 任何一股都超越萧北许多 将萧北直接给震退出去 哪来的废物 滚 青年鹤齿声 化作一掌 将萧北轰飞 萧北连连吐血 这一掌竟是断了他的筋脉 好残忍的手段 于灵溪看着凤眼一寒 冷冷地扫向 陈萧等人 你们既是天外来者 当我陈间帝 我陈间并未为难而等 但如今 你们竟这般肆无忌惮 难道真的不怕灭亡吗 你陈间还没那本事 如今我等来 就是要灭你陈间的 当然了 小妹妹 你若是愿意陪我几日 此节你或许能逃过 好色青年孝道 漫步而出 大手直接搂住 于灵溪的腰肢 有元气镇压 让于灵溪无法挣脱 拿开你的脏手 萧北低后又要冲上 哎 听扛揍的 你想死我成全你 好色青年抬起手 化作一巨大手掌 便欲要朝着萧北拍去 萧北 于灵溪突然交贺声 用眼神拦住萧北 随即于灵溪 看向好色青年 孝子不过 就是想让我陪你而已 你放过他 我全心陪你 你说杀他 我也会一死 你说呢 孝子 好色青年微微犹豫 抬起的手突然停下 美人的建议 似乎不错呀 萧北 速速离去 回门荒 搞之秋雨天尊 于灵溪对萧北传音道 萧北十分不甘心 但对方实力很强 她终是只能忍下来 落寞地离去 于灵溪独自留下来 好色青年更加肆无忌惮 然而青英在一旁看着 却是戴眉青醋不悦的哼声 青英公主 这是何意 好色青年扫向青英 没有什么忌惮的孝道 此青年名为子风 四方神如今的顶级天骄 今年是天碑之争 他被任命为准天碑者 所以即便是公主 他也不太在乎 宗文派我等前来沉浅 是先探深浅的 并未叫你来享乐的 两者又不耽误 有何不可 子风不介意道 对陈霄道 陈霄师兄 你们去探路吧 今晚我要陪着美人 好好地玩玩 陈霄不言点下头 他知道 子风虽喊他一声师兄 但论地位 自己早已不如子风了 然在这时 远处突然飞来一批强者 子风目光一扫 露出一抹冷饰 还来了帮手吗 有趣 子风狂傲地道 目光一扫对方 随即他对于灵犀笑道 美人儿 在此等我片刻 放人 秋雨降临 目光极为不善地 看向子风 子风一扫秋雨 两人皆是天尊九吉 冷笑道 你的实力倒是不错 可惜依旧不重用 我迟早会成为一代天碑者 而你只是一个井底之蛙 灭 杀 秋雨轰出一掌 猛地与子风碰撞 顿时天穷间一阵惨烈的爆破声 秋雨的命魂祭出 化作以法轮迎上子风 但子风也不客气 他的第三命魂乃是铸造六品 虽然只是低级六品 可依旧极为高傲 手中一掌拍出 直接将秋雨震飞 垃圾 尘尖都是你们这般货色吗 子风高傲的道 但在这时 远处突然飞出一道身影来 天穷化作一巨大黑暗血口 猛地朝子风吞噬 呼 子风大惊 那吞噬大口竟连他命魂都能吃掉 让他极快闪退 死死地盯着胖子 你是谁 这种卑劣之地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天才 你说 你将来一定会是天碑者 胖子藐视地看向子风 没错 当然 对于你这井底之蛙而言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何为天碑 天碑者的高贵 子风叫道 吹你大爷的 胖爷就是天碑者 到达你 胖子藐视到 体内的天碑传承一闪 轰向子风 第二百五十七集 子风大惊 不敢置心地看向胖子 你 你竟是天碑者 谁是经底之蛙 胖子嘲讽到 他和华之婿大闹鼓腰以后 就独自回到了陈间 今日一出事 他便跟随秋雨来了 放肆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利贺 虚空散尽 陈间惊动了 师尊 大军来了吗 子风抬起头 惊喜起来 你们都死定了 胖子狭长的小眼睛 也是一下眯起 只见陈间的封印 出现一道巨大裂痕 竟有着万人的军队 镇压而来 这一幕太惊人了 陈间之人抬起头 便可看见 他们都惊住了 只见在那里 有着四方神兽镇守 朝着陈间碾压下 咚咚咚 门荒立刻飞跃出 无数光滑 人帝 妖老 画风 墨图等人 皆是入空 他们抬起头 看见那逐渐逼近的 四方神像 心底一寒 该来的 还是来了吗 人帝狠狠地捏紧拳 他不甘心 天要枉我陈间 四方神 终于要发动攻击了 妖老低吼声 却是不由地想起那个少年来 陈间几次危机 他都将其化解 可是如今的他 却被大军轰杀 尸骨无存 这一次 谁又能够解救陈间呢 赤军灵也来了 他俯瞰陈间 依旧那般的高傲 他一出现 陈间所有人都认出了他 惊恐道 是赤军灵 赤军灵又回来了 他们要灭陈间吗 众多蛮荒的子弟捏紧拳 红着眼 柳补 柳天晴抬起头 柳卿城陪在他的身边 他性眼之中闪烁着一抹绝绝 忽然转身看向柳天晴 父亲 女儿不孝 柳天晴心痛一惊 他隐约的知道柳卿城要做什么 但他拦不住 好美的人 子风看见柳卿城 神色景现贪婪 这女子便是当初孤苏城要娶的女人吗 如今倒不如便宜了我 师尊 这女人我要了 子风抬起头看向高公道 人帝等人见到柳卿城都皱眉 如今局势 他们已料到 定是晨间灭亡之日 但他们战死并不可惜 但柳卿城不行 如今楚言已被大军轰杀 他们一定要全力保护柳卿城 邀老低后道 卿城 挥回去 柳卿城摇头 他看向人帝等人 目光是那样的坚决 晨间 是楚言要守护的 那便是我要守护的 晨间在 我在 后面有一句话 柳卿城没有说 那便是 晨间亡 他亡 不由间 晨间众生 感到那般的凄凉 天外之地 四方神的威势 不断镇压下来 星辰在颤 所有人都在抖 胖子站在那儿 那般的无力 他捏着拳 恨自己没有用 可又能如何呢 他抬起头 朝着一片虚无之地望去 不由的便红了眼 想起当初 他总是跟随着的少年 无论多难 遇到什么麻烦 总是笑嘻嘻的少年 难道他真的不在了吗 他真的回不来了吗 晨间天降朱强 所有人仰望天空 那般的无助与绝望 六年 晨间又逢灾难 比之上一次万宗盛宴 更加惨烈 四方神可以说是清朝出动 无数的地者笼罩云空 赤君灵站在云空 目光狂傲 人帝蛮荒 今日便是你蛮荒绝 过了今日 四方神星欲再无晨间 人帝冷面地看向赤君灵 赤君灵 你也生于晨间 受这一片大地庇护 如今你却恩将仇报 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可耻 六年前 我给过你们选择 是你们自己放弃的 既然晨间不归顺我赤月谷 那我留他作甚 赤君灵冷道 吴宇站在西方神殿 身后跟随着一众强者 动手吧 他声音平静 却带有几分强烈的地威 瞬间四方神一众的强者 纷纷踏出 他们既是地者 任何一步踏出 都令山河变迁 地面跟着迁移情 动动动 无数地者涌呼 强势杀入境沉间 虽然沉间这六年成长颇快 但终究是时间短暂 底蕴根本无法与万年不倒的 四方神势力相比 嘿嘿嘿 这沉间的美人家里倒是不少 还真有一些下不去手 抓几个回去 修行之余 倒是可以轻松一些 一名修行邪功的地者贪婪冷笑 目光一扫 落在于若曦娇娇的身躯上 不是 于若曦堤吼 小丫头 别急 还要更无耻的呢 邪帝漫步而出 地位笼罩 于若曦以及昔日浩天宗 阎盟蒙的众多女弟子 被禁术所困 混蛋 人帝发出一声嘀吼 他化作一铁拳轰出 迎上那一名邪帝 爱是的家伙 滚 邪帝体内散发出一抹强大邪气 轰杀向人地 各种招数不断 蛮荒 所有人撤退 先回到镜像之中 妖老赤红着眼 蛮荒的众多弟子不甘心 但没有办法 如今的局势 他们只能退 根本敌不过对方 晨间变天了 蛮荒的弟子皆是逃窜 万千递者 杀伐不断降临 他们根本不在乎对方 即便是一些寻常百姓 也难逃此劫 凡是四方神弟子掠过之处 皆是一片狼藉 每一分每一秒 晨间都有人在丧命 好残忍 众人捏紧拳 无数无辜的人 被卷入到这一场浩劫之中 今日就如同晨间的劫难一样 转眼间 原本的天道蒙崩塌了 那里一座座高楼化作废墟 紫竹林还屹立在那儿 但却显得十分凄凉 天城粉碎了 那里的白草堂 有着一名倩影红着眼 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 他歇斯底里的哭嚎 他仰望天空 似是在期待什么 那个拯救世界的少年 如今在哪儿 云国 天庸城 三名大帝一路追杀 昔日的刘府与叶府化作废墟 叶乌鸦看着这一幕 他心中是那样的痛恨 苏西双与苏木烟站在一起 苏木烟红着眼 看向苏西双 姐 你说 陈建还能逃过这一劫吗 不知 苏西双依旧温柔地笑了笑 搂着苏木烟 无论如何 但这一阵 我陈建是骄傲的 归他而骄傲 陈建一切化为萧条 蛮荒弟子看着那一名名残暴至极的侵略者 双眸赤红 心中剧痛 死掉的人有他们的挚爱 有他们的前辈 后人 有着无数年轻的少年 他们本该在将来绽放无尽的光彩 可如今却化作白骨 长埋大地 逃 快逃 陈建被凄惨的声音充满 陈建一战 也惊动了不少星辰 有着域外强者来此 看见这一幕都微微吃惊 在六狱中 虽各种冲突不断 但像这种徒虐一星辰之人的大罪孽 却极少发生 这种事可以说是大忌 然今日 四方神这样做了 并且封锁了陈坚 决心要将陈坚灭杀的一人不胜 混蛋 在镜像之地 任帝等人双眸赤红 柳青城更是心中绞痛 那是他要守护的地方啊 如今却已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陈间所有人快入镜像 任帝借助镜像入口 传音天地 镜像世界 成为他们唯一的依仗 赤君灵傲视天穷 冷灭的一扫尘尖 还以为是六年前吗 如今我四方神有近万帝者将领 区区一个镜像 又如何能护佑你们不死 诸多帝者随我一同出手 灭镜像 赤君灵对这镜像有着几大的怨恨 六年前 他却成功只差一步 便是这镜像开辟空间 宝下尘尖 镜像又幻化出了古皇朝 剑命军与蓄帝等珠墙飞出 害得他狼狈而逃 一切毁于一旦 如今 蛮荒竟还可笑地以为 这镜像能够保护他们不死 今日他便要破掉蛮荒所有的希望 灭 强大的帝威接连展现 陈间上方被万千的沙伐血光所笼罩住了 无数地者疯狂地对镜像之地 发起猛攻 不 望风站在西风神殿的地方 他歇斯底里地发出嘶吼 他体内绽放出强大光滑 欲要挣脱枷锁 拦住他 鼓宇立鹤声 树道枷锁降临 猛地将望风镇压 令其虚空地跪在那 望风 念在你天赋不错 现在回头还为师不完 鼓宇道 他很看重望风 唯一后悔的便是当初让望风来陈间参与万宗盛宴 自此以后 他便好像着了魔一样 一直崇拜主言 楚师兄说 修行一生 要无愧本心 今日陈间之灾 我身为西风神殿弟子 我不能左右西风神殿的抉择 但今日 我要为陈间而战 共存亡 望风低吼 体内的地威不断燃烧 欲要将那枷锁挣脱 混蛋 你要背叛师门吗 有这般师门 我感到耻辱 望风冷道 他性子直率 直言不讳的低吼 望风 住口 别做傻事 几名师兄都皱眉 想要劝说 赤君灵 扫过望风 抬手挥出一掌 如此叛徒 不配再为我四方神弟子 赤君灵 你会死的 我楚师兄 一定会亲自杀了你的 望风死死地盯着赤君灵 望风的声音 响彻沉间 也令无数人抬起头 似乎又想起那个少年来 绝望之中竟诞生出西纪来 楚颜 赤君灵冷面一笑 楚颜拿到天悲地义 他确实忐忑了很长时间 特别是听闻上苍岛一战 楚颜的强势 他真的害怕 若是有一天 楚颜归来 会杀了他 但后来得知 楚颜被数名大军 轰杀而亡 他便放下心来 说实话 他确实超乎我的想象 六年前 在陈间他还如蝼蚁一样 但三年时间 便让他成为天卑第一 名震六欲 以他的天赋 若是继续成长 到现在恐怕已是地者 我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 赤君灵平静说着 陈间人听着 眼中充满了震惊 陈间有封印 看不见天碑山 所以他们并不知 楚颜这几年的风采 但如今听赤君灵的话 却让他们一个个震惊 天碑第一 名震六欲 昔日的陈间王 已经在外界取得到 如此成就了吗 可是他在哪 为何陈间灾难 他却没有出现 但很可惜 他如今只是一个死人 你难道指望 一个死人来救陈间 简直可笑 赤君灵冷笑声 似乎是故意的 将声音覆盖陈间 陈间的众人都制住了 这个消息 比之先前的杀伐 让他们更加绝望 那个创造奇迹的少年 已经死了吗 陈间王不在了 门荒之内 仿佛有悲鸣之声响起 那个在陈间创下 无数辉煌 扛起浩天塔 平山海 万里灭天山的少年 终是难逃命运 陨落了吗 任地捏紧拳 他转身看向柳青城 少夫人 是君灵说的 是真的吗 少主他 柳青城凤眼泛红 沉默了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天悲一别 他再未见过楚颜 但上苍岛一战 天地可见 万千地者 大军无数 楚颜如何能活 人地手掌一握 体内生出一股 狂暴气息 近乎疯狂 老爷 我等有罪啊 人地哭了 一名活了万年的老者 哪怕是刚才 陈间那般凄惨 他狂战三地 受了重伤 他都不曾哭过 门荒之人不流泪 只流血 但现在他哭了 少夫人 老朽恳请你 答应我一件事 柳青城摇头 他知道人地 要说什么 但这件事 他绝不能答应 千辈 楚颜曾说 你们在 他在 蛮荒才在 如今他不在 我替他守护此地 遂死 不辞 柳青城仰头 天边还有强者降临 沙发之光不断降临 每一分每一秒 晨间都有人在死 楚颜 若有来世 再做你一世纪 到时 希望你我 只是一个平凡人 柳青城莫念叨 碰眼闪过一抹决绝 今日 他要与蛮荒 共存亡 六欲 一片虚空之地 楚颜修行 浮生先诀 散尽魔灵 化身回人 意外的是 魔躯两年 竟让他意外地突破到了 地境第二层 对于帝威的领悟 更加娴熟自如 如今的楚颜 一念动 便化作雷霆巨人 浮现在他的上空 那是他的帝威 此人是谁 竟一直在此修行 好强的气息 不知 这气息 应该是帝者 传闻一入帝者 便可形成帝威 帝威并非虚妙 而是一种力量的具象化 分有强弱 看他的帝威显现 似乎才帝者二级 但却可怕 宛如雷霆战神 若是与人交手 光是这帝威 便足以秒杀寻常帝者 身见中引来不少围观人 议论道 对了 你们听闻四方神域的事了吗 你是说那陈奸吗 太惨了 徒虐星辰 这在六域 可是万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 不过据说 这件事还有天皇宗的参与 现在那与星辰都被封了 四方神域放出话去 要杀的陈奸 一人不能活 我听说那陈奸 好像便是天碑第一楚颜的故乡 四方神心域的人也是够狠的 为了报复一个人 竟不惜造下一星辰的罪孽 修行中的楚颜 目光突然睁开 那帝威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冰冷的气息 四方神 楚颜目光幻化成寒冰 射向最先开口的弟子 林那人大惊 急忙低下头 前辈 我等胡乱说的 如是惊扰到了前辈 还望莫怪 他们都以为 楚颜可能是四方神的强者 陈奸发生了什么 楚颜低吼地问道 几人目光闪烁着 令他们松了口气 看来楚颜并非四方神或天心宗的人 就在昨日 四方神突然集结珠墙 对一颗小星辰发动攻势 直接封了一颗星辰 据说无关境界 见人便杀 扬言要杀的陈奸一人不胜 一人观察着楚颜的神色 变化 小声地说道 四方神 你们在找死 楚颜压制不住怒火 气息大变 天空如有太古巨兽在狂淫一般 虽然楚颜早就料到 四方神迟早会对陈奸动手 但却没料到 会在这个时刻 他心头升起强烈的愧疚 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他也确实疏忽了 如今乱世之中 四方神怎会不动手呢 只是楚颜想不通 陈奸出世 以秦子轩的性格 不可能会无动于衷 为何陈奸被封 秦子轩没有出现 徒虐星辰 乃是六欲大计 即便有恩怨 但也不得伤及无辜 四方神如此做 难道其余霸主势力都无动于衷 楚颜低吼道 这个我等到是不知 只是据说 确实有霸主势力想要支援陈奸 古妖新玉的三大妖山 武王新玉的李氏家族 但就在昨日 古妖新玉也爆发了大战 妖山们对三大妖山发动强攻 幻化妖军与神龟妖军都出手了 偷袭子龙妖军 将其重伤 折损了三大妖山的庶民天地 清古新玉 武王新玉接连发生大战 清古新玉 穆军亲自出手 对鬼刀一族造成了强烈重创 武王新玉使家与妖女宫联手 对李氏家族进行围剿 也不动手 但有大军看守 令李家人根本无法离开 天皇宗有意情姓女军 被季皇级困住 后来虽逃离 但却受了不轻的伤势 如今六玉一片混乱 楚言双眼更寒 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第258集 秦子轩被季皇级所伤了吗 楚言心底更加愤怒 他身形一闪 从山剑中消失 六玉这一次 几乎所有霸主都参与其中 唯独江家与玄女宗没有参战 但情况也都不好 江家族中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乃是当年十六大军之一 苏清大军 他代表天皇宗 一人镇压了整个江家一族 玄女宗如今早已自身难保 会守一颗星辰 更别提是去支援陈坚了 所以如今的局势 陈坚根本等不到任何的外援 楚言离开了 他直接降临殷山宗中央大殿 神念放出 下胡老祖上仓道统 以及其余几脉强者接连出现 很快便将殷山宗内站满了 放眼望去 万千递者 九大脉全部集合 陈天王与妖童也来了 两人就站在下方神色冰冷 陈坚之灾 他们也早就知道 但碍于被牵制 一只无法突身 如今楚言开辟镜像之门 才令他们突身 都齐了吗 楚言站起身 五看下方 此刻的他 或有一军之手的气概 九脉 全部在此 楚言 如今要如何做 只听你一言 上仓道统道 古城间也是他们的故乡 万年前那里遭到虐杀 如今历史在线 他们都怒了 一个个充满了怒 诸位 如今晨间灾难 但我陈天一脉 还不够强大 所以这一战过后 陈天必将暴露 可能会很危险 所以诸位 若不愿一战 我不强求 皆可镇守此地 等候下一任的震天天选 届时不惜我古城间之辉霍 但这是我的一战 我必须去 城间有我守护之人 他们若死 我活着无意 楚言平静道 声音却极为的冰冷 折服万年 我等不愿再等了 既已归顺 自当全听君主一言 生死不由己 只听震天 没错 我等万年苟活 见不得光 六欲似乎都忘了 昔日我震天之光辉 如今便让他们看看 我震天一脉还在 没错 若战 便战 震天一脉 没有懦夫 声音如浪 一层盖过一层 楚言站在高空之中 他双眼闪烁着浓浓寒意 随即他用力地点下头 好 楚某在此感谢诸位前辈 既然如此 今日起 我震天重现 今日一战若胜 六欲 再无四方神 所有震天人 随我前往沉间 大战彻底爆发了 沉间还处于一片混乱中 整个四方神心欲的人 都十分忐忑 有人为沉间感到悲凉 也有人想浑水摸鱼 通过这一战时 讨到一些战利品 此时在六欲的一片星河之地 有着一片青葱之地 万古百丛林 这里于万年前诞生 自此青葱无限 一片绿海 似乎从未枯萎过 中央有着一棵万丈高的长青古树 每一年开枝散叶 诞下一千余道的传承之意 每逢这一年 各方霸主的后人 都会通过秘境入口进入 来此修行 争夺传承 现在也不例外 即便万古成青树 在七年前被人认识 但依旧每年都会诞生一些传承 和七年前一样 万古成青树 开枝散叶 诞下一千余道传承 各方霸主的后人都在此地争夺 入古树 过荆棘 夺传承 但就在这时 万古百丛林外 忽然出现一名白衣青年 他漫步而来 脚踏虚空 直接抵达到秘境入口 此地有人守护 顿时探出手 将楚颜阻拦 来者何人 丛林圣地 外人不得靠近 守护万年 你已成功圆满 从今日起 你可以退下 楚颜平静道 令那守卫未知一愣 下一刻只见楚颜抬起头 一块骨印出现 令守卫目光一凝 虚空跪下 属下参见君主 很好 如今晨间灾难 带领你的人去吧 我今日要再起成青 虎颜开口道 守护万古成青树的人 正是当年镇天的后人 好 守卫纷纷退下 虎颜大步流星 直接进入到万古百丛林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儿 心中不免感慨 昔日他只是王者 从外围到长青树 需要半月之久 但现在他已崩溃 几个喘息间 他便身处长青树下 他副手而立 仰起头 看向那青葱古树 又有人进来了 百丛林中 有人看见楚颜 感到诧异 诸位都出去吧 从今日起 百丛林风 不再对外开放 楚颜淡淡道 顿时有霸主势力的 天骄冷笑 你以为自己是谁 要让我们出去 没错 万古百丛林 乃是六玉珍宝 霸主共享 难不成 你还以为自己是 万古长青树之主 不成 有人戏谑道 楚颜扫了众人一眼 随即双眸闭合 体内的骨印生出 随即气息释放 刹那间 与万古长青树 产生共鸣 无数枝叶散落 降临笔身 滚 下一刻 一道声音吐出 顿时间 所有弟子脸色苍白 遭到万古长青树的排斥 直接被震飞出去 众人震撼地 看向楚颜 此人竟能与万古长青树 共鸣 那么他是 楚颜 想起昔日传闻 万古长青树认主 此人正是天碑第一 楚颜 但他不是化身为古魔 被众军轰死了吗 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众天骄急忙退后 离开万古长青树 但依旧没有走 在一旁惊讶地看向楚颜 他没死 消失两年 来到了万古百丛林 他要做什么 楚颜起身 飞跃到万古长青树上 顿时万千枝叶朝他聚拢 令他化身古树 他要做什么 那些亡级的弟子 死死地盯着楚颜 请 楚颜发出一声嘀吼 接着所有人都惊作了 只见那硕大的万古长青树 竟疯狂颤动 在这一刻竟连根拔起 随着楚颜飞入高空 万古长青树 被连根拔起了 他随楚颜而去了 王级的弟子喉咙滚动 今日发生的一切太惊人了 万古长青树 六玉归宝 即便继皇级都无法将其带走 可是今日他被楚颜连根拔起 消失了 然而下一刻 楚颜凭空消失 万古长青树随他一同离开 至于去了哪里 无人知道 尘间星辰 四方强者不断涌入 尘间 镜树沦陷 四处皆是断壁残垣 昔日辉煌的皇朝 沦为废墟 山川夷为平地 赤军林展现着万千光滑 背负绝世神兵不断地轰出 令镜像护镇上不停地震产 出现了树道裂痕 镜像之地也快守不住了 尘间的人目光绝望 镜像若破 尘间将真的灭亡 那时无一人可以生还 人帝 妖老 画风 万青 各大帝者 暴射而出 皆是以战死为信念 尘间蛮荒 六年之后 你们终究难逃灭亡 我早便说过 蛮荒的时代 终将结束 今日 所有人都要死 赤军林猙獰地笑道 望风被鼓语镇压着 他双眸赤红 浑身已充满血渍 可他根本无法挣脱 即便挣脱 又能有何用 他真的 回不来了吗 尘间的无数人化作思念 柳青城红着眼 在内心呼唤着 前辈 我知道你在 求你 求你 出手救下门荒吧 一声叹息 哎 不是我不出手 每一条星河 皆有变数 我等修行人 皆遵循天命 这陈剑注定有此一劫 我出手 也救不了 解灵还需 寄灵人 但我看着 星辰的命数 还并未结束 你若不出手 我便一死 柳青城冷道 你这丫头 我出手 必定会借你之身 以你现在这般境界 根本承受不住 我知神念一秒 我不可能看着 他的后人送死 古人无语道 随即又看向天外 男男生 奇怪了 奇怪了 看着星相 陈间并非劫难 反而被圣光笼罩 是要入圣世之年的迹象 为何会这般 奇怪了 柳青城红着眼 他唯一的依仗 便是体内的一道古人之念 但对方不肯出手 但他绝不会允许 陈间灭亡 哪怕是死 他漫步飞出镜像 站在那里 蛮荒人地等人 都是大惊 青城 柳青城 昔日你与我 东方神坛联姻 是你荣幸 结果你竟不知廉耻 与那楚言发生枸杞 杀了你太便宜你了 今日我便将你 抓回东方神坛 要你承受 最残酷的惩罚 东方神坛数名地者杀出 天边 强者无数 皆是一同对柳青城出手 旭帝等人目光 都那般的绝望 柳天风更是怒了 他虽实力弱小 但那是 他的女儿啊 楚言 你答应过我 照顾好青城的 你有愧于我 柳天风 痛苦道 柳青城站在天边 长裙飘动 他那么美 可是为何此时的他 美得有一丝 让人心痛呢 你急已死 黄泉路上 我陪你 不让你孤单 柳青城突然笑了 似乎死亡 对他而言并不可怕 唯一遗憾的 只是不能再见 君一面 信眼之中 一滴泪 中流下 我说过 这天下 没人能让你哭 你的眼泪 谁也承受不起 青城 我回归来了 天晴之上 忽然有道 爽朗之声 绕梁而起 传遍沉间 在那一刻 柳青城的郊躯清颤 如北雷击 僵在那里 下一刻 他泪水 再也止不住地涌出 所有人都惊住了 柳青城哭了 他哭得那么美 然而是谁 让这美人哭得如此凄惨 声音的源头在哪里 呼噜噜 正当这时 一声聚颤 那原本封印的地方裂开了 一名白衣青年漫步而来 他独自一人 背后背着一把平凡的剑 看上去那样简单 但此刻 却尤为的刺眼 白衣青年的出现 吸引去了所有人的目光 随即空间静止了一般 万千递者 无数大能 在这一刻全部制住了 所有人就那样看着青年 青年漫步行走着 他无视强者 他的眼中只有柳青城 一步步走着 青年来到柳青城郊躯前 看着一人 随即他不顾一切 将柳青城拥在怀中 火热的双唇 轻轻吻下 柳青城呆住了 泪水止不住的涌出 就那样 任由青年抱着 回应着 这时仿佛一切的凄惨 都烟消云散 只剩下天边这一对 幸福的情侣 远处 四方神之人的目光 都凝在那青年身上 仿佛见鬼了一般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尤其是赤君灵 他双眼一闪寒光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死了吗 上苍岛一战 这个人应该被 无数大军轰杀的 尸骨无存才对 可是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混杂在四方神心狱中 有一名天心宗的递者 更是双眸一宁 上苍岛一战 他也参与 所以他更加震惊 他虽被抹除了记忆 但他却知道 楚言入魔 为何现在又变回了人形 回来了 陈前许多后生都不明所以 但却发现 自己的长辈们 在这一刻都笑着哭了 他们看向那青年 眼中充满了敬重之色 爷爷 他是谁 有着一个小男孩 脆生生的问道 在他身旁的老人 沧桑一笑 那般的感慨 孩子啊 记住 他是这陈间的王啊 陈间王 他是那个楚言吗 小男孩恍然大悟 心中有一丝丝的开心 原来他们的王 并未死 也没有抛弃他们 楚言抱着柳卿城 然在这时 万千目光刺向他 柳卿城似是想到什么 又充满担忧之色 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人体等前辈都重伤了 华之旭续了骨腰 请求支援 但支援也没有到 陈间 怕是保不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接下来有我 楚言灿烂一笑 依旧是那样干净 少主 妖老等人都抬起头 当他们看见楚言时 热泪盈眶 诸位前辈 炎尔回来晚了 让你们受罪了 楚言充满歉意的说道 这一路 他可以说是万里狂奔 不曾有过一刻停歇 好在他最担心的一幕 没有发生 陈间还在 你还真是命大 这样都没死 赤君灵终是忍不住的 发出一声嘀吼 楚言转过身 看向赤君灵 眼底竟是轻蔑之色 赤君灵 你十几年前便成名陈间 你自诩陈间第一天才 六年前 你代表南方神功压迫蛮荒 压迫到我身上 然而如今我封地了 我封地了 四个字 似乎在宣示着什么 赤君灵眼底一沉 心中充满了怒意 但他竟无话可说 确实六年前 他那般高傲 楚言在他眼中甚至如蝼蚁一般 但六年时间 物是人非 楚言已达到地者二级 但他却寸步不前 还在原地踏步 滚出来 楚言突然低吼声 帝威化作雷霆神光 朝着赤君灵碾压下去 赤君灵心底一惊 在楚言的地危之下 他竟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 正在一点点的侵蚀着他 怎么 昔日你的骄傲呢 你不是自诩天骄 陈间第一天才吗 如今我给你与我公平一战的机会 你却不敢了吗 楚言飞越高空 他俯瞰赤君灵 霸气十足 赤君灵心中怨恨更深 望风依旧被枷锁困境 跪在虚空 发出狂笑 赤君灵 我说的话兑现了 我楚师兄并没有死 如今他回归晨间 今日你如何能活 闭嘴 赤君灵怒斥一声 地危劈向望风 令望风扑地喷出一口鲜血 但望风也不在意 任由鲜血从嘴角流出 细血地看向赤君灵 我若是你 早已羞愧致死 当年我楚歌黄者时 你那般威风 成威 如今却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简直可笑 楚言 我看见你确实很惊讶 但即便如此 又如何 如今我四方神大军碾压 陈坚与蛮荒毙灭 毫无悬念 就算你没死 又能改变什么 你又凭什么与我公平一战 赤君灵道 不少人心中冷笑 赤君灵 明显是怕 陈坚的人 心中 微微黯然 虽赤君灵 可耻 但他说的没错 楚言只是一个人 他虽天赋无双 六年时间 让陈坚人 看见了希望 若是他继续成长下去 待到入军之日 那是他一人或许真的能撼动整个四方神 可惜时间总是太早了 他现在不过是一名帝者 如今的局势 凭他一人又如何能改变局势 我一人 楚言可笑的摇摇头 你笑什么 如今六狱三大腰山重创 李家江家皆是被天皇宗牵制 玄女宗更是自身难保 谁还能够支援你 赤君灵不爽道 他本威风八面 曾经是那样的骄傲 可这一切都因为楚言的出现 毁于一旦 第259集 六年前如此 今日又是如此 我笑你太无知 楚言声音突然扩大几分 随即他目光闪烁光泽 十分霸气地道 臣间 何须他人救 所有人都皱眉 不解楚言之意 四方神的递者 更是发出一声冷笑 无需他人来救 难道就凭你自己吗 诸位前辈都出来吧 楚言言报 八方风云远动 呼噜噜 忽然间 沉间犹如地震一般 四方神的诸多地者 目光凝聚 皆是感受到一股可怕的 微势 怎么回事 有人疑惑地问道 朝远方看去 嗡 请客间 爆破声不断 山巒都在颤抖 只见一名四方神的弟子 仓促上前 额头上都流出了汗水 店主 不好了 沉间外突然出现大批强者 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 谁还能够前来支援沉间 东方神坛的一名天地皱眸 忽然间 八方来朝 夏侯一脉 到了 夏侯老祖 均微辐射四方 仅他一人 便撑起一方天来 站在楚言身后 宛如一尊大山一般 不可撼动 夏侯一脉 万年不忘灭祖耻 如今再回沉间地 听军号令 嗡 上苍一脉到 上苍道统化身雷霆 执掌刑法 上苍一脉响应天选 归回沉间 血之一脉参见君王 鬼刀一脉参见君王 万古百丛林守护 惊喜功成身退 愿继续效忠君王 天边不断有地者涌入 其数量之庞大 竟隐约有超越四方神之意 臣间所有人的目光十分精彩 竟一下来了如此之多的地者 他们似乎在称楚言君王 人地激动得老泪横流 老爷 少主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如今他已统帅一方 真正的名扬六欲 臣间所有人都极为的兴奋 蛮荒的众多弟子扬起头 朝拜一般的看向楚言 心中不禁想到 传奇依旧是传奇 只不过他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当年在四方神的威慑下 他是那般无力 需借助楚寒风 动用古皇朝 蓄帝等人的魂念 方才能应对 但是如今 他更加成熟了 他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 他自己便是资本 这群人是震天一脉 古语老眼下充满了震惊 东方神坛的坛主 化作巨兽出现 他死死地盯着一众强者 四方神早便知道 陈间有震天传承 不然当年也不会一再 找机会侵入陈间 甚至想能借机 掌控这一股势力 但他们没做到 反而成全了楚言 楚言带着震天一脉 归来了 他说 陈间何须他人来救 区区四方神 万年前卑微如蝼蚁 无今竟也敢侵占 我陈间圣地 真是该死 夏侯老祖充满藐视的道 楚言 怎么做 上仓道统问道 回起来 楚言冰冷的下令 没有丝毫的客气 下一刻 震天九脉一桶 形成九道神光 将四方神的人 全部围剿起来 四方神的人都惊恐住了 即便是天地在这时 都不敢轻举妄动 楚言 你即便掌控震天一脉 但我四方神万年底欲 也绝非善累 你真以为凭震天残脉 能赢过四方神 东方神坛的坛主 低吼声 震天残脉 你要试试吗 夏侯老祖冷哼声 君威释放 化作大手拍下 顿时令东方神坛的坛主 狂吐鲜血 混蛋 东方神坛的坛主愤怒道 赤君灵 滚出来吧 楚言仰头 漫步而出 顿时所有人散开一片空地给他 他持剑而立 剑锋闪烁着冷光 指向赤君灵 你刚才言 我不配与你公平一战 我现在依旧给你机会 你若还记得自己是尘尖人 站出来 与我公平一战 你若赢 我饶你一命 你若有本事 也可以直接杀我 让我看看你的骄傲在哪 楚言的声音在尘尖滚滚如雷 所有人都望向赤君灵 也有一些平日里崇拜赤君灵的师弟 心中都在期盼着赤君灵站出来迎战 给楚言致命一击 师兄 去站 他不过递者二级 你比他高了一级 让他知道自己有多无知 有弟子道 赤君灵 你以为不站 便能逃得掉吗 楚言漫步行走 每走一步都看似平常 却跨越千百米 宛如一座移动的大山 不断朝着赤君灵压迫着 我可以与你一战 但这一战 你不能借助外力 神兵 你可敢 杀你 何须神兵 楚言嘲讽声 看向夏侯老祖 前辈 帮我开战场 免得一些不守规矩的人 输不起 好 夏侯老祖点下头 君威释放 天空中立刻浮现一片 虚迷的战台 此战 插手者 死 滚上来 楚言冷漠道 他比赤君灵低了一个境界 可气场却十分可怕 你既然封地 可依旧不如我 上苍岛一战 你斩杀大军 也是借助外力 看来是让你膨胀了 没有外力 你以为会是我的对手 赤君灵冷笑 自我安慰地说道 上苍岛一战 六狱皆知 楚言斩大军 但正是如此 细节也被传出 楚言当日用的 皆是先法神兵 化身魔躯 然如今 战台生成 不准用任何 先法神兵 所以赤君灵 依旧认为 以楚言的实力 不可能赢过他 战 赤君灵踏上战台 赤色血影 弥天而出 赤君灵的地位 是一尊血妖 食血修行 极为霸道 独自量力 君灵师兄 可不单单是 地者三级 这么简单 他的血妖地位强大 对上一般的地者 四级都能赢 这楚言挑战他 简直找死 一名崇拜赤君灵的 小师弟 冷笑声 楚言看了一眼 赤君灵的地位 摇摇头 平静站着 没有丝毫动作 虚空中 一阵戏血声 地者对抗 不用地位 这简直是 自寻死路 赤君灵眼底一寒 随即他身形动了 血妖顿时降临他身 与他融合一体 他的力量极强 每一招都在空中 留下残雨 血妖的光滑不断降临 宛如一台杀戮战车一样 引起血色风暴 风暴的交汇之处 正是楚言 站台上 楚言淡定自若 他任由无情的力量 朝他逼近 他就站在那儿 如一尊不屈战神一般 一动不动 他要做什么 陈间的众生都为楚言 捏了一把冷汗 楚言强势归来 让他们看见希望 但终究只是一名地者二级 他如此轻视赤君灵 有些拖大了吧 他在找死 东方神坛的坛主 眼底一闪金光 目光看向夏侯老祖 压低声音道 一会儿君灵 有机会杀楚言 我等便全力出击 阻拦住夏侯老狗 给君灵创造机会 嗯 四方神众人点头 楚言是震天一脉的核心 若楚言战死 那今日 他们便赢了一半 人帝 妖老 万卿等众人 看向楚言的身影 没有担心 心中还有一点兴奋 和莫名的信任 他们知道 楚言一定要占 赤君灵的原因 赤君灵 曾杀戮蛮荒无数人 楚言今日要占他 便是为易血耻辱 更是陈间内部之争 两人皆是陈间 这二十年来的少年王 赤君灵比楚言早上十年 六年前 赤君灵依景归来 险些令陈间 毁于一旦 那一年 楚言还只是皇者 但六年后 他封地 与赤君灵一战 他们都了解楚言 楚言既说道 那一定便能做到 这是属于这少年的傲骨 就如六年前一样 明中三十一生 开古皇朝 十年一战 封少年王 他如今又是如此 一步步地走向巅峰 这似乎于他而言是必然的 静 更静 赤君灵的血腰地危 弥漫九天 不断碾压向楚言 连周围的空气都遭到侵蚀 奔解 楚言依旧未动 赤君灵眼底 生起一抹轻视 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 楚言笑着摇摇头 随即空气中 突然传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 血腰的聚拳 轰下 可这时 楚言肌肤内 升起一抹金光 宛如金甲一样 护住他全身 令任何攻击 都无法撼动一步 这 众人目光一致 死死盯着楚言 那金甲宛如铁壁一般 坚不可摧 任由赤君灵怎样轰杀 都无法破开防御 虽然知道你很弱 却没想到你竟弱得 连我防御都破不开 楚言冷淡开口 他的身形终于动了 朝前踏出一步 咚的一声 战台上一阵晃动 随即楚言抬起手 天穷化作狂雷引入 吼 楚言化作雷神战区 手持长矛 极为强势 面对赤君灵的攻击 他一路横扫 根本没有躲闪一次 不 赤君灵神色大惊 快速闪退 可楚言借助雷力 速度更快 雷霆长矛 直指苍穹 令天穹上生出一片雷云来 雷云内 好似有龙吟虎啸 形成一可怕漩涡 似乎要摧毁天地间的一切一般 神阀之危降临 滋滋的可怕声音不断传出 赤君灵双眸惊骇 顿时感觉被一股力量束缚住了 他想挣脱 可根本不能 片刻间 雷龙缠绕 仿佛来自神界 赤君灵的血腰顿时被锁定住了 发出一声声的惨叫 可在那雷霆万钧之下 如何能够挣脱 赤君灵痛苦道 下一刻雷龙贯穿 整个站台上仿佛都是残影 长矛刺穿 无坚不摧 谁人能阻 啪 那庞大血腰被生生动穿 化作一堆碎片 赤君灵接连喷血 跨在站台上 地危碾压 东方神坛的坛主目光一宁 地危也是有差别的 强大地危 有着绝对优势 刚才楚言与赤君灵一战 根本没有动用神通武技 仅仅是地危上的碰撞 只是一击 赤君灵的地危便被粉碎了 可见 两人见的地危 有多大差距 原本期盼赤君灵 胜利的弟子 面旁僵硬 败了 一招 是赤君灵太弱了吗 很显然不是 赤君灵的地危很高级 能嗜血修行 比很多人都强大 但他依旧败了 意味着什么 那么楚言的地危 何等可怕 没想到 你这么弱 六年前 你那般高傲 轻视众生 严杀我如土狗 然而短短六年 赤君灵你却败了 败得如此耻辱 赤君灵 你的骄傲呢 楚言字字冷漠 眼神间竟是不屑 这一刻 他甚至不屑杀死赤君灵 众人恍然 这一切才六年 短暂的六年 楚言碾压性的灭杀赤君灵 他甚至在绝对优势下 依旧给了赤君灵一战的机会 他为的便是光明正大的迎这一战 为了臣间的荣耀 够了 南方神宫的公主 滴贺声 他踏出一步 但几乎同时 夏侯老祖 上仓道统 飞跃到楚言身后 楚言 今日一战 你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强势 难怪季皇级那样迫不及待地要你死 你的成长 确实是一个威胁 但是今日 一切到此为止 如何 南方神宫的公主冷声道 到此为止 楚言可笑地摇头 你们杀我沉间无数人 残害无辜 现在知道打不过 便你想要到此为止 世间可有这种好事 南方神宫的公主 脸色一僵 冷道 五言 你虽掌控震天一脉 但我四方神势力也不弱 若是真的开启大战 胜负难便不说 臣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 为此赏命 无耻 臣间人骂道 南方神宫竟拿臣间的众生 威胁楚言 楚言双眼一闪绿色 死死地盯着南方神宫 但不得不说 对方的话 确实影响到了他 若是开战 震天一脉 或许能赢 但届时臣间一定会陷入苦海 又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 白白牺牲 楚言 怎么办 震天九脉都在等候楚言的号令 只要楚言一言 他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应战 然而许久后 楚言终时叹息一声 他看着已狼藉满地的臣间 心痛了 臣间再也经受不起伤害了 若是双方开战 四方神的大军必会出现 那将引起军战 军战是可怕的 一战不知会有多少人死 放了望风 滚吧 楚言冷道 但片刻后 他目光一闪寒色 东方神坛 树开之日 快到了 四方神的人都是松了口气 没有开战吗 东南北三方的人 看向古语 古语发出一声冷哼 放人 楚师兄 望风争破锁链 飞到尘间 他双眸精彩 看向楚言兴奋道 你太厉害了 望风 叶巡呢 楚言问道 如今他最关心的事 便是叶巡 西方神殿对尘间出战 以叶巡的性子 必会造反 巡哥 巡哥他 望风双眸突然赤红 楚言心中一颤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快速升起 当日四方神决定 兵发尘尖 巡哥一人反对 但没有用 因此他甚至于古语出手 但后来被古语重伤 险些丧命 但突然有一批神秘的人出现 将巡哥救走了 只是不知道巡哥去了哪里 望风无奈说道 楚言开始听着吓坏了 但知道叶巡没死 才松了口气 但这一切 并未结束 叶巡差一点死在古语手中 这仇他一定要报 尘间在绝望之际 楚言归来了 并且带了一批超级强者 其中不乏夏侯老祖这样的 尘间从未出现过的大军强者 因此一切终结束 四方神万千递者强势杀来 但最后却没有拿下这一颗小星辰 狼狈撤离 这一消息 立刻也轰动了六狱 李氏家族中 李逍遥得知楚言 未死的孝死以后 兴奋至极 本是要直接离开 前往尘间 但却被李洪威阻拦下 逍遥 如今逢乱世之中 你现在出去不安全 李洪威叹息一声 李逍遥皱眉 但他也明白自己父亲的担忧 他娘的死 一直是一个谜 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 所以他只好忍耐下 震天一脉重现 仿佛成为六狱家狱户晓的事 许多人都在谈论着楚言的风采 和震天一脉的传奇 一代天悲 王者归来 但有喜有忧 震天一脉的重现 令不少霸主感到不平静 特别是当年以 纪黄吉为首 围剿尘间的十一大军 第二百六十集 纪黄吉十分不安 终是在这一日 他忍不下去 漫步而行 来到一片虚无之地 这里有一鬼门 燃烧着黑火 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此地仿佛是跳脱出六狱的存在 十分神秘 非霸主 知道的人也极少 如今纪黄吉来了 我要见魂殿君王 纪黄吉在此 语气竟都颇为敬重 跟我来吧 一名穿着素衣的女子 为其引荐 进入到鬼门之中 这里点着黑色烛火 中央有一座虚空王座 纪黄吉入此地前一名 王座上还空无一人 可随着烛火燃烧 王座噗的一声 便有一穿着黑袍的身影出现 将黑袍一裹 坐在王座上 那样的随意 魂殿君王 别来无恙 纪黄吉 你竟亲自来了 看来六狱 又发生一些 有趣的事情了 魂殿君王 孙然笑道 震天一脉重现 那楚颜没死 如今归回尘间 欲统了震天九脉 你们准备何时动手 纪黄吉开门见山 急什么 你以为 杀一个楚颜那么容易 魂殿君王笑道 他不过是一名帝者 即便身边有夏侯老狗在 难不成杀他 比当年杀千孟宇还难 季黄吉皱眉道 千孟宇 魂殿君王忽然大笑 哈哈哈哈 千孟宇如何能与那楚颜相比 千孟宇最多只是天赋超凡 通达十六天碑 领悟不少传承 但只是一个礼家 若非你天皇宗不方便出手 你们自己便可灭杀 但楚颜呢 季黄吉 天碑山上你在 上苍岛一战你清灵 你杀死他了吗 魂殿君王冷哼声 季黄吉老脸一僵 却无言以对 确实他曾有两次绝佳机会 但都没能杀死楚颜 甚至可以说 若非他季黄吉相逼 楚颜可能都不会有今日之名 震天一脉 也不会这么早的浮出水面 要杀楚颜 代价太大了 你清静整个天皇宗 怕是都承受不起 魂殿君王不屑道 季黄吉心底一颤 这一刻他才明白 楚颜远要比他想得可怕 不过万年前 我既能扶你上位 便不会让你下来 这万年六玉的资源 我也拿了不少 他的出现 确实有一些暗事 我会找机会将其除掉的 你如今可以去了 魂殿君王又到 季黄吉才点下头 六玉 所有人都认为 天皇宗季黄吉为王 六玉称霸 但只有他自己清楚 天皇宗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眼前的这一位 才是六玉真正的第一强者 万年前 正是这魂殿一手安排 才令震天均陨落 这万年来 六玉之所以始终无法产生顶级强者 其中有一巨大原因 便是六玉资源 多数都被魂殿所取走 他季黄吉也拿不到几分 一条星河的资源供奉 是多么可怕的 当然 季黄吉的动作无人知道 在六玉也没有引起丝毫波澜 四方神撤离尘尖了 楚颜重开古皇朝 昔日六玉之王殿再次降世 在古皇朝内 楚颜漫步而行 蓄帝等人的魂魄 看见楚颜都不禁感叹 小家伙 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当年还多谢诸位前辈出手 不然我陈坚早已不灭 楚颜拱手 一点小事 我等跟随主人多年 守护陈坚 本是我等该做的 但是可惜啊 如今我们只是魂魄之区 根本无法离开古皇朝 无法痛快杀敌 蓄帝好战 然这一战 他却无法参与 让他不爽地骂了 前辈 我行走六玉 听闻不少复活之法 或许将来有机会 各位前辈 还能离开这古皇朝呢 楚颜道 五颜 你不用安慰我等 我等已死万年 早已习惯 但你杀了既是狗贼 我震言一脉 依旧是六玉王 建命大军苦笑道 他虽也听闻过一些魂魄不灭 视为不死 复活魂魄之法 可皆为逆天之能 想要拿到 谈何容易 再说 不能离开又如何 我等魂魄魄游在 一身本领没散 如今古皇朝重现 我等再次传道授业 开辟学院 一样造福一帮 为陈坚的复兴之路 增添砖瓦 建命大军笑道 他比蓄地洒脱 古皇朝重现以后 他便决定了 拿上几名好友 在这里开办学堂 为陈坚培养一批 优良血液 如此最好 我蛮慌也可以与古皇朝 一同组建学堂 楚言点头道 关于开办学堂一事 他很支持 经过这么久 让他更加明白一个道理 无论是一族之地 宗门 想要发扬光大 少不了后生的培养 这也是为何 各大霸主在六玉 广招弟子的原因 一个势力的顶级强者 是现在而弟子的天赋 才是将来 否则 即便是大军之后 若只有一名大军 后辈顽固不裁 大军终有雨落日 这一势力也会步入灭绝 古皇朝重现 陈坚产生不小轰动 如今陈坚 比之以往更有秩序 万宗归一 蛮荒与古皇朝 一同育统 楚言并未将蛮荒与古皇朝 融合 但两者间本质 是一样的 都是陈坚势力 最顶级的两股势力 半个月后 古皇朝的学功成立 万帝来赫 当日招生 楚言亲自担任导师 令不少学员 激动极了 快看 那个便是楚言 陈坚王 我竟然见到活的了 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激动到 楚言满头黑线 合计着 原来你们还见过死的 但她真猜对了 这几个小家伙 都是云国人 在云国有一石像 就是他们 他们还真是见过死的 一切步入正规 楚言也留在沉间 外出六年 再次回到故乡 那种心情一于言表 她短暂地放下修行 常触摸一些聚会 和家庭聚餐上 特别是柳叶两家 现在极为融洽 当然两个老爷子 每日下棋 依旧吵得是人养马般 但小辈也不管 就笑着看他们 渐入冬季 白矮矮的雪花飘落 给沉间平添一份温和 楚言与柳青城 食指相扣 没有飞行 在流浦外的 山间小路上散步 在干净的白雪上 留下一行幸福的脚印 走着走着 两人的头发变白了 柳青城便有些感慨地笑着 再见到你 真好 傻丫头 你这么美 我要是死了 且不是便宜了别人吗 这种亏本的事情 我可不会做 我还要陪你像现在一样 一起倒白头 楚言微笑道 在柳青城的香额上 留下一个唇印 你说的 若是今生 你弃我而去 我来世 便为他忍气 好啊 若我没有 你下辈子 也要做我的妻子 一辈子 你还不够啊 如此美人 怎样看都不够 除言坏坏坏笑道 又忍不住抱住家人 在雪中缠绵 那热情仿佛将冰雪都融化了开 柳青城娇羞地笑了 花枝乱颤 那样美 接着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转眼三月过去 楚言很享受这种惬意的生活 偶尔他也会修行 但大多数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 他亏欠他们太多 除此之外 他还在调查另外一件事 这一日 在古皇朝的顶级大殿上 就卖强者齐聚 诸位前辈 可有消息 楚言不禁问道 上仓道统看向夏侯老祖 你来说 夏侯老祖点下头 楚言 你让我们查的事 有一些眉目了 你说叫夜巡的 确实是被人救走的 但出手的人 有一点麻烦 什么人 楚言问道 他一直在担心夜巡 四方神撤退以后 他便下令调查 六欲移处境地 十二古神柱的强者 夏侯老祖一阵苦笑 他为此事 亲自入了一趟四方神 还与几名天地 发生了强烈冲突 这才查到源头 但追溯下去 他惊奇地发现 救走夜巡的人 仅是那个境地 十二古神柱 楚言不知 那地方 有些古怪 和天碑一样 是跳脱六欲的存在 时常会在六欲 招收一些天命弟子 能改天换命 但却不如天碑山一样 明目张胆 所以知道的人 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但他们的要求 极为苛刻 据说当年纪乌峰 曾有一次被纪黄级 送去十二古神柱 结果被当场拒绝 你说的那个朋友 既能得到十二古神的青睐 天步不一般呢 应该不会有危险 夏侯老祖说道 楚言皱眉 若真是如此 叶巡安危至少不用担心 但有一点他想不通 便是叶巡 是如何认识十二古神的 随即他想到了秦子轩 当年秦子轩带走叶巡 短短几年 叶巡之名大圣 被西方神殿看中收徒 所以他猜测 此事与秦子轩有关 看来要先找到我姐才行啊 楚言想到 至于秦子轩的安危 他倒是一点不担心 要说六欲 谁有人能杀死那妖女 楚言绝对不信 要是放在原来 谁告诉他有人 把秦子轩打伤了 他估计都能烧香放炮 得知叶巡不会有危险以后 楚言一颗玄至的心 钟才放下 这样平淡的日子又过了许久 货败的尘间 也渐渐恢复往昔光彩 皇朝重新搭建 一座座城池拔地而起 这一日 刘府迎来一件喜事 在刘府的庭院里 不少人都在等待着 有一对中年妇女不停地徘徊 叶家老祖也来了 老眼有些激动 楚言和柳卿城都来了 在两人身旁 还站着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 男孩还很稚气 名为柳俊 柳俊是柳木和叶婷儿的大儿子 楚言离开晨间时 叶婷儿便已有了身孕 如今柳俊刚好五岁 一声婴儿的哭泣声 突然从房间中传出 叶婷儿临盆了 第二产 生了 生了恭喜 是一名女婴 听见婴儿的哭泣声 院子里的人 皆是长吐口气 青城姑姑 姑父 我是不是做哥哥了 柳俊开心道 是啊 以后俊儿就是大孩子了 做了哥哥 要知道照顾妹妹 柳青城半蹲着身 纤细的手指 在柳俊鼻梁上刮了一下 我一定会道 柳俊停顿下 又认真地补充道 我以后一定会做一个 像楚言姑父一样厉害的人 不让任何人欺负妹妹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楚言笑道 揉了揉柳俊的脑袋 柳木在这时走了出来 他开心极了 怀中抱着一名女婴 很漂亮 似乎在努力地睁开眼睛 想要看清这个世界一样 楚言 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柳木笑着看向楚言 楚言思考一下 说道 他的诞生 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以后希望我们也总能这样 无论在哪 思念家人 就叫他柳思思吧 柳思思 思思 柳木笑着点下头 柳天晴在这时来了 看向楚言 吹了吹胡子 臭小子 你在正好 我问你 你和青城 什么时候让我抱个外孙 我这每天看别人的外孙 你是想馋死老夫 是不是 楚言满头黑线 馋死你 怎么 给你生个外孙 你还能吃的是怎么着啊 当然 他可不敢这样说 别看他如今实力通天 但是 他还是蛮怕柳天晴的 毕竟人家是长辈们 大丈夫能屈能伸 咱忍了 只要看清城 楚言坏坏笑道 柳清城瞪了一眼 楚言有些羞涩 柳家又增添了一个人丁 这种喜事 自当是要庆祝一下 当天夜里 刘府开设宴席 来了很多人 胖子和胖子的父亲 华丰也来了 包括夏侯老祖 上苍道童等人也都到了 刘府之内十分热了 次日 楚言起得很早 他漫步而出 来到古皇朝之地 皇朝内久迈齐聚 中央的演武场上 以汇聚珠墙 气势滔天 楚言一出现 万千强者立刻跪地朝拜 夏侯老祖等九大脉执掌者 皆是微微欠身 对楚言拱手 诸位 准备好了吗 楚言大声问道 整军待发 听楚王号令 大军朗朗乾坤 响彻沉尖 好 今日镇天前辈 曾留下状语 贼人不死 我心何干 如今万年已过 诸位皆是忍辱负重 我心尝胆 那么便是今日 我镇天一脉 将重现六欲 第一战 四方神 战 战 战 一声战字 惊破天 镇天九脉 化作滚滚 长虹 楚言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是跟着澎湃起了 他真的隐忍太久 先是东方神坛的欺压 南方神宫的残酷 北方神殿的粗卖 这一切的仇恨 终究要报 出发 楚言下令 万千强者起身 接着乘坐着碾车 穆舟 或空而出 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 便是 不灭四方神 四方神心欲 由神兽 镇守四方 东方神坛 西方神教 北方神殿 南方神宫 在四方神心欲中 四方神表示神圣的象征 东方神坛所在之地 有着一青龙汉手 口含一颗金龙珠 中央一座大殿 高耸入云 即便是相隔万米 依旧清晰可见 往昔的四方神像 承受朝拜 是四方神心欲的顶级势力 但如今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只因为数月前 四方神势力 曾在一颗小星辰上吃了亏 一名天骄弟子 赤君灵被耻辱战败 四方神不敢报复 被迫撤军 清运自从回到东方神坛 他的方心便始终不安着 只因为那个叫楚延的少年 他还依稀记得 他第一次见到楚延时 楚延不过一名王者 尚未踏入皇级 那一年他是东方神坛的公主 高高在上 他俯瞰对方 一言定他生死 但如今 那个少年归来 封地之境 一代天卑 而他的不安 便是因为楚延 他担心楚延的报复 甚至在想 若是昔日楚延 不是要挑战赤君灵 是要他死 那么四方神殿会保他吗 即便他贵为公主 快看 有人在上圣山 正在这时 东方圣山下引起一片骚动 不少人抬起头看去 只见一名青年 他穿着白衣 漫步地走在 矮矮白雪上 每一个脚印 都那样清晰 哇 好英俊啊 他身边的小狗 也好漂亮 在东方圣山上 有着一名女子花吃到 清运听到声音不由转身 随即他的目光 顿时制住了 再也无法离开 那个青年的身上 是他 他来了 终于还是来了 一个人 踏上了东方圣山 在这时 一些人猜测着 楚言可能是 东方神坛的 某一名天之骄子 纷纷表示敬重 甚至有一些人 朝他靠近 想要和他拉拢关系 同样的 东方神坛 也有人漫步而下 指向楚言 我谈圣地 外人不可靠近 迅速离去 第二百六十一集 楚言抬头看了一眼 东方神坛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儿 但眼底 却没有丝毫的敬意 东方神坛 我来 兑现约定了 楚言自言自语的喃喃声 三溪 所有人退后万米 不然 死 言霸 楚言 砰的一声 竟从原地消失了 所有人都是一阵 有一些人抱着侥幸的心 流了下来 但接着一幕 彻底惊呆了他 呼啰啰 九天苍穹裂开 生出翠绿之光 圣山崩塌 在这一刻有着无数粗广的枝叶漫出 化作一棵巨大古树 于东方神坛之上盛开 万古长青树真的出现了 楚言站在万古长青树上 脚踏一根树枝 朝着圣山逼近 所有人都惊住了 急速退后 这神树是从何处而来 快跑 乱了 东方神坛 往昔神圣的象征 无人敢侵犯 但是今日 一名少年 将一棵万古神树种下 于圣山开放 堵 楚言继续朝着圣山上逼近 他目视前方 略过之处 既是有青葱之叶盛开 将圣山吞噬 放肆 东方神坛更多的人 冲冷出来 他们眼底阴寒 何人敢如此造词 找死 咚 但仅仅片刻间 楚言一步踏出 枝叶便蔓延成 无数把长矛刺下 一名超强递者 直接被冻穿了心脏 死 死了 圣山之下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名超强递者 竟然就这样被灭杀了 东方神坛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混乱 不断有强者飞出 但当看见青年时 一个个的目光 皆是制作 人帝 不敢靠前 众多弟子不解 但片刻以后 他们看着那一棵古老之树 脑海中 弧显出一个人名来 楚言 他是 陈坚王主言 当年陈坚一战 楚言遭到八方屠虐 他曾放出一句 豪言壮语 若是今日他不死 他日万古长青树 东方神坛开 那一年无人相信 甚至皆认为主言在说笑 然而如今 他来了 并且真的将万古长青树 搬来 万千之万 无情地在天地间绽放 化作无数的光滑 顿时间那圣山都崩塌了 被万古长青树所吞噬 杀了他 东方神坛的坛主出现了 他惊恐地看向楚言 顿时间 东方神坛的帝者清朝而出 只为杀楚言一人 但楚言就站在万古长青树的织腕上 只见他缓缓抬起手 天地间皆是绿光 仿佛笼罩星辰 昏逝日月 疯狂地杀伐而出 呼 任由天地出手 但神术所化 弥天之势 任何人都无法靠近 一名天地顿时吐血 被一根藤腕刺穿 好强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所有人都惊住了 尽管他们听闻过楚言之名 但却根本不敢相信 今日这一幕 是一名少年所引起的 东方神坛 因果一轮回 善恶终有报 如今你们的报名到了 今日我来兑现约定 树开之日 到了 楚言站在那藤腕之上 他冷冷地扫过人群 落在东方神坛的坛主身上 那一年 晨间之中 他有神念去 降临他身 只需要一个念头 便能杀他 楚言抬起手 体内的力量 全部化作光滑 在一起以精血催动 万古长青树 似是感受到他的力量 疯狂绽放 转眼间 吞噬掉整个圣山 还没结束 他还在弥漫 颤抖吧 万古长青树 绽放东方圣山 彰显出 无尽神威 东方神坛的众多弟子 都近乎绝望了 他们想不通 不过一个楚言 一名后生 怎么会这样强 一人扰得东方神坛 不得安宁 楚言 快住手 东方神坛的坛主 发出嘀吼 他固然有破地之威能 但如今面对 执掌神术的楚言 他却不敢靠前 若再任由万古长青树 开下去 东方神坛 他是真的会灭 住手 楚言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 他与东方神坛之仇恨 早已不共戴天 如今让他助手 可能吗 楚言 你疯了吗 你可知你如今所做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东方神坛 不必再存在了 楚言之言 今日要灭东方神坛 楚言 你欺人太甚 我欺人 你东方神坛逼我之妻 下架他人 灭我兄弟 派出万千强者追杀我 若非我执掌震天一脉 昔日晨间 你们又且会放过我 当年我便说过 我若不死 万古长青树 东方神坛开 如今善恶终有报 时机到了 楚言朗朗说道 万古长青树的枝叶 不断盛开 展现着无尽光滑 那充满生机的盎然之术 本是代表希望 但如今对东方神坛而言 却宛如挥之不尽的梦 楚言始终站在树枝上 天地破地 不敢轻易靠近 楚言 你真以为我东方神坛好气 我四方神同属一脉 若东方面亡 其余三方定会发强攻 届时你陈间如何能够承受住那种暴议 东方神坛的坛主发出怒吼 给你时间 你试试 看他们三方 谁能支援你 楚言平淡地道 东方神坛脸色阴翼 对着身旁一名天地道 传讯其余三方神 请求支援 是 那弟子退后一步 东方神坛的坛主 恶狠狠地盯着楚言 待其余三方支援到达 便是你的死期 还有陈间 也会因为你的愚蠢 遭到灭亡 楚言不言 平静地站在神树上 任由他们去请求援兵 今日他既敢一人上圣山 便是要让对方绝望 不多时 那天地仓促飞回 脸上充满了惊慌之色 坛主 不不不好了 怎么回事 东方坛主心底咯噔一声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西北南三方 全部遭到攻击 如今也是自身难保 根本无暇支援我们 天地无奈道 怎么可能 东方神坛的坛主 心灰意冷 绝望了吗 楚言的声音淡淡响起 东方神坛的坛主 心中恍然 他终于明白 自己低估了眼前 这个少年 他给自己机会 找支援 为的只是让他更加绝望 几年过去 他早已不是当年 陈间那个任人欺辱的楚言了 历经多年 他已蜕变 一切做得滴水不漏 今日不光是他 东方神坛的灾难 很有可能是 整个四方神的末日 撤离尘间 四方神虽震惊 但却不相信楚言 敢主动攻击 万年来的霸主身份 让他们有足够的 自信和骄傲 但他们却低估了 这个少年的胆魄与勇气 他真的主动攻来 而且以一人之力 牵制住整个东方神 震天九脉 分成三股 对其余三神殿出手 结束了 楚言双眸净显杀光 万古长青树的织腕内 升起无尽杀法 顿然间 无数朝他逼近的地者 被抽空的生机 当场陨落 地者如草芥 脆弱不堪 楚言站在神树上 眼底没有丝毫的同情 一名接着一名 东方神坛的强者 陨落 东方神坛的坛主 绝望了 他知道 今日便是他 东方神坛的灭门之日 神树盛开 圣山中悔 无人能救 报应啊 东方神坛的坛主 灵死一刻 悔恨摇头 当年楚寒风曾说过 他们的命 是楚言要走的路 如今他来这里 持神树 掌杀法 灭神坛 东方神坛终毁了 毁在一个被他们 曾轻视的少年手中 万古长青树 占据了整个圣山 皆是藤外 今日一战 东方神坛再无地者 楚言并未再造杀戮 他之所以灭了所有地者 是担心对方不计后果的报复 那样他兴许不怕 可沉间不行 沉间人不行 然而对地之下的人 楚言并未全部杀绝 他们之中很多人也是无辜的 只是寻常弟子 只是因为东方神坛的抉择 卷入到了这一场混乱之中 东方神坛自今日起除名六欲 地之下 我不杀 冤有头债有主 我不杀无辜之人 楚言看向那无数弟子 淡淡道 放过你们 并非恩赐 轻视你们 我也是从威莫之处走来 相信诸位以后会有递者 甚至大军 届时你们要报仇 可以 今日一战 是我一人引起 你们将来可以来找我 寻仇 若能杀我 是你们的本事 但是恩怨有头 你们胆敢牵连他人 今日每一个人 我都会找出来 全部杀死 东方神坛的众弟子 低下头 他们不知该庆幸还是愤怒 今日 土言来此报仇 没有牵连无辜 放了他们 甚至允许他们报仇 只是不能牵连他人 但这仇能报吗 对方是一代天卑者 又是震天一脉的掌控 怀有无数神物 许多弟子都知道 这仇恨恐怕是报不了了 土言的天赋 六欲可见 他们将来或许会出现一些递者 但那时的楚言 怕是倚入大军 甚至更高的程度 陈霄 他们能放 你却不能活 这时楚言突然发出一声嘀吼 在人群中的陈霄心底一惊 他想逃窜 但根本做不到 脚下化作一神术之万 顿时将他困住 令他惊恐的道 楚言 当年万古百丛林中 我不是有意得罪你 与此事无关 万古百丛林中天骄争风 发生矛盾很正常 楚言不会计较 那是为何 陈霄惨叫道 六年前陈间万宗盛宴 是青龙面具 几次欲要杀青城之命 和赤月追杀我的人是你吧 楚言修炼福生先绝后 感知力更强 刚才在陈霄体内 察觉到一抹熟悉的气息 正是当年持青龙面具的人 陈霄顿时恐惧了 这也印证了楚言的猜测 神术的织万化作一把翠绿长矛 仿佛能刺穿苍穹一般 揽无数星辰光辉 洞穿陈霄 陈霄死了 成为东方神坛死的最后一人 星河间 众人抬头看着往西高耸神圣的圣山 如今却已是一片破败 贝壳长青古树站 还在开枝散叶 便让所有人的心中明白 从今日起 东方神坛灭了 成为了长河中的一段历史 南方神宫 宫阙之地 陈天王持鬼刀降临 鬼刀一脉化身强悍军队 站立在他的身后 陈天王鬼刀一指 杀意化作冰凉冷意 他只吐出一个字 但这一个字就够了 杀 南方神宫遭到三脉围剿 南方神宫一鸣破地飞出 欲要杀出一条血路逃走 但终遭到鬼刀一脉老祖击杀 当场陨落 南方神宫的公主苍茫而立 他站在那儿 看着崩塌掉的穷楼玉宇 不禁黯然 一切恍然 短短几年时间 巍峨的神宫崩塌 再无往昔的风采 然而今日之灾难 只因几年前他的一念之间 一念生 一念灭 他甚至后悔 当初若不贪图沉间 不让赤军林回去的话 是否会有另外一个结局呢 东方神坛覆灭后 南方神宫步入后尘 接着是西方神教 在妖童的大妖军队下 会不成军 被生生吞噬 连续三方毁灭 整个过程只在刹那之间 似乎一切都是有备而来 让四方神措手不及 四方神唯一的大军 不曾出现过 他曾被夏侯老祖 一人牵制于九天上空 唯一剩下的北方神殿 楚言离开东方神坛后 他与望峰 邪震天九脉强势降临 古语站在大殿上方 看着黑压压的人潮 将西方神殿包围 他老眼一闪 不甘于痛苦 你们终于来了吗 古语看向楚言 老眼之下 竟是寒光 古语 如今其余三方神已灭 你竟还有脸活着 楚言府看到声音冰凉 古语无言 昔日晨间 震天九脉 能抗衡四方神 今日三方神已灭 九脉降临他北方神殿 凭他一殿之力 如何能挡下震天九脉 古语自知不敌 他甚至没有任何战意 只是死死地盯着楚言与望峰 我不甘心 当年我真应该早一点杀了你 便不会有今日的之灾 你确实该毁 但并非是后悔没有杀我 而是应该后悔 有夜寻与望峰两名天才弟子 却不珍惜应该后悔 当初在沉间时 你言而无信 骗我传承 否则的话 如今的我 可能还是你西方神殿的门生 理应称你一声师尊 楚言冷漠的道 古语心中狂颤 那波澜再也停不下来 楚言说的皆是实话 当初他若是决绝一点 保下楚言 他甚至可能成为楚言的师父 若是如此 那西方神殿还会灭吗 甚至不久以后 他本该享受无尽荣耀的 震天一脉的天选 一代天碑榜首的师父 想到这儿 古语悔不当初 楚言继续道 即便你骗我 险些害我沉间覆灭 可你若真心带望峰 夜寻看在你这一层 关系上 我或许也会尽你 饶你一命 但你并没有 一意孤行 逼迫望峰退门 夜寻生死不知 方才尿成今日后果 那么这一切 你理应承受 从始至终 望峰都不曾言一句 古语本是他师尊 可他几次要杀自己的楚师兄 险些逼死夜寻师兄 这样的人他如何能尽 神伐降临 一切如梦 古语的身躯被摧毁 终是长埋在这大殿之下 瞬息间风云变幻 辉煌一时的四方神终陨落 其中东方神坛是最惨烈的 万古长青树盛开在那里 似乎在印证着一个天才的崛起 四方神遭到惨灭 楚颜与众人回归尘间 古皇朝最顶端 宫殿之内 楚颜副手而立 所有人都在这 如今四方神诛灭 可谓是大快人心 陈天王淡淡道 昔日姑苏城要娶柳青城 他便阻拦 后遭到陆雪亭的排挤 倒也是送了他一场造化 确实 唯一遗憾的 就是四方神君没死 被他跑了 怪我 夏侯老祖无奈道 他的左臂上 还有一道害人的血口 与前辈有何关系 若非前辈 四方神君参战 我们未必能赢得这么轻松 况且大军之人 威能通天 想要击杀 太难 不过他也受了重伤 声势养好 不知需要多久 当日一战 夏侯老祖独子 牵制四方神君 奈何对方成名已久 是当年十六名顶级人均之一 虽后来又有了上苍 道统等人纷纷支援 但对方一心要逃 根本拦不住他 不过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一名大军的报复很可怕 若是对陈间出手 寻常递者和递之下的人 只是草芥 妖童叮嘱一声 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 楚言问道 哼 我觉得古皇朝是一个机会 古皇朝内 有建命大军等人的魂魄在 不妨将古皇朝对外开放 古皇朝内还有不少秘心 也可以供后人修行 上苍媚儿甜美笑道 可以 就这样办 世尊 此事便交由您做吧 楚言点下头 若是有建命大军等人的守护 确实不担心一个四方神君的报复 如今镜像老人 青龙倒者 老疯子三人都出现了 三人本便是镇天君分身所化 众人也是知道 第262集 只是可惜 万年前的重创 加上仪器化三清 伤及神念 三人的实力并不如意 其中老疯子实力最强 只长吞天血脉 勉强达到天地境界 行 另外这胖子给我留下 老疯子咧嘴笑道 胖子背脊一阵发凉 委屈地看向楚言 胖子 你天赋不错 又传承了前辈的吞噬血脉 应该好好休息 不要玷污了前辈威名 楚言道 其实胖子天赋很好 聪明 但就有一点懒 他和小狼一样 都很懒 不然的话 他也不至于至今还没封地 就是 我都封地了 胖子师兄可要抓紧啊 望风笑道 他终是如愿以成 留在了楚言身边 天天想着和楚言出去闯荡 仗剑天涯 楚言点头 又道 夏侯前辈 还有一件事需要您帮忙 你说 在心域内 以君威传训 如今四方神灭 臣间当立 一个月后 我臣间古皇朝 将于臣间开封盛典 让心域内朱强前来臣府 观礼 从此四方神心域改朝换代 封号 臣间心域 众人双眸一亮 心中都有一些激动 万年以后 臣间终在浮出六欲了 一个月 稍纵即逝 这一个月 四方神混乱一片 因为没有霸主势力的制衡 各方势力杀戮掠夺 想要趁着乱世 占据一部分资源 然而这种混乱 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 楚言便率领振天酒脉 强势出现 并且在心域内 重新制定规则 观礼之日到来 八方势力前来观礼 当然 也有一些人是抱着 看热闹的态度来的 并未准备任何厚礼 只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 似乎沉间的出现 其余霸主很不开心 木家 石家 优女工 这一批原本的霸主势力 定不会看着沉间壮大 所以观礼之日 很可能会生出变故 不出所料 当日沉间心域 由强者破空而来 其中不免大军勇物 可见阵容之磅礴 楚言似乎早有预料 他始终坐在大殿上 许久以后 天空之外 传来一道冷冽的声音 楚言何在 出来见我 一名木家天地站在高空 沉间立刻有人出来阻拦 但他似乎不屑一顾一般 我沉间之王日理万机 木家远道而来 想见王的话 还是去客房等等吧 好大的气派 我木家即便去天皇宗 也是被当作上兵对待 来到你这小小沉间 还需要等候不成 他楚言真的以为灭了四方神 便能与我木家平起平坐了吗 木家天地不爽道 愿意等便等 不等滚 可下一刻 一声怒斥传来 下后老祖直接浮出 站在那儿一扫木家 想要被人当上兵 便客气点 你既来找事 还让我等给你面子 我 木家天地老脸一沉 但对方是大军 他只能忍着 不再多言 对着身旁一名 腰山门的递者道 彪兄 人家正风光着 我等不妨等等 我倒想要看看 一个苟活了万年的残脉 能强到到哪儿去 哼 腰山门的大地哼道 楚颜便坐在大殿内 他故意不出去 对方是霸主又如何 此地是沉间 他的地盘 昔日在天皇宗 上苍一脉 几大霸主 与他早已接仇 他又岂会给对方好脸 传他们来见我吧 楚颜淡淡道 上苍道统点下头 前去客房 对几人道 我王传你们去见他 放肆 他一个后生 竟让我等去见他 腰山门的递者怒道 腰兄 我等既然来了 便去看看吧 穆家的天地劝说一句 几人才一同朝着皇朝前去 踏入到皇朝之地 穆家天地 看向楚颜冷哼声 楚颜 你好大的架子呀 如今做了震天王 竟要我等前来见你 古颜古怪的 看了一眼穆家天地 我何时叫你来见我了 你若是不愿意 大门在那儿 自己滚便是 你 穆家天地 生起一抹怒火 帝威笼罩向楚颜 呵呵呵 楚颜 看来收了四方神 真的让你底气大增啊 当年上苍一战的丧家犬 竟变得这样猖狂 但奉劝一句 如今的你 对我等而言 和三年前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 丧家犬吗 楚颜戏谑扫了眼 穆家天地 那一战我记得 你穆家是死了不少人吧 你为天地 不过地者七级 当年一战 如你这种废物 我抬手可灭 如今竟还有脸在这里乱飞 穆家人眼底杀意更浓 可竟找不到反驳的话 说吧 你们来的用意何在 楚颜开门见山 不想废话 今日是他沉间心欲封王之日 邀请各方天地来此观礼 但几日前 他便接到消息 有几大霸主悄然行动 将强者分批次地送入尘间心欲 眼前这一天地 不过是仙头兵 后面怕是还有大军存在 穆家天地冷哼声 道 楚颜 我六欲各大霸主 万年相处平静 但你却有意掀起风云 如今便是灭了四方神 简直打破平衡 所以我等今日前来 是想要问你 你寓意何为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问我 楚颜可笑地扫了对方眼 我要做什么 难不成需要询问你 你 穆家天地忍无可忍 这是一名优女工的女帝上前 拦住穆家帝者 开口道 楚颜 今日我等前来 是劝说你的 六欲万年太平盛世 自有其规矩在 霸主之间向来不发生大战 但如今 你却大肆灭了四方神 打破了这规矩 所以好言相劝一句 不要再闹下去了 不然那后果 你未必能够承受得起 少假惺惺的 楚颜冷笑 我闹 天碑山上 石层松 杀人无数 既无风夺人传承 你们无一人报复 然我楚颜夺第一 全凭自己实力 所杀之人 皆是要杀我的人 但却遭而等报复 为何 只因我楚颜背后 无一霸主势力 在你们看来 我楚颜只是一后生 弱小如楼椅 你们可以随意践踏 玩弄于鼓掌之中 杀了便就杀了 没什么公平可言 对吗 众人沉默 确实 天碑之争 六欲皆知对楚颜不公 但无人会为楚颜说话 只因楚颜弱小 背后没让他们忌惮的背景 即便误杀 也不怕什么 那好 现在我便创造出一个全新霸主 让你们看看 看你们如何 还欺我 楚颜言道 他的声音极为平静 似是听不出情绪来 但落在众人耳中 却隐隐有平静之处 细听惊雷之音的感觉 我没背景 你们欺我 那我便创造一个全新霸主 看你们还如何欺我 这是何等狂话 若是以往 只会受到嘲讽 然而如今楚颜说出 谁能怀疑 因为这样一头巨龙 正在六欲逐渐苏醒 即便如此 那规矩也不该破 有女工 女帝 促眉 何况上仓岛一战 你杀戮无数 心狠手辣 我等没有追究 也是对你恩赐了 上仓岛一战 你们八方率万人欲要杀我 我奋力反抗 杀你们一批递者 到头来 却成了我心狠手辣 四方神六年前便欲要灭我一族 东方神坛更欺我无数 让我欺下架他人 然在你们看来 为了一个所谓六欲平衡 我只能忍 就应该被欺负 那恕我不能理解 臣间当立 我且看谁能阻 楚岩的声音高昂 顿时彰显出超凡气势 余音萦绕在整个古皇朝大殿上 楚岩的声音十分强势 几大霸主的递者微微皱眉 哼 这么说 楚公子是不准备罢手了 有女工的女帝冷哼声 今日是我晨间策封盛点 我不愿做杀戮 诸位若是愿意留下见证盛举 楚某 暂可不计前嫌 待诸位如坐上兵 若是不愿 术不送客 虎燕饮一口清茶 茶杯放下之后 声音传达 穆家 石家 幽女工 妖山门四方递者皱眉 显然没料到 楚岩会这般强势 至于他们 肯定不会留下 不然册封一事 他们在场 便等同于是承认了 六欲这一全新的霸主事 既然如此 告辞了 希望楚公子 不会因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 由女工女帝留下一句话 扶沉而去 其余霸主纷纷离去 古皇朝再次清静下来 夏侯老祖踏入大殿 他们今日看似相劝 实则是为了找寻开战的借口 如今你拒绝这样的果断 册封盛点 恐怕不会太顺利 嗯 古炎点下头 一切他心如明镜 问道 知道这几日踏入我心域的强者数量吗 地者不少 四方各有一名大军 还不算天皇宗 我觉得天皇宗也会有所动作 四名大军吗 古炎一阵苦笑 几大霸主 还真是看得起我沉坚呢 古炎看向九脉的领袖 路为前辈 圣典之事延迟到五十 我需要先离开一下 五十我会准时归来 行 夏侯老祖点下头 对方有四名大军 但他们也不弱 古皇朝内还有剑命天军等人 若是真动手 他们未必会败 楚炎离开古皇朝 直接踏上传颂镇 前往古妖心域一趟 如今他需要帮手 光凭尘尖 对抗四大霸主还是太难 所以他踏入古妖心域 以后直接漫步而飞 朝着三大妖山赶去 三大妖山 如今开山封宗 陆落在古妖中部的妖灵之地 忽然妖灵间掀起大风 七韵独子一人在陵中抚擒 自从知道楚炎没死的消息以后 他便总是在这里 想着有一天他会来经过此地 何人 狂风大作 七韵吐眉 七韵是我 楚炎降临 穿着白衣 还是那样的俊俏 好久不见 七韵的玉面顿时僵住了 许久后 他灿烂一笑 我就知道 当初那个被我数落成寒鸭 却一直想要强善的 六月混乱的人 一定不会轻易死的 原来不知 你竟还懂抚擎 楚炎听着绕梁 秦一笑道 何时有机会 为我弹奏一曲 你想听 随时 清韵笑着起身 你这次来 是要找妖军的吧 嗯 楚炎没有隐瞒 清韵将古琴收起 我带你去 不久后 楚炎便来到妖山顶端 突然一道青光飞出 挡住了楚炎的去路 七 楚炎看着清衣 心中一阵苦涩 这近三年时间 他藏匿六狱 听过不少关于清衣的消息 他化身杀神 在六狱击杀不少霸主之后 甚至上苍岛一战后 他还独自踏入天皇宗一次 威胁济皇级 楚炎若死 必杀济龙宇 后来遭到追杀 子龙妖君也受到不小的重创 楚炎有些感触 清衣站在那 就一直看着他也不说话 许久以后 他的俏脸上突然笑了 笑得很甜美 仿佛遇到了世界上最开心的事 白雪飞飞 家人一笑 动人心 楚炎吃住了 好美 清衣不善言辞 他也不说话 就默默地走到楚炎身后 我以后还想跟着你 七衣脆生生地说道 楚炎心头一颤 他笑着点下头 好 清衣在一旁看着 祝福地笑了笑 眼前这两个人都是那样优秀 楚炎有着明镇六狱的天赋 七衣更是倾城如画 像仙子一样 他们可能天生就是一对吧 只投胎时 一不小心 让两人走散了 但无论多久 他们都会相遇 那一根红线 一直牵着两人呢 至于自己 能这样远远观望着 让他成长 不去打扰 或许就是最好的 小家伙 天穷子雷大作 子龙妖君化身出现 前辈 楚炎拱手笑道 子龙妖君满意地点下头 这几年你的名字听到不少 先前听夏侯说 你化身摩屈 无法逆转 还觉得可惜 但今日一见 看来你又有机缘了 楚炎含笑点头 子龙妖君又看向轻衣 吹了吹胡子 女大不中留 看样子又要跟她走了 轻衣没说话 就安静地站在那 算了 你找我何事 子龙妖君询问道 我想让前辈 兵发妖山门 楚炎炎霸 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一样 兵发妖山门 这可不是小事 如今 古妖西域 两大霸主开战 动辄太大 牵扯太多 神龟与幻妖在一起 难哪 子龙妖君叹息一声 他不是不想帮楚炎 如今他的站位已说明一切 但想要吃下妖山门 太难了 前辈大可放心 如今幻化妖君不在妖山门 楚炎冷笑声 而且他们之中有诸多大地 都不在门内 子龙妖君眸子一亮 看向楚炎 看样子 你是早有计划了 楚炎笑而不语 子龙妖君点下头 既然如此 我现在便号召一下 即便吃不下妖山门 也要重创他们 让他们十年内 不敢再挑起大战 既然如此 晚辈多谢 楚炎拱手 随即他便离开了 轻衣随他一起 去了武王星域 通过传颂镇 星域间的横跨 似乎并不那么遥远了 武王星域 李氏家族一片沉重 江家人也在 最近六狱发生不少事 各方皆有站位 唯独李家 江家 飘摇不定 两方想要独善其身 但似乎很难 这一战一旦开启 必会波及八方 他们身为霸主势力 自会受到牵连 家主 外面有人求见 忽然有一人踏入大殿 李洪威 微微皱眉 他现在谁都不想见 直接挥手 不见 那人说 他叫楚颜 管家一阵苦笑 嗯 李洪威皱下眉 李逍遥在一旁 一下坐起身 双眼有些激动的道 快请进来 楚颜被带到李家大殿上 先是对李洪威和江家人拱手 楚颜见过几位前辈 你竟还没有死 李家二长老发出一声冷哼 地位顿时狂话 碾压向楚颜 既然如此 我李家正好需要一个投名状 使用你的人头来做吧 李洪威皱眉 李家二长老对楚颜的憎恨太深 李生 李洪都先后死在楚颜手中 楚颜 李逍遥在一旁喝声 杀我做投名状 你也要有那个本事 楚颜倒是很平静 任由帝威降落 他头顶幻化出一把雷霆长矛 猛地与李家二长老碰撞 呼 李家二长老微微皱眉 他刚才出手 虽只是帝威 不过他乃是天地实力 竟无法奈何楚颜 你封地了 而且凝聚了顶级地位 李家二长老质问道 劝二长老还是不要冲动 刚才那一击 楚颜全当是让你出气 但我今日来李家寻求合作 若是二长老在如此无理 伤了谁 别怪我没有提醒 楚颜淡淡说道 李家二长老一阵冷笑 楚颜 你太高看自己了 竟要以为灭了四方神 便是骄傲的资本 在我看来 你依旧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 杀你一如反掌 李狐威也不开口 江家人也一样 虽然李逍遥 江天问与楚颜关系交好 但那是后辈的事 两大霸主 绝不可能因此一起用事 所以他们也都想看看 楚颜究竟有何本事 说出这种狂话 九幽 他若再动手 直接杀 楚颜淡淡道 李 顿时一声长鸣 楚颜体内生出一股火焰红光 竟化作一九幽天雀 强悍的破地威 能令大殿空气的温度都上升数倍 破地级别的九幽雀 这妖兽 是当年镇天军的坐骑 众人都微微皱眉 李家二长老脸色也不好看去 死死地盯着楚颜 自楚颜灭了东方神坛以后 九幽就苏醒了 意外的是 九幽上一次因楚颜血脉爆发而昏睡 如今醒来 竟阴差阳错地突破地之极限 达到破地计